王徐也有自己的想法 如果祈堂在这边的产业越大 那么就会在这边常住 所以王徐需要好好规划下 安全酒店小区也好 安全山庄也罢 亦或者安全别墅区总之该有的都有 另外最重要的是多一个安全的属性 是非常安全的那种 不过别人可能一时半会体会不到 但未来安全这两个字才是特色 另外就是养生 在这里生活除了医疗水平之外 就是这里的环境 聚灵阵下的空气质量经得其检验 这个才是大杀器 所以最后王徐建成之后 放出这个核弹信息 只要将这里的空气指数测试一下 检测下空气中的分子成分等 到时候肯定会炸 那时候自然是水到渠成 祈堂和未听风都有房地产事业 所以这一块王徐不管交给他们 到时候他只会在其中选出位置 布置一个聚灵阵 要有一个人工小湖泊 移植几株年份长的巨大古墓 位置已经好选 靠近野珠山那里 选出一块区域 也算是一山傍水 风景 环境好 这一块相对比较清静 另一边挨着正在建造的大草原 既然决定 那就是越快动工越好 李长山哪里好说 听风 你去联络一下 做好准备 齐堂说道 未听风去忙活了 剩下王徐和齐堂两个人 王徐就特别开心 齐堂忍不住想笑 他自然早就看出来了 这家伙不想让未听风跟着 好几次欲言又止 不用想他也知道王徐想说什么 堂堂 野珠山那里变化很大 我们去看看 王徐笑道 齐堂脸一红 但还是看着他 王徐嗨嗨 小混蛋 齐堂在他耳边柔和地说道 声音温柔宠溺 再加上那独特的清冷 王徐是说不出的受用 那个激动 王徐爱恋地把他拥在怀里 这一刻他心里全部都是他 来到野珠山那里 刘大壮刚刚结束直播 看到齐堂特别惊讶 结结巴巴地打个招呼 房东好 你继续 我带堂堂去看看风景 王徐拉着齐堂就走 刘大壮看着两人的背影 还有两个人牵着的手 他锻炼减肥的信心更足了 汪汪汪 疯狗咆哮 疯狗拳 齐堂回头看了一下 上去一趟 可不是齐堂能上去的 所以 王徐将他横抱起来 慢慢地向上走去 这一段过程其实也挺好 石阶蜿蜒起伏 盘旋而上 很安静 清风拂面 视野也逐渐开阔 王徐一步一步走得很稳 齐堂靠在他怀里 看着王徐 还是那么地清秀 自然 清澈 他一个大男人 却给人感觉特别地干净 靠在他怀里 特别地心安 看着他也会心动 齐堂脸微微一红 自然而然地想到一些画面 王徐看到了 我家宝宝越来越像一个小女人了 开始想一些不健康的画面了 王徐很喜欢打趣他 男女之间的乐趣 其实是不正经的时候 越正经越无趣 只有夫妻 男女朋友才可以不正经 越不正经 关系越好 越不要脸 夫妻关系男女朋友关系越和谐 你才想 齐堂轻称他一句 我想我家小堂堂 天天想 你知道我想的什么吗 王徐笑道 这里很安静 特别地安静 也不怕有人在 我猜你知道 王徐笑着看着他 四目相对 大气清冷的凤眼 美帝如日月星辰 一丝娇羞红韵 惊艳绝伦 他眼神微微躲闪 他不受控制 有点心慌意乱 他以前不会这样 现在也会偶尔想王徐 不受控制 会想那种销魂石骨的感觉 每次他自己 都修难的不行 所谓食髓之味 有些事情一旦体验 确实就再也解不掉 王徐看到齐堂这般模样 就觉得特别享受 视觉享受 还有就是精神上的成就 那是一种无法言喻的满足 堂堂 我听说别的女朋友 都会说虎狼之词 你会吗 王徐凑在他耳边 轻轻说道 齐堂一颤 抱着王徐的脖子不说话 王徐也知道他害羞 但害羞的女人 最有女人味 何况是齐堂这般 不食烟火的人间角色 你现在是越来越混蛋了 齐堂清冷柔和的声音响起 要不我说一句 王徐笑着说道 不许说 齐堂羞撑地说道 王徐凑在他耳边 我的白虎女神 齐堂脸一下子变得很红 他懂啊 王徐在他耳边 又轻轻说了句 齐堂再也抵挡不住 无地自容 捂住他的嘴 清冷如雪的鲜言 美眸有着一层淡淡的水雾 王徐被他的美精的愣住了 一个女子 可以美到这般境界 谁说搔手弄姿 才能勾魂 齐堂这般 也能让人失魂落魄 这一刻 他少了一丝清冷 多了一丝妖柔 清冷的妖柔更致命 和未听风那种冰冷不一样 未听风那种 王徐是真的不喜欢 哪怕那个女人 也是极美 但谁喜欢一个 整天搭拉着脸 冷着一张脸的女人 男人都喜欢女人的笑脸 温柔的笑脸 女人的柔情 鼓励 安慰 可以让一个男人充满动力 一张冷脸 让男人什么热情都会消退 再好看 也没有兴致 因为是人 不是畜生 王徐将他抱着更紧了 没有再说什么疯话 适可而止才是最好的方式 过犹不及 任何事情过了 都不好 齐堂脸上带着红韵 眯着眼睛 靠在他怀里 微笑着看着王徐 这家伙看着干净纯洁 很正 可是谁又能想到 只有自己和他两个人的时候 也这般好色混蛋 但想想自己都 不知不觉已经走到山顶 王徐抱着齐堂走进房间 王徐按捺不住 君子动口 君子也动手 君子还要动枪 他最喜欢四目相对 轻言细魔 做着世间最神圣的事情 那种极致愉悦 精神风暴 还有最美的风景 就在眼前 王徐遇到齐堂才知道 什么叫美得惊心动魄 也知道了 什么叫愈仙愈死 一直到傍晚 两人才出来 落日余晖洒落在山顶 清风扶山岗 清新的空气中 有着一丝说不出的水汽 这就是聚灵阵的效果 聚灵阵对于植物的效果很好 主要是体现在生长速度 和生命力等上面 虽然对于动物和人 没有类似的效果 可对于人和动物的健康上 效果很大 很大 那两只鹦鹉呢 齐堂似乎才想起来 王徐笑笑 没事 他们会自己回来的 对于那只傻鸟 王徐很放心 驯服之后 一般人还真抓不到它 此时的齐堂 多了一股慵懒的女人味 王徐看着它 就忍不住开心 齐堂美好气地撑它一眼 唐一 你真好 王徐由衷地说道 从后面抱住他的素腰 下巴放在他的肩膀上 他真的很爱 爱到骨子里的那种 齐堂对于他的称呼 已经麻木了 爱叫什么叫什么吧 他对于王徐这种 偶尔的依赖称呼 就是忍不住 心里很柔软 他觉得 王徐偶尔像现在 这般孩子的一面 应该和他的绅士有关系 齐堂双手 放在王徐 摟着他素腰的手上 你对我才好 齐堂轻轻笑道 你是我的女人 我自然要对你好 王徐此时登高望远 家人在怀 欢愉之后 人生之巅 齐堂笑着 看看自己的男人 扭头 耳并撕膜 在他耳边轻轻笑道 男人 小宝贝 我可是你一个人的男人 我就你一个女人 清白的身子 初吻都给了你 王徐轻轻说道 很骄傲 齐堂也是无语 他好像很骄傲 但想着他也笑了 小混蛋 我只是你一个人的女人 齐堂的声音很小 王徐将他抱得紧了紧 感觉特别的开心和满足 嘟嘟 这个时候 王徐手机响了 刘大壮 王徐接通了 老王 你那只鸟出去和人对骂 在网上火爆了 嗯 地点是周氏 那傻鸟飞出去二百里 和人骂架 王徐也惊讶了 我视频发给你了 你自己看 刘大壮说完 挂断了电话 王徐点开刘大壮 发给他的视频 视频里是一处监控拍到的 所以很完整 这是一个别墅区 一个优雅漂亮的美女 在二楼阳台拿着一杯红酒 姿态优雅 身段迷人 穿着睡衣 性感成熟 小妹妹 你好啊 一道突兀的公鸭嗓传来 女人吓了一跳 抬头看到 一只美丽无比的鸟 像一只小凤凰一样 漂亮的不像画 正是王徐驯服的那只傻鸟 公悬凤鹦鹉 美女有点不相信的 闭了下眼睛 睁开眼 但那只小鸟还在 爱妃 爱妃 爸爸来了 一道男人的声音传来 然后一个穿着睡衣 开着槐 带着猛眼罩的男子 摸着双手出来 爱妃 爱妃 爸爸来了 公悬凤鹦鹉 卧槽 是谁 男人怒了 摘下眼罩 卧槽你大眼 公悬凤鹦鹉 条件反射地来了一句 哎哟 卧槽 这是什么 青年也是猛逼了 我是你爸爸 公悬凤鹦鹉继续 居然对上了她是复读鸡 没事往外蹦 并不能对话 卧槽 我是你爷爷 青年喝了点酒 被一只鸟骂 人生第一次 卧槽 我是你爷爷 信不信老子断了你 信不信老子断了你 吃屎去吧 吃屎去吧 傻鸟 傻鸟 青年不吭声了 小妹妹 你好啊 公悬凤鹦鹉又来一句 仿佛在调戏她女朋友 青年也是个富二代 很快 她眼睛放光地盯着这只鸟 青年慢慢离开 你先稳住她 这傻鸟很有意思 我去找个东西抓住她 青年很兴奋 卧槽你大眼 卧槽你大眼 然后扇动着翅膀飞走了 就这么一段视频 青年也不知道 是气氛没抓住她 还是怕别人抓住了 直接攻不到了网上 然后瞬间火 疯狂的火 主要是 这鸟太漂亮 太聪明了 万能的网友也认出了 这是一只玄凤鹦鹉 应该属于基因变异 但好看就是王道 所以全网都在寻找这只神鸟 那个青年发了视频 这视频一下子火了 当时也没多想 随手一发 没想到这么快火了 都知道她喜欢戴眼罩 喊自己女朋友爱飞 还自称爸爸 其实也没什么 网上就有这个段子 网上也有女朋友 喊男朋友爸爸的 别人是拍段子 而她是真的在玩 但那别墅 那高质量女朋友 那身段 那颜值 还是让不少人羡慕 齐堂也看着 忍不住轻笑 这傻鸟飞出去 两百里和人对骂 我去 她不会把她女朋友丢了吧 王许一愣 另外一只母旋凤鹦鹉 没有驯服 速度力量耐力等 没法和这只傻鸟比 我是你爸爸 我是你爸爸 王许欲言又止 那只傻鸟回来了 还带着那只母旋凤鹦鹉 一起回来的 爸爸 爸爸 另外一只只会蹦两个字 王许忽然感觉 这只母旋凤鹦鹦 挺好的 笨笨的 很可爱 其实这只母旋凤鹦鹉 也很聪明的 只是被那只剑鸟 给压制住了风头 我觉得 她还是跟着你吧 我没事来 和她说说话就行 齐堂笑道 王许点点头 带着这家伙 确实很难工作 还很吵 爱飞 爱飞 爸爸来了 公旋凤鹦鹉来了一句 堂堂 我还是决定 把她炖了吃了吧 王许认真地说着 也不知道是感觉到危险 公旋凤鹦鹉 看着王许 可怜兮兮的 百分百忠诚 让她不会逃跑 哪怕王许真顿她 王许自然不会顿她 她还不至于 和一只鸟计较 卧槽 这狗东西灵性惊人 可能是真的感觉到了危险 好了 不要吓她了 齐堂伸手 这傻鸟乖巧地飞过去 这东西还真同龄 不过就是有点 管不住那个嘴 我们下去骑骑马 吃个烧烤 王许抱着齐堂 毕竟百米高 没有电梯 刘大壮此时洗漱完毕 换身衣服 躺在草地上 说不出的惬意 他如今已经有了人生方向 现在他感觉整个人很充实 躺在这里休息的时候 也很踏实 忽然就感觉 这个世界很真实 游戏虽然还玩 但现在感觉才是玩游戏 心态不一样了 看到王许和齐堂下来 也看到了那一对鹦鹉 刘大壮不是第一次见 老王 要不把他给我来直播直播 刘大壮挠挠头憨笑道 可以 老刘 提升自己更踏实 王许说道 嗯 我理解 我会坚持下去的 为了我父母 也为了我自己 刘大壮平静地说道 刘大壮现在成熟了一些 男人 一旦开始干正事 那么就会变得成熟起来 野猪山的傍晚很清爽 如今已经是农历八月份的天气 马上就是中秋节 同时也是国庆长假的来临 老王 网上有人都在传 今年国庆节来正县的人会很多 刘大壮忽然想起什么 开口说道 王许也不惊讶 别说正好是国庆长假 就算不是假期 也会有很多人前来 现在每天的人次都在增加 就连正县的一些村庄 都已经出现了农家乐 总是有人能嗅到商机 土鸡是最好的鸡 还有养殖的兔子 土鸡蛋 野菜 甚至咸菜 都是成了好东西 只要卫生这一块过关 所以 家里的年轻人来做 卫生搞好 父母帮衬 正县县城 确实消化不了这么多人 所以很多人去村里的超市 小超市 甚至花点钱 去个人家里吃顿饭 现在正县几乎所有饭店 不管大小 不管手艺 都是爆满 待人太多 饭店还是不够 对了堂堂 我这边的玉米已经收了 正在晾晒 等到时候可以上货了 王许笑道 好 到时候你 直接派个人送过去就行 齐堂说道 目前就两样 玉米面粉和玉米参 品质我可以保证全世界第一 价钱你来定 王许说道 王许的聚灵镇 已经笼罩了王村的田地 所种植出来的玉米品质 肯定没问题 这点自信还是有的 一个村子的产量毕竟有限 它是为村子谋福利 所以只能走高端路线 这样吧 听风有家高档超市 上他那里吧 齐堂想了想说道 王许点点头 也可以 高档超市 王许听说 有什么土豪超市 据说里面的东西非常贵 一斤牛肉600多块 一只鸡300块 一斤黑猪肋排170块 一个榴莲600多 半斤蛋干海参7000块 一斤国外的火腿1200块 一些茅台酒 年份不同 从一两万一瓶到几十万一瓶不等 12个鸽子蛋卖120块 一瓶矿泉水20多块 王许是个穷人 无法理解 他之所以去了解 是为了搞清楚自己的产品卖什么价钱 不管你是国外进口的 还是国内的 王许自信 自己的产品肯定更好 他只是需要一个平台 高端商场 高端超市 土豪超市 自己没有 那就创造一个出来 既然魏听风有个高端超市 那就省点事 上他的超市就好省事 王许也知道 进什么超市 肯定有标准的 其实 就算自己的东西不达标 魏听风肯定也不会拒绝 但是他的产品质量肯定没问题 真不达标 王许也不会这么做 他并不从中抽取利润 他只是给村里人搞点福利 村子富裕了 就可以影响到周围 以及整个政线 吃着烧烤 聊着天 说不出的惬意 也可能是香味 引来了那只山梨子 嗯 也叫豹猫 就像一只小豹子一样 比小豹子还像小豹子 他直接就站在王许旁边 望眼欲穿地看着烤肉 太萌了 齐堂惊讶地看着 自己这个小男人如迷一般 上次的那次意外 他真的都绝望了 本来疾病好转 新的希望 可是没想到 偏偏遇到了那样的事情 如遭雷击 绝望到底 但很快就逆转 一只猫逆转 一只猫碾压六名 拿着铁棍的胸图 那种心情的大起大落 绝处逢生的惊喜 刘大壮打开直播 老王 要不要出镜 都可以 王许随意说道 不要排堂堂 王许说了一句 齐堂看看王许 王许笑笑 我不想让别人看到你的美 最珍贵的宝贝要珍藏 刘大壮感觉自己 吃了一嘴狗粮 如今 刘大壮也是大主播 很大的主播 一招狗叫天下之 主要是他的直播间 可以骑野猪 还有骏马 非常神骏的马匹 直播间起名黑马 叫黑龙 白马叫白龙 还有铁牛一样的大牛 像牛魔王一样 大家起名叫牛魔 主要是很多人都说 长得像牛魔 神奇的大公羊 神奇的大公鸡 还有超大的的大野兔子 狐狸 黄鼠狼 松鼠 以及刘大壮的神奇狗叫 嗯 刘大壮一直坚持说是狮子吼 嘴很硬 此时 大家看到王许和刘大壮 直播间很热闹 玄冥二老难得一起出镜 失镜失镜 卧槽 老板真俊 胖子真胖 老板现在是搞得风生水起 不走寻常路 只是不知道 有什么福利送给家人 就是 别的直播间都是带货 给家人送福利 十块钱的东西 八十块卖给家人们 家人们感恩戴德 我都要开枪了 居然是有军 话说 老板不带货 也不打广告 我好奇 老板能给我们带来什么福利 我们要福利 来点福利 福利 福利 老板 送点福利 福利福利 莫名其妙的 最后满屏都要福利 刘大壮也是无语 看着王许说道 老王 他们都要福利 有没有 直播间也都在听着 王许想了一下说道 你可以每天选出三个名额 到周末的时候 去天下第一中医馆 我免费治疗 最好是疑难杂症 绝症 一般毛病不要来 直播间也是愣住了 这是什么福利 这牛皮吹的 老板 我放屁感觉烧皮燕子 我是不是快不行了 你那算什么 我放屁有点疼 也不知道该不该找医生看看 我一个人可以很正常 可是见到女人会紧张 一紧张 根本不行 垂头丧气 搭拉着头 根本不理人 这是心理病吗 我看到女人 就会忍不住想一些 不可描述的画面 就如直觉反应一般 不受控制 我很苦恼 该怎么办 你们还好 我最近学了一个成语 扬长小道 还看了一个短视频 就是说 航海的船上 会带一些母羊 我最近很慌 我需要看医生吗 刘大壮也是一愣 是不是感觉这个福利不好 没什么用 王许笑着说道 直播间 很多人确实不喜欢 这个所谓的福利 但也有人表示喜欢 表示要这个名额 我不带货 也给不了你们别的福利 胖哥 每天三个名额 记住一定要绝症 或者疑难杂症 名额给最需要的人 王许笑道 以后或许他们才会知道 这个名额有多金贵 一个名额被炒到天价 刘大壮点点头 好 然后刘大壮在直播间笑道 需要名额的 可以私了我报名 带上什么病 等我消息 王许的天下第一中医馆 要打出名气 所以不能一直太低调 已经有了很强的实力 不怕别人惦记自己 天下第一中医馆 是王许体验生活中 最重要的一环 所谓的绝症 并不是该死之人 只是现在的医疗 先进程度不够 所谓的绝症 很多都是因为垃圾食品 快节奏的生活 压力 情绪 纵欲 放纵 等等 国内癌症患者人数 位居世界第一 占全球接近四分之一 王许一个人 又怎么能治疗得过来 何况 每个人自有命数 你放纵 自己非要天天吃外卖 天天喝碳酸饮料 吃各种垃圾食品 所以 王许是有标准的 胖子 名额优虚儿童 王许说道 晚上 胖子在山下住 王许和齐堂 在山上住 来到山顶 木屋 夜色很美 王许觉得自己 就是齐堂的甜狗 王许仿佛化身成白虎 要齐堂这个白虎女神 王许喜爱齐堂 非常的喜爱 恨不得把他整个吞下去 他内心的那份炙热 那种渴望 王许知道 老祖宗为什么用饥渴来形容 只有感受到 内心饥渴的时候 你才会知道 一个男人会做什么 那真的是恨不得吃了他 这也是为什么 一些男人对于女人说 我要吃了你 不肯一变 怎能缓解内心的思念和渴望 嘴巴真的是个好东西 可以说甜言蜜语 也可以表达自己的爱 对一个人的喜爱 都是用嘴巴表示的 一切安静下来 齐堂已经睡着 王许则是很享受 这一刻的平静 人生在世 其实追求的并不多 不爱江山爱美人 有人一辈子 没钱也没权 但是有一个贤惠美丽的妻子 守着他 平淡地生活着 他很知足 有儿有女 一辈子平平安安 度过一生 没有风浪 到最后 他觉得自己幸福了一辈子 有的人一辈子风光无限 很多人都羡慕 有钱有势 美女成群 可最后 他依旧是一男嫔 依旧是感觉很遗憾 王许想起了李柏琪 这一刻他内心挺好 很坚定 自己就是要对齐堂好 有他一个人 女人够了 可男人对于女人 总是会心软 李柏琪的那些话 是个男人都顶不住 那样一个美人 为你做到如此地步 老祖宗真的是有文化 最难销售美人恩 不知道什么时候睡着 第二天 王许早早醒来 男人早上的阳刚之气 是一天之中最盛的 何况是王许这般金刚不坏 齐堂也醒了 自然感受到这家伙的真容 他红着脸 身体虚弱 可他发现自己 也有点留恋 女人都喜欢硬气的男人 越硬越好 王许算是硬气男人的天花板 闺房之乐 极乐之乐 你要知道 享受和付出是成对比的 当你越是感觉舒服的时候 往往付出的代价就越大 甚虚甚亏都是小问题 秃头 掉发 精神唯米不振 健忘 意志力不能集中 严重者 大夏天还要穿着小袄 身体都糠了 弱不经风 免疫力低下 很多疾病找上门来 王许体质原因 天赋 金刚不坏 和强大的体质 所以不用担心这个 但齐堂吃不消 还好 有王许的气血汤补着 帮他推拿按摩 王许特别的腻外齐堂 起床后都已经上午八点多 齐堂去找未听风 王许则是让村子里的人 将玉米晒干 越干净越好 王许会给他们卖出一个满意的价格 现在王村的人 对于王许是言听计从 在他们眼里 王许就是一个有大本事的人 回去教导 王冲几个熬药 几个人苦着脸 很无趣 但是只能咬着牙坚持 今天 时事第一人民医院院长何凯 接到了一个电话 一个大学同学的电话 这个同学可了不得 是个大富豪 但和他关系很不错 因为何凯 是一个有实力的医生 其实成功人士 你注意一下就会发现 他有个当教师的朋友 有个当警察的朋友 有个当律师的朋友 有个当医生的朋友 刘天成检查出来癌症 干 晚期 而且已经扩散 十日不多 回天无力 专家建议 去试试中医吧 也不要抱希望 国外最好的医院 他也去了 但药医不死病 或许也就是在面对疾病的时候 大家可能都是公平的 刘天成不是最出名的富豪 但很有实力 属于闷声发大财的那种 很多人并不知道这个人 但资产却是排的上号 很有能力 五十出头的年纪 也是正当年 他有点胖 一米八的身高 二百二十斤 身体也一直很好 也一直有做体检 也就有点脂肪肝 但忽然就蹦出了癌症 还是晚期 最后冰英说 主要是基因问题 刘天成给何凯打电话 是来道别的 我可能要死了 刘天成笑着说道 他这一生该吃的吃了 该喝的喝了 该玩的玩了 什么也都体验了 说遗憾肯定有 毕竟也才五十多岁 他自己觉得 可能就是自己已经提前将荣华富贵 享受完了 有个说法 说人这一辈子 吃多少饭 喝多少酒 存量多少 都是有数的 谁先吃完谁先走 谁先喝完谁先走 谁的存量先用完 谁先走 什么情况 上个月不是还好好的吗 何凯不可思议地说道 可突然出现了肝癌晚期 去了国外最好的医院 也没有办法 来给老同学道个别 刘天成笑着说道 他很洒脱 老同学 你确定不是在开玩笑 何凯还是不能相信 但想想 刘天成也不会和他开这样的玩笑 没有开玩笑 就是感慨 人生无常 刘天成感慨一句 我知道一个人 或许能治疗你 如果他不能治疗你 那就真的没有人能治好你了 何凯认真的说道 何凯这个人是院长 也是医生 特点就是认真 从不开玩笑 尤其这个时候 更不会开玩笑 我已经做好准备了 人都有这一天 我只是提前了一点 刘天成其实并不相信 毕竟世界最好的专家 都束手无策 去郑县 世界第二火锅店 或者找天下第一中医馆那里 找王雪 我提前给他打个电话 你要客气点 他很年轻 他是我见过最厉害的神医 对 就是神医 刘天成惊呆了 他第一次见自己这个老同学 这么夸赞一个人 刘天成之所以惊讶 是因为他对自己这个老同学 太了解了 两个人现在可以说是两个世界的人 二十年前 刘天成找贺凯治病 那时候 刘天成还不是大富翁 贺凯也不是院长 就这样 也算是几十年的交情 对于刘天成来说 贺凯是他真正的朋友 两人没有利益往来 是大学同学 当初关系还不错 那时候 建立起来的友谊很珍贵 所以 在人生最后阶段 他自然要和这个老同道别一声 好了 这次听我的 不管行不行 去试一试 你又不损失什么 贺凯继续说道 行 我去 刘天成说道 快去吧 挂了 我给他打电话 我有时间也会赶过去 贺凯说道 刘天成心里还是很感动的 他能感受到 这个老同学的关心 人在这个时候 哪怕是刘天成 内心也是脆弱的 人之将死 内心的复杂 是常人无法揣摩的 刘天成多少年 没有什么波动的内心 一下子有点酸楚 甚至眼圈都有点发红 患难见真情 人只有在低谷的时候 才能知道 谁是对你最好的人 挂断电话 微微叹口气 叫来司机 老张 去试线 刘天成轻轻说道 王许还在监督几个人熬药 嘟嘟 贺凯 王许记忆力不错 是那个 实施第一人民医院的院长 王许对这个人的印象很不错 贺院长 王许接通电话 王先生 我一个同学 刘天成刚挨晚期 我推荐他去找你看看 贺凯客气地说道 好 你让他来了打我电话 在中医馆那里等我 王许说道 好 多谢王先生 贺凯客气道谢 挂断电话 闲暇之余 王许就给自己针灸 今天可以升级了 因为就差二十多点熟练度 一个小时后 金针次学升级 金针次学 主动技能 五级 金燕灵 1600 功效 止疼 止血 浮正气 化欲排血 掉命三天 压制疾病怪异疾 嗯 掉命三天 本来只是掉命一天 提升不少 后面多了一个新能力 压制疾病怪一级 本来是是50级 Boss怪 压制一级 那就是变成49级 Boss怪 别看这一级 可能是一个巨大无比的差别 王许有点激动 这也算是变相地增强了 王许的能力 很好 看来这金针次学越是高级 作用越强 想想这也正常 但提升一级难度 也是越来越大 总之是好事 临近中午的时候 王许回到县城那里 中医馆还没有营业 只是招牌 已经挂了出来 王许还没有找到 合适的老中医坐镇 熬药的人已经有了 这个人数还在增加 后面可能需要不少人 王许到了中医馆这里的时候 发现贺凯在中医馆那里站着 贺院长 你怎么来了 王许很惊讶 我来看看王先生 贺凯笑着说道 王许请他进去 韩轩客气几句后 武亮看着很高级的车 停在了中医馆这里 刘天成走了下来 他很久没去过县城 这样的小城市 这正线的县城 让他很惊讶 繁华 人太多了 刘天成带着保镖 家庭医生 还有一个儿子 一个女儿陪着 老同学 刘天成走进中医馆 看到贺凯开心地打招呼 老刘 你还是那么胖 这是王先生 就是我给你说的那个神医 贺凯赶紧介绍 幸会幸会 我叫刘天成 打扰了 刘天成热情地招呼 王许笑笑 刘先生不用客气 王许看着刘天成的身边 大挨大军镇国将军 成长中 五十级 BOSS怪 军团怪 统帅怪 召唤怪 针灸后可战斗 战胜后可恢复五年寿命 王许看着刘天成 刘天成也在打量这个气质非凡的年轻人 贺凯这么推举一个人 他还是第一次见 王许拿出银针 也没说话 直接一针扎下 行家出手 便知有无 细如牛毛的银针 一般人拿都拿不起来 但在王许手中 如一柄长枪一样 王许再次看去 该挨大军镇国将军 成长中 四十九级 BOSS怪 军团怪 统帅怪 召唤怪 针灸后可战斗 战胜后可恢复五年寿命 从之前的五十级 变成现在的四十九级 别小看只差了一级 但可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王许现在感觉是能战胜 其实还有一个办法 就是使用那一颗银兽丹 回到一年前 再治疗肯定简单 但王许舍不得这一颗丹药 一针下去 刘天成感觉浑身轻松不少 不由的眼睛一亮 这是个高手 王许此时在皱眉深思 刘天成之前不抱希望 但现在又萌生了求生欲望 能活着 谁又愿意死 何况他这样的大富豪 进入战斗 王许之所以进入战斗 是因为他物品栏有个东西 这是今天从奇堂的 不孕不遇正怪上偷盗的 拖战令牌 三拖战令牌 与疾病怪战斗时候 可以马上脱离出来 结束战斗 这东西有没有用 有吧 但是你不冒险的话 基本上没啥用 所以 王许进入战斗 也看看自己现在的战斗力 到底如何 顺便看看 什么是军团怪 召唤怪 王许惊呆了 好壮观 对面是人形将军 五个 身高三米左右 一排 后面还有整齐的一排排士兵 一二三四 三千人 一排一百人 三十排 手持长枪 寒光闪闪 王许这边就自己和前面的大熊猫 肝癌大军镇国将军 成长中 气血 五百万肝癌大军镇国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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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胯下是一只巨大血虎 身长十米 通体血红 残暴嗜血 三米高的肝癌大军镇国将军 骑在血虎背上 手持长刀 刀面上雕刻着一只栩栩如生的猛虎 血红色 散发着狂暴的肃杀之气 五个骑着巨大血虎 一身铠甲的三米高将军 手持血红长刀 很是壮观 很是肃杀 气势逼人 刷 五个肝癌大军镇国将军 一起冲向金龙大熊猫 长刀狂暴的劈下 砰砰砰 三万五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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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万五千金龙大熊猫 抡起大竹子 此时的大竹子上都带着一缕金光 金龙反击 砰砰砰砰砰 脆毒 冰冻 还行 脆毒一个 冰冻一个 肾虚拳 三万三千王许 施展肾虚拳 对面的强大 还是让王许大吃一惊 肝癌晚期是绝症 还是很可怕的 针灸压制一级的效果有多大 王许也不太清楚 金龙大熊猫 再次攻击一只 砰 九千冰冻 嗯 这概率就大了很多 反击一次 主动一次 这概率增加一倍 一回合 居然冰冻住两只 脆毒一只 接着 让王许震惊的一幕出现 三千持枪兵足 如一道洪流 冲向大熊猫 扑扑扑 十 十 十金龙大熊猫 抡起大竹子 施展金龙反击 九千 九千 九千金龙反击概率百分百 金龙研攻击中 附赠百分之一气血上限的真伤 必中目标 三千士兵打掉了金龙大熊猫三万气血 之前的五个肝癌大军 镇国将军打掉金龙大熊猫 十七万五千气血 一回合下去了二十万五千气血 这些小兵的伤害 是固定真伤 无视防御和减伤 虽然只有十点血 可是数量庞大 还好的是 这些小兵自身的气血也低 只有五千血 被金龙大熊猫的金龙反击 都给拍死了 回合结束 肝癌大军镇国将军触发自愈 气血加3300肝癌大军镇国将军 触发技能召唤 之前消失的士兵位置 再次出现了三千士兵 金龙大熊猫触发技能肉盾 气血加90000王许感觉好刺激 这场面太壮观 太震撼了 热血 激动 刺激 那声音 地动山摇 打击感豪爽 如打装机放大的声音 特别是金龙大熊猫的金龙反击 加上三千士兵 洪流攻击 那密集的声音 解压又恐怖 让人感觉热血沸腾 一回合下去 大熊猫损失 气血十一万五千 大熊猫九十万的气血 原则上撑不了九回合 但是第二回合 两只兵动不出手 一只被王许 肾虚拳打过的 肝癌大军镇国将军 这一次出手 打在金龙大熊猫身上 碰 零肾虚拳 降低目标20%的攻击力 没有破防 金龙大熊猫的强大之处 就是防御力 高达45万 剩下两个 三万五千 三万五千脆毒 成功的那只掉血针壮观 二十五万 肾虚拳 三万三千王许 发现肾虚拳很好用 用一次 持续十回合 没有冷却时间 五个给它们轮流来一遍 金龙大熊猫 优先攻击 没有被冰冻的目标 碰 九千没有冰冻 也没有脆毒 三千士兵 化成一道洪流 如巨蟒一般 轰击而来 十 十 十真是蚂蚁多了 可以咬死大象 三万金龙 大熊猫的金龙反击 和金龙炎 实在是太强大了 再次将三千士兵斩杀 很爽 很舒服 回合结束 干癌大军 郑国将军 触发技能自愈 气血加 三三零零零 干癌大军 郑国将军 触发技能自愈 气血加 二五零零零零 干癌大军 郑国将军 触发技能自愈 气血加 九千干癌大军 郑国将军 触发技能召唤 再次多了三千代甲士兵 金龙大熊猫 触发技能肉盾 气血加 九零零零零 这一次干癌大军 郑国将军 打了金龙大熊猫七万 加上三千士兵的三万 一共十万 金龙大熊猫 自愈了九万 算下来 只掉了一万气血 稳了 很快 王许将肾虚拳 给五个干癌大军 郑国将军 都上了一层肾虚拳 降低攻击 接下来倒是很平静 王许稳定地叠加 自己的防御 干癌大军 郑国将军高回复 依旧是不停地召唤 每回合召唤三千个士兵 王许感觉 这应该就是军团怪 召唤怪的可怕之处吧 如果金龙大熊猫 没有金龙反击 那么十回合 就是三万士兵 每个士兵打十点真伤 那就是三十万伤害输出 想想都可怕 神宠金龙大熊猫 这个金龙反击技能 好强十点无视一切的真伤 让高防高减伤 和格挡都没用 这就是军团怪的可怕 军团怪是开场 就是一个军团 召唤怪更可怕 可以不停地召唤 有的可以召唤军团 甚至王许猜测 有的可能会召唤别的存在 如果不是金龙大熊猫的技能强大 就这个每回合 召唤三千士兵都吃不消 不知不觉 已经到了一百回合 王许有点激动 一百招必有大招 只见五个肝癌大军 郑国将军同时挥手召唤 刷刷刷刷 一万五千士兵 同时 另外四只身上红光闪烁 挥手将一道金光 打入最中间的那个肝癌大军 郑国将军身上 金光万丈 最中间的那个肝癌大军 郑国将军身上金光万丈 如金身一般 挥着血红的大刀 带着刺眼的红光 一刀披在金龙大熊猫身上 立披华山 哟 七十万王许 目瞪口呆 七十万 金龙反击 碰 九千封狗拳 三十万三倍伤害 叠加了一百回合的防御后 王许的输出能力开始起来 这是没有触发暴击 三倍暴击 不然伤害还是很炸裂的 一万五千士兵 化成一道金属红流 轰在了大熊猫身上 密集的响声 令人牙齿都发乱 十五万好家伙 金龙大熊猫 还剩下五万的气血 回合结束 干癌大军 郑国将军 触发技能自愈 气血加三零零零零 干癌大军 郑国将军 触发技能自愈 气血加九千 干癌大军 郑国将军 触发技能召唤 金龙大熊猫 触发技能肉盾 气血加九零零零零 王许 继续让宠物 金龙大熊猫 在前面顶着 不行就先死一次 反正有复活 复活后每回合 还能增加百分之一防御 再不行 王许顶一顶 也可以触发一次涅槃重生 肯定是稳了 这一次 其实怪物最可怕的 就是这个召唤技能 不停的召唤 十点真伤太恐怖 还好金龙大熊猫 克制这个召唤技能 太强了 本来王许还感觉 这个技能很鸡肋 一个肉盾 带反击 最多也就是冰冻 脆毒的概率增加 有用 但也不会太逆甜 可现在才发现 自己还是眼光太狭隘了 疾病怪的攻击 五花八门 真是令人有点防不胜防 战斗还在继续 只要打不死金龙大熊猫 这气血就会慢慢恢复 越是往后 越是稳 一百回合过去 等第二百回合 到了那个时候 王许的防御 也就叠加到很高 何况王许 还有个涅槃重生技能 所以说 很稳 可以说 一点意外都不会发生 毕竟现在连金龙大熊猫的 重生技能 都还没有出发 虽然想过能打过 但感觉真能打过的时候 王许还是感觉很开心 还有那么一点激动 毕竟 这可是五十级肝癌疾病怪 Boss怪 召唤怪 军团怪 四成号 可以说非常的强 而现在王许可以战斗 从目前看 还是闻上 所以 感觉非常的有成就感 不知不觉 来到二百回合 又来了 刷刷刷刷刷 每一个肝癌大军 郑国将军 召唤了五千士兵 足足两万五千士兵 同时 五个肝癌大军 郑国将军身上 红光闪烁 在王许惊讶的目光中 居然重叠起来 成为一个身高足有十米的巨人 盔甲 血刀 就连那只巨大的血虎 体长增长到二十多米 猙獰 可怕 好大 那滔天的凶悍之气 血气弥漫 连呼出的气息 都是红色的 低沉的狐吼声 如滚滚闷雷 一个十米高巨人将军 骑着二十多米长 接近三层楼 高度的巨大血色 老虎身上 身后两万五千 长枪士兵 吼 一声巨大的唬哮声 血刀如从天上而来 劈斩下 立劈化山 和一百回合时候的大招 差不多 只是威力更大 碰 地动山摇 红光炸裂 九十万你的宠物 金龙大熊猫已经死亡 你的宠物 金龙大熊猫触发技能 龙心护佑 已复活 那一刀太震撼了 太狂暴了 直接秒杀了金龙大熊猫 一刀九十万 是因为金龙大熊猫 只有九十万血 不是这一刀 只能劈九十万血 疯狗拳 108 0000爆击 这是二倍爆击 金龙大熊猫 挥着巨大的竹子 也打在了唯一一个超大的 肝癌大军镇国将军身上 碰 九千脆毒 冰冻 两个效果同时出现 这不是第一次 概率虽然低 但毕竟打的回合足够多 还是会出现的 25000士兵 会成一条人龙 隐约中 还有龙银之声 士兵攻击 砰砰 石 石 石金龙反击 砰砰 9000 9000 9000士兵密集的攻击 加上金龙反击的攻击 如击打在心口 特别是金龙反击 很解压 一棍子一个 25万以多摇死相 25000的士兵 每个士兵攻击10点气血 足足带走金龙大熊猫 25万气血 王许感觉很刺激 这第二百回合渡过去了 对面的肝癌大军 郑国将军分散开来 重新变成了五个 最中间的那个血线 掉了十分之一 500万的气血 被王许暴击打掉了108万 回合结束 自愈恢复了50万 脆毒 可以每回合掉 20万到25万气血 王许普通攻击 可以打接近20万气血 而且有20%概率 连续攻击两次 10%概率连续攻击三次 仅限普通攻击 疯狗拳属于技能 不会触发 三回合 王许肯定施展一次疯狗拳 剩下两回合 则是普通攻击 触发连击的概率还行 暴击 连击 脆毒加上疯狗拳 金龙大熊猫 也开始慢慢叠加防御 王许则是继续叠加 疯狗拳的三倍伤害 真的很强 尤其触发三倍暴击的时候 那伤害更是恐怖 运气好 几回合内触发一次 甚至连续触发两次 直接可以将 肝癌大军镇国将军 打成残血 砰 186 0000封狗拳 三倍暴击 扑扑二连击 29万 58万二连击 也触发了暴击 叠加了200多回合 王许的防御力 已经100多万 现在接近300回合 不过第一个 肝癌大军镇国将军 已经残血 砰 终于 第一个倒下 所谓兵败如山倒 王许的防御 已经叠加起来 输出很是狂暴 十回合之内 就能解决一个 很快 五个肝癌大军镇国将军 陆续倒下 战斗结束 你获得战斗胜利 你获得200万经验 你升级到31级 你的宠物金龙大熊猫 获得200万经验 你的宠物金龙大熊猫 升级到31级 你获得疗伤止痛汤配方 你获得技能太极养生权 大宗师级 你获得人参 极品 五 你获得灵芝 极品 五 脂肪 止痛 恢复内伤 内出血之类 内脏病变 这些都算是内伤 能止痛 但疗伤能疗到什么程度 不好说 能止痛也行 另外 可以延缓病情恶化 不错 多找点熬药的 一些药材 王许好奇地看向那个技能 太极养生权 主要还是大宗师级 太极养生权 大宗师级 被动技能 永久增加500体质 增加500耐力 脑海中多了很多东西 博大精神 这个主要是现实中更有用 养生效果特别好 但除了养生之外 还有个就是泄力 这个是核心 这个泄力 就如被动减伤 大宗师级的太极养生权 那这个泄力 自然也是大宗师级 泄力 受到攻击 本能自然的反应 以微妙的振动 滤动 呼吸 泄掉其中九成的力量 只承受十分之一的攻击 好强 大宗师级的一个养生权 居然还有这么一个恐怖的能力 嗯 虽然是太极养生权 但这可是大宗师级的 并不是不能打人 还行 很强 不错不错 结束战斗之后 王许收针 刘天成能感受到 浑身一阵轻松 也不疼了 好像完全好了一样 不可思议地看着王许 王许将针收起来 接下来的五年 你的生命 不会受到肝癌影响 王许说道 同时 看向新出来的疾病怪 肝癌大军 镇国将军 六十级 君主怪 boss怪 召唤怪 军团怪 针灸后可战斗 战斗胜利后 恢复六年寿命 刘天成不敢相信 自己听到的 五年 自己还能再活五年 贺凯也是很激动 很震惊 再次看到王许的强大医术 这个世上奇人还是有的 你不能理解 但不代表没有 王先生 真的吗 刘天成说话 都有点结巴 你可以去医院 做个检查 王许说道 不用不用 我能感受到 我相信王先生 刘天成激动得 有点语无伦次 王许熬了一碗气血汤 这个东西很有效果 再等等 等第一批熬药的人 学成刘天成 一而再的道谢 还有他的家人 并没有提枕筋 不是不提 而是这个枕筋 他要好好准备 还有 他要和这个年轻人 攀上关系 王许也没提枕筋的事情 白白手表示 自己还有事情 就先离开了 贺凯想说什么 但还是没有说出来 刘天成和贺凯一行人 看着王许离开 老贺 你说这枕筋 我该怎么给 刘天成看着贺凯 贺凯笑了笑 我不知道 我走了 谢了 刘天成感激地 说出两个字 贺凯摆摆手 行了 晚点请我吃饭 好 等我电话 刘天成开心地说道 小叶 你就留在正线 好好了解下正线 顺便能和王先生 走近一点最好 记住 在他面前 不要觉得有钱了不起 啥也不是 刘天成开口 是 父亲 年轻男子尴尬地说道 王许之所以离开 是去接王子瑶放学 马上国庆节和中秋节 今天正好去接王子瑶 这一次 没有遇到什么事情 哥 王子瑶看到王许很开心 小姑娘现在自信了很多 在人群中 是最亮的一朵花 王许开心地笑着 接过她的行李 许哥哥好 许哥好 都是王子瑶的同学 现在正线谁不知道王许 现在也算是风云人物 这些年轻人看到王许 都是很崇拜 大网红 武术高手 开医馆 开火锅店 而且 他们也知道 郑县的大草原 也是出自王许之手 还有很多小道消息 官方消息也很多 还有就是王许的书法 网上有人开价十万 请王许写一首 庆园春 雪 王许没有回应 所以说 很多人不知道 王许当网红为了什么 不带货 不打广告 这么多粉丝 不变现 其实王许只是为了能发声 还有 这个网红身份 已经在为他服务 郑县能来这么多人 很大关系因为他 他总要做点什么 所以想了想 网红这个身份 反而最合适 王许喜欢自由 自由是相对的 普通人的自由 和你有了一定名望的自由 不一样 就比如说这个气 气顺 则百病不生 但人哪有不受气的 王许一数再好 神医 但没有明气 谁相信你 明气可以震慑萧小 明气可以迎来尊重 王许肯定也要弄出点名堂 再说 闲着也是闲着 他又不打算过隐居生活 享受好气堂 那也得有足够的影响力才行 怀避其罪 所以 他要打出个赫赫威名 王子瑶特别的开心 哥 你说我大学学什么专业好呢 王子瑶好奇地问道 高中课程已经讲完 进入复习阶段 他成绩很好 喜欢什么专业 咱就学什么专业 不用有任何负担 你可以自己闯 但哥 肯定会让你一世无忧 荣华富贵 王许笑着说道 王子瑶开心地大眼睛 眯成月牙状 抱着王许的胳膊 哥 你真好 王子瑶开心地说道 虽然咱可以想学什么学什么 轻松地学 但能多学点东西 还是要多学点东西 增加个人修养 学识渊博 王许笑着说道 我懂 我会努力学习的 王子瑶认真地说道 嘟嘟 这个时候 王许手机响了 刘大壮 喂 王许接通电话 那傻鸟又跑去周市 还是那户人家 又和人家骂了一掌 刘大壮说道 把王子瑶送回去 王许去野珠山那里 找刘大壮 顺便看看他发来的视频 又在网上火了 这次开场更火辣 人家小两口 在阳台上亲嘴呢 卧槽你大眼 宫悬凤鹦鹉 直接来了一句 大眼 母悬凤鹦鹦也来一句 他只会崩两个字 这次 公悬凤鹦鹉 带着母悬凤鹦鹉 一起来的 这一次 那个青年被吓了一跳 毕竟谁在亲嘴时候 猛然一句 卧槽你大眼 都能吓一跳 幸好不是开车时候 不然直接可能就 落油熄火了 嗯 好像不是上次那个女的 上次那个女的很性感 很妖娆 这一次 这个女的比较骨感 清纯 女子也惊讶 看着那漂亮 如小凤凰一样的小鸟 口吐人言 再看看另一只 就能确定 这只漂亮 如小凤凰一样的鸟 是悬凤鹦鹉的变种 好漂亮 女子惊叹 我是你爸爸 公悬凤鹦鹉 又蹦出一句 爸爸 母悬凤鹦鹉跟着 年轻人因为上次的视频 都火了 他有视频号 愣是长了几十万粉丝 主要是很多人 都想看那个视频 青年身体微微颤抖 抿着嘴 握着拳头 似乎在努力控制什么 脸色难看 我是大鲨臂 青年忽然大声地喊道 我是大鲨臂 公悬凤鹦鹉 也大声地说道 鲨臂 母悬凤鹦鹉跟着 青年一下子开心起来 我才是大鲨臂 我才是大鲨臂 你是大帅哥 我是大鲨臂 你是大帅哥 我是大鲨臂 你最帅 你最威武 你最帅 你最威武 然后他就和公悬凤鹦鹉 都说自己是大鲨臂 还互相夸赞对方 青年心情好了不少 这一次他偷偷地去拿网兜 嗯 他喜欢钓鱼 有这个东西 卧槽你大眼 大眼 然后两只鹦鹉就飞走了 这个青年就把视频发到了网上 然后又炸了 刘大壮就是看到这个视频 给王徐打的电话 这时候 齐唐也打来电话 王徐感觉 可能也是和那傻鸟有关系 唐唐 他又飞出去 和人家骂架了 齐唐说着 忍不住笑了起来 我也刚看到 算了 不管他了 对了 你们哪里顺利吗 王徐问道 顺利 已经联系施工队 开始准备 齐唐笑道 好 晚上我去接你 王徐说道 我 我今晚和听风 要加班设计一些东西 齐唐小声说道 这样啊 王徐自然是想抱着齐唐睡觉 小混蛋 改天我补偿你 齐唐声音很小 清冷柔和 雌性悦耳 说不出的好听 王徐的心跳都在加快 怎么补偿 王徐小声问道 腻歪了两句 王徐和齐唐结束通话 晚上和胖子在野猪山吃着烤肉 然后看看之前那个视频的评论 你们别看人家和鸟骂架 这才几天 两个女孩都是那么漂亮 你说这是换人了 还是人家就是奇人之福 那可是别墅 能住得起别墅 你觉得会缺女朋友吗 有钱人的生活 就是这么的朴实无华 除了房子就是车子 还有女人 怎么 没了女人不能活 我没别墅 我也没钱 可是你要说女朋友这方面 我不羡慕她 我叫张奔硕 只要让我去海滩 去游泳馆 第二天早上 王徐起床 练习下太极养生拳 不得不说 这养生太极拳打起来的感觉真好 如推磨一般 缓缓而行 可又有种行云流水的感觉 太极的精髓 就是自然 无极 王徐的气质 和太极非常的契合 加上大宗师境界的太极养生拳 在这山间 鼓松之下 刘大壮也早早起来 看到王徐那震撼的身影 忍不住拍摄起来 而旁边的剑鸟 在一边缓缓飞舞 仿佛是在伴舞一般 画面很和谐 王徐的动作 看起来并没有什么超高难度 但就是 散发着一种说不出的韵味 大气 磅礴 古朴 是大 那种美感 如道法自然 如大道质简 动作流畅 散发着一种 看不清道不明的气场 如信手拈来 翻手为云 覆手为雨 看着让人身心舒畅 让人心生向往 令人心胸开阔 太极养生拳 108式 把衔接都算进去 平均一个动作 大概在10秒 足足打了差不多1100秒 接近20分钟 打完 王徐长长呼出一口气 不错 很不错 很舒服 他能清晰感觉到 这太极养生拳 对身体的好处 内养 外养 心养 神养 刘大壮将视频给王徐看了看 两个人都上船了 名字就叫太极养生拳 王徐也给有缘人看 如果有人想学 这个视频是可以学的 哪怕只有骑行 也是可以舒缓筋骨 陶冶 操 太极拳分支太多 五花八门 各种各样 尤其到了现在 几乎没有再见到太极能打人 更多的是养生 作为三大内加拳之一 更是有文有太极安天下的美名 太极的名声自然不用说 视频上传迅速大火 虽然太极拳打得漂亮 但火的原因不是这个 是视频里出现的那只小凤凰一样的鸟 之前大家看到的 都是嚣张不行 与人骂架的样子 可现在居然乖乖的在一边伴舞 他们没想到 这鸟居然是老板的 很多人都震惊了 激动了 刘大壮和王徐的粉丝 再次大涨 很多人at刘大壮 at王徐 让他们直播 他们要看鸟 刘胖子 快点开直播 我们要看看你的鸟 老板 看看你的鸟呗 之前那个青年 就因为和老板的鸟 骂了两次架 涨粉百万 我羡慕了 谁不羡慕啊 让那个青年 本就富裕的家庭 变得更幸福了 老板 多发点鸟视频啊 早上随便吃了点东西 王徐去看看那些鸡 据说已经有不少小鸡 王徐的麻椒鸡 还要靠这些小鸡呢 野猪山中的空气非常好 刚靠近养鸡区域 王徐就惊讶地看到 一处角落里个小东西 拳头大的小鸡 黑色的 漆黑如墨 黑的发光 悬浮在地面一尺高的位置 散发着一丝凶悍之气 激温母体怪 幼年七 六十级 特殊怪 瘟疫怪 BOSS怪 可战斗 战胜后消除激温 好家伙 激温 六十级 BOSS怪 不过只是三称号 而且最让王徐开心的是幼年七 应该是自己发现早了 不然过段时间 激温母体怪成长起来 不知道会是几个称号 到时候 自己是不是还能对付得了 战斗 进入战斗 一只漆黑色 如黑凤凰一样的大鸟 黑鸟 身长超过十米 霜一展开 遮天蔽日 如乌云蔽日一般 强大的气息弥漫 浑身冒着腾腾黑雾缭绕 一只 激温母体怪 气血五百万好家伙 有年七就有五百万的气血 这要是成熟七 成长起来 王徐不知道会多可怕 但现在打起来就容易多了 碰 黑色的大鸟 巨大的双翅拍打 重重地打在了金龙大熊猫身上 七万金龙反击 碰 九千王徐则是使用疯狗拳 十万激温母体怪的攻击很强 幼年七的属性 比起五十级四乘号的那些BOSS怪还强一倍 尤其是在攻击上 如果不是幼年七 王徐都不敢想象会有多强 回合结束 双方都是满血 需要叠防御增加输出 王徐已经庆幸自己有一双 嗜血追云旅 不然这种棘手的疾病怪 真不知道该如何打 不知不觉 一百回合到了 积温母体怪浑身黑焰升起 张口喷出一道火焰 如黑色火龙 黑焰毒火 噗 二十一万脆毒 七万这毒好厉害 每回合降低当前百分之十的气血 这一下子就打掉了金龙大熊猫 接近三十万气血 不过也不怕 金龙大熊猫的天赋 在气血低于百分之三十的时候 免疫一切异常状态 包括毒 所以王徐不担心 疯狗拳 碰 一百零六万 三倍暴击 加上大熊猫的脆毒 三连斩 九万 二十七万 十八万阿忧 王徐惊讶 触发了武器的三连击 而且触发了两次暴击 一次三倍暴击 一次双倍暴击 不得不说 这个武器也还行 暴击概率不高 但也挡不住连好 二倍暴击概率百分之十 三倍暴击概率 只有百分之五 但运气好 就能出现连暴 连击和暴击 还真的好用 特别是攻击叠加上来之后 每一次触发 都能打出不菲的伤害 很快战斗结束 你获得战斗胜利 你获得三百万经验 你升级到三十二级 你的宠物金龙大熊猫 获得三百万经验 你的宠物金龙大熊猫 升级到三十二级 你获得五等级 限制神闻 你获得极品机制制作配方 王许有点激动 五等级限制神闻 是自己想的吗 赶紧看过去 五等级限制神闻 等级六十 可以为不高于六十级装备 增加五等级限制特性 王许感觉自己的心脏 都在砰砰跳 唯一的遗憾 可能就是等级不高 最多只能为六十级装备 增加五等级限制特效 人心不足蛇吞向 王许感觉自己应该知足 自己物品栏 正好有个六十级好装备 已经放着很久了 他决定使用 他发现暴击这个技能太强大了 狼牙项链等级 六十 攻击加六千 防御加六千 气血加六千附加技能 狼牙 被动技能 攻击时20%概率触发暴击 造成二倍伤害 10%概率触发致命一击 造成三倍伤害 附加技能 强力 被动技能 造成的伤害结果增加50% 每100回合叠加一层 最多叠加五层 耐久度 永不磨损 不可毁换 使用五等级限制神闻 王许犹豫了一下 直接选择使用 一道绚丽的光芒闪烁 使用成功 王许再次看过去 狼牙项链 等级 六十 攻击加六千 防御加六千 气血加六千 附加技能 狼牙 被动技能 攻击时20%概率触发暴击 造成二倍伤害 10%概率触发致命一击 造成三倍伤害 附加技能 强力 被动技能 造成的伤害结果增加50% 每一百回合叠加一层 最多叠加五层 附加特效 五等级限制 耐久度 永不磨损 不可毁坏 狼牙项链 还是很强大的 那个 狼牙技能 不用说了 比他身上的暴击装备 高了一倍的暴击率 另外一个技能 强力 也非常可怕 战斗开始 造成的伤害结果 就能增加50% 到第一百回合时候 就能让伤害结果翻倍了 第四百回合 可以叠加满五层 伤害结果增加二 五倍 不过一般战斗 很难战斗到第四百回合 但不管如何 这个技能很可怕 对于王雪来说 这件装备属于神器级别了 将身上的狗王项链卸下 狗王项链等级20 攻击加50 气血加200 防御加50附加技能 暴击 被动技能 攻击时 5%概率造成三倍伤害 10%概率造成两倍伤害 附加特效 耐磨 耐久度增加一倍 耐久度 四百天 换上了狼牙项链 感觉很舒服 看看自己的属性 发生了不小的变化 姓名 王须等级 32体质 1448气血 10101595力量 248攻击 28920耐力 1248防御 238058自由分配属性 0 天赋 金刚不坏 永久的降低 受到50%的所有伤害 增加50%最大气血 攻击和防御 免疫控制和毒素等异常状态 每秒恢复气血最大值的 千分之二 宝物 龙珠 宝物 已融合 不可毁坏 永久增加一倍当前的体质 力量 耐力属性 附加技能 训兽 训兽 驯服目标终成百分百 灵性增加三倍 体质增加三倍 力量增加三倍 耐力增加三倍 低级虎服 宝物类 当受到足以致命的伤害时 免疫这一次攻击 冷却时间100回合 阵法剂 低级距灵阵 受限制 阵法剂 阵法范围内 植物品质增加三倍 生长速度增加三倍 生命力增加三倍 技能 百虎装 被动技能 五级 经验 923 1600 永久地增加50点体质 50点力量 50点耐力 太极养生权 大宗师级 被动技能 永久增加500体质 增加500耐力 不可升级 包含大宗师级的泄力 高级强壮 被动技能 永久增加100点体质 不可升级 清真次学 主动技能 五级 经验0 1600 功效 止疼 止血 扶正气 化瘀排血 掉命三天 压制疾病怪异级 推拿 百年级 活血化瘀 调和气血 疏通经络 推血过攻 推气过攻 止疼 提高免疫力 驱寒驱邪 安神静心 舒服机体 正骨 百年级 拆骨 接骨 归位 肾虚全 主动技能 与疾病怪战斗时候 降低目标20%的攻击力和防御力 持续10回合 疯狗拳 主动技能 攻击目标弱点部位 同时提升自己30%的力量属性 对目标造成3倍伤害 冷却时间3回合 疯狗咆哮 发出尖叫 35%概率 令目标无法施展技能 持续两回合 同时提升自身30%攻击力和防御力 持续两回合 尿手 神偷 主动技能 只能对疾病怪使用 有1%概率获得物品 冷却时间24小时 涅槃重生 被动技能 气血为零食 百分百复活 继承死前的所有状态 如果宠物 有生命共享技能 则连宠物一起复活 每场战斗只能生效一次 刀弓 百年级 火候 百年级 木匠手艺 百年级 书法 百年级 装备 红蟒龙文件 类别 武器 等级 50级 攻击加1000 防御加5000 气血加5000 附加技能 云锤 被动技能 攻击时8%概率 让目标陷入眩运状态 无法行动 一回合 附加技能 连斩 被动技能 攻击时有20%概率 攻击目标两次 10%概率 攻击目标三次 仅限于普通攻击 附加特效 五等级限制 耐久度 1000天 青龙玄武甲 龙族神器宝甲 用青龙金 玄武甲 神石 神水等材料炼制而成 有着无比强大的防御力 坚弱磐石 等级100 防御加4000 气血加4000 格挡加800 附加技能选武 被动技能 增加自身两倍的防御结果 附加技能 坚弱磐石 被动技能 每次收到伤害结果减少5点 可以一直叠加 持续到战斗结束 附加特效 神奇宝甲 有缘者得知 五等级限制 耐久度 神奇宝甲 永不磨损 不可毁坏 狼牙项链 白则戒指 10级 攻击加100 防御加100 气血加500 附加技能 疗伤 被动技能 每秒恢复气血10点 耐久度 永不磨损 不可毁坏 野猪头盔 等级10 防御加20 气血加50 附加技能 疗伤 被动技能 每秒气血恢复2点 直到气血达到满值 附加技能 金刚 被动技能 增加自身20%防御 耐久度 永不磨损 不可毁坏 白虎手镯 等级30 攻击加500 防御加500 气血加1000 附加技能 重击 被动技能 造成的任何伤害结果 提升20% 耐久度 300天 适血追云铝 鞋子 等级20 攻击加200 防御加200 气血加500 附加技能 磐石 被动技能 每次受到攻击 提升自身1%当前防御 可叠加 持续到战斗结束 附加技能 适血 被动技能 攻击时 附加自身20%防御的伤害结果 该伤害无视防御 固定伤害 耐久度 永不磨损 不可毁坏 鸡王腰带 等级20 防御加40 气血加200 耐久度 200天 看着现在的属性 王雪还是很有成就的 如今也算是有好几件 可以一直用的装备 青龙玄武甲 嗜血追云铝 狼牙项链 红蟒龙文件 其实也可以的 只是有耐久度 早晚还是会坏掉 联机和三联机 还是很好用 偶尔还可以晕一下对手 可惜不是永不磨损 不可毁坏的 狼牙项链的提升是巨大的 到100回合 就会有强大的输出 200回合 那就可以说非常的恐怖 结合疯狗拳 以及二连击 三连击 二倍暴击 三倍暴击 之所以这么果断地使用了那个五等级限制神闻 王雪并不是冲动 他有了最好的防御神甲 青龙玄武甲 而且这个五等级限制神闻是六十级的 王雪的狼牙项链正好六十级 而且属性技能都很强 还有永不磨损 不可毁坏这个属性 狼牙项链的两个技能非常实用 王雪目前很需要 配合嗜血追云吕和青龙玄武甲 可以打出逆天的效果 一个狼牙项链将王雪的战斗力提升一倍不止 其实王雪还有个杀手锏 就是那个宝物低级虎服 低级虎服 宝物类 当受到足以致命的伤害时 免疫这一次攻击 冷却时间一百回合 配合龙心护佑 以及涅槃重生 刘天成还是去医院做了个检查 依旧是癌症 但居然没有扩散 医生给出的结论是 控制得好 温活五六年 刘天成很激动 那些医生劝刘天成手术治疗 刘天成摆摆手 直接走了 自己等死的时候 他们一个个束手无策 说已经晚了 回一天无力 现在一个个都眼睛发光 一个个口若悬河 有很多种办法 医术过人 摇摇头 他现在就相信王许 老张 让人去郑县 看看有什么投资的 和王先生只要有关系的 一定要向我汇报 刘天成说道 不知不觉 中秋节到了 国庆节也到了 郑县大草原已经初步完成 嗯 第一期工程顺利完成 王许在其中布置了聚林镇 人工湖也建好 移植的树木 也都茁壮成长 大部分树木 都是从郑县移植 买了一批 也有很多赞助的 草地有一部分是现成的 有的是种植的 有聚林镇 撒下草子 然后经过这些天 已经长出了一层秘密的嫩绿 郁郁葱葱 生机盎然 王许提前训养的一些动物 只限于头领 放了进去 一群马 一群牛 一群羊 一群猪 都训养了其中的一只雄性 成为群体的王 还训养了一只松鼠 一只白狐狸 一只黄鼠狼 它们活跃在草地上 树林中 地势平坦 脚下都是草地 蓝天白云 一眼望去 苍青翠绿 芳草七七 树木丛生 但又不遮挡视野 树林的树木很大 间隙很大 很美 不时的可以看到 马牛羊等一些动物 它们吃着草 有的奔跑着 聚林镇带来的强大生机 还有就是 改变了这里的空气 其中还有一些雕刻 大草原中有石雕 还有一座木楼 比起天下第一楼 气势更大 位于中心地带 聚林镇旁边 聚林镇是一处人造假山 木楼就在旁边 临着人工湖 一山傍水 亭台楼阁 人工湖上还有画廊 湖水中有荷花 还有鱼虾归险 生机勃勃 美如画镜 自然 王许都市遵循自然 只是将聚林镇加入进去 就连石雕 也只是简单雕刻 可是散发的神韵 却是大气恢弘 气势磅礴 给人感觉一种鬼斧神功 大道质简 每一种动物 加入一个王者 是为了生存 也是为了井然有序 人语自然 和谐自然 果树成林 都是遗植过来 不少还带着果子 有聚林镇在 成活很轻松 落地生根 茁壮成长 谁都不认为 这是刚一植的 有松树林 有梧桐树林 杨树林 槐树林 枣树林 春树林 柳树林 梨树林 等等 不说珍贵不珍贵 反正有聚林镇 可以提升品质 连品项都提升树倍 一块一块 间隙大 不会遮挡天空 也不会遮挡眼前的视野 走在其中别有风味 有种诗情画意的感觉 很多鸟类 已经在这里安家 麻雀 杜鹃 燕子 猫头鹰 乌鸦 啄木鸟 喜鹊 还买了一些鹦鹉 八个放进去 地面上也有花圃 蝴蝶飞舞 蜜蜂飞舞充满活力 大地生机 盎然春意 大自然的气息 是最能触动每个人灵魂的 如今是国境期间 不少人涌入正线 正好赶上了这个大草原杰克 这里适合情侣 家庭 小朋友 适合来散心 感受大自然 打的标题就是 清静自然 人文自然 洗涤心灵 让你的内心静下来 寻找生活的美 感受生活的真谛 没有野兽 只有各种动物 大小不一 很干净 很可爱 很活泼 很多农村长大的孩子 不陌生 但是城市里很多孩子 并没有见过 比如 牛 羊 驴 虽然他们也吃羊肉 吃牛肉 吃驴肉 但就是没见过整个的 甚至还有猪 他们也只能在动画片里看看 电视里看看 甚至有人看到 猪和羊 是在动物园里 蓝天白云 芳草七七 绿树成荫 鲜花盛开 鸟语花香 骏马奔驰 牛羊吃着草悠闲的游逛 这种场面 如今没有几个人能再看到 更不用说身临其境 所以这些人来到郑县 进入大草原之后 还是被震撼了一把 真正的领略到 什么是大自然的美好 这里的空气很好 清爽 环境湿润 在这里呼吸 都感觉那么的舒畅 真实的画面 只有一些视频里才能看到 但视频 都有艺术加工的成分 当然也有很多美丽的地方 可能是很遥远 可能是国外 可能很单一 像郑县这里这么全面的 还真没有 毕竟训兽术 距林阵 独一无二 有人躺在草地上 有人去林中拍照 有人去看动物 还有人拿着画板在画着什么 一时间 网上的视频 都是郑县大草原 火爆的趋势 如星火燎原 一发不可收拾 亮点实在太多了 一匹绝对神骏的大马 如黑龙一般 一头巨大的黄牛 壮硕 矫健 憨厚 钢铁一般 威风凛凛 很多可爱的小动物 甚至都不怎么怕人 还有鸟类 组成的和谐画面 太过震撼人心 但拿出任何一个 都达不到这个效果 整体组合在一起 只有身临其境 才能知道 有多么的震撼 另外就是 阵线的空气指数 王许放了出去 三倍灵性 三倍什么活性因子 什么神秘因子 适合于养生 抗病 延年益寿 这个一出 直接炸了 我就说 正线的空气 为什么呼吸起来很舒畅 清爽的 有种喜废的感觉 原来如此 这个我还真不反驳 我虽然才来半天 但这里 让我的心特别的安宁 不像在大城市 感觉一刻不得闲 尤其那颗心 一直就悬着一样 社会压力大 每天忙碌奔波 就一个目的 挣钱 早就忘却了 什么是生活 一个人每天 都入一个上满发条的机器 高速运转 一刻不停 身体早就千疮百孔 如果我没有孩子 我真的打算为自己活 我也想去正线那里 感受下大自然 什么也不想 看看风景 踩在草地上 呼吸下大自然的气息 其实是可以偶尔带着孩子 去哪里看看 我更感觉 正线大草原 适合一家旅游 也适合情侣 或者几个朋友 去哪里散散心 正线这一下吻了 老板好大的手笔 只是我想不懂 你想不懂得多了 活起来也正常 在如今这般快节奏的社会 反其道行 这个思路其实一直都有 那些回农村和乡下 种菜 做饭 喂猪 就房改造 其实都是这个思路 可是他们的手笔 没法和老板比 这般弄得草原出来的 还是第一次见 而且还这么成功 不得不承认很强 有人就有就业 就有收入 就有岗位 就有税收 今年国庆长假 热点全被正线包了 其他旅游景点的视频 都抵不过正线这边 正线的治安园增加 环卫工人增加 饭馆增加 旅馆增加 自驾游 旅游团 一时间正线这里人满为患 最后想来 只能自驾游 李百奇的购物中心也建好了 装修是简装 大器 简洁那种 王许设计的 实木板 原色 没有甲醛 所以和大草原同时开业 购物中心开业 销售的商品 也是提前就开始做准备 农村家庭的面粉 玉米面 自己种的豆子 小米 赛养鸡 土鸡蛋 另外 王许有个自己的工厂 当初开火锅店 生产火锅底料事件的 但现在规模更大 除了生产火锅底料 还生产极品鸡汁 药汤等 反正有物品栏 所以除了遮人耳目之外 都在他的物品栏中 另外就是 物品栏的很多边 王许拿出猪鞭 牛鞭 羊鞭 狗鞭 驴鞭 马鞭等等 虎鞭这东西 还是留着自己吃吧 拿出来实在是有点惊世骇俗 整根的 麻辣味的 火锅底料配方炮制 蒸熟 密封好的 不但好吃 还壮阳 因为王许嫁了中药 美味 补肾 补气血 所以价格上很贵 但一整根 也大呀 李百奇看着那些醒目的东西 一根根 价格也比较贵 最便宜的一根牛鞭 998精品的牛鞭 1998极品的牛鞭 8888这个东西 属于奢侈品 王许虽然不少 但也经不住销售 所以只卖有缘人 这个东西卖的贵 也没人喷 至于猪鞭那些 便宜不少 晚点 王许准备进一些普通动物的鞭 然后用秘制佐料 加中草药制作 可以是一道特色 不是精品极品的鞭 价格会便宜一些 还有鸡汁豆皮 鸡汁豆干 价格比市面上的贵很多 但是健康 美味还养生 鸡汁干脆面 鸡汁豆腐 鸡汁麻辣串 鸡汁辣条 鸡汁薯片 鸡汁狗鞭 鸡汁牛鞭 鸡汁猪鞭 王许有极品鸡汁 自然可以做出 一系列的鸡汁系列东西 包括菜和零食 王村今年收获的玉米加工之后 一斤玉米参和玉米面 都卖出30元的价钱 李百七的购物中心 也有这个玉米参和玉米面 王村的人都激动了 正线人口多 地多 每个人口都有三亩田 大部分都是五口之家 不施肥 不重转基因 距林镇的作用下 亩产还是可以达到800斤 一个家十多亩地 差不多一万斤多一些 加工消耗 减去成本 人工 最终一个家庭收入 差不多20万 这只是一季玉米 一年可以种植两季 还可以种一季小麦 王村人家家户户喜笑颜开 那种激动 充满希望的眼神 是掩饰不住的 他们自然也知道 这是王许的能力 王许让他们种植 不是高产的玉米 而是以前的老种子 不让打农药 不让上化肥 至于说生虫子 只要亏一些鸟类 野猪山现在很多鸟 很多麻雀 这些鸟经常去田地里吃虫子 距林镇提升三倍的品质 让这个玉米参和玉米面 在未听风的高端超市 销售很好 只要你健康 美味 营养丰富 就不缺有钱人买 提前你要有渠道 王许搞出来的产品 但也要借助未听风的渠道 王村人现在对王许 那是言听计从 奉若神明 本来很多人家 还在筹孩子的学费 筹孩子结婚前 现在一下子 忽然感觉 一切都有希望了 但同时也患得患失 害怕明年就卖不出这个价钱 网上被正线刷屏了 好玩 美食 健康 养生 风景 世外桃源 网上舆论评论也炸了 我表示 已经开始羡慕 生活在正线的人了 你敢相信 我吃着正线的鸡汁 干脆面停不下来 你嘛 好歹我也是 吃过五星级大餐的人 居然感觉不如人家一个鸡汁 干脆面吃得过瘾 你那算什么 我在吃鸡汁辣条 我男朋友打电话过来 我说吃辣条 他非要开视频 搞不明白 这鸡汁系列的东西 我也尝了 主要是鸡汁太极品了 材料只能说很健康 没有任何添加剂和色素 我特意去化验了的 我买了一根1998的牛鞭 吃完后我惊呆了 我知道瞒不住 提前分享给你们 这东西不只是美味 而且是真的补肾壮阳 吃完浑身暖洋洋的 好神奇的感觉 感觉浑身有劲 包括那里 特别有劲 但可以肯定不是激素 我还去化验了一下 尼玛 化验的那个人都惊呆了 问我哪里买的 然后直接去买了十根 二万块钱啊 我也又买了十根 大佬 我买不起牛鞭 我买的是猪鞭 和你说的感觉差不多 便宜不少 卧槽 你们说的是真的吗 我只能说 正线很神奇 颠覆你的认知 老板不是一般人 不带货 不做广告 可以说 现在的一切 都是出自老板之手 还有 我再提醒各位一句 听懂了 或许可以改变一生 老板说的每一句话 应该都是真的 包括他做的事情 还有个爆炸消息 老板是王村的 老板让村里人种玉米 你猜怎么着 村里每户家庭 只要上五口之家的 收获的玉米 愣是卖了二十万 你看这个玉米参 玉米面 价格 产地 老板的手笔 主要是老板一分钱不赚 只是白忙活 为王村牟利 卧槽 那王村人岂不是种种田 就可以财富自由了 你以为呢 种种田 一家可年入四十万 谁敢想啊 我想到一个情况 王村有没有把老家和田地卖了 然后去市里交了首付搬出去的 还真有 听说那个人已经赶回去 要从买他田地的人手中 重新买回来田地 但人家不卖 正在找中间人 愿意出当时的双倍价钱 什么时候种田这么挣钱了 好像是质量好 放在土豪超市卖的 那这就不奇怪了 这价钱在土豪超市 只能说一点也不贵 现在那些投资商来到郑县 基本上已经晚了 空气这一块一出现 就是王炸 来这里养老 或者养生 李长山现在也头疼 多少人找他 也很多人盯着 郑县的起飞 已经是铁板上的盯 但是能飞多高 能达到一个什么样的高度 他不知道 他还是低估了王许能力 大草原是个王炸 再加上火锅店 擂台 网红 视频 宠物 中医馆 其实主要还是王许这个人 影响力太大了 王许现在倒是很踏实 生意好不好 他还真不放在心上 村子里的钱他一分钱不挣 主要是他自己对钱 没什么追求 安全酒店已经动工 王许确实在体验生活 每一天都很踏实 心如平静 没有乱花见玉迷人眼 也没有利于熏心 还是提升自己吧 早点让堂堂给生个小宝宝 才是正经事 可以想到那一百集四称号的 BOSS怪 龙形怪物 就感觉一阵无力 那也得努力 自己现在的底子 已经很好很强大了 升升级 继续更新装备 宝物 技能 公道 自然成 此时的王许更觉得自己此时 就如剑楼房 地基已经打好 还是最好的地基 坚若磐石的地基 可以说已经成功了一半 甚至一大半 机智系列大火 王许现在就主打机智系列 极品机智的方子太厉害 还有就是 比较省事 但原材料这一块 抓得很严格 主打健康 无添加 宁缺无烂 下午王许来到了中医馆这里 此时 这里已经有队伍排着 中医馆开着门 实在没有找到合适的中医师 就把村里本家的那个老爷子 王成祥找了过来 临时坐镇 老爷子是王许本家 不过出了五福 是王许的爷爷呗 今年已经85岁 不过身子骨还健康 面色也好 雪白的头发和胡须 眼神慈祥 颇有一点先锋道骨 但年龄实在是太大了 家里人本来不同意 但老爷子听说王许的打算之后 就答应了 家里人阻挡不住 王成祥老爷子 五年前不再给人看病 从30岁开始行医 已经足足50年 王许小时候 也经常找老爷子看病 会针灸 会推拿 会急救 会震骨 会熬药 但现在年龄太大 王许让老爷子来坐镇 老爷子不负责抓药 不负责开放 只负责坐镇 疑难杂症 绝症 王许自己会每个星期 抽出半天时间来治疗 平时开门 王许打算找一些中年中医 太年轻的 可以来这里当学徒 老爷子就负责在这里 遇到稍微难得时候再出手 中年中医 就是老爷子的儿子 王福多 也算是子成父业 是老爷子的小儿子 如今也45岁 老板来了 我是直播间来的 老板 我也是直播间来的 每天三个名额 累计几天也有十多人 老板 我是从1500里外来的 开车20多个小时 王许笑着和他们打个招呼 走进中医馆中 打开直播 病人只能侧面 侧脸也被打了马赛克 第一个病人 是一个30多岁的男子 长相很顺眼 气质纯良 一看就是挺不错的小伙子 王许看了他一眼 绿帽怪 15级 特殊怪 不可战斗 尖锐狮油小魔王 40级 BOSS怪 特殊怪 传染怪 妖王怪 针灸后可战斗 战斗胜利 可以彻底治愈 好家伙 这不用说 也知道栽在媳妇 或者女朋友手里了 绿帽子都发光了 还被感染了尖锐狮油 还是尖锐狮油小魔王 四称号的40级 BOSS怪 其中一个称号 是妖王怪 非常严重的尖锐狮油 能治 王许淡淡地开口 那个人震惊了 看着王许 能看出来 王许笑笑没说话 其他人也是震惊 都知道中医有望闻问切 就这个望 学问很深 西医靠一气 各种检查 中医看气色 看舌胎 身体有病 一般在表层都有症状 什么气血在发 看面色 看舌胎 火气在喉咙 在鼻子 在眼睛 在耳朵 火气往下走 尿黄 尿痛 便秘 大便干节 面色潮红 面色发白 面色发青 口气有味 呼吸有声 咳嗽 打喷嚏 鼻子呼吸不畅 手脚麻木 手脚冰凉 酸胀 麻 疼 眩韵 厉害的中医 看你一眼 基本上就能知道七七八八 时针 开方子 直接去熬气血汤 王冲 王阳 王虎等人已经在这里熬药汤 一边熬 一边熬 气血汤增加气血强度 增加新陈代谢 增加免疫力 王许这边除掉疾病怪 那边药汤辅助 双管齐下 自然可以好 真久 进入战斗 一只大红攻击 尖锐狮油小魔王 气血八百万四成好BOSS疾病怪 果然强大 比起那只激温母体怪丝毫不逊色 十米长的身躯 周身红色的烟雾缭绕 凶器冲天 尖锐狮油小魔王被动技能 魔体触发 每回合增加1%攻击和防御 暴击率增加20% 攻击时将伤害的10% 转化为自己的气血 免疫毒 免疫控制 妖王怪 还真是不简单 四世纪的妖王怪 BOSS怪 居然这么强 碰 尖锐狮油小魔王率先攻击 巨大的鸡爪 抓在了金龙大熊猫硕大的脑袋上 爆出一道血光 暴击 3200020%爆击概率不低 王许的心也跟着被揪了一下 肾虚拳 对面免疫控制 免疫毒 但这种降低攻击的能力并不免疫 碰 22万二倍爆击 换上了狼牙项链 王许现在的攻击还是很强大的 本身攻击力也接近3万 接近24万防御 嗜血追云旅的嗜血技能附带20%防御的固定伤害 此伤害无视防御和减伤 再加上狼牙项链开场就能提升50%的伤害结果 白虎手镯也有个重击技能增加20%的伤害结果 王许还是很开心的 金龙大熊猫不能破防 对面又免疫毒 又免疫冰冻 只能当个肉盾 嗯 王许发现其实宠物和自己都还有个选择 只是一直没用 防御 防御的时候不能攻击 但是受到的伤害减半 本来打你一万险 你抱着头防御 只能打你5000 王许选择让金龙大熊猫防御 金龙大熊猫抱着大脑袋 坐在地上 身上还缠着一条金龙 金龙也是盘着 碰 6万5000加6500 魔体的吸血 哎呦 这才是肉盾宠物的正确打开方式 攻击什么 脆毒什么 冰冻什么 抱着脑袋防御才是王道 高回复 高气血 高防御 碰 金龙反击 哎呦 这个就厉害了 防御也能触发金龙反击王许开心的不行 这个细节小操作 直接提升很强的实战能力 甚至提升一倍都不止 这一下子 完全没有威胁了 但也不是如此 因为这尖锐是由小魔王 每回合攻击和防御增加1% 100回合时候 直接增加一倍的攻击 不过王许也不担心 金龙大熊猫的技能龙星护佑 可以复活一次 王许的涅槃重生 也可以全部复活一次 再不行 王许还有个低级虎福宝物 遇到致命伤害时候 可以免疫这一次的伤害 王许每回合 也能增加1%防御 大熊猫触发龙星护佑复活后 也能每回合增加1%防御 尖锐是由小魔王 攻击越来越高 10%的吸血非常可观 100回合来临 只见这只火红的大鸡 发出璀璨的红光 红光万丈 碰 110万暴击 加11万 魔体吸血 将伤害的10% 转化为自身的气血 这是金龙大熊猫 防御状态被秒杀 这40级的小魔王大招 是几倍攻击 这可是神宠 32级神宠 肉盾 还是防御状态 被一个大招爆死 触发龙星护佑 复活 王许出手 疯狗拳 236 0000疯狗拳 触发三倍暴击 本身疯狗拳 就是三倍攻击 还临时提升伤害 几乎多快是正常的四倍伤害 再触发致命一击的三倍伤害 一下子打出了逆天伤害 100回合 王许的防御翻倍还多 加上狼牙项链 叠加两层伤害 增加伤害结果100% 尖锐是由小魔王 触发技能自愈 恢复气血加8000 接下来的战斗很平淡 但王许的攻击越来越高 两次普通攻击 不是触发连击 就是暴击 尖锐是由小魔王的气血 慢慢开始下降 20%概率2倍暴击 20%概率普通攻击两次 10%概率3倍暴击 10%概率普通攻击三次 触发连击又变相提升暴击概率 所以现在的王许输出很高 800万气血的尖锐是由小魔王 100回合后 一回合自愈加吸血 可以达到90万 都承受不住 到不了200回合 就结束战斗 你获得战斗胜利 你获得80万经验 你的宠物金龙大熊猫 获得80万经验 你获得宠物血脉技能 霸体 你获得极品鸡肉1000斤 你获得精品鸡饲养指南 你获得魔王腰带 王许有点激动 宠物血脉技能 毕竟一个技能 可能就让宠物发生翻天覆地的改变 何况是血脉技能 马上看过去 霸体 血脉技能 被动技能 气血和防御增加两倍 每回合增加自身1%防御 受到伤害减少50% 每秒恢复自身气血上限的1% 持续到战斗结束 主 此技能 只能宠物学习 学习 王许直接选择学习 技能霸体 和宠物金龙大熊猫技能肉盾冲突 是否选择替换 王许早就注意了 选择替换 毕竟霸体比肉盾强大太多了肉盾 被动技能 受到的任何伤害减少30% 每秒恢复自身1%的最大气血 但和霸体 还是差距太大了 一个是减伤 达到50% 配合天赋 已经达到了减伤的上限70% 这就是血脉 天赋的完美配合 主要是一开始就增加防御 搭配龙星护佑 死亡一次之后 每回合增加2%的防御 气血防御再增加两倍 配合天赋 那就是增加4倍的气血和防御 这一次 做一个肉盾宠物 是真的完美了 宠物 金龙大熊猫 神宠 等级 32 气血 192 0000 攻击 32000 防御 96万 天赋 金龙盾甲 天赋 永久地增加宠物的两倍气血和两倍防御 气血低于80%的时候减伤额外增加20% 气血低于30%的时候免疫一切异常状态 血脉技能 霸体 血脉技能 被动技能 气血和防御增加两倍 每回合增加自身1%防御 受到伤害减少50% 每秒恢复自身气血上限的1% 持续到战斗结束 技能 冰冻 攻击时有10%概率冰冻目标 让对方无法行动 持续一回合 中毒 攻击时有10%概率 让目标中毒 每回合减伤当前5%气血 持续5回合 生命共享 与主人气血共享 只有双方气血全部耗尽 才会战斗结束 金龙反击 受到伤害100%进行反击 反击有概率触发冰冻和脆毒 金龙炎 造成伤害时 避重命中目标 100%附赠自身1%气血上限的真伤 龙心护佑 自身死亡时 马上复活 恢复100%气血 每场战斗只能触发一次 复活后 每回合增加自身1%防御 持续到战斗结束 这防御 这气血 这技能 这安全感 直接拉满 王许内心很激动 特别激动 稳了 好舒服 很强 有神宠金龙大熊猫 在前面顶着 一直防御 就很难被杀死 心情轻松 愉悦 再看看另外的奖励 精品鸡饲养指南 这个也是个好东西 不过第一个条件 就是散养 环境 场地 食谱等等 还有一千斤极品鸡肉 这个可以用来制作极品鸡汁 最后 王许看向名字很唬人的装备 魔王腰带 魔王腰带 等级40 气血加4000 防御加4000 攻击加4000附加技能 魔王 被动技能 攻击时 每回合减少目标1%的攻击 可叠加 持续到战斗结束 附加技能 试魂 被动技能 战斗时 每回合增加自身1%的防御 可叠加 持续到战斗结束 耐久度 永不磨损 不可毁坏 卧槽 王许震惊了 这腰带 还真对得起这个名字 真狠 每回合减少目标1%攻击 100回合 就让所有疾病怪输出减半 虽然不是无等级限制 但是是永不磨损 不可毁坏的 需要40级才能装备 这个还是可以努力一下的 相对40级装备来说 永不磨损 不可毁坏的特效 更重要一些 终于再次看到一件 叠加防御的装备 和嗜血追云旅配合起来 一回合叠加2%防御 想想都强大 对于王许来说 叠加防御也是输出 生存能力恐怖增加 输出也恐怖增加 这魔王腰带 还降低对手的攻击 一增一减 又一件神器级别 但这些都是建立在 青龙玄武甲这件神器上 不然别说是神器 连小神器都算不上 可有了青龙玄武甲 这件神器铠甲 直接让这些都成为神器级别 努力升级到40级 正好中医馆这边开业 打疾病怪不用担心没有怪 收针 可以了 等着一会喝一碗 要汤就行 但治好了 并不代表以后就不会再得 洁身自好 多锻炼 增加自己的免疫力 王许随意地说道 真的好了吗 青年不能相信 你可以去厕所看一看 但想彻底好转 需要一个星期 王许头也不抬地说道 医生 需要多少钱 男子很开心 很激动地问道 他能感受到身体的变化 太明显了 你是做什么工作的 王许随意问道 我是一名老师 男子不解 但还是说道 三千块 王许说道 好的 谢谢医生 男子开心地说道 其实他治疗这个 已经花了二万多了 王许已经接待第二个顾客 四十岁模样 男子 秃头 油腻 大腹平平 身体看着很虚 呼吸也有点急促 红杏出墙怪 二十八级 特殊怪 不可战斗 肾虚怪 阳尾怪 早泻怪 高血压怪 高血糖怪 高血之怪 便秘怪 脱钢怪 虚弱综合针怪 好家伙 不是女人才有红杏出墙怪 男人也有 其实就是出轨多少人 这长相 这身体素质 应该有钱 肾虚 阳尾 早泻 高血压 高血糖 高血脂 便秘 虚弱综合症 严重脱钢 王许缓缓说道 在这里没有秘密 王许这边开着直播 但不会拍照患者正脸 打着马赛克 患者声音也会加工 周围人也是卧槽 但大家谁也别笑话谁 直播间几十万人可就热闹了 一句句卧槽罢瓶了 中年男人擦擦头上的冷汗 我这身体很糟糕 男人开口说道 知道很糟糕 就少养几个女人 家有娇妻 神仙男一 你这至少二十个娇妻 怎么治 王许说道 男子一愣 你怎么知道 说完似乎感觉不妥 赶紧出口 周围人也是一愣 不受控制的卧槽出口 一个个眼神 都是羡慕得要死 直播间再次只有卧槽 直接炸锅了 真的羡慕了 男人最羡慕什么 你说你有钱 羡慕吗 羡慕 你说你工作好 羡慕吗 羡慕 你说你有个好身材 有腹肌 会后空翻 能一个打扒的 羡慕吗 羡慕 可最羡慕的 还是看到别人 拉着一个超级漂亮的女人 这种羡慕 让你忽然就感觉索然无味 吃的东西不香了 玩的东西也不好玩了 何况这个男人 还是有好多个女朋友 那真的是羡慕的都骂了 直播间一个个卧槽连天 停不下来 极度的眼珠子发红 羡慕的嘴唇发紫 自己一个月一万 为什么找了个不漂亮的媳妇 不漂亮就算了 还不贤惠 不贤惠就算了 还不知足 为什么别人 就能花天酒地 就能享受人间极乐 很多男人身体垮了 你不羡慕 可是你不想想 人家为什么能垮 一个女人是垮不了的 只有类似于古代皇帝那样 只有不同风味 不同韵味 才能让你不知疲倦 掏空身体 王徐也在想着 自己这个医馆 不能将顾客拒之门外 或许他道德有问题 但他没有触犯法律 换个男人在他这个位置 可能也是如此 如果他错了 自由法律制裁他 能治吗 男人小声问道 有期待 有不安 他有钱 比不过刘天成 但也是 很成功的那种 有美女 可是现在只能看 吃不到 那种痛苦 真的很痛苦 能治是能治 只是 补的没有你落得多 没法治 王徐想了想说道 我会控制的 男人说道 你的身体已经康了 长时间一天一次甚至两次 吃了太多补品 可见你财力还可以 去贫困地区捐赠一所小学 扶贫十个家庭 你能做到 我就给你治 王徐说完 直播间又炸了 卧槽 一天一次 一天两次 这个年纪太猛了 你没听到吗 吃药了 身体康了 现在不行了 真的是撑得撑死 饿得饿死 哎 羡慕的妈了 人家这辈子不白活 我的兄弟跟着我 真的是珍珠蒙尘 抱天天物 受苦了 卧槽 我兄弟才受苦 还没吃过肉呢 哎 委屈我兄弟了 王徐也想好了 他不需要什么钱 这种直播下 自己收太多钱 也不合规定 我答应 我捐三所小学 并且孩子的书本费 吃饭 穿衣 我都包了 男子赶紧说道 好 我希望你能说到做到 王徐笑道 接下来近欲七天 七天之后 七天最多一次 如果你不要命了 你可以不听 你的肾 其实比起肾衰竭 都好不到哪里了 珍九 气血汤 斩杀疾病怪 他的身体 更多的是 需要温补 多种小问题 凑在一起 互相影响 太虚了 到了虚不受补的程度 一般的补 根本补不上 而他还控制不住大脑 记住 不要老想男女之事 多活动 多运动 你去一想 回忆 回味那些 比起你再歇一次 还伤身体 清肠汤 气血汤 珍九 让王阳给他来一次推拿 中医馆的营养餐 王许不只是教他们熬药 还有推拿 珍九 正骨 控糖 控油 控盐 把之前的补药都停了 好好 他今天才算知道 遇到神医了 整个身体暖洋洋的 已经不知道多少年 没有这种感觉了 最明显的就是腰 这么说吧 之前总感觉不到腰的存在 摸在腰上 感觉都是凉的 触感很模糊 还总是感觉这裤子要掉下去 手脚冰凉 哪怕是夏天 从没有手脚热过 一到冬天 去没有暖气的地方 总感觉自己 要被冻死 不能下蹲 感觉大肠药出来 尿痛尿平 尿不静 现在浑身暖洋洋的 从内到外都有劲 这个感觉 太舒服了 好久没有这种感觉 之前的身体 不管是站着 坐着还是躺着 就是不舒服 现在 就连看东西都清晰很多 嘴巴舌头 都感觉有劲了 好像一下子 年轻了十几岁 谢谢老板 您真的是神医 男人激动地说道 王许摆摆手 接着下一个顾客 老板 我是直播间来的 女孩兴奋地说道 女孩很年轻 大概二十出头 是个小美女 不过是纸板身材 黑长直 牛仔裤 青春 活力 王许笑笑 已经知道她是什么情况 脖脚 脖脚小王 五十级 BOSS怪 特殊怪 机型怪 王级怪 针灸后可战斗 战斗胜利后可镇骨矫正 好家伙 这名字就很威风 脖脚小王 四称号BOSS怪 还好只是五十级 但这个等级 四称号BOSS怪 属于疑难杂症 现在是上学还是工作了 王许问道 还在上大学 老板 我就想知道能不能治 女孩忐忑不安 她是个小美女 家里小资 性格也好 但一个博足 从小困扰到大 是胎带的 小时候说大点在做 做过两次手术 但是随着时间 还是博足 不但如此 还会感觉疼痛 尤其走路时 能治 王许说道 直播间一个个都是 看得很认真 今天是看得很过瘾 不说真假 至少看着很精彩 跟着老板阅历人生 现实比电影里演得更精彩 真久 进入战斗 五只巨大的野兽 一蹦一跳 模样看起来像袋鼠 但是太大了 身高超过十米 面目猙獰 一身肌肉 这才是大击吧 身上还有一圈光运环绕 增加了一丝神秘色彩 脖脚小王 气血一千万 五只 王许这边 自己和金龙大熊猫 但如今的金龙大熊猫 也发生了巨大变化 主要是王许发现 防御战术很好用 那一圈光运闪烁 脖脚小王触发被动技能 王者之威 战斗开始后 自身攻击力和防御力增加一倍 每100回合叠加一层 最多叠加三层 砰砰砰砰砰 王许果断地 让大熊猫选择防御 25万 25万 15万触发天赋 气血低于80% 受到伤害 额外降低20% 15万 15万金龙反击 砰砰砰砰砰 2万 2万冰冻 2万脆毒 50万 2万 2万王许 卧槽 这么狂暴 看来同样的等级 难度也是不一样 还是一只王级怪 四称号BOSS怪 小王 是不是还有大王 王许主要是很自信 自己的底牌也多 但就算如此 王许还是不慌 慎虚全 12万 先虚弱一个再说 金龙大熊猫选择防御 不能出手 回合结束 柏角小王触发技能自愈 气血加640000回合结束 衱雪加2000回合结束 宠物金龙大熊猫触发血脉技能霸体 汽血加192000第二回合 王许让金龙大熊猫继续防御 冰冻的那一只巨大袋鼠休息 碰 9万这是被肾虚拳打中的那只大鸡霸袋鼠 15万 15万 15万冰冻的那只没出手 金龙反击 砰砰砰砰 2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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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万冰冻 嗯 又冰冻住一只 10%概率连好一点 出手四次 概率还是挺高的 肾虚拳 再次虚弱一只 触发武器红蟒龙文件的被动技能 晕锤 眩运一只 8%的概率不高 但是攻击次数多了 总会出现 尤其触发连击和三连击的时候 概率大增 金龙大熊猫的气血 还是在不断地下降 对面攻击有点太强 不过每回合金龙大熊猫的防御都在提升 博角小王的攻击 只有到100回合才能叠加一层 但100回合之前一直不变 所以越打越少 加上眩运和冰冻 在金龙大熊猫 还剩下30万气血时 持平 气血不再下降 王许再等第100回合 现在王许的气血10万出头 大熊猫气血回到50万 百回合的大招肯定撑不过 但王许想试试 来了 第100回合 五只巨无霸的袋鼠硬拼凑在一起 成为一只猙獰的陌生怪物 巨大无比 恐怖圣人 接着旋转起来 如一个绞肉机一样 冲了过来 王许咬咬牙 站在前面 碰 一圈金色光韵 笼罩住王许 零触发宝物 低级虎幅 免一本刺伤害 冷却时间100回合 舒服 虽然只是个低级宝物 能力也很单一 但是好用啊 王许又想到了魔王腰带 如果有魔王腰带 那打起来就容易多了 虽然抵抗住了100回合的大招 但对面的跛脚小王被动技能 王者之威叠加到了第二层 攻击又增加了一倍 碰 12万 12万金龙大熊猫倒地 你的金龙大熊猫触发龙心护佑 你的金龙大熊猫复活 每回合防御增加1% 满血复活 现在好了 一回合增加2%的防御 这就稳住了 100回合 王者之威叠加一层 增加100%攻击力 大熊猫100回合 叠加200%的防御 遇到百回合 王许用宝物低级虎服 抗伤害就行 王许的攻击越来越高 就靠嗜血那个 附加20%防御的固定伤害 无视减伤和防御 就靠这个伤害就行 毕竟这脖脚小王的王者之威 也增加防御 不过最多叠加三层 200回合之后就不再增加 需要快点到40级 穿上魔王腰带 那可就不一样了 防御叠加速度增加一倍 这对于王许来说 至关重要 何况 还能减少敌对的攻击 增加自身的抗性 这个就很魔王 不知不觉来到200回合 王许再次站在前面 再次融合成一只巨大无比 争宁可怖的怪物 碰 金色的光运再次出现 灵这宝物就是宝物 真的太好用了 就这个效果 100回合使用一次 可是对于王许来说 这是神技 疯狗拳 540万三倍暴击 卧槽 王许也是吓了一跳 这伤害实在太强了 200回合 狼牙项链叠加150% 这是增幅1 5倍 200回合 每回合增加当前防御的1% 算下来 王许的防御已经超过120万 附赠20%防御的固定伤害 狼牙项链加持下 王许普通攻击 可以打掉脖脚小王60万气血 疯狗拳是三倍普通的伤害 正常疯狗拳可以打出180万伤害 触发致命一击三倍伤害 每三回合才能用一次疯狗拳 还要去碰那10%的致命一击概率 所以说 概率不大 大概3%的概率 但出现了 是真的爽 直接将这只不是满血的脖脚小王给爆死 200回合 王许现在的输出就非常可怕 正常的疯狗拳 也能打出180万的伤害 这让王许越发的期待魔王腰带 努力升级 早点40级 何况金龙大熊猫现在升一级 那实力也是立竿见影的提升 接下来的战斗很快 蟹条是快速下降 金龙大熊猫在前面顶着 防御状态 加上霸体的恢复 保持满血状态 王许打出的伤害数字 越来越可怕 特别是疯狗拳暴击 或者是触发三连击暴击的时候 脖脚小王的气血 是一节一节的掉 一只一只倒下 战斗结束 你获得战斗胜利 你获得500万经验 你升级到33级 你的宠物金龙大熊猫 获得500万经验 你的宠物金龙大熊猫 升到33级 你获得流云风鞋 你获得50年份人参 极品 无你获得50年份灵芝 极品 无你获得鹿绒 极品 五金 你获得50年份田七 极品 五 虽然出装备了 但王许不是很激动 听名字也是个鞋子 可是王许的嗜血追晕旅 肯定不能替代 但还是看了过去 流云风鞋 等级 50 防御加5000 气血加5000 攻击加5000 附加技能 流云 被动技能 每次攻击提升自己1%的攻击力 一直叠加 持续到战斗结束附加技能 流风 被动技能 被攻击时 有10%概率触发躲避 不受任何伤害 一直生效 附加技能 风云 主动技能 对目标造成自身攻击力200%的伤害 同时增加自身5%的躲避 持续三回合 冷却三回合 附加特效 五等级限制 耐久度 500天 王许内心毫无波澜 哪怕是五等级限制 哪怕技能真的也很好 可是 二世纪的 嗜血追晕旅 不可替代 可惜了 这装备 这装备也不适合他 每回合叠加1%攻击力 很强 但对他来说不强 下面两个技能 其实就是增加15%的闪避 王许是肉炖流 也不适合 药草都是50年份 极品 都是珍贵药材 这东西存着 多多益善 田七20个头一斤就是上品 王许看了看 自己这田七一个头 估计就有一斤 退出战斗 王许戴上手套 真酒可以止疼 开始震骨 王许的手法 在别人看来 有点不可思议 有点玄傲 有点晦涩 这手法 有点化腐朽为神奇的感觉 咔嚓咔嚓 女孩小腿纤细匀 脚踝哪里是畸形的 骨骼都是变形的 有点丑陋 拆骨 归位 胜手 这才是中医胜手 王许手上的力量很可怕 因为真酒止疼 所以那骨骼响动声音 是有碎骨声 重新组装一半 这就是西医的手术 百年镇骨 对于骨骼的了解 达到了一个了如指掌的水平 推拿 活血化瘀 大概十分钟 直播间和现场都震惊了 妈了 原来传说中的胜手是真的 中医胜手 今天开眼了 中医胜手 膜拜 中医胜手 中医胜手 一时间 直播间被中医胜手刷屏了 直播间的人激动了 一时间脑海里就蹦出 中医胜手似的字 这一刻 他们对于中医深信不疑 就连之前不相信中医的 现在也会相信 老祖宗留下的瑰宝 留下的传承 几千年的结晶 几千年的传承文化 我听说 现在很多西方国家 都开始学习中医 那算什么 你没去国外 国外药店的中药 卖得比西药贵了好几倍 我们为什么要丢弃 老祖宗的东西 因为外来和尚会念经 因为利益 都是为了钱 不管了 以后我只看中医 那你可要选好中医 并不是所有中医都这么厉害 我现在相信老板这天下第一中医馆 是真的了 你们看到那个喝茶的老人吗 一身大挂 鹤发童年 就是指点那些中医的那个老人 那是坐镇中医馆的老中医 今年已经85岁 中医圣手带来的震撼 实在太过强烈 电视剧都不敢这么演 可是现在就发生在他们眼前 一个畸形的脚踝恢复了 最后王许用绷带勒紧 缠住 不要负重 不要跑跳 不要用力 可以正常走路 十天后可以去掉绷带好好 谢谢老板 女孩激动的声音都在哆嗦 这个时候 气血汤熬好 喝了这碗汤 就可以离开了 王许摘下一次性手套 放进垃圾桶里 老板 多少钱 女孩问道 你生活费一个月是多少钱 王许问道 1800块 女孩不解问道 那就1800块吧 王许说道 女孩不能相信 1800块吗 王许点点头 去那边结账吧 要是没钱 可以晚点给也行 有有 我这就去 这就去 谢谢老板 谢谢 女孩激动 说话都有点结巴 直播间也是不能相信 周围人也不能相信 才收1800块 我没听错吧 你没听错 还记得最开始那个尖锐石油男子吗 3000块 老板问他什么工作 大概收入 好像收费看收入的 收一个月的工资 那个让君小学的呢 那个一看就是老板 哎哟 老板真是大善 我终于明白 什么是一者人心了 一者人心 今天老板又给我上了一课 爱了爱了 之前老板不带货 不打广告 不变现是为了炒作 现在才明白 老板是真的不把钱放在眼里 粉了 粉了 我不追星 也不佩服谁 今天打心里佩服一个人 老板是真的帅 直播间彻底炸了 人数暴增 不减反增 这段直播的视频 也会在网上疯传 这是真正的风神明场面 很多行业 都有风神明场面 但要说震撼 绝对是起死回生 虽然王许 这个不是起死回生 但效果 堪比起死回生 手法 视觉效果 更加震撼 王许就这样 一直忙到下午五点 金燕愣是升了两级 自己和金龙大熊猫 都达到了35级 果然 还是这样升级快 目前虽然升级 需要的金燕不少 但治疗疑难杂症 金燕不少 还是能生动 但每升一级 需要的金燕 也是恐怖的增加 得到的药材不少 精品肉 极品肉 树苗 还有两件武士装备 可惜 让王许很淡疼 一件50级的铠甲 一件50级腰带 没有五等级限制 也没有永不磨损 不可毁坏 附加技能和属性都不错 可就是自己用不上 自己拥有的更好 送走最后一位顾客 王许只治疗疑难杂症 中间十多个 不是疑难杂症 王许都没出手 忙完之后 王许给直播间 打个招呼 关了直播 但现在网上 终于胜手的视频 已经疯传 当然还是有不少人质疑 说是炒作 假的 电影都不敢这么演 嘟嘟 王许手机响了 李百奇 百奇姐 王许接通电话 弟弟 小绵绵发烧 去了医院 打完针 吃完药烧退了 过一回又烧 两天了 反复发烧 喝药就退 不喝就烧 李百奇的声音传来 两天了 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 王许有点生气 既然认了干女儿 自己会医术 生病了不先找自己 李百奇心里是开心的 听到王许有点生气 赶紧说道 我觉得就是个感冒 吃点药就能好 在家里等我 王许说道 嗯 王许去了水墓小区 敲响李长山的家门 开门的是李百奇 王许直接走向他的卧室 小丫头此时发烧 小脸都红彤彤的 闭着眼睛 嘴唇有点干 王许先是扎针 一针一下去 小丫头就安静下来 然后王许给小丫头推拿 病毒流感怪 二十级 Boss怪 首领怪 多命怪 特殊怪 针灸后可战斗 二十级Boss怪 还是四称号 其中一个是王许从没见过的 多命怪 战斗 一条巨大的鲤鱼 红色的 很漂亮 身长三米 隐约有龙姿 这是龙里怪 二十级疾病怪 哪怕四称号 哪怕是Boss怪 但依旧很轻松 战斗完 什么也没 王许看向小丫头 病毒流感怪大腰 二十级Boss怪 首领怪 多命怪 特殊怪 针灸后可战斗 嗯 名字变了 王许继续战斗 战斗结束 依旧什么提示也没 发现这疾病怪还在 病毒流感怪妖王 二十一级Boss怪 首领怪 多命怪 特殊怪 针灸后可战斗 名字又变了 这样的疾病怪 还是第一次 王许似乎知道这个多命怪 什么意思了 战斗 病毒流感 怪妖王 二十二级Boss怪 首领怪 多命怪 特殊怪 针灸后可战斗 病毒流感怪的等级在提升 一直提升到三十级 病毒流感怪龙立王 三十级Boss怪 首领怪 多命怪 龙血怪 针灸后可战斗 战斗 十米长的大红鲤鱼 嗯 龙尾 龙头 龙血怪 但看着还是那么的漂亮 震撼 视觉冲击很强烈 好 龙音声很是响亮 不过三十级Boss怪 四称号还是有点弱 只是多称一些回合 战斗很快结束 你获得战斗胜利 你获得四十八万经验 你的宠物金龙大熊猫 获得四十八万经验 你获得血脉 龙血保体 龙血保体 出东西了 王许有点惊讶 其实一开始只是个二十级Boss 就算出东西 也很少能出好东西 不过后面名字越来越离谱 最后更是成为了病毒流感怪龙里王 血脉 王许查看 龙血保体 龙之血脉 体质 力量和耐力成长提升百倍 受到任何伤害减少百分之二十 每回合恢复气血上限的百分之十 百分之五概率 恢复气血上限的百分之五十 之前一点体质 增加十点气血 现在是龙之血脉 增加百倍 那就是一点体质 增加一千点气血 力量也是如此 之前一点力量是十点攻击 现在龙之血脉 一点力量是一千点攻击 还有耐力 之前一点耐力增加十点防御 龙之血脉增加百倍成长 一点耐力就是一千防御 这血脉太强大了 真是个意外的惊喜 巨大无比的惊喜 这个逆天了 这是龙血保体 比起天赋更可怕的存在 肉身是一切的基础 天赋再好 也受肉身影响 打个比喻 青龙玄武甲 如果是肉身 那嗜血追云铝 就是天赋 没有青龙玄武甲 那么嗜血追云铝 就是个垃圾 肉身太差 天赋再好 也拉不起来 说的什么体质 资质 血脉 其实就是肉身 而龙血保体 就是强大的肉身 特殊血脉 特殊肉身 是否觉醒血脉 是 王许直接选择觉醒 这感觉好舒服 惊喜总是在不经意中 越是感觉不可能出好东西的时候 往往给你 来个你想都不敢想的巨大惊喜 太强了 好家伙 当初的天赋 让王许感觉一飞冲天 现在的 龙血保体 再次让王许感觉一飞冲天 太强了 姓名 王许等级 35体质 1452气血 25 7875力量 252攻击 40万03200耐力 1252防御 212 6928 自由分配属性 0 血脉 龙血保体 龙之血脉 体质 力量和耐力成长提升百倍 受到任何伤害减少20% 每回合恢复气血上限的10% 5%概率 恢复气血上限的50% 天赋 金刚不换 永久的降低 受到50%的所有伤害 增加50%最大气血 攻击和防御 免疫控制和毒素等异常状态 每秒恢复气血最大值的千分之二 当初觉醒天赋起飞一次 穿上神装青龙玄武甲 起飞一次 没想到真正最可怕的是血脉 这个龙血保体 应该是顶级血脉 成长太高了 王许想到了齐汤身边的 那只不韵不遇怪 龙形怪物 它是不是也是龙血保体 还有那个未听风的石女怪 100级的凤凰一样的小怪物 是不是凤凰类的神鸟血脉 王许感觉可能性很大 之前自己那么强大 但是50级之后的疾病怪 也非常强 而且还都是树枝 甚至是军团怪 召唤怪 血脉 天赋 才是根基 王许想到了金龙大熊猫的那个霸体 是血脉技能 那应该看起来不是血脉 只是血脉技能 血脉技能也很强大 这说明什么 自己的神兽金龙大熊猫 还没有觉醒 血脉 这也是好事 一旦觉醒 那就会更强大 这个龙血保体减伤20% 加上天赋的50% 已经达到70%的上限 每回合回血 气血上限10% 很强 而且还有5%概率 直接回血50% 这个很恐怖 什么概念 原则上20回合触发一次 以王许现在的气血来算 直接回血100多万 强 太强了 和之前相比 这就是一个天与地的差别 收手 小丫头已经面色不红 睡着了 烧也退了 王许收针 笑着摸摸小绵绵的小脸 真的猛死人 哪怕睡着也是个小可爱 雌娃娃一样 粉雕欲拙 好了 王许轻轻说道 几个人走出去 李百奇 李百川 李母 还有李长山都在 小丫头是家里的掌上明珠 高烧不退 李长山也急了 本来以为一个小感冒 不用麻烦王许 可没想到 就是反复发烧 这么下去怕出问题 所以才给王许打个电话 关上门 弟弟 谢谢你 李百奇轻轻笑道 你这么说 我这个干霸 可就当的不合格了 王许笑道 我去买点菜 一起喝点 正好也到吃晚饭时间了 李百川笑着 说完直接出去 没给王许拒绝的机会 王许也就留下来吃顿饭 李百奇倒水 李长山现在和王许可是有得了 比如大草原 比如现在的中医馆 小许 接下来你有什么建议 李长山遇到王许这种 不按常规出牌的 也只能问 王许想了想说道 推行绿色种植 想了想又说道 正现的空气是个大杀器 接下来会有更多的人涌入这里 包括达官显贵 富商等 李长山点点头 这些天 他可是接到了太多电话 这让他也很头疼 王许笑笑 但他不说话 李长山大半辈子这点事 自然难不倒他 如果可以 后面可以建造一个古镇 王许说道 李长山点点头 这个提议他赞成 正现现在人很多 但是旅游点 只有一个大草原 公园还行 再扩建扩建公园 增加点设施 绿化 至于游乐场 肯定会有一些商人下手 建造古镇这个工程 是不是有点太大了 李长山问道 王许点点头 很大 我再想想 李母和李柏奇 也在一旁坐着 听着两人谈话 偶尔也询问 购物中心现在很火 但是货物供不应求 对了 你的安全酒店 李长山问道 这个会是正现的 一个特色 另外发展正现的特产 还要有属于正现的文化 王许笑道 这个有点难 李长山有点激动 不管如何 从他当上这个一把手 正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这功绩 是要算在他头上的 何况之前抓获数起特大案件 网上都在传 正现是犯罪分子的终结地 不管多大的罪犯 去了正现 绝对要折在那里 李百川回来了 提了好大一兜子菜 还有酒 都是硬菜 虽然都是硬菜 自然也不能和王许的火锅 以及鸡汁系列相比 喝酒吃菜 聊天 李百川又早早喝醉了 李长山酒量好 可是王许适合不醉 所以 很快李长山也喝高了 两个大男人 已经喝醉回房间睡觉 很快呼噜声传出来 李母要照顾李长山 所以就回房间了 织女莫若母 李母知道自家女儿的心意 但有些事情就算母女 也不能说 看破不说破 因为主要是王许的情况特殊 女儿又情根深重 她也是个女人 知道女儿是个什么样的人 她不会嫁人 可是就这样看着女儿手寡 内心也不好受 但现在 女儿和王许之间 在她看来 有点什么 反而比什么都没有要好 王许的品行 让她感觉很难发生 正是因为这样 李母才越会感觉王许好 最后只能叹口气 顺其自然吧 所以 她能做的就是什么 也看不见 什么也听不到 妈妈 这个时候 小绵绵的声音传来 李百奇就和王许过去看看 看到王许 小丫头开心的不行 张开小胳膊 爸爸爸爸 她已经好了 王许笑着 把她抱起来 好小只 这感觉挺好 人类幼崽 可爱是超乎想象 一个宠物 都还能让人无法自拔 比如小老虎 小狗熊 大熊猫 又年期 看到会让人 有种想抱抱的渴望 或者摸摸 这也是为什么 很多人撸狗 撸猫 甚至吸猫 不喜欢的人 根本没法理解 那种感觉 可能就是吸女朋友吧 就是想抱着女朋友啃一番 方能消除内心的渴望 小绵绵捧着王许的脸 轻易地用小脸拱着 奶声奶气的笑声 最纯净 最让人感觉开心的声音 单纯的快乐 没有任何的功力 小丫头非要让王许躺在床上 给她讲故事 王许拗不过 之前也有过一次 李百奇笑道 害怕我吃了你啊 房间灯光柔和 李百奇恶挪多姿 性感撩人 妖娆入骨 欲解阴 成熟 此时带着一丝称怪 媚骨天成的女人 不用自己刻意地去散发性感 更不用去主动勾引男人 那些反而是下诚 媚骨天成 却又很清纯 可不经意中 从内到外散发出的性感妩媚 才最致命 因为 她自己都不知道 自己有多性感撩人 王许感觉 此时怀里的小丫头 就是最大的保护伞 反正小丫头在 一切都安全 挤在王许怀里的小丫头 开心地听着 王许讲卖核弹的小女孩 听得很认真 很开心 李百奇也笑着 在小丫头的另一边 侧躺着看着王许 那玲珑有致的身段 那傲人的曲线 此时越发地逼人 细枝硕果 却又坚韧傲挺 呼之欲出 真的是很好看 那就是最令人向往的温柔香 淡淡的清香 李百奇的翘脸微红 看着王许 多像一家人 近在眼前 可这都是假的 是自己一辈子 都拥有不了的幸福 但他很开心 这个男人 其实已经给予他太多太多 人心不足蛇吞向 他知道自己的奢望 是自己的贪心 不知道什么时候 小丫头睡着了 王许讲完故事 才发现 赶紧起身 白奇姐 我先回去了 王许说道 只是刚说完刚站起来 一阵相风 一具玲珑的娇躯 挤进了他怀里 直接将他压在了墙上 用嘴巴堵住了王许的嘴 慌乱地拱着 闭着眼睛 不知所措 王许猛了 脑子一热 他是个男人 男人的抵抗力 比起男孩 差了太多太多 他大脑还有那么一点清晰 可是这身体太诚实了 甚至身体的渴望 超乎他的想象 不断地考验他的意志 也不断地摧毁他的意志 王许紧紧抱住他 不让他乱动 百奇姐 冷静 王许咬着牙说道 李百奇感受到 王许的身体变化 好弟弟 你在坚持什么 姐姐这辈子只属于你 我没有过男人 以后也不会有 我不会干预你的生活 你什么时候想我了 就来找我 我没事不会主动联系你 李百奇轻轻地说道 王许知道自己在坚持什么 还是齐堂 王许如果现在没有女朋友 根本忍不住的 王许现在才知道 什么是天人交战 他感觉自己要坚持不住了 脑袋都是嗡嗡的 眼前的这个女人 散发着致命的吸引力 嘟嘟 这个时候手机响了 齐堂 王许感觉清醒好多 刚才感觉整个人 都有点迷迷糊糊 我在火锅店 你来接我吧 齐堂清冷柔和的声音传来 好 等我 王许笑道 李百奇脸上带着微笑 看着王许的目光 依旧是充满爱意 但不会让人感觉纠缠 他独立 成熟 能表达出自己深深的爱 但又不会让你感觉到负担 王许是过不了自己心里这一关 不要有负担 我从没有给你任何负担 我本就打算一个人 清登古佛 现在我已经是很开心 你是我的救赎 李百奇帮王许整理衣领 温柔如水 笑着坦然 让人内心感觉特别的舒适 王许拉住他的手 在他额头轻轻吻了一下 我先回去了 以后有事 记得和我打电话 王许轻轻说道 李百奇特别的开心 兴奋 轻轻点点头 嗯 路上慢点 把王许送出去 走出去的王许 小风一吹 意识清明 这个女人真能勾魂 摇摇头 呼出一口气 向着火锅店那里走去 她现在真的头打 其实她知道 这个问题成为问题的那一刻 就已经有了答案 她是个男人 其实说白了 就是对李百奇动心了 如果李百奇奇丑无比 就算再爱她 她也能轻松拒绝 这难道就是 英雄难过美人观 想起唐僧西天取经 一直觉得女儿国那里 算什么难 小时候天天追着猴子看 现在才知道 这一关有多难 这么说吧 正常一个男人 死在哪里都不会去取经 当你纠结的时候 无法做出取舍的时候 可以参考一条 成年人的世界 能不做选择 就不做选择 不知不觉走到火锅店 奇唐和大娘 还有王子军在聊天 大娘很开心 王子军看着王许笑道 我以前还担心 你娶不到媳妇 谁能想到 你能找到像唐唐 这么好的女孩子 姐 你也该重新找一个了 人生还长 王许笑着说道 王子军撑她一眼 我感觉现在挺好 王许和奇唐离开 不行前往野猪山那里 王许将她横抱起来 她看出来 奇唐有点疲倦 唐 唐唐不用这么勒 这辈子 我肯定给你一个如花似锦的人生 王许轻轻地说道 奇唐嘴角带着笑意 伸出束手摸摸王许的脸 我是真的捡到宝了 奇唐轻轻笑道 那还不叫我生宝宝 王许笑着说道 夜晚很安静 这段路不明 但也有路灯 因为大量的人群涌入正线 正线现在大部分地方都有了灯光 只是有的地方明亮 有的地方幽暗 奇唐红着脸 声音很小 宝宝 王许一颤 奇唐直接把脸埋在他怀里 王许感觉脊椎都是清凉的 语言的魅力实在是无法形容 这也是为什么说遇到对的人 遇到让你着迷的人 语言的魅力可以让你上到九中天 下到九幽地 一句话能让你灵魂出窍 真好听 唐一 王许轻轻笑道 奇唐轻轻笑着称道 小混蛋 奇唐的美不是高级美那么简单 他太仙了 折仙下凡 清冷仙 月中仙 也是这个原因 王许才会这般纠结 李百奇让他更多的是 最难销售美人恩 如果真的吃了李百奇 王许更多的是感觉对不住奇唐 快夸夸我 我今天又为你守身如玉 王许轻轻说道 奇唐笑了 轻笑出声 我家男人最棒 奇唐笑着看着王许 哪里最棒 王许小声在他耳边说道 王许的语气 让奇唐知道这家伙不是好话 自然也就懂了 红着脸伸手轻轻抓住王许耳朵 另一只手还住王许的脖子 你呀 回去我再和你说 奇唐声音清冷柔和 宠溺无奈 还有羞称 王许就吃这个 将他抱得紧了紧 今晚你说要补偿我的 奇唐小声 嗯 王许就感觉浑身充满了力量 脚步也变快 刘大壮看到王许和奇唐回来 老老你回来了 我 晚安 明天见 王许拉着带着微笑的奇唐离开 刘大壮的胖脸一颤一颤 王许再次抱起奇唐 一口气奔跑到山顶 脸不红 气不喘 房间有一个大浴桶 洗了一次鸳鸯浴 肌肤胜血 如羊枝暖浴般 水中的涟漪一圈一圈 从没有停过 温热的水一直加着 慢慢地溢出 他永远的是那么美 哪怕就算如此神圣时刻 还是感觉 他是那么的清冷如仙 高不可攀 就是如此 那种反差带来的强烈 让王许犹如凌空直上 不知身在何处 一夜花开花落 早上王许醒得很早 精气神饱满 奇唐似乎醒了 但是应该没有睡够 睡眼朦胧 他这样清冷如仙的女人 这般小儿女姿态 真的是让王许爱到骨子里 情不自禁地就拥住他 奇唐在他怀里 找个舒服的位置 好困 奇唐呢喃微笑着说道 也不睁眼 抱着他 王许就感觉说不出的 有成就感 怜惜地把他裹在怀里 奇唐碰到了什么 红着脸小声说道 你这么心疼我 王许用自己的鼻子 蹭蹭他的穷鼻笑道 我的小女人 我当然心疼王许不舍的 过度索取 她的身体强大 奇唐承受不住 奇唐还着他的脖子 轻轻笑道 男人 很快 奇唐又睡着了 王许看看他的身边 乳腺癌大军军团长 五十级 Boss怪 统帅怪 精英怪 军团怪 针灸后可战斗 击杀后恢复五年寿命 现在在看这个疾病怪 王许感觉好轻松 不过有一点 军团怪很可怕 如果军团怪的数量足够多 每次不用打你太多 那也是一个恐怖的伤害 这要看是3000军团 还是5万军团 还是10万 百万军团 军团怪的输出不会很高 就怕是固定伤害 一次10点 哪也经不住 别说百万军团 10万军团 一个10点固定伤害 那也是100万 每回合100万输出 还不算军团长 金龙大熊猫的金龙反击 克制军团怪 但前提是 金龙大熊猫 要扛住军团怪的进攻 两个小时后 齐堂醒了 温柔地看着王许 伸出束手 柔柔王许的脑袋 满眼的柔和 起床 王许拿出金针 针灸 进入战斗 五只巨大的白虎 每只都有15米长 45米高 震撼 壮观 美丽 狂风呼啸 风 从虎 五只巨大的白虎 后面还有2万只3米长的白虎军团 这画面实在是太壮观了 如今王许 有了血脉 龙血 宝体 之后 实力早已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乳腺癌大军军团长 气血 800万乳腺癌大军军团长 触发被动技能 白虎星斗阵 几方所有单位攻击 防御 气血增加一倍 共享生命 共享恢复 都是50级的BOSS怪 军团怪 但差距有点大 每次进入战斗 都如开奖一样 这一次50级的疾病怪 再次刷新了王许的认知 五只800万气血的乳腺癌大军军团长 气血 攻击 防御增加一倍 直接每一只 变成了1600万气血 但这还不是最可怕的 生命共享 恢复共享 这就可怕了 加起来高达8000万的气血 恢复每回合800万 还好 攻击不共享 而且 攻击也不叠加 这攻击 破不了王许的防御 砰砰砰砰砰砰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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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许这一次在前面 毕竟现在高达212万防御的王许 还有70%的减伤 超强的恢复 不在前面当盾 太可惜了 金龙大熊猫 可以先去后面 慢慢叠加防御 刷 2万只白虎 混成一条白龙 冲向王许 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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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许 卧槽 固伤 20点 这是白虎星斗阵的加成 本来10点固定伤害 固定伤害 真伤都是无视防御 无视减伤 无视割当 这一下 足足打掉王许40万气血 掉了40万气血 原来军团怪的可怕就在这里 你选择打小怪也不行 一回合就算秒杀一个小怪 但足足2万个 还是需要靠金龙大熊猫的金龙反击 疯狗拳 碰 189万第一回合就能打出这么高的输出 而且没有出暴击回合结束 王许气血恢复有血脉恢复 加上天赋恢复等 恢复加26万 乳腺癌大军军团长触发自愈 恢复加189万 26万的恢复 王许还是很开心的 这么算下来 一回合实际上气血只掉了14万 他有200多万的气血 他现在有个大胆的想法 就是等自己气血不足一半的时候 让金龙大熊猫去前面撑着 自己在后面恢复 金龙大熊猫一边挨打 也可以一边恢复 交替进行 这样算下来 也变相的是恢复共享 10回合后 王许掉血140万 气血还剩下85万多 他让金龙大熊猫在前面防御 防御状态的金龙大熊猫 五只乳腺癌大军军团长 也无法破防 但是那2万只白虎固定伤害 打掉了金龙大熊猫40万气血 砰砰 金龙反击 21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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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死了 这些小怪很恐怖 但是气血不多 可如果没有金龙反击 一回合杀一个 王许需要打2万个回合 军团怪数量越高 越是恐怖 未来的军团怪 召唤怪 想想都令人恐怖 10万大军 100万大军 军团怪的攻击太恶心 无视减伤 无视防御 固定伤害 虽然伤害很低 可是军团怪拼的就是一个数量 以多咬死相 还好 自己有个神宠金龙大熊猫 有个之前感觉很鸡肋的金龙反击技能 现在发现这也是个神迹 接下来战斗毫无悬念 军团怪杀完就没有了 不再召唤 只剩下5只乳腺癌大军军团长 破不了王许和金龙大熊猫的防御 王许的攻击也是越来越高 200万防御开始叠加 岂不太高 叠加很快 100回合来临 5只巨大的白虎脚下出现古朴纹路 散发出神秘的光运 5虎断魂 5虎断魂 对目标发动凝神一击 造成自身5被伤害 冷却时间100回合 5只巨大白虎 中心一只 四角各一只 从中心那只白虎身上 凝聚出一只犹如实质的白虎影子 射向王许 碰 灵骑士100回合 对面的五虎断魂也就400万的攻击 而王许的防御 此时也超过400万 何况 还有高达70%的减伤 所以根本没法破防 以前的王许 叠加到200回合 也不过才100万防御 这就是差距 加上狼牙项链 王许现在的输出也已经起来 普通攻击 只靠嗜血追云旅的附赠 就能达到160万 疯狗拳 临时提高自身30%伤害 造成3倍伤害 1440万三倍暴击 爽 这输出真的舒服 畅快淋漓 催枯拉朽 势如破竹 无坚不催 感觉真的爽 到不了200回合 就能结束战斗 二连击 三连击 二倍暴击 三倍暴击 很快 五只巨大白虎倒下 战斗结束 你获得战斗胜利 你获得800万经验 你升级到36级 你的宠物金龙大型猫 获得800万经验 你的宠物金龙大熊猫 升级到36级 你获得虎骨 极品 500斤 你获得虎鞭 极品 无你获得虎皮 极品 无你获得技能断魂三刀 出技能了 王许还是很开心的 直接查看 断魂三刀 主动技能 对目标连续攻击三次 且每次伤害必定暴击 冷却三回合 这个是疯狗拳的升级版 疯狗拳是三倍伤害 不一定暴击 这个断魂三刀三次攻击 也算是三倍伤害 且必定暴击 这就是六倍伤害 强大 太强了 冷却三回合 很好 这样王许第一回合 可以断魂三刀 第二回合封狗拳 第三回合普通攻击 第四回合 又可以施展断魂三刀 第五回合 又可以施展封狗拳 不错 不错 王许很开心 这断魂三刀动作华丽 气势磅礴 有种大巧不公 低调的华丽 这个不说威力 就这架子都能率爆 王许想到 刘大壮现在还在拍摄横刀立马 还在拍摄关公战秦琼 关公战孙悟空 关公战潘金莲 对 刘大壮现在和王冲汪洋 还有田涛 功夫大王牛刚 以及那个小美女主播星光聚在一起 天天拍摄关公战各种人物 就是胡闹 图一乐 有的是马战 这是最亮的一点 短视频平台也有类似的 但是马战还要让人牵着 别说威风了 看着都心酸 就是搞笑的 王许感觉这断魂三刀 可以让他们学学 断魂三刀的视觉效果不错 网上一些会功夫的女子 拿着武器 拍摄视频 加工一下 一个个特别火 但都是经过加工的 真实战斗一点也不好看 影视剧的战斗也都是加工的 真实战场都是杀人计 简单粗暴 而且也不好看 招式越是华丽 越是没有威力 就如真功夫 其实都是踢当 插眼 锁猴 猴子偷逃 撒石灰等等 一击奏效 一击致命 古代将军也都是榜大妖元 一粒破桥 横扫千军 一粒降千惠 骨骼粗壮 身材高大 就现在所谓的腹肌 腹肌就是搞笑的 断魂三刀 实用性和观赏性很强 只要肯努力 加上王许指点 一共就三刀 还是能学会的 能入门就行 虽说三刀 但是可以反复使用 各种角度 而且可以稍微变换 一招金 胜过千招会 王许收针 再次看向其他身边 乳腺癌大军 郑国王侯 六十级 召唤怪 军团怪 Boss怪 王级怪 首领怪 针灸后可战斗 战斗胜利后 恢复六年寿命 五称号Boss怪 还是召唤怪 军团怪 六十级 郑国王侯 郑国王侯 和郑国大将军 那个更厉害 再等等 王许先不急 已经三十六级 等四十级 就可以装备上魔王腰带 实力可以提升一大截 齐堂感受到 身体轻松很多 可以清晰地感受到 整个人的状态 一下子提升了一大截 王许收针 齐堂伸手 揉揉王许的脑袋 王许就忍不住 拱在他怀里 搂着他的素腰 贪婪地呼吸 那迷人的清香 如他人一般 清冷如鲜 齐堂温柔地 抱着他的脑袋 我父母今天要来 齐堂轻轻笑道 你放心 咱爸妈来了 我肯定招待好 王许笑道 齐堂笑着 拉着他的手 向外走去 现在上午九点 天气清凉 清风徐徐 阳光明媚 山顶有青松 有竹林 还有个王许 杂出的石坑 小池堂 里面养着金鱼 乌龟 螃蟹 还有荷花 还有水草 这山顶很美 石面整洁 上面有着一些 王许打磨的花纹 稀疏的古松点缀 不会让人感觉荒凉 但也不会遮挡视线 更多的让人感觉悠闲自在 风景如画 一个人在这里 也是一种享受 是一种内心的洗涤 仿佛可以净化灵魂 齐堂牵着王许的手 漫步在这山顶 王许这一刻 感觉特别的好 身旁的女子 此时更是如折仙下凡 她就是那么的 和这个世界 有点格格不入 有种凌驾于这个世界 很多女孩子 其实都说什么高级美 一个高级美的女孩 就能几乎秒杀太多的美女 但齐堂是凌驾于高级美 太高了 高得让王许放不开 比如 很多男人喜欢汉道 很多男人喜欢遇人吹销 等等 很多事情是为了愉悦 可当格格不入的时候 就没有意义 这就如一样的话 这个人说出来就好听 那个人说出来 可能得罪一大片 同样的事情也是如此 想什么呢 齐堂笑着扭头问道 我在想我家堂堂 到底好不好色 网上都说 女人的好色程度 是男人的十六倍 王许认真的说道 齐堂伸手轻轻地 在他额头敲了一下 两人相处 讲究一个自然 融洽 每个人适合的方式也不一样 每个人也不一样 这个十六倍 是谁定下的 怎么定下的 齐堂轻轻笑道 王许想想也是 这段视频很多东西 真的没有科学根据 比如什么女孩子的脚 比男人臭六倍 女孩子好色 是男人的十六倍 只要有人发表个 让人有兴趣话题 三人成虎 传播一会 都就认为这是真的 唐一 你真好 王许开心地说道 齐堂笑笑 他也不知道 为什么这家伙 不识地就会喊一 上午十点半 齐堂父母来了 王许和齐堂去接 这是第二次见面 齐堂父亲是个帅大叔 越老越帅的那种 齐堂母亲也是大美女 哪怕如今已经五十岁出头 但岁月在她脸上 只添加了气质 成熟 温婉 端庄 还有一种亲切 齐母对王许 那是一百个满意 拉着王许 那亲切地让齐云 都有点嫉妒 一度怀疑自己 是不是亲生的 齐父也是无奈 看到女儿如今的状态 他们只有开心 齐堂挽着齐父的胳膊 齐父看看自己的女儿 如今确实不同了 我家丫头长大的 齐父开心地笑道 他们这一次来正线 看看女儿和儿子 如今女儿和儿子 都在正线 儿子是个不正常 没有女朋友也就算了 整天练舞 也不成家 女儿之前忙事业 也不成家 他们是开明父母 再说二十九岁 还可以再等等 只是没想到 女儿癌症晚期 对于一个家庭 就是毁灭性打击 这一刻多少钱都没用 就是让人束手无策 如今这个结果是 他们想都不敢想的 所以只剩下开心 人活着比什么都重要 当经历生死之后 才会发现 其他的事情 都是小事情 不值一提 齐云在一边孤零零的 母亲亲切地拉着王许 齐堂又轻腻地挽着老爹 他第一次感觉 自己有点多余 他们这一次 来给王许大伯 他们带了不少礼物 两家人也是第一次坐在一起 吃了一顿火锅 就是双方互夸对方的孩子 吃完中午饭 下午去大草原那里 一家人 大草原上的人 是真的多 虽然多 不过有一点 不乱 有人奔跑 有人在草地上躺着 有人坐在草地上聊天 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 放松 来到这里 内心就特别的平静 轻松 身上感觉放下了很重的担子 小孩子奔跑玩耍 清脆的笑声 在草地上打滚 风吹着青草 一缕缕的律动 如草浪一般 特别的好看 加上远处的马 牛 羊 猪 兔子等点缀 这种感觉真的很好 在这里可以忘却烦恼 真是个好地方 空气也好 齐父感慨地说道 是啊 真美 小雪 你真厉害 齐母开心地说道 不忘夸赞王许 姐夫是真的厉害 齐云不知不觉 叫王许姐夫 是发自内心的 齐父看着自己的老婆 依旧是风华动人 他觉得 这一辈子很值 人生一场 在你身边的人从未变过 慢慢地从爱情 转换成亲情 但爱却又一直在 相濡以沫 一个眼神 就能读懂彼此的内心 两个人可以一直聊天 却不会觉得不耐烦 也可以一天在一起不说话 也不会觉得别扭 大草原上的猪 马 牛 羊 兔子 狐狸 松鼠等 不多不少 恰到好处 在这个和谐的画面里 也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鸟鸣清脆 仿佛最好的音乐 叽叽喳喳 不觉得烦躁 反而是这个世界的背景音乐之一 就如那句话 最怕的是突然安静 太安静 就是惊悚 恐怖 可怕 鹦鹉 各种鸟类 蝴蝶 松鼠 蜜蜂 狐狸 还有不怕人的小猪仔 圆滚滚地 到处乱跑 很干净 很可爱 让人不自觉地露出微笑 倍感轻松 在这大草原 徒步走着 不感觉累 感觉很舒服 脚下厚厚的草地 踩着很踏实 累了直接躺下来休息一下 也会有一些长翼 凉亭 但是非常稀疏 属于风景的点缀 一直到下午四点半之后 又去了野猪山那里 其父其母 骑着两匹马 奔腾一番 感觉说不出的痛快 轻松这边 王许建了一些木楼 只有他和齐唐的那个最高处 剩下的都在一处巨石山 算下来也就最多三层楼的高度 野猪山这里 其实很热闹 牛刚 田涛 王冲 王阳 王虎等人都住在这里 他们凑在一起 三个臭皮匠赛过诸葛亮 想各种有意思好玩的事情 一时间倒也玩得有声有色 晚上 齐唐要陪其母 毕竟其母来这里玩两天 晚上母女说说话 王许则是和刘大壮他们烤肉喝酒 说不出的惬意潇洒 王许喝酒喝不醉 但是看人喝酒也不错 喝的是气氛 看的是人生百态 王许想到那个断魂三刀 之前王许就有把断魂三刀 交给他们的想法 断魂三刀怎么说呢 说难也难 说不难也不难 喝高了没 没喝高 教你们几招好玩的 王许看着他们说道 必须没喝高 田涛马上说道 田涛酒量不错 敦实 厚重 能喝 师父 我表示我很清醒 牛刚也马上表态 牛刚对王许很尊重 是真的把王许当师父 从不和王许开过戒玩笑 他能吃苦 挺踏实的一个人 这段时间一直坚持练习白虎装 已经入门 也越发知道这白虎装的强大 但是白虎装入门太难了 没有王许不厌其烦的交 他觉得一辈子也学不会 王许拿起木刀 这就是他制造的 这段时间 刘大壮他们玩马战 不战都是用的这种木刀 王许用铁木制造的几十把 王许站定 单手持刀 双脚不钉不扒 大宗师风范就是最好的视觉效果 刷 刀出如龙 这一刀有着一种事 还有一种意 携带万钧之势 狂暴无比 一看就让人感觉 这一刀无金不摧 势不可挡 这一刀霸气简单 如天外一刀 不精致 但就是大气 看着也不华丽 但就是让人一看 背脊发凉 头皮发麻 整个人仿佛被揪紧了一样 真实 凶险 从内心生出寒意 不像看影视剧 华丽可没有让人有这种感觉 然后随着这一刀划出 畅快淋漓 如江河倒挂 一泻千里 尽情挥洒 喷射如注 好看 看着都是一种舒畅 气都似乎顺了 然后第二刀 第三刀 一刀比一刀刚猛 一刀比一刀 气势宏大 后面的一刀 都是借助前一刀的气势 就如登天梯 第一刀核心施压 第二刀是P 第三刀施展 虽然三刀似乎只有三招 其实不然 每一刀都有很多变化 这第一刀 就可以演化成很多招 但是三刀连贯打出 可以打出一刀 比一刀威力更大 至少增幅一倍 战斗中 一旦三招连环使出 连绵不绝 造成的杀伤力 肯定很恐怖 甚至会直接结束战斗 王徐也是第一次施展 直接就是一个连环三刀 打完之后 感觉特别的痛快 那种感觉特别好 和太极养生拳 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都是感觉很舒服 只是方式不一样 太极养生拳打的是一种缓慢 感悟自然 融入自然 是一种融入大自然的享受 而断魂三刀 是一种狂暴的宣泄 狂风咒语 仿佛是经过了一场盘长大战后的舒爽 几个人愣住了 太帅了 我要学 刘大壮激动地说道 其他人看着刘大壮的身体 满眼都是质疑 看好了 这个东西说难不难 说简单也不简单 重义不重行 类似于四两拨千斤 记住了 重义不重行 学不会的 就是笨 谁学不会 不要找借口 王许说道 他们更认真了 谁也不想当笨蛋 接下来 王许开始详细讲解 架子 动作依旧很重要 就如拍照摆造型 就算重义不重行 但对于初学者 动作还是关键 至于重义不重行 估计这辈子 他们也很难达到这个程度 这个只能是一种感觉 让他们有这个概念就行 至于能领悟多少 就看各自的悟性 王许一边教 一边指点 一遍一遍 不厌其烦 他们都有点不好意思了 毕竟一个动作 谁被教二十遍还不会 都会感觉不好意思吧 夜深了 都各自回去休息 王许也没有回山上 就在山下 早上起来 刘大壮他们也是早早起来 王许继续教 他们继续练 也许是早上 大脑清明 也可能是昨晚喝了酒 又或者可能是昨晚的灌输 经过一晚上的消化 吸收了一些 今天都有了一些进展 似乎找到了一丝感觉 齐堂和父母也走了出来 大家打个招呼 简单地吃个早餐 上午王许和齐堂 陪着齐父齐母 在野猪山里转转 现在的野猪山中 和当初不一样 去林镇还是太强大了 种下的林子 果树 牧草等 不断地开荒 弄出了一条路 至少骑着马 可以在其中逛一圈 不同于大草原的开阔 这里更受小众人喜欢 大部分人 还是会更喜欢 大草原那里的景色 嘟嘟 这个时候 王许的手机响了 李长山 王许皱眉 一般李长山 不会和他打电话 所以 他打电话 肯定不是什么好事 伯父 王许接通电话 对面沉默了一小慧 开口说道 小许 有人看中了大草原 看中了正线的项目 王许知道这个 是李长山拒绝不了的人 到底如何拒绝不了 王许也不懂 他只是一个小人物 很多事情 并没有表面那么简单 大草原要外包出去 李长山无奈地说道 我知道了 伯父 您做主就好 王许笑道 他打这个电话 就是提前给王许通个信 所以也不是很惊讶 怎么了 齐堂关心地问道 大草原要外包出去了 王许笑道 齐堂马上懂了 你打算怎么做 齐堂温柔地问道 我没感觉 本来就是 我送给县里的好处 既然守不住 那就守不住吧 王许笑笑 风轻云淡 一点也不生气 齐堂看着王许云淡风轻 那自然淡然的气息 鬼使神差地缓住王许脖子 垫脚在他嘴角亲了一下 可是 他父母还在啊 他仿佛瞬间清醒过来 一下子羞得手足无措 王许看到羞不可养的齐堂 大大方方地 给了齐堂一个拥抱 害羞了 王许看着小儿女胎的齐堂 满眼都是宠溺的轻轻说道 齐母惊讶 但是脸上的笑容很开心 他也被王许那看女儿的眼神震惊了 作为父母他能知道 这眼神到底有多爱 齐父有点不知所措 自己的小棉袄 这般和一个男孩亲密 虽然他知道这是好事 但并不耽误他内心的酸 很酸 下午 齐父齐母回去了 王许和齐堂 齐云还有大伯 大娘等人相送 齐堂还要在这里开安全酒店 齐云还要在这里学武 这些天他也算是将白虎装入门 真正的入门 毕竟这些天 他是一心恋悟 不谈恋爱 不玩游戏 不看视频 甚至手头上的工作 都暂时放下 都说不封魔 不成功 能吃苦 悟性也行 能吃苦 悟性也行 另外就是牛刚 自从上次被王许打败 就一直留在了正线 这个家伙 应该算是天赋一饼 260斤的小坦克 壮硕得如一头牛 和白虎装的契合度很高 他也能吃苦 虽然时间不长 但是已经摸到门槛 进步很快 入门是早晚的事 牛刚一旦练成白虎装 那战斗力就会飙升 大草原的第一期工程 已经完成 第二期 王许也不再打算动工 毕竟好处不再是 给李长山 而且这个 已经违背了他的初衷 他也就懒得弄了 继续造福王村就好 继续开荒自己的野猪山 继续打疾病灌 不耽误自己的悠闲生活 当天下午 大草原哪里就有了牌子 大草原需要很多服务 比如清理垃圾 浇灌 喂养 打理 等等 都是费用 所以 从明天开始 就需要门票 门票一百块钱一张 这就是王许不再打算再弄的原因 违背了他的初衷 他想打造个免费的 世外桃源 然后网上很多人 就涌入王许这边 老板 怎么回事 门票一百块钱一张 是不是贵了 不是贵不贵 这收费是不是太突然了 这算不算屠龙少年 终究成为恶龙 还是老板高明 这个流量 这个票价 收入可不低 而且高大上 比带货厉害多了 老板不走寻常路 王许还是发了一个视频 视频就一句话 大草原和我再没有任何关系 我没有从大草原上 挣到一分钱 这视频一出 网上火了 各种猜测 各种舆论 大家都懂 一时间 正现大草原 再次送上热门 这个其实不难猜测 何况还有一些知情人 披着马甲 揭露他们知道的真相 胜利果实被窃取了 大家可以搜董事集团 大草原只是被外包出去 不用大惊小怪 景区都是这样 其实这也正常 旅游仅点外包而已 没什么好奇怪的 创造的收入也会交税 不要小题大做 那为什么不把这个外包给老板 我感觉老板更适合 我觉得 这是杀鸡取卵 其实大草原免费 才是正确的打开方式 引入那么多的游客 这位正线创造多少收入 一百块一张门票 我觉得会让很多人望而止步 晚上王许去李长山家吃饭 李长山邀请的 其实 王许不太想去 主要是怕李柏奇 上次差点走火 但最后还是去了 发现李家多了一个年轻人 大概三十来岁 也算帅气 但是就是那种刻意散发的气场 让人不舒服 就仿佛一只猫再炸毛 还做出一副很淡定的样子 这是董辉 我老班长的小儿子 李长山给王许介绍 董事集团的董事长 是董辉的母亲 董事集团实力很雄厚 涉及不少领域 比如旅游 餐饮 物业 袜业 新能源 纯净水 王许知道 为什么李长山拒绝不了 他说过 老班长救过他的命 还是他的领导 对他没少提携 没少照顾 所以 能力范围内 不犯错的情况下 他没法拒绝 你好 王许 我叫董辉 李叔对你 可是特别的欣赏 年轻人笑着开口 王许笑笑 你好 李百奇抱着小丫头 走了出来 爸爸 小绵绵开心地跑了过来 王许笑着俯身 将小丫头抱起来 李百奇看王许的眼神 也是有光 董辉脸色变了好几次 董辉最喜欢什么样的女子 年轻貌美 丧夫 离婚不行 必须是丧夫 所以 在看到李百奇之后 就不能自拔 李百奇对他不感冒 董辉是个情场老手 很快就了解了李百奇的过往 他父亲只是告诉他 李长山一个儿子一个女儿 并没有介绍太详细 董辉也没想到 李百奇这般美艳 比起他之前经历的 那一百多个女朋友 强了不知道多少倍 和李百奇一比 那些女人给他提鞋都不配 他游历花丛 李百奇的眼神 骗不了他 这个眼神代表什么 代表王许 对他想做什么 就能做什么 这一下子 就让他不淡定了 他不相信 有男人能在李百奇面前 不动声色 所以他百分百肯定 他们肯定在一起了 而且 他的女儿叫王许爸爸 他控制不住目光的阴毒 而王现在 对于这种目光的感应 很灵敏 抬头看着他 目光平和 一下子打了董辉 一个措手不及 脸色僵硬 带着笑意 这个时候 王许才看到这董辉身边的疾病怪 杨伟大魔王 一百级 BOSS怪 魔王怪 召唤怪 军团怪 特殊怪 针灸后可战斗 好家伙 这是彻底报废了 还有一个怪 下身假体怪 特殊怪 不可战斗 这个其实 就类似于整龙怪 王许知道这个假体 这是彻底报废男人的福音 而且隐蔽性很好 不仔细检查 还发现不了 使用方便 董辉 这都是第二次植入 之所以第二次植入 是因为觉得 第一次植入的小王 肾虚怪 早泻怪 阴阳双虚怪 肾经亏损怪 这特么 属于个色中恶鬼吧 正好今天还没顾得上 施展妙手神偷 这个一百级羊尾大魔王 可以偷 王许没想到 一个羊尾 也能到这个程度 恐怖 这是一只九头蛇 迷你版的小怪物 王许直接施展 妙手神偷 施展成功 你获得严寿单三刻 这第一次对 一百级疾病怪使用 每次都成功 看来应该是真的 这一次的奖励好不好 王许也不太清楚 他其实内心 更渴望得到强大的装备 技能 宝物之类 不过严寿单也是好东西 真正的好东西 李说 沈子 百奇妹妹 百川老弟 都来做 今天聚在一起高兴 董辉很热情 似乎是说给王许听 告诉王许 他在这里很熟 一家人落座 李说 以后还要你多多照顾 我敬您 董辉热情地说着 李长山笑着和董辉喝了一杯 李母并没有坐在这里 百奇妹妹 我敬你一杯 董辉开口端着酒杯 我不喝酒 李百奇坐在王许身边说道 女孩子不喝酒好 是我唐突了 董辉笑着说道 百川老弟 以后我们多拒绝 我们哥俩喝一个 董辉笑着说道 李百川看看王许 王许一直面带微笑 喝一杯 董辉并没有要和王许喝酒的打算 弟弟 我们喝一杯 李百奇倒了一杯 笑着对王许说道 他可不管董辉是谁 是谁都不行 反正不能欺负王许 王许心里 还是有那么一点触动 被李百奇这个姐姐宠到了 董辉脸色很难看 非常的难看 这就是在使劲地打他脸 王许真的有点被这个女人感动到了 就是不让他委屈 根本不给董辉一点面子 把他的脸按在地上摩擦 王许笑着 白奇姐 我敬你 饭桌上的气氛很诡异 李百川此时感觉自己 虽然心里向着王许 但是在这个时候 董辉主动给王许不好看 自己却没有站出来 反倒是姐姐做得果断 有魄力 王许放下酒杯 笑着痘痘小绵绵 伯父 我有点事 就先回去了 你们和好 王许笑道 然后站起来 他现在不需要看谁脸色 既然不喜欢 那就不用在这里虚情假意 很没意思 李长山叹口气 孩子 怎么了 怎么刚来就要走 李母关切地拉着王许 眼里的喜爱是真的 王许没有见过母亲 或许内心渴望过 微微笑道 伯母 我有点事 下次再来 老李 你老班长救过你的命 小许也救过你的命 小许就是我的孩子 哪怕你老班长的孩子 欺负我孩子也不行 李母直接开口了 这一下轮到李长山尴尬了 董辉也是尴尬伯母 你想到哪里了 没有人欺负我 王许笑道 其实李母也知道大草原的事情 李长山也没想到会这样 主要是今天 董辉让王许来 毕竟大草原的一些东西 可能还需要王许 本来家里人也交代 让董辉和王许搞好关系 李长山也想让董辉和王许搞好关系 董辉则不以为然 加上李百奇和王许之间的眼神 让他彻底失去理智 开始针对王许 这也没什么 但没想到李百奇毫无顾忌地站在王许这一边 现在连李母也是护独自一般 护着王许 现在很明朗了 王许和李家才是一家人 而他只是一个客人 本来以为父亲救过李长山的命 又是他的领导 自己来这正线 简直不要太舒服 董辉好一会回过神来 笑了 笑着看着王许 只是那目光有点阴朗 冷笑 皮笑若不笑 王许这般离开 也是不给他面子 只是他不想想 自己没给王许面子 王许为什么又要给他面子 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 以前没有这个资本 人嘛 为了生存 低声下气 也不丢人 都是为了生存 但现在不需要 更没有必要 王许看到董辉的冷笑 也没感觉 这种人 不缺 既然如此 你也就没有必要留在正线了 王许现在不用自己动手 一个训手能力 一个聚灵阵能力 就能做很多事情 但不触及他的底线 他也不屑于动用这个能力 去对付谁 辞别李家 王许就去撤掉了 大草原的聚灵阵 王许不愿意做圣人 更不愿意去以德抱怨 撤回了属于自己的牛王 马王 猪王等 这些是属于他的 当初也是说好的 还签了合同 因为王许想过会有这一天 如果董辉好好的 王许也不会这么做 毕竟在正线 也能为正线 带来不错的收入 第二天 果然 已经开始售票 人多了 自然还是 有人会去 一百块钱 那么远来了 很多人也不在乎 大草原上上 换了很多人 之前不少都是正线 本地招的工人 清洁工 日常维护的 但现在都被辞退了 董辉说的是 为了服务质量 换上了专业的服务人员 是为了给大家 更好的旅游体验 总之 很官方 公道写得很有水平 一切都是 为了更好 可是 事情似乎没那么简单 很多人感觉 这里的空气 似乎没有昨天好 说不准 但很多人都有这种感觉 那种清澈润沸的感觉 好像没了 另外就是 这里的动物全乱套了 忽然就没了那种 闲境的味道 动物乱七八糟 仿佛失去了主心骨 到处乱跑 不像之前 出现时 就是一个小马群 很整齐 很淡定 点缀着大草原 显得都很有灵性 让人感觉 动物与人 以及自然三者之间的 完美融合 和谐 自然 现在 似乎这里一切都乱了 很多人都都感觉到了 就是一下子 就少了之前的那个味道 一夜之间 一时间 网上很多人都在议论 第二天 状态似乎更差了 甚至马匹受惊 差点撞到旅客 这一次 彻底让人 感受到了空气的变化 很多人都在说 大草原的空气不好 一些特殊的地方 出现了青草干枯 也有人发现了 当初大草原上的 那几只漂亮的马 牛 羊 猪等都没有了 一只好评的大草原 一下子出现了大片的差评 就连董辉的妈妈 都给董辉打电话 问他怎么回事 董辉也是一头雾水 差评让很多旅客驻足 没有进去 进去的人出来说 大草原里面的空气 还没有外面好 这件事不难查 董辉知道 是王许出手了 那几只动物 就是王许的 当他去找李长山 想弄回来那几只动物的时候 李长山拿出了之前签的合同 再说 王许没有要报仇 那几只动物 本来就是他的 只是借在这里而已 董辉气笑了 心里很生气 一个没背景 要什么没什么的普通人 也敢和我过不去 董辉难难自语 老维 去查查王许 我要他所有的资料 包括他的家人 董辉说道 一个男人 应了一声走了出去 坐在老板椅上的董辉 闭着眼睛 斜靠着 一只手慢慢地敲着桌面 满脑子都是李百奇的影子 他想象着 李百奇 穿着一身白袍 但很快又想到王许 脸上不自觉 就露出残忍的笑意 还有不自觉地 咬紧的牙齿 时间不长 王许的资料 就摆在了董辉面前 毕竟王许也没什么秘密 调查起来太简单了 董事集团的能量 在正线还是很大的 无父无母 代伯大娘 堂姐 三叔三婶 两个堂弟 一个堂妹 还有个女朋友 女朋友不是李百奇 有自己的工厂 还有个火锅店 一家中医馆 嗯 还是个大网红 董辉看着手中的资料 脑子也在飞快地运转 那就先搞谎你的生意 成为一个穷小子 我看你还怎么牛 董辉第一个想法 毕竟钱财是一个人的血 王许有生意 董辉很开心 这样就可以搞掉他的生意 看他是不是还能那么神气 三天之后 大草原出现死草 那些移植的大树 也开始生机不济 树叶不再苍翠 青草不再碧绿 之前大草原的美感 一下子下降了大半 更是失去了那种 独特的自然 生机 灵性 就仿佛世界忽然失去了色彩 这一下子的变化 让董辉也是手足无措 董事集团 就是看中了这大草原的潜力 但现在这样 董辉赶紧联系母亲杨云 杨云不久前也刚知道 他想培养这个小儿子 磨练一下他的性子 而且去郑县那里 也是个机会 杨云一直注视郑县 正好有李长山这层关系 可是这才几天时间 就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一切关键 都似乎和那个年轻人有关系 有事情解决事情 杨云直接让人去找李长山 这事情的关键 李长山肯定知道 同时也联系董辉 让他不要动 可是已经晚了 董辉已经出手了 还是猛招 就是派了二十人去 打断王许一条腿 顺便警告 这种方式看着没水平 但对普通人来说 最是好用 只要不牵涉自己 没有证据 哪怕知道是自己干的 也没用 找的就是那些地痞 进去喝茶 都是家常便饭 但是结果 这些人全残了 二十个地痞流氓 拿着钢管之类 最后 一个个全部双腿粉碎性骨折 王许报警 是看到两拨人互殴 来的是李百川等人 对方找的是没有监控地方 所以根本没有证据 再说 这些人是有名的地痞无赖 闲竹手 小偷小摸 打架斗殴 甚至还有的是 TUJ犯 这些人精神状态很不好 王许 也从他们口中问出来 是董辉指使的 其实不用问也能猜到 董辉知道后 也是不能相信 二十多人被打成这样 王许毫发无伤 他不知道为什么 忽然后被有点发了 而母亲的电话 让自己不要动王许 不要动 可是似乎晚了 王许知道是董辉干的 自然也不会就这么算了 这种人活着 就会不断地 想着伤害自己 自己倒是不怕 可还有家人 虽然有王许的宠物防守 但自己这一身本事 别人都欺负到自己头上了 要是不反击一下 都说不过去 对付董辉 王许 只靠训兽这个能力 就有很多种办法 比如训养一只流浪狗 直接疯狂了 如疯狗一般 最后把他大宝贝都咬没了 王许可以拿出一张虎皮 训养一只狗 将虎皮给他穿上 然后董辉 被一只猛虎给咬死 或者咬废了 王许也可以训养 一只大马蜂 山蜂 毒蛇 等 不过 王许不想杀人 哪怕他现在就算杀人 也能跳出室外 最简单的 就是杀人后 直接将尸体扔进物品栏 没有尸体 没法破案 但是他毕竟内心 还是个普通人 所以最后 王许决定用虎皮 然后造一只大老虎 给董辉把大宝贝咬下来 董辉这种人 让他没了大宝贝 肯定比杀了他还难受 所以 王许当天晚上就行动了 晚上十点五时 董辉从KTV出来 双脚都轻飘飘的 摸摸腰 感觉空荡荡的 但不得不说 这甲体就是好 虚荣心得到极大的满足 可是还没有到车上 突然 一只巨大的老虎 窜了出来 白虎 好大 体长最少三米 身形矫健 董辉几个人 直接毛都炸了 这绝对是真老虎 董辉身体僵硬 一动不能动 吓破胆了 白虎一下子将董辉扑倒 低头一口咬下去 啊 一声淒厉的惨叫 周围也是乱叫 都看到了 场面一度失控 但这只白虎迅速离开 消失在夜色之中 王许等到白虎回来 迅速收走虎皮 不一会 李长山的电话响起 王许接通 伯父 小雪 你快来 帮帮伯父 救董辉一命 李长山的声音很是焦急 董辉已经昏迷 而且出血很严重 情况很是不乐观 好 我马上到 王许说到 董辉此时命悬一线 李长山很焦急 这没法和老班长交代 JC介入 有监控 有路人作证 就是一只白虎 很多人猜测 肯定是从西边的山里跑出来的 可实在又解释不通 李长山头很大 董辉的父母正赶过来 王许赶到的时候 已经十一点多 正好董辉的父母也刚刚到 李长山看到王许 赶紧让王许过去 一根金针扎下去 痛苦不堪的董辉 安静下来 整个人的状态马上好转 纸疼 纸血 浮正气 话语排血 调命三天 多谢王先生出手救助儿子 一个美妇人认真的道谢 这个女人气势很强 眼神有智慧 干脸 有年龄 有阅历 但王许还是从中 看出了一丝不易觉察的怀疑 想想也正常 这事情实在是太巧了 今天儿子才找人去打残王许 结果却是 自己人双方互欧 但是他们也知道 这是王许打的 只是没有证据 然后当天晚上 自己儿子遭受到猛虎袭击 直接大宝被没了 可是视频里看到的 确实是虎 拉近镜头 那虎纹 那是真虎 可就是想不通 忽然出现 忽然消失 科学都没法解释 彻底消失了 年轻人 多谢你救治我儿子 给你添麻烦了 一个半老男人开口 一米七五的个子 非常的结实 年龄六十来岁 只有病脚一点白发 寸头 头发密实如钢针 双眼深邃有威严 眉头微皱 这就是董辉父亲 李长山的老班长 不用客气 不要动那根针 王许不卑不亢 平淡自然 没有兴奋 也没有幸灾乐祸 就是平静 平静地让董辉父母 都看不出什么 但他们总觉得 这件事肯定和王许有关系 甚至他们觉得 那老虎就是王许训养的 因为王许会迅手 可还是那句话 你需要讲证据 只能加大力度调查 必须找到那只虎 再看看 那只虎到底是不是被人驯服的 儿子这一次 算是彻底废了 王许离开了 董辉父母热情地将王许送走 此时只剩下董辉父母和李长山 老班长看着李长山 长山啊 老班长 对不起 李长山歉意地说道 老班长 对不起 李长山歉意地说道 老班长摆摆手缓缓说道 长山 这件事你怎么看 李长山皱眉深思摇摇头 我也不能相信 老班长看着李长山的神情也迷糊了 他能感受到李长山确实不知道 这件事谁都感觉很蹊跷 实在是太反常了 明明有着蹊跷 可是又不知道哪里不对 其实老班长夫妇两人 怀疑的就是王许 这个年轻人和儿子有矛盾 而且这个年轻人身手很厉害 可是伤害儿子的根本不是人 凶手现在完全消失 长山 你说可不可能 那根本就不是猛虎 老班长看着李长山慢慢开口 不是猛虎 可是监控也看了 现场也有证人 都能证实那就是猛虎 李长山也陷入沉思 其实他也觉得这件事 肯定和王许有关系 但又不想让这件事 和王许有关系 我看了之前一段录像 王许的那只大黄狗 可以轻松吊打高枷锁 那狗很有灵性 老班长继续看着李长山 李长山心里一凸 不只是这一件事 那只大黄狗 还抓不过一个持刀凶犯 还有个视频 那只大黄狗 还轻松扑倒一个持刀凶犯 如果大黄狗想 我感觉可以轻松 将持刀凶犯的喉咙咬断 也可以咬断凶犯的大宝贝 老班长继续说道 李长山心里再次咯噔一下 长沙 我已经让去 化验我孩子伤口位置 哪里残留动物的DNA 到时候是什么咬得一清二楚 那虎皮是真的 但那绝不是虎 老班长淡淡地说道 语气非常肯定 李长山内心慌乱 但是面上不露声色 只是惊讶地说道 不是老虎 不是 是出反常必有妖 其实从人际关系上 还有一些人的能力上 可以猜测一二 但这个太明显了 老班长皱眉说道 董辉的母亲也皱眉 眼里阴沉得可怕 只是不知道在想什么 六个小时就能出结果 我已经派人监视他 还有那只大黄狗 老班长再次开口 王许一离开 就感受到有人监视 一点也不意外 自己展露的实力他很清楚 只要有点脑子的 就会怀疑 王许之前也想过 最保险的方式 就是弄死董辉 扔进物品栏 这绝对是最安全的方式 谁来也没法查 只能定性为 离弃失踪 但王许不想那么做 就算被对方知道 王许也不怕 因为他没有证据 既然先弄自己 那就付出代价 如果按规矩来 你就找证据 如果不按规矩来 王许也可以不按规矩 王许回去 一觉睡到天亮 而早上的时候 一伙人就将他住的地方 围了起来 早上时候 结果出来了 咬伤儿子的是犬类 就是狗 根本不是猫科 自然也不是老虎 那只是一张虎皮 你涉嫌一起故意伤人罪 我们需要你协助调查 为首之人出示身份 对王许说道 将那只大黄狗也带走 齐堂打通了一个电话 哎哟 我们家小堂堂 怎么舍得和我打电话了 一道老人的声音传来 爷爷 你要帮帮我 齐堂笑着说道 说吧 就算我这把老骨头不要 也一定给你办得妥妥当当 老人开心地笑道 齐堂是其家唯一的女孩 老爷子最宠的就是她 所以 齐堂就算得了绝症 也没有告诉老人 甚至就算齐堂不在了 也不会告诉老人 能瞒多久 就瞒多久 怕老人伤心 老人的身体不好 近几年 身体更是每况愈下 当天下午 王许就出来了 齐堂就在门口笑着看着她 王许也笑了 有没有受委屈 齐堂伸手摸摸王许的头 现在 除了我家堂堂 没人能欺负得了我 王许开心地低头让她揉 齐堂拉着王许 慢慢走着 帮了我怎么不说出来 王许笑道 王许知道有人出手了 因为正常情况 这个时间出不来 齐堂一愣笑着看着王许 不用说 你不怕帮错吗 王许轻轻说道 什么是对 什么是错 我家男人都被欺负了 我还计较对错 齐堂轻轻说道 她清冷孤傲 王许微微低头 她知道一点齐堂的身世 这大小姐 比起李百奇的身世 显和多了 这或许就是她 为什么这么风华绝代 却能在这个年龄 还不用联姻 王许紧紧地拉着齐堂的手 什么也没说 齐堂相信王许的为人 所以不管发生什么事情 她都是无条件站在王许这边 没有人比她更了解王许 所以她什么也不问 就是给爷爷要一个结果 保人 而其老爷子 是相信自家这个宝贝孙女 就如齐堂相信王许一样 老爷子也相信 这个理智的孙女 更相信她的为人 老爷子想看看自家孙女 时日不多了 所以此时已经出发 正好来正线这里看看 顺便看看孙女的男朋友 家里人给她看了一些 关于王许的东西 老人家其实已经病入膏肓 但她心胸豁达 生死看淡 家里的孙子 她还真的不惦记 大男人 没那么娇气 唯独宠爱这个孙女 就这一个孙女 老齐家的掌上明珠 一大家子的掌上明珠 老爷子连个女儿都美 儿子倒是好几个 可是孙女就一个 一直放心不下 最近身体似乎到了 油镜灯窟阶段 只有儿子知道情况 小点的孙子 以及齐堂都不知道 老人不让说 齐堂从小到大 从没有求过老爷子什么 这是第一次 所以 老爷子很开心 不管什么 必须完成 何况这件事 对他来说又不难 连犯错都算不上 安全酒店建好后 我想让爷爷来这里 住段时间 齐堂轻轻笑道 这个必须有 你放心 我保证老爷子长命百岁 王许笑着说道 你呀 以后有事也要和我说 齐堂轻轻说道 清冷的欲解音 充满了柔和和宠密 好的 唐医就你对我最好了 王许开心地说道 王许这一刻 感觉说不出的满足 齐堂是最重要的那个 至于自己的能力 其实更多的是提升资本 更好地保护自己 拥有的一切 王许看着这个 如仙一样的女子 多想她能怀孕 多想和她 有个爱的结晶 想看看她抱着 他们的孩子的画面 牵着他们孩子的画面 那一定很美很美 那一定很美很美 可是那个一百级的 龙形疾病怪 Boss怪 实在是犹如一座大山一样 王许都不敢再说 和她生个小宝宝的话 要是让她知道 自己不孕不遇 不知道她会不会难过 只能装糊涂 先观望两年看看 走着走着 前面路边停着一辆黑色的车 看着很高级 也很大 一个老人 三个面目刚毅的男子 一个老者 提着一个箱子 齐堂看到老人后 脸上露出了笑容 这是和以往不同的笑脸 放下所有 绽放的笑容 那一刻 王许甚至感觉 齐堂现在 像个小女孩 爷爷 您怎么来了 齐堂开心地抱着老人的胳膊 老人也是开心地笑着 你都不去看我这个老头子 满脸的慈爱 他身材高大魁梧 面目刚毅 不是国字脸 有种沧桑和儒雅的结合 清俊 傲骨 哪怕这么大年龄 依旧有种铁骨蒸蒸的感觉 这样的老人给人的感觉 就是定海神针一样 哪怕很老 依旧是让人有着强烈的安全感 只是他身上也有致命的疾病怪 内脏受损 综合正狼妖王 八十级 BOSS怪 妖王怪 召唤怪 军团怪 针灸后可战斗 五脏衰竭元将军 六十级 BOSS怪 召唤怪 军团怪 精英怪 针灸后可战斗 要命的病 老人这情况最多三个月 甚至一个月 也有可能半个月 总之 就算明天忽然不在了 也不奇怪 这老人是祁堂的爷爷 王许第一次感受到 真正的上位者气息 不是杀气 不是压人 就是那种大人物的感觉 伟大的感觉 令人敬畏 说不上来 老爷子您好 王许上前笑着打招呼 好好 小伙子 很不错 老人笑着看着王许 到了他这个年龄 尤其到了人生最后阶段 还有什么看不明白的 他太了解这个孙女了 能看到他这般轻松 开心 这个小伙子 肯定有过人之处 老爷子 我请您吃大餐 王许笑道 老爷子的身体不能等 而王许目前 或许能打六十级 boss怪 但是他需要好好准备一下 好好 老人一点架子也没 火锅肯定要吃 另外就是麻椒鸡 鸡之系列 不过老人 今年已经八十八岁 身体也是极其虚弱 但老人也已经放开了 王许做得很烂乎 但味道确实鲜美无比 口感炸裂 老爷子本来就是准备尝尝 毕竟他已经吃不进东西了 王许拿出一根金针 扎了下去 老爷子眼皮都没有抬一下 嗯 身体很舒服 一下子就感觉不是敢消失了 止疼 止血 浮正气 其实不是都是来自病痛 痛是身体的报警器 实在反馈大脑 告诉你 哪里出现问题了 很多得了严重病的病人最后是承受不住病痛 那种痛让人感觉死了 反而是解脱 老人家微笑着看着王许 老爷子 这个您尝尝 味道绝对好 除了我这里 别的地方可吃不到 王许微笑着给老人准备好 风轻云淡 不卑不亢 淡定自若 老人终于明白 为什么自己这个孙女会选他当男朋友 好好 那我尝尝 老人开心地品尝 入口之后 老爷子就神情惊讶 他什么山珍海味都吃过 但就如王许说的 这样的味道 他还真没吃过 那是一种无法形容的口感 味觉享受 口舌之欲 美味 满足 享受 停不下来 每一样都好吃 一声让他忌口 可是到了这个时候 还有什么可忌口的 难得现在有胃口 他知道是因为这一根针 一会去中医馆那里 我给您老调理调理身子 王许笑着说道 像是一个晚辈 很亲切 老人发现 和这个年轻人相处很舒服 他的孙子 看到他都是如老鼠见了猫 也就孙女 让他满意开心 相处轻松 现在又有一个年轻人 还是孙女的男朋友 只是看起来太年轻了 可这个气质 实在是有点匪夷所思 老爷子想说什么 最后笑着点点头 好 还叫我老爷子 爷爷 王许自然地叫道 哈哈 好好 老爷子很开心 这也是一种认可 齐唐脸色微红 看看王许 看看老爷子 听了几句他们的对话 齐唐看着老爷子 爷爷是不是有事瞒着我 齐唐看着王许 我说过会让爷爷长命百岁的 我对你从不实言 王许说道 齐唐笑了 王许确实不会骗他 齐唐其实已经意识到了什么 爷爷已经88岁高龄 而且也知道爷爷受过伤 爷爷忽然来看自己 他就明白了 再次看着王许不说话 老爷子现在身体确实不乐观 但我说过的话依旧作数 王许再次开口 傻丫头 爷爷已经88岁 还有什么不知足吗 老爷子看到齐唐眼神伤感 笑着安慰 王许的家人也和老爷子见个面 不久之后 老班长来了 看到老爷子激动无比 老班长只是老爷子能喊出名字的一个 知道王许是老爷子的孙女婿之后 只能叹口气 何况是自己教子无方 至于说是王许商人 并没有证据 就算再有把握 可是没有证据 李长山也在 作为本地的父母官 只能在旁边都不敢说话 老爷子倒是开心地和他打招呼 你干得不错 好好干 李长山有点汗颜 大草原这一次承包给了王许 无偿 而且里面的清洁工等 都是县里发工资 但大草原不能再设置门票 要免费开放 当天 王许就将那几只训养过的马 牛 羊 猪等 放回大草原 同时启动距林镇 齐家人知道 老爷子去了郑县 很多人吓得不轻 老爷子这个时候 随时都有可能没命 而其父其母知道后 反而镇定下来 或许是好事 他们知道 老爷子想骑堂了 才去郑县的 齐家人都知道 其父其母给其堂打了个电话 其堂笑着直接让王许接 伯母 王许打招呼 这是其母打来的 孩子 老爷子在你旁边吗 其母温柔地说道 在 你和伯父放心 老爷子没事 放心吧 王许说道 好好 孩子 伯母代老其家谢谢你 其母开心地说道 别别 您千万不能和我客气 王许赶紧说道 一生孩子这个称呼 王许感触很深 这两个字他很难抵挡 因为他没有父母 而他又是其堂的母亲 老爷子不知道多久没这么痛快 吃过东西了 真的很过瘾 甚至感觉 这就算是自己最后一餐 那也值了 至于说王许的治疗 长命百岁 他很开心 但不会相信 自己的身体什么情况他最清楚 只当是后辈的一点心意 那一针很有水平 可是他不是年轻人 何况就算年轻人得了这个病 也没法治好 都说家有一老 如有一宝 何况还是其家老爷子这般存在 就看看这个老班长的态度就能知道 当然老人的能力可不只是这些 对于齐家来说 老人多活两年 那意义很大 甚至直接决定一个家族的盛衰 从古至今都是如此 有时候盛衰 可能就是因为自家老爷子长寿 比如司马懿 如果司马懿不是长寿 哪怕少活几年 司马家的结果可能又是另一个模样 吃饱喝足 老爷子感觉精气神似乎好了不少 但他知道这是那一针的效果 现在那一针还在他身上 来到中医馆这里 天下第一中医馆 老人微笑着看着上面的牌匾 很醒目 很气盼 这字 老人微笑着看着王许 爷爷 我写的 王许笑笑 这个名字属实张扬 可是王许还是有这个字性 这字很好 嗯 很好 年轻人就是要有张扬的精神 老人此时很开心 笑容也很轻松 不知不觉 就感觉自身体态更好了 可能是因为看到了孙女 可能是感觉孙女有了归宿 虽然才见面 但王许的这种淡定自然的气质 让老人很喜欢 老爷子月人无数 在这个年龄段拥有这般气质的 一只手能数的过来 走进中医馆 这里都是王成祥老爷子坐镇 还有王福多等人 中医馆的环境很好 还有就是中药的味道很好 纯正的中药味道是香的 就如你炖肉用的那些大料 大料也是中药 中药是王许直播间的一个粉丝提供的 实实在在的中药 没有那么多猫腻 就是重规重矩 可这已经算是好药草 王许给的价格也是市场上最高的 王村现在还专门开辟出一些药田 专门种植草药 毕竟有聚灵症 可不是什么中药都能种植 所以很多还是需要购买 不错不错 老爷子开心地点着头说道 地方宽敞 风格让人舒服 字画 桌椅 药柜 家具都是石木 地板 卫生 通风 格局 近来就会让人莫名地感觉到一阵心安 还有那个白发苍苍 面色红润 眼神慈祥的老人 王许现在有拖战令牌 治疗老人的疾病 其实最关键的是那个六世纪的 BOSS怪 因为那是五脏六腑衰竭怪 五脏衰竭元将军 六世纪 BOSS怪 召唤怪 军团怪 精英怪 真久后可战斗 王许现在感觉自己 应该能战斗 就算打不过 也可以使用拖战令牌 但还有个更稳妥的办法 严寿丹 使用一颗严寿丹 让其老爷子的身体状况 恢复到一年前 那么 必然这个五脏衰竭元将军 肯定会等级降低 衰竭之类的病情 都是随时间在恶化 同时 严寿丹可以延长一年的寿命 王许 还是拿出一颗严寿丹 雪白的小瓷瓶 雪白的丹药 打开的那一瞬间 药香四溢 那纯净浓郁的药香 让人忍不住陶醉 这味道实在是太正了 谁都可以确定 这就是药香 但谁也没有闻到过 如此奇异纯正的药香 就凭这药香 也能知道 这丹药不是反品 嗯 丹药其实就是中药的药丸 倒水 陪同的两个人 其中一个想说什么 但最终还是忍住了 喝下去 一股清凉 温润 犹如一丝气 游走身体 齐精八脉 五脏六腑 沁人心脾 身体清零 仿佛极短的时间内 经过了春夏秋冬 一瞬间 一个恍惚 又仿佛很久 那滋味很奇妙 说不出来 但很令人着迷 回过神来 其老爷子惊奇地发现 身体状态好了太多太多 毕竟他也是半年前 病情恶化 发病之前 身体还算硬朗 现在身体状况 恢复到一年前的水平 自然好很多 不可思议 都知道对症下药 药道病除这句话 但更多的是一种美好的奢望 大家更相信病来如山倒 病去如抽丝 这效果太明显了 立竿见影都不足以形容 而王徐此时 看着老人身边的两只疾病怪 都发生了变化 内脏受损 综合正狼妖王 六十级 BOSS怪 妖王怪 召唤怪 军团怪 针灸后可战斗 五脏衰竭元将军 四十级 BOSS怪 召唤怪 军团怪 精英怪 针灸后可战斗 完美 这一下足以证明一年的时间 有多么的重要 很多时候 一年的时间 人都没了 很多疾病 只需要几个月的时间 人就没了 一年 可以改变太多太多的东西 这严寿丹 还真是个好东西 救命神药 不只是严寿一年这么简单 更强大的是 可以让本来晚期 无法治愈的疾病 变得可以治愈 金针还在身上 所以 王徐可以战斗 首选打的 就是五脏衰竭元将军 四十级 真九之后 实际上只有三十九级 这个等级 对于王徐来说很简单 哪怕是四称号 哪怕是BOSS怪 哪怕是召唤怪 和军团怪 没有等级 都不行 不过 当进入战斗之后 王徐就知道 很多事情都不是绝对 更不是表面 看起来那么简单 前面站着的疾病怪 让王徐有点猛逼 心脏衰竭元将军 五只 都是身高十米的巨元 健壮的身躯像做小山 那巨大的屁股 那粗壮的身体 那夸张的肌肉 獠牙都有半米长 血红的眼珠子 凶悍的气息 肝脏衰竭元将军 也是五只 和心脏衰竭元将军 不能说相似 那简直就是一模一样 只是名字有一个字不一样 肾脏衰竭元将军 五只 脾脏衰竭元将军 五只 胃脏衰竭怪元将军 五只 足足二十五只 简直就是二十五胞胎 超过十米高的巨大魔猿 滔天的凶器 残暴的气息 身后还有五万只 身高三米的猿猴 嗯 在这二十五只 巨大的元将军面前 三米高的猿 看着好精致 这画面实在是太震撼了 一想到自己要杀 这么多凶手 王许也有点激动 这一次 王许是真的没想到 四十级的五脏衰竭元将军 会这么强 看来 等级只是强弱的一部分 还要看疾病类型 总之 自身实力过硬 才是王道 心脏衰竭元将军 气血五百万 肝脏衰竭元将军 气血五百万还好 还好 但那五万只三米高的猿猴 让王许头疼 军团怪 还是召唤怪 一次应该至少打五十万气血 军团怪 召唤怪的 可怕就在这里 数量取胜 五脏衰竭元将军 触发被动技能 五行大阵 攻击防御增加一倍 每回合增加自身百分之一的攻击 一直持续 上限百分之五百金龙大熊猫 防御一百万出头 顶在前面 防御状态 砰砰 二十五只巨猿 狂暴地拍下来 零 零这个不奇怪 四十级 BOSS怪 开场打防御状态的神宠 金龙大熊猫 不破防也正常 毕竟 对方可怕的是召唤怪 军团怪 金龙反击 两万 两万冰冻 两万 两万脆毒 紧接着 五万只猿猴 会成一道巨大的黑色魔龙 那景观令人震撼 头皮发麻 狂暴 斜着天地之势 一瞬间 天地无光 如黑云压城 遮天蔽日 砰砰 石 石 石 直接打掉了金龙大熊猫 足足五十万的气血 金龙反击 金龙大熊猫 那巨大的竹子 直接抡出了一道长长的残影 五万只猿猴 直接被金龙反击杀完 王许出手 王许瞄准 其中一只 砰砰砰 断魂三刀 一百五十万二倍暴击 一百五十万二倍暴击 二百二十万三倍暴击 断魂三刀 连续攻击三次 且每次必定暴击 舒服 特别是最后一击 触发致命一击 打出三倍暴击 直接斩杀一只 五脏衰竭袁将军 只有五百万气血 王许一个断魂三刀 打出五百二十万气血 回合结束 金龙大熊猫触发霸体 气血恢复加二十一万 这样下去 每回合相当于掉二十九万气血 金龙大熊猫气血接近二百二十万 可以称七个回合 第二回合开始 少了一只 被王许断魂 三刀秒杀了 冰冻了三只 召唤 不过这一次 只召唤出四万两千五百只猿猴 压力大减 冰冻还是很好用的 剩下二十一只巨猿 依旧不能破防 猿猴大军 对金龙大熊猫造成了四十二 五万的伤害 金龙大熊猫的金龙反击 再次冰冻三只 猿猴全部被杀死 而王许出手 疯狗拳 四百二十万 二倍暴击 百分之二十的暴击概率 还是很高的 运气好 连续出现三四次都不算稀罕时 第二回合 金龙大熊猫加上恢复 掉血只掉了二十万多一点 第三回合 金龙大熊猫掉血十九万 第四回合 断魂三刀 再次秒杀一只 第五回合 运气不错 疯狗拳秒杀一只 再加上冰冻 不过金龙大熊猫 还是触发了一次复活 之后 大熊猫的气血已经不再掉 然后慢慢恢复上来 保持一个满血状态 五十回合不到 战斗结束 你获得战斗胜利 你获得一千万经验 你升级到三十七级 你的宠物金龙大熊猫 获得一千万经验 你的宠物金龙大熊猫 升级到三十七级 你获得阵法剂 五行大阵 这次似乎出了不一样的东西 直接看过去 五行大阵 阵法剂 光环效果 无消耗 战斗中自动开启 几方所有单位 共同承担伤害 提升所有单位 百分之一百的气血 恢复效果 王许有点小 激动阵法剂 伤害分担 而且恢复效果提升一倍 太强了 这段时间 王许面对召唤怪 军团怪 很头疼 比如刚打的这只 五脏衰竭元将军 五万小怪 还好是主怪弱小 要不然 结果还真难说 尤其想想 后面如果几十万大军的军团怪 就感觉头皮发麻 现在有了五行大阵 这个阵法剂 可以说 王许的实战能力提升 可不止一倍 军团怪的固定伤害 真伤 太可怕 减伤和高防御 甚至格挡 都成了摆设 高防御和高减伤 以及格挡 只是针对主怪 遇到军团的小怪 最好用的 还是金龙大熊猫的反击 所以 高气血 高回复 高反伤 高反击 才能克制军团怪 召唤怪 这个五行大阵是阵法剂 类似于被动剂 没有任何消耗 一直有效 作用于几方全部单位 自己现在就一只神宠金龙大熊猫 但也够了 如今 自己和金龙大熊猫 共同承受伤害 而且 气血恢复增加一倍 太强了 另一种恢复共享 还是共同承担伤害 这个就很厉害 比如之前那些猿猴 打出五十万伤害 如果有五行大阵 那么王许 和金龙大熊猫 都只承受二十五万 而恢复增加百分之一百 那么金龙大熊猫 每回合恢复四十二万气血 王许 每回合恢复大约四十六万气血 脑海里多了五行大阵的很多东西 王许 眼神古怪 这其中 涉及到一惊八卦 五行方位 这是一个合击站位的配合 很复杂 如果不能理解 那就是天书一般 但其中微妙 蕴含四两拨千斤之道 杠杆 秤砣压千斤 王许想到了一些影视中 经常出现的什么剑阵 诛仙阵 古时候行军打仗都要行军布阵 比如古时候什么八门金锁阵 五行八卦阵 一字长蛇阵等等 这个五行大阵属于战阵 增加群体战斗配合 最少五人打出可怕的合击效果 可惜现代社会 如果是古代 王许感觉自己可以成为一个将军 能打能带兵 可现在社会有什么用 摇摇头 打疾病怪能用就行 总之很开心 王许没有马上去战斗另一只疾病怪 齐老爷子忽然就感觉身体舒服了很多 尤其是五脏六腑 呼吸 视觉 就连嘴巴里的感觉都不一样了 这不是错觉 爷爷 你等一下 我去煎药 需要一个多小时 堂堂 你陪爷爷看看我们的中医馆 王许笑道 好好 齐老爷子很开心 整个人仿佛年轻了十多岁 气血汤 气血是根本 王许先让老爷子喝气血汤 这一次 他必须自己熬 因为这一次 对于火候要求高 老爷子身体太虚 年龄大 对不要的要求很严格 齐堂微笑着看着王许 眼神的温柔 再次遮掩了一份的清冷 一个眼神 有时候就是整个世界 就为了这一双温柔的眼神 王许也能为他奋不顾身 想到他的柔情 不自觉想到了很多 脸一下子红了 齐堂看到后 美好气地撑他一眼 也笑了 那笑容如冰雪之上 绽放的一朵雪莲 一个小时后 王许将熬好的气血汤 让老爷子喝下 并且推拿一番 老爷子今天彻底被惊讶到了 这身体的恢复程度 他自己都不能相信 他感觉一点也不夸张说 仿佛回到十年前一样 整个人有种暖洋洋的感觉 这种感觉不是暖和那么简单 就仿佛冰冷的身体 冻得僵硬麻木 身体非常难受 忽然 温暖的冬日 阳光照在身上 驱走寒冷 不是热 是一种温暖 无法形容的舒适 是一种从内生起的生机 仿佛唤醒了生机 仿佛唤醒了生命之源 感觉身体有劲 源源不断 这种感觉很奇妙 也很美好 之前或许不相信 王许能治好他 但这个感觉 让他信了 人之将死 有所感应 这个时候 自然而然什么都就看开了 也看明白了 所以并不畏惧 尤其是七老爷子这种人物 但现在忽然的改变 让他一时间 有点不可置信 可是又是真实 这是他自己亲身经历 如果不是他自己亲身经历 别人给他说的 哪怕是天花乱坠 他也不会相信 所以他现在看王许 这就是一块宝 这个能力太可怕了 不管你有多少钱 或者站到多高的位子 前提是你要有命在 当你没有命的时候 荣华富贵 全是美色 都会变得一文不值 活着是前提 最好还是健康 有质量地活着 就算是享受 也只有健康的身体 才能有最好的享受体验 如果你痛不欲生 你那时候还想吃什么 还想美女吗 那时候什么美味 什么美色 都比不过一具 不疼不痒的身体 嗯 王许发现 打完五脏衰竭元将军之后 另外一只疾病怪 也发生了变化 内脏受损 综合正狼妖王 五十级 BOSS怪 妖王怪 召唤怪 军团怪 真酒后可战斗 从之前的六十级 下降到五十级 这下好了 干脆一次性解决 然后用汤药调养一下 老爷子长命百岁 应该不是问题 王许再次针酒 选择进入战斗 这一次 王许就感觉信心满满 这是五只巨大的红狼 每一只红狼 都有十米长 三米多高 浑身通红如血 唯有一双眼睛是绿色的 闪闪发光 视血 冰冷 身后五万只红狼 身长两米的红狼 都如迷你版 红色如潮 如血海一般 波澜壮阔 那散发的气息 让人有种喘不上气的感觉 内脏受损 综合正狼妖王 气血 一千万内脏受损 综合正狼妖王 触发被动技能 妖王 被动技能 战斗开始 攻击 气血提升一倍 一直持续到战斗结束 每一百回合叠加一层 最多叠加五层 你触发了五行大阵 己方所有单位 共同承担伤害 提升所有单位100%的气血 恢复效果 被动光环技能 无消耗 一直持续到战斗结束 不受控制金龙大熊猫 在前面 防御状态 王许现在一点也不慌 碰碰碰碰碰碰 五只巨大血狼 如一条巨大的血浪 洪流一般 划过一道残影 十三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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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许的身上 也减少了同样的气血 十三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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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龙反击 金龙大熊猫 轮着超过六米长的 金色大竹子 碰碰碰地砸下去 两万脆毒 两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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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万冰冻 五万狼妖大军 冲向金龙大熊猫 一个扇形汇聚到一点 碰碰碰 二十五万 王许身上也掉血 二十五万 狼妖大军 则是被金龙大熊猫的 金龙反击给秒杀 这一点很好 狼妖大军的气血很低 不然这军团怪 还是召唤怪 那就真的有点 让人束手无策了 甚虚全 王许对其中一只 没有被冰冻的狼妖王出手 七十万没有暴击 就是一个普通攻击 但是可以降低目标的防御和攻击 回合结束 内脏受损综合症 狼妖王触发被动技能自愈 气血恢复加 七五万你触发龙血保体 气血恢复加九零万 嗯 这是触发那个百分之五概率 直接恢复百分之五十气血 直接回满了 你的宠物金龙大熊猫触发霸体 气血恢复加四二万第三回合 四万 十三万 十三万 十三万冰冻的那一只 无法出手 王许也掉同样的气血 共同分担 被肾虚拳打过之后 只掉四万气血 金龙反击 再次冰冻住一只 但没有触发脆毒 五个肾虚拳下去 压力直接消失 可是 如果没有五行大阵 那么这个还真不好打 但有了这五行大阵 就会很轻松 王许现在的输出 叠加起来很快 而且有断魂三刀和疯狗拳 内脏受损综合症 狼妖王的气血不共享 所以 杀起来很快 战斗结束 你获得战斗胜利 你获得五百万经验 你的宠物金龙大熊猫 获得五百万经验 你获得狼鞭 几品 无你获得狼皮 几品 无你获得狼嚎 几品 五金 没了 王许现在有点不知道 这个经验是怎么算的 总感觉这一次给的少 还是之前给的多 不过倒也可以 还差一点点 就能升到三十八级 狼鞭 现在王许有不少各种动物鞭 但最好的是路鞭 在效果上 路鞭比起虎鞭更好 何况 还是极品这个级别 不过今天得到了五金极品狼嚎 这狼嚎不是黄鼠狼身上的吗 算了 不想了 五金极品狼嚎 可以制作很多毛笔 对于特定的人群 这东西价值不可估量 战斗结束 老人的整个状态都不一样了 面色微微红润 整个人的精气神明显不同 之前是木气沉沉 行将旧木 其老爷子是惊喜又惊讶 不能相信地看着王许 但是他没有问 小许 借不介意 以后给你介绍几个病人 王许自然能听懂 笑着说道 当然不介意 我开这一馆 有钱没钱我都治 其老爷子点着头笑了 就在这个时候 李百奇带着小绵绵走了进来 爸爸 小绵绵叫着 然后就迈着小腿跑了过来 王许笑着将他抱起来 小丫头抱着王许的脖子 轻腻地在他脸上拱着 齐汤惊讶 但是笑着看着那温馨的画面 李百奇此时有点手足无措 他不想给王许增加任何负担和烦恼 看到齐汤 李百奇也被惊艳到了 他还是第一次见到 让他感觉自己不如的女子 齐汤看到李百奇 就想到之前的一件事 王许曾经两次给他说 唐汤今天我为你守身如玉了 快表扬我 应该就是他吧 还真是好看 在齐汤看来 李百奇这样的 才应该是男人最喜欢的类型吧 唐汤 我的身子就你碰过 王许凑过去 认真的小声说道 齐汤美好气地看着他 又忍不住笑了 然后伸手拉拉小丫头的手 让王许惊讶的是 小丫头直接就张开小胳膊要找他 齐汤笑了 他抱住小丫头 王许也是感叹 果然和他想的一样好看 说不出的美 有了一点母性美 神圣无比 唉 要是能和他生一个就完美了 小绵绵粉雕玉琢 确实惹人喜爱 白奇姐 这是我女朋友齐汤 汤汤 这是李百奇 王许挠挠头介绍 心里有那么一点点心虚 毕竟上次 最后他也算是主动 亲吻了一下李百奇的额头 弟弟 怪不得你看不上姐姐 有这么漂亮的一个女朋友 那个女人还能入你眼 李百奇笑着说道 其实 李百奇和齐汤 属于两个极端不同的类型 甚至可以再加上一个未听风 一个清冷寡欲 一个妩媚入骨 一个冰冷巨人千里之外 不过齐汤的柔情 只对王许一个人 而李百奇的妩媚入骨 也只对王许一个人 王许没经历过这个阵仗 就算再镇定 可是他也有点不知道 该怎应付 小绵绵好奇地看着齐汤 大大的眼睛水晶一样 长长的睫毛 如小扇子一样 纯净地看着齐汤 齐汤笑着 和李百奇打招呼 然后在王许惊讶的目光中 两个人去 一边说话了 有这么熟悉吗 王许去陪老爷子喝茶 晚上 老爷子就在王村住下 那里房间多 而且装修也是 极其上档次 主要是足够安全 而王许 则是和齐汤回野诛山 你百奇姐很喜欢你 齐汤和王许 牵着手走着 笑着说道 我知道 王许轻轻说道 不动心 齐汤笑着问道 我不是圣人 有点吧 王许犹豫了一下说道 这么诚实 连谎都不会撒 齐汤轻笑出声 月光下的他 如月光仙子 皎洁无瑕 清冷如歌 他的美式超凡脱俗 不食烟火的那种 因为有你 我能忍住 我怕我碰了别的女人 就配不上我家 唐桃王许轻轻说道 齐汤感动吗 感动 爱是自私的 不管男人 还是女人 没有人愿意与人共享 何况是他这样的女子 但自古红颜薄命 越漂亮的女人 找的男人 几乎没有一个 能从一而终的 齐汤其实根本没想那么多 不是他不爱王许 相反 他这一生 肯定只会有王许 这一个男人 爱是自私的 但爱绝对不是束缚的 爱 从古至今 没有人能说明白 也没有标准答案 男人多情 女人善变 爱情经不住剖析 忠贞不渝的爱情 只存在理想中 爱 有没有期限先不说 但爱有新鲜感 爱情的本质 还是见色起义 没有所谓的一见钟情 除了母爱 父爱伟大 爱情不伟大 没有伟大的爱情 母爱 父爱 是因为血缘关系 是刻在基因里的 所以是无私的 但爱情的本质 还是需求和被需求的关系 没有纯粹的爱情 没有无缘无故的爱 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 就如那句话 为什么要对他好 因为他给你 为什么要丢掉尊严 去给他当舔狗 因为想 他 其实就那么简单 这也是为什么都说 男人是下半身动物 终其一生 都在为那个东西奋斗 多少人因为这东西 倾家荡产 妻离子散 声名狼藉 大好前途毁于那个东西上 青涩男孩子 总是不好意思 其实内心想得要死 其实拨开来讲 男人和女人 就那么点事 真以为女孩子 打扮得漂漂亮亮的 口气清新 妆容精致 就是为了和你吃饭看电影 人家吃不起饭 看不起电影 在你面前 还要装淑女 小口吃 还不敢吃饱 其实你想的是什么 他可能比你想的 可能更丰富 只是作为一个女孩子 不好意思主动 要矜持 这也是为什么 很多女人喜欢坏男人 因为坏男人 可以满足他们的所有幻想 而不用他们主动开口 很多男人长得丑 但只要脸皮厚 就能吃个够 很多场合说的话 是不一样的 比如有时候 他就喜欢你粗鲁 越粗鲁越好 有时候 就喜欢你说脏话 那个时候说的话 越脏越好 男人喜欢 女人在外是贵妇 两个人的时候 在他面前是 富 这个对男人一样 在外 西装革履 文质冰冰 谈吐得体 帅气儒雅 在内 两个人的时候 女人也喜欢她是个流氓 色鬼 放浪行骸 口吐芬芳 出口成脏 王许没有问 其堂 白天和李百七聊什么 其堂感觉很轻松 看到王许 这家伙现在很满足 那种神态一看 就让人知道他很满足 忍不住又笑了 别的男人追求权力 追求金钱 更是拥有很多女人 花天酒地 说什么人不轻狂往少年 说什么有钱就要潇洒 说年轻人犯错 上帝都会原谅 还有说不结婚前要多交女朋友 结婚后要安分 可他和别人不一样 不知不觉 其堂都觉得和这家伙太熟悉 仿佛认识很多年一样 那种内心的清静 那种就是喜欢 说不出具体理由的喜欢 他很好看 越看越好看 王许回头和其堂四目相对 其堂本能的躲闪 眼神的碰撞 虽然不是第一次 但每一次都会让人心动 惊慌失措 如心与心的碰撞 回到野猪山 刘大壮等人 还在练习断魂三刀 王许没有打扰他们 抱着其堂上山 进入房间 王许就感觉非常的渴望 一切水到渠成 最美的坛口 最美妙的音符 王许也害羞 但还是带着胆子看着其堂 其堂也好不到哪里 王许仿佛摇动了整个世界 美得惊心动魄 王许感觉 生仙也不过如此 给个神仙也不换 只献鸳鸯不献仙 能说出这句话的人 也是个有故事的人 一个时辰之后 王许紧紧地拥着其堂 享受着风雨之后的宁静 这一刻感觉和之前的风雨之时 有着不一样的美好 其堂慵懒地靠在他怀里 唐一 你真好 王许拥着他开心地说道 唐一 你真好 王许拥着他开心地说道 其堂的那种清冷气质 就算这个时候也不会退去 哪怕他害羞的时候 那独特的清冷也在 但不会让人抗拒 反而有种奇异的魅力和吸引力 超越那种所谓高级美 会让人从内心和灵魂中产生深深的爱恋 会让男人获得超越肉身的满足 也只有王许能领略到 其堂此时的魅力 清冷家人不食烟火 或许他就是最接近仙的女人 这世上没有仙 如果有 王许感觉应该就是其堂这个样子 或许还不如其堂 小混蛋 叫姐姐 其堂温柔地揉揉他的头 王许就往他怀里拱拱 好姐姐 王许叫着将他紧紧地抱住 口鼻生香 温润扑面 贪婪地呼吸着醉人的清香 唐一 你看我叫你姐姐了 你是不是该叫我哥哥了 王许说着 抬头把耳朵凑过去 其堂之前叫过 他发现自己 真的拒绝不了这家伙 可是自己比他大了好几岁 还是有点难为情 哥哥 清冷 声色 雌性 优雅 还有着说不出的感觉 王许就感觉空前的满足 大草原已经恢复 再次免费 而且 那熟悉的感觉已经回来 今天王许带着老爷子 去大草原看看 风景如画 平静祥和的画面 让老人出神好久 这样的环境 只有在一些加工过的视频 而且要配合特定的音乐 都还达不到 何况视频看到的 往往比现实要好看很多 所以这种震撼 这也是 为什么会吸引很多人来这里 其实很多人来这里 找个安静的地方 躺在那里 或者带着折叠躺椅 躺在那里 就是一种享受 但更多的人表示 直接躺在这草地上 更享受 他们说 在这里什么也不做 就这么躺着 坐着 可以养心觅食的青草 一尘不染 苍青翠绿 那自然的青草气息 特别的好闻 这里的风景 让人一看心情就会特别好 就连那些树林 也是特别的美 明明稀稀疏疏 可就是有种苍静求然 生机盎然 抓地牵持 潜意识给人一种 心安 安全的感觉 大树 这样的树 大多数人都会喜欢 清新的空气 微风和煦 有小花 有小动物 有小鸟 井然有序 有条不紊 一种隐藏的秩序 人与自然 人与动物 这是一种让人舒服的生态链 没有弱肉强食 没有动物世界里的那么残忍 只有和平共处 是一种理想状态 好好 这里好 老爷子特别的开心 身子骨似乎都硬朗几分 人的精气神看不到 摸不到 但却是对于一个人 无比重要 此时 老爷子的精气神 似乎一下子上升了一个档次 这或许就是为什么 有人养老 养生 喜欢去一些特殊地方 其实就是这个道理 环境对于一个人的精气神很重要 大草原依旧是火爆 而且几乎都是好评 甚至有人说 房地产公司已经盯上了正线 也有说 资本已经盯上了正线 网上已经有了一些消息 通过环境 空气指数 正线已经是养生 养老的首选地方之一 而且可以肯定的是 在正线生活 有利于身心健康 不说严寿 至少能让正常寿命运行中 减少去地府 报到插队的机会 现在正线的地皮 一下子成了香饱饱 之前很多人观望 犹豫不决 但大草原一成 就不同了 另外一些小道消息 也会推动 刘天成康复的信息 在特定圈子传开 要知道 那个圈子里 当时很多人都知道 刘天成必死无疑 有些事情是瞒不住人的 对于有钱人 地位越高的人 活着最是有吸引力 所以 刘天成的蛛丝马迹 不用他自己说 就有人可以调查出来 最后指向就是郑县 而且他们还发现 刘天成对郑县非常上心 已经往那边转移产业 不计成本 不计代价 刘天成一个是看到了郑县的潜力 但更多的是为了感谢王许 但大草原一成 对外开放之后 刘天成就知道 这不是自己来感谢王许 反而是自己赚了 所以知道郑县的安全酒店之后 直接就表示要购置一套 而且是不管多少钱 都要购置一套 王许自然答应 表示给他留一套 刘天成的事情 直接影响了他那个圈子 这年头 穷人和富人 也只有在生病时候 都痛苦这个上面 相对平等 而且富人也生病 虽然吃得好 穿得好 各方面都好 但是他们享受啊 人在享受的时候 其实是在交换 用身体的健康在交换 比如 你坐沙发和坐板凳 沙发舒软 你整个人是贪软的 这对你的骨骼 甚至五脏六腑 是不健康的 硬板凳会让你背脊挺直 坐一会 你会不舒服 就会起来活动活动筋骨 到处看看走走 对眼睛 身体都有好处 但窝在沙发上 越是舒服 越是持久 能窝一天 一天不动 就躺着 久握伤气 就是伤精气神里的气 会整个人没有力气 懒洋洋的没精神 总想着躺着 只有经历过病痛的人 才知道身体健康 是多么的宝贵 这年头 社会节奏快 不管是富人还是穷人 都是压力很大 很多人说 富人都已经财富自由 拥有花不完的钱 为什么还会压力大 因为这就是人性 人永远不会满足于现状 就如你在乞丐眼中 也是财富自由 为什么你还感觉自己很穷 财富自由 一辈子吃馒头 不行是一个标准 开豪车 找美女 山珍海味 花天酒地也是一个标准 享受久了 生病了 只有当真的病了 病得很重的时候 才能知道身体的重要 不然总是感觉 大病离自己很远 自己没那么倒霉 郑县已经进入大建设时期 建设新的大建 建设古镇 之前的动物园构思继续 改善郑县境内的那条河流 修路 王村的种植 已经扩散到邻近的村庄 毕竟那收入 谁看了都眼红 而今天 王须找了王宁 在王村开了一个会 王村的房子 统一改建 花费只要成本价 大家都能负担得起 工程什么的 都是齐塘自家的房地产公司来做 所有房屋全部推导重建 村里统一规划 大概区域还是之前自家位置 但是会有一定程度的波动 王许家不动 以他的房子为标准 延伸 整齐一排 街道流得很宽 大街更宽 王许说出来的 王宁都答应 他们很清楚 跟着王许 肯定不会有错 既然决定 那就直接动工 这边安排动工 这边开始统计 主要是房子大小 因为之前的房子 有大有小 现在大小是统一的 等以后 该补偿的补偿 或者补差 王许要打造桃园村 真正的桃园村 是那种 就算在大城市住别墅的人 也要羡慕王村的一个 普通人家的农村别墅 这个对于王许来说 真不难 建造的桃园村 王许一直有这个想法 但是 以前没有这个能力 村子也没有这个财力 现在有了 自然要搞出来 如今再加上正县的大环境 这个桃园村的含金量 已是不可估量了 所以 王许在建造之前 就告诉他们 房子和地 不要卖 我只能告诉你们到这里 到时候卖了 后悔了 不要再来哭哭啼啼找人 这句话 王许说了一共三遍 为什么说 到时候 肯定会有有钱人来出高价 高价到无法拒绝 农村人什么时候 建过那么多钱 总有受不了诱惑的 王许肯定要告诉他们 但最后是不是卖掉 王许就不管了 已经告诉他们了 都是成年人 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选择 负责 建房子有工程队 不过除了这些 还有不少其他工程 比如王许要在王村 布置聚林镇 街道上要种树 街道的陆王许 也打算用石头堆砌 长宽高 都是一尺的石头 墩子铺器 野猪山不缺石头 弄掉这些石头 对于野猪山 也是好事 这也算是一举两得的事情 找人开采石头 运输 王村这里 自然是非常热闹 他们想到 也能住上 王许那样别致的房子 就特别的兴奋和激动 如果全村都是 那样的房子 不敢想象 会是一种怎么样的景观 想想都期待 这样孩子娶媳妇都不需要买楼了 其实就现在也不需要 因为王村一个大学生 领回来一个女朋友 除了两个人互相喜欢之外 经济这一块 就因为男孩是郑县的 现在郑县的女孩子 也急了 他们可不想等到最后 郑县的男孩子 都娶了外地媳妇 那么他们只能嫁出去 郑县最乡的地方 不是县城 是王村 县城是谁有钱 去县城买房子就能住 但王村 不是那么好近 现在开始建设 那就更进不去了 除非嫁进去 一晃 一个星期过去了 第一个街道已经完成 因为是全村兜上 毕竟 现在他们 在村里种田 就能生活自由 王许现在说做什么 基本上能动的都会动 已经完成一条街 焕然一新的一条街 街道宽敞 都是厚实的十吨子铺气 笔直宽阔 有种小广场感觉 古朴 坚硬 大气 平整 好看 漂亮 舒服 赏心悦目 踩在上面 一种说不出的心安 两边栽着稀疏的大树 都是修剪之后移植过来的 不高 但很粗壮 敦式感觉 不遮光 毕竟考虑到日晒 采光 通风 这些树木 更多的是充当风景 就是为了美观 整齐的房子 厚重 安全 大气 家里有菜地 草地 石头铺气的小路 小假山 小花园 村里有老木匠 王许图纸家教学 弄出一批人负责装修 虽然装修不如王许亲自动手 但是村里人也很满意了 毕竟这么多家 不可能让王许一个人来 非常满意 装修下来格局好 风格好 只是做工稍微差点 但只是和王许比 和别人比 和之前比 那就是 强了不知道多少倍 这样 王许就更省事了 这些人 从王许这里 学到了一种装修风格 之所以这么快能学会 是因为他们 本就是村里的老木匠 王许稍加指点 做几次示范 他们就学会了 和王许的差距 就是一个简单装修 一个精装修 但圣在王许这种风格 是简洁大气 拿到哪里 也算得上商品 这道街 加上两排古典别墅 山水人家的别墅风格 古典味的大街 再加上林木的点缀 完美 谁看了也是完美 这种感觉 就如玩游戏那种 完美地心守村 无法形容的美好 被人发到网上直接炸了 这是农村的房子 我五千万的大别墅 一下子不香了 不但不香 我感觉我就是个傻子 这是糊弄傻子呢 也不算吧 毕竟房子还要看地段 看在什么城市 看周围的资源和设施 这里是郑县王村 我感觉 这里会是王炸之地 等着吧 这肯定是出自老板之手 生活在这个村子里的人 真是幸福死了 我听说只需要20万的成本价 连工程钱都省了 听说工程钱 是老板女朋友赞助的 有大草原 如果这个村装成了 估计其他村也会有 郑县这是要腾飞 稳了 你说晚了 其实已经腾飞 而且稳得和铁弹一样 是啊 听说郑县再见古镇 再见新的街道 商场 动物园 听说很多商界大佬 都偷偷过去 似乎有什么举动 这王村的房子 街道 真的是处处都建在了 我的审美上 真的是我的梦中情房 万事开头难 这第一个街道成了之后 接下来王村干活的人 更加卖力 国人的思维 必须有个家 家的概念很重 一个温暖舒适的家 实在是太重要了 住得好不好 舒不舒服 在一定程度上 对一个人的健康 影响很大 影响心情 住在一个地方 能让你心情愉悦 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心情好 心情愉悦 百病不生 正常人一般是吃坏肚子 厉害点食物中毒 另外就是 着凉 受寒 受热 一般都不严重 真正的大病 几乎都是长期心情 得不到缓解舒畅 压抑 闷气 烦躁 恐慌 不安 焦虑 压力大 熬夜 睡眠不够 吃饭都是急急忙忙 吃得还不健康 气是万病之源 生气 或者心情不好 欲气滋生 世人都会生气 身体一旦有气 就要想法把这个气释放出去 这是最好 如果经常生气 还得不到缓解 那就会气雨 渐渐地就会生病 生病 一个是基因 另一个就是情绪 老言常说 一笑解百病 开心是最好的良药 所以 开心最重要 快乐最重要 怎么才能开心快乐 很多人最后得出一个结论 最简单的方法 就是你有钱 也有很多人说 有钱我也不快乐 那可能是你自己觉得有钱 还不算有钱 当你真的有钱时候 很多人会想尽办法 让你快乐 让你体验 你想象不到的快乐 一般人的快乐 只能靠自己获得 喝酒快乐 那就喝点酒 抽烟快乐 那就抽点烟 看美女快乐 那就没事看看美女 多想想开心的事情 王许一直就是想着 以王村为点 然后发展 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一边享受生活 一边改变生活 他很向往一些美丽的地方 什么世外桃源 什么小镇 什么古城 王许觉得自己 打造一个真正的世外桃源 风景如画的地方 应该很有意思 没有了压力 没有了那种局促感 整个人是轻松的 虽然齐堂的病症 还不能一下子治好 但王许感觉治好 齐堂的希望很大 至少目前看 性命基本无忧 至于说 能不能生个宝宝 他可以等 如果实在生不了 那就不生 虽然可能是个遗憾 但和齐堂能活着相比 还是齐堂更重要 野猪山很多小山 都被移平了 为了开采石块 王许进行规划 有一片山地 被他弄出了一个小广场 开采走那些巨石 也叫小山 剩下的石面 打磨一下 弄出了一块很大的广场 石面打磨之后 光滑 上面王许用铁棍 弄出一些纹路 一个是美观 另一个是防滑 这一片地方很大 地势相对比四周要高 中心还留着一座小假山 这是王许刻意留下的 想着可以雕刻一下 另外 这小广场 就如一个巨大的石台 四周是石阶 后期的打磨 是王许完成的 古朴 简洁 大气 无滑 但越是如此 反而越是感觉 有种说不出的美感 这里起名叫观景台 这广场有十米高 四周的石阶很长 所以不会存在 从上面掉下来的问题 站在上面 可以看到很远的风景 野猪山的石头 还要继续被开采 这样也好 王许需要更多的评点 这里面的小山太多 嗯 可以叫巨石 它准备留下一些 剩下的直接开采 弄出更多的空间 植树造林 种植药草 养植野味 野猪山里有土地 有山地 有树林 有草地 有果林 如今 还要在野猪山中 弄出一条甚至几条路 都用四方的石墩子 砌城 不用太宽 能过下一辆马车就行 该绕开的绕开 不怕拐弯 尽量找平坦之地 有点颇不怕 先弄出主干道 再在其中弄之干道 王村建设的同时 野猪山也在建设 找人守 王许现在也不怕花钱 他现在也能挣钱 何况 钱如今在王许眼里 真的是一点也不重要 他的追求 早就超越了金钱 他追求的东西 不是金钱能衡量的 今天又到了一个星期 去中医馆治病的日子 看看等级 今天应该可以升到四世级 还是有点期待 主要是物品栏里 有个四世级的强大腰带 魔王腰带 之前中医圣守之名之后 闹出了很大的动静 但热度总是会随着时间减退 还有就是 很多人并不会相信网上的东西 总之不信 感觉都是骗人的 不过王许这个特殊 因为他不同于别的主播 他不带货 不收礼物 也不打广告 绝对是直播界的一股清流 评论区也是很热闹 有人夸王许 自然就有人反对 说得那么好听 还不是在给自己火锅店打广告 你怕是个傻子吧 老板的火锅店一直是没位子 用得着打广告 你吃过没有 吃过了 你再来说这句话 看看需不需要打广告 我听说刘大胖的疯狗咆哮 是老板教的 我想看看 老板疯狗咆哮是什么样的 你还别说 我也想看看老板这个气质 施展疯狗咆哮 是一个什么样的画面 老板对刘大壮是真爱啊 传一部说 就连那只鸟 也给刘大壮直播 那只鸟是玄凤鹦鹉吧 不得不说神了 听说不久前赶出去两千里 与人骂架 是的 现在也没人敢对这只鸟动手 因为有人开价两千万 好像这鸟鸡贼得很 没人能抓到 现在是 这鸟就是行动的流量 和谁骂架 就能给谁带来粉丝 听说这鸟 最近经常去调戏一个女明星 对对 还是当红流量女明星 娱乐圈的一股清流 好像父亲是个大佬 所以能独善其身 演技 学历 修养 容颜 气质 都很是顶尖的 听说是这女明星 也养了一只鹦鹉 母鹦鹉 老板这只鸟 好像是 看中了那只母鹦鹉 经常去女明星那里 那视频我看了不知道多少遍 真的很搞笑 那鸟也是疯神了 谁有视频 发一份 你直接网上搜就能搜到 王许对于那只傻鸟 差不多快忘了 丢给刘大壮他们 只是时不时的 可以刷到那傻鸟的视频 刘大壮他们 教了那傻鸟很多话 他会讲昏段子 会开车 会调戏美女 会背诗 还会唱一些特殊歌 在直播间玩得不亦乐乎 如今的刘大壮 已经是妥妥的大网红 不久前 这傻鸟遇到了一位女明星 然后 女明星借助傻鸟更火了 傻鸟借助女明星 几乎成为了国民神鸟 主要是那模样 就如一只雪白的小凤凰 凤冠异常霸气 唯美 就是那脸蛋很滑稽 似乎是两个腮红 讲起婚段子 有点猥琐 还有点二逼表情包的感觉 让人就忍不住笑 很难想象 这货能将美丽和二逼完美结合 那表情一看就是个老色胚 她说话的时候很夸张 奇怪的音调 给人有点霸气 一本正经的讲婚段子 一本正经理直气壮的开车 总之是一个不太正经的鸟 王许也看过那个视频 王许知道 那个女明星 刘浅墨 今年三十岁 古装剧 现代剧 演技在线 颜值在线 性格特别好 主要是家事好 修养好 单身 自律 所以粉丝很多 她住在时事最好的别墅区 这傻鸟 可能还真是看中了人家养的鹦鹉 就飞过去 刘浅墨看到傻鸟后 惊讶无比 以前刷到过 没想到居然见到了 你好啊 她开心地打招呼 你好啊 小妹妹你真漂亮 悬凤鹦鹉打着招呼 只是那表情看着感觉很见 刘浅墨一直觉得 视频有点夸张 但今天才知道 这鸟是真的聪明 你好聪明啊 刘浅墨惊叹 我是你爸爸 悬凤鹦鹉忽然来了一句 这或有人吵架 都是这么开始的 或者是从卧槽开始的 只要有人说卧槽 那肯定开战 但正常人听到这傻鸟说话 本能的就蹦出卧槽 然后就开战了 这也是为什么 这傻鸟出去 都是在和人骂架她 除了学人说话 就是胡乱地从嘴里蹦出来 别人教的话 刘浅墨笑着揉揉头 咱们要闻名 小宝贝 我来了 嘿嘿嘿 刘浅墨目瞪口呆 妹妹你坐床头 哥哥我床边走 恩恩爱爱床上荡悠悠 玄凤鹦鹉唱了起来 刘浅墨那表情 也成了表情包 她哭笑不得 自己居然被一只鸟给调戏了 那是第一次遇见 就是这个视频 一下子火得有点过分 刘浅墨也没想到 自己都一线了 居然被一只鸟能带的人气飙升 直逼超一线 来到中医馆这里 已经有了长长队伍 平时其实人也不少 因为王雪的药方好 很多人在这里治疗好便秘之后 介绍了更多的人前来 不便秘的人永远不能理解 为什么就饿不出来 还有这么耸的人 耸得连屎都饿不出来 还有就是养气血 养肝 养脾胃 疗伤止疼的方子 还有膏药 效果都是特别好 总之几乎来过的都是回头客 不只是回头客 而且还介绍朋友来 朋友又介绍自己的亲人朋友 口碑相传才是最好的广告 王雪每周来半天 看到王雪来 很多人都热情打招呼 老板来了 老板好 他们还是喜欢叫王雪老板 王雪摆摆手 直接开始 直播打开 直播间迅速涌进来数万人 人数还在增加 老板好 我是直播间来的 是别人把名额让给我 他叫清风月 谢谢谢谢 也谢谢老板 这是我二叔 一线癌 有两个孩子 大的13岁 小的8岁 我二审跑了 我带我二叔来 一个20来岁的年轻人 认真地说着 王雪点点头 看着那个男子 大概35、6岁 长相普通 就是个普通人 面色有点慌 一只手顶着上腹 似乎很痛苦 一线癌 被称为癌症之王 发现基本上就是晚期 五年生存率不足10% 容易扩散 治疗方式有限 这么说吧 一线癌 没治 王雪则是看向男子身边的疾病怪 一线癌大王坐下寻山先锋怪 50级 Boss怪 王级怪 召唤怪 军团怪 精英怪 针灸后可战斗 战斗胜利后恢复五年寿命 五称号 Boss怪 王雪皱眉思索 应该能打 不过就算打过了 也就恢复对方五年寿命 不过有了这五年时间 或许自己提升之后 可以再帮他延长一些 但他来得有点晚 上来就是这么强大的疾病怪 治病越早越好 王雪这里打疾病怪 也是如此 这样可以从早期刷低级疾病怪 可以多增加恢复的寿命 这就是早期晚期的区别 之前遇到八十级肝癌大军大元帅 直接让王雪 没有任何办法 这就是晚期 大晚期 王雪也束手无策 那时候没有严寿丹 一点办法也没有 没几天 老人就走了 王雪只是让他最后几天不痛苦 能吃能喝 王雪直接针灸 金针刺穴 很快十八根银针 扎进男子的胸腹 连衣服都不用脱 男子一下子就感觉浑身舒服 不疼了 这个感觉 真的是太好了 无法形容的美好 在他感觉 山针海味 男欢女爱 都没有现在这般舒服 他惊讶 不可置信 这效果太快了 你来得晚了 我这一次治疗如果成功了 可以让你多活五年 可以让你将孩子养大 你在这里留下你的信息 以后我应该会给你打电话 可以为你后期治疗 大概率能让你活到五十岁 再多我就没法保证了 王雪开口 主要是为了给他一些信念 男子听后呆住了 直播间也呆住了 这可是一线癌啊 癌症之亡 我知道的 只要是一线癌 我见过最长的 活了十六个月 据说得了一线癌 能活五年的不到百分之十 不可能治好 老板说 目前能让他活五年 之后大概率让他活到五十岁 五十岁之后 老板不敢打包票 以老板的为人 那么大概率是能活到五十 这可是十五年啊 反正我不信 网上的东西 谁信谁是傻子 没人让你信 很多东西信则有 不信则无 毕竟每个人的世界 其实都不一样 真的吗 只要能将孩子养到成年 我就心满意足了 男人激动地说道 王雪点点头 让王阳去熬制一碗气血汤 战斗 王雪有拖战令牌 再说他心里有底气 战胜这只五十级boss五称号疾病怪 但他知道 不会那么轻松 五只巨大妖兽 模样倒是很华丽 模样有点像碧眼水晶兽 水晶狮子兽 十米长 四五米高 微猛不凡 踏云而立 站在半空 那巨大的头颅 微猛霸道 口鼻喷出的白气 如云朵一般 一线挨大王 坐下寻山先锋怪 气血两千万 果然强大 五只巨大的水晶狮子 后面还有五万只黄金狮子 每一只三米长 雄狮模样 披天盖地 在阳光下 如一地黄金一般 一线挨大王坐下寻山先锋怪 触发被动技能湿薄 气血 每降低百分之十 攻击增加一倍 最多增加五倍 你触发被动阵法剂 五行大阵 所有单位伤害共享 所有单位提升百分之一百的恢复效果 嗯 王徐眼睛一亮 这个对他来说有漏洞 只要不打他 对方的气血就一直满状态 那个被动技能湿薄 就无法出发 而只要回合足够久 王徐到时候可以秒杀对方 至于说 扛住对面的五万大军 这个简单 有五行大阵 伤害共享 气血恢复增加百分之一百 可以承受得住 砰砰砰砰砰 十一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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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龙反击 两万冰冻 两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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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甚须全 七十五万金龙大熊猫 是防御状态 五万只黄金狮子 会成一条巨大的黄金狮子龙 轰向金龙大熊猫 十 十 十金龙反击狂暴的反击 将五万只小狮子 全部秒杀 二十五万王徐 也是受到同等伤害 一回合 王徐和金龙大熊猫 都掉血八十万 回合结束 一线癌大王坐下 寻山先锋怪 触发被动技能自愈 气血恢复 加七七万里 触发血脉龙血保体 气血恢复 加四六万里的宠物 金龙大熊猫 触发霸体 气血恢复加四四万不慌 下回合冰冻的那一只 无法出手 被肾虚拳削弱攻击的那一只 率先出手 碰 三万王徐松口气 稳了 王徐的肾虚拳 降低目标 百分之二十攻击和防御 持续十回合 王徐可以给五只 一线癌大王坐下 寻山先锋怪 都上一个肾虚拳 降低攻击 冰冻不冰冻 都不重要了 然后就是慢慢地 叠加防御就行 等到防御足够 可以迅速击杀目标 这个方法虽然有点无耻 但很好用 防御 防御 金龙大熊猫的防御 也在叠加 五万大军造成的伤害 加上五只主怪的伤害 最多造成四十万伤害 随着回合增加 防御叠加 五只一线癌大王 坐下寻山先锋怪 已经无法破防 只剩下五万小狮子 造成的二十五万伤害 不知不觉 到了第一百回合 五只巨大的水晶狮子 融合到一起 形成一只新的巨兽 体长超过三十米 五颗巨大的狮子头 这一只巨大无比的战争巨兽 屁逆天下 猙獰可步 矗立在半空之中 王许仰头看着 这画面实在是震撼到无以复加 好震撼 就算现代的影视剧中 也看不到这种画面 那些什么大片 什么特效 和这个比起来 简直就是个笑话 何况王许现场感受那种恐怖的气息 这是图画 影像给不了的 巨大的身体 轻微的抖动 散发的威视 都是一种视觉上的盛宴 霸气 残暴 一道红光闪烁 巨大的五头水晶狮子 泰山压顶一般 压下 那巨大的一条腿 如一根晴天巨柱 直接狠狠地踩在金龙大熊猫身上 碰 漫天碎石 大地颤抖 军烈蔓延 灰尘遮天蔽日 52万 52万王许 也受到了同样的伤害 接着 召唤的五万黄金狮子 会成一条金龙 也发动攻击 25万 25万第一百回合的攻击 还真是狂暴 这还是王许和金龙大熊猫 都叠加了一百回合的防御 王许和金龙大熊猫 都没有出手 依旧选择防御 继续叠加防御 第一百回合结束后 五头水晶狮子 恢复成之前 五只巨大的水晶狮子 还好这家伙的机制是 气血越少 攻击越可怕 如果王许没有叠加防御和攻击 附加20%防御伤害 结果这个能力 还真不好打 不知不觉 来到第二百回合 此时的王许防御 也叠加到800万 再加上狼牙项链附加的技能 强烈 被动技能 战斗时 造成的伤害结果 增加50% 每一百回合叠加一层 最多叠加五层 现在王许普通攻击 可以达到400万的伤害 疯狗全部暴击 也能打出1200万伤害 而断魂三刀 就更恐怖 所以 王许这一次没有防御 选择出手 200回合的大招 并没有对王许和大熊猫 造成什么伤害 断魂三刀 砰砰砰 800万 800万 1200万断魂三刀 连续攻击三次 每次攻击必定暴击 最后一刀 更是触发了致命一击 三倍的暴击 斩杀一只 舒服 强大 只要现在给王许撑到200回合 他就有这么恐怖的输出 但就怕遇到恐怖的疾病怪 别说200回合 20回合都撑不了 甚至两回合都很困难 所以 王许必须堆积自己的抗性 气血 尽可能增加自己的生存能力 打的就是一个后期 疯狗拳 砰 1200万没有出暴击 这只水晶狮子 气血低于50% 下一回合开始 攻击力直接增加5倍 下一回合 砰 22万防御叠加起来防御状态的金龙大熊猫 还是很肉的 接下来的战斗毫无悬念 没有几个回合 战斗结束 你获得战斗胜利 你获得1000万经验 你升级到39级 你的宠物金龙大熊猫 获得1000万经验 你的宠物金龙大熊猫 升级到39级 你获得麒麟水晶冠 你获得技能狮子猴 出装备了 出技能了 王许还是有点激动的 真来了狮子猴 这名字 确实比起疯狗咆哮微风很多 王许先查看的狮子猴 狮子猴 主动技能 对所有目标使用 造成自身5%气血的固定伤害 并且有10%概率 让目标静止一回合 此技能伤害 不享受任何增益效果 这个技能 是一个伤害不高的群体攻击技能 但是王许有金龙大熊猫的金龙反击 似乎不是太需要 不过10%概率 让目标静止一回合 这个还行 主要是没有冷却时间 每回合都可以用 这也是一个 可以现实中使用的能力 和疯狗咆哮类似 疯狗咆哮属于干扰 提升自身的肾上线 让自己兴奋 以达到增加自身战斗力的效果 狮子吼这个段位更高一点 通过特殊的发音技巧 达到令人恐怖的效果 就如恐怖片里的那种音效 狮子吼更多的是这种效果 让你不自觉地感觉恐惧 神情紧张 还行 而且随着气血增加 这个攻击也会更强 王许也想到一个问题 就是 如果军团怪那些小怪 不能被金龙大熊猫的金龙反击秒杀呢 虽然说 那些召唤的小怪气血不多 一碰就死 但以后会不会一直这样 还真不好说 所以说 这个技能还是可以的 有备无患 自身5%气血的固定伤害 这个还行 以后结合金龙大熊猫的金龙反击 真就不怕军传怪了 王许再看下那件装备 看名字似乎不错 麒麟水金冠 麒麟水金冠等级50 攻击加100000 防御加100000 气血加100000附加技能 祥瑞 被动技能 受到伤害时 恢复自身10%气血 有5%概率 免一本次伤害 附加技能 麒麟 被动技能 战斗中生效 每回合增加1%气血上限 持续到战斗结束 附加特效 减装 穿戴要求降低10几 耐久度 永不磨损 不可毁坏 很强 大大的增加生存能力 受到伤害 回血10% 这个是可以享受五行大阵的增幅的 另外就是那个技能麒麟 这个很强 战斗中生效 临时气血上限增加 就如嗜血追云旅 那个是增加防御 这个增加气血 而且有个减装 特效 什么概念 自己40级就能穿上 现在自己都39级了 很强的一件装备 也算是小神装了 大大的增加生存能力 比身上的这件野猪头盔 好太多了 王许收针 男子不难受了 不可思议的看着王许 而王许则是看向男子新的疾病怪 一线癌大王坐下大统领 六十级 首领怪 军团怪 boss怪 召唤怪 特殊怪 霸主怪 针灸后可战斗 战斗胜利后可延寿八年 好家伙 六称号 这一线癌果然霸道 其中更是有boss怪怪 霸主怪 还是军团怪 和召唤怪 王许不打算去尝试 这东西说不准给你召唤点什么东西 六十级和五十级应该是一道分水岭 喝完药汤就可以离开 五年内一线癌不会困扰你 留下你的信息 五年内记得再次来一趟 试试 谢谢老板 医药费多少 年轻人有点不好意思地说道 六百五十块 王许说道 年轻人以为听错了 挠挠头 不好意思地问道 是六百五十块 王许点点头 摆摆手 谢谢老板 谢谢 直播间热闹得不行 一线癌都能治 真的假的 应该是真的 但是有个前提 不能太晚气 反正我真的不信 如果老板真能治疗癌症 那还不举是震惊 还用窝在这个小县城 那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 老板就愿意待在小县城 你没看到 他是怎么收费的吗 到了老板这个程度 就这粉丝量 想变现太容易了 没有必要这么绕弯子 再说假的真不了 真的假不了 我是上周的一个患者 可能你们不信 但我只想说一句 如果你们真有绝症 或者亲人 有绝症的 来试试 你又不赔什么 反正老板拿一手中医圣手 就足以说明不简单 你们可以去搜一搜刘天成 一时间 刘天成成了热词 王许这边 接待第二个患者 王许看到后也是一愣 年龄大概五十岁 很壮实 但是他的疾病怪很特殊 王许看了两个 剩下的都是小问题 不用看 第一个 天烟不举小猴眼 四十级 Boss怪 特殊怪 王猴怪 君主怪 鹰府怪 针灸后可战斗 战斗胜利后可以恢复 让王许惊讶的是 第二个疾病怪 杀人怪 四级 特殊怪 不可战斗 红色的人 只是颜色不是那么的鲜红 之前看到的 都是鲜红的 一般作案时间不长 难道是 这个红度 和杀人的时间有关系 王许在看向那些小怪 他的小怪不少 毁容怪 还有 他的头发是假发 脸上有烧疤 还是个瘸子 为什么不自首 王许问道 直播间也是呆住了 这个老男人 也是呆住了 你杀了四个人 你是个天烟之人 没有那个能力 就对一些女人 充满了恨意 王许继续说道 直播间炸了 中医这么厉害 能看出杀过人 还杀过几个 我听说厉害的老中医 给你把把脉 你就没有秘密了 中医讲究望闻问切 看一个人的眼神 气血 受的伤 可以看出很多普通人 看不到的东西 听说杀过人的相貌 会发生改变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真的 尤其内心扭曲的人 都说像游先生 有的人随着时间 会越来越圆润 善良 没了棱角和力气 有的人 则是越来越长相 尖酸刻薄 卧槽 卧槽 你们一个个说的 好像有一点道理 可我总感觉 你们在忽悠我 卧槽 老板真的是 每次都能给我惊喜 你不要诽谤人 男人做出平静的神色 看着王许 你一个人 就算守着这个秘密 到最后 又有什么意义 王许继续说道 你戴着的是假发 脸上的疤痕 是自己烧的 是多次烫烧形成的 你不用否认 杀没杀过人 我一眼就能看出来 王许继续说道 自首吧 我不会给你治疗 你这样活着 又有什么意义 何况要确定 你是杀人犯 查一下不难 王许说道 我杀了你 忽然 男人拿出一把刀子 直接捅向王许 直播间和现场 都是一片惊呼 碰 王许轻松抓住 对方的手腕 然后按在了桌子上 咔嚓 这可是石木桌子 很厚的那种 直接将这个男人的 手腕骨折 还是碎成很多块的那种 有人报警 李百川很快来了 有时候不得不说 网友都是侦探 就凭王许那句 杀了四个女的 现年五十来岁 还有那个男人的口音 不久就在网上破案了 不过王许这里 继续治病 但这里发生的一切 迅速在往上传递 接下来的 有两个病情简单 王许没有治疗 不是疑难杂症 或者棘手的病 他不想出手 连经验都混不到 随着时间 王许的经验 越来越接近四十级 这让他还是有点小激动的 眼前的这个男子 皮包骨头 脸色苍白 大概年龄二十多岁 黑眼圈 营养不良 X隐恶鬼怪 五十级 特殊怪 Boss怪 多命怪 意念怪 音符怪 针灸后可战斗 战胜后可消除邪念 淫念 这种怪也有 不过好像也有 就是那种好色诚信 有X隐 不来一次 浑身不舒服 烦躁不安 什么都干不了 愣是把自己 搞成这个样子 一天几次 王许问道 三次 持续多久了 一年 年轻人苦笑着说道 还好你来得及时 直播间也是瞠目结舌 一天三次 一年 不间断 真强 我知道有个类似的 就是一个男人太硬气了 硬气了两天 去医院后终于服气了 但是这辈子 再也硬气不起来了 海绵体受损不可逆 还真有人有这个瘾啊 怎么没有 我也有 三四天就想得受不了 心情烦躁 干什么也没心情 明白了 只是这个人影大 这也太可怕了 真是长见识了 大千世界 无奇不有 你没见过的太多了 说来听听 我有个朋友 他自己媳妇很漂亮 可是他出轨了 是一个200斤的 比他大10岁的女人 他说 就是觉得好看 圆润 风鱼 越胖越喜欢 这是不是一种病 你这个不算什么 我有个朋友 他最近一直拉筋 下腰 一开始不知道 他一个大男人练这个做什么 后来我看到了我难忘的一幕 不得不说他柔韧性真好 他说 只有自己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 卧槽 是我想的那样吗 你想的那样 老板 能治吗 年轻人悉悸地问道 他也是没有办法了 他一直都想着自己能克制 能忍住 把所有电影删除 图像删除 可是依旧没用 控制不住 太难受了 能 王许说着 直接针灸 十几根银针扎进去 让人熬制气血汤 进入战斗 就一个怪 这是一个黑不溜秋 巨大的野兽身子 人头 鬼脸 獠牙 红舌头 鲜红色 绿油油的眼睛 三只胳膊 每一条都不一样 有的像瘦的爪子 有的像章鱼的触手 两条腿 直立 怪异 恐惧 只有一只像人手 惨白一片 毫无血色 手里 挑着一个灯笼 但是却是绿色的火焰 X引恶鬼怪 气血 一千万X引恶鬼怪触发 被动技能 多命 战斗中必然复活五次 之后每次死亡 有50%概率复活 每次复活 气血增加100% 攻击增加100% X引恶鬼怪触发 被动技能 鹰斧 每次攻击提升1%攻击 攻击时将伤害的10% 转化为自己的气血 增加自身20%的暴击概率 你触发了五行大阵 几方所有单位 共同承担伤害 几方所有单位的气血 恢复效果 增加100% 猛一看 似乎一点也不厉害 一千万的气血 真的不强 可是这家伙 百分百复活五次 并且每次复活 增加一倍气血 和一倍的防御 并且之后 还有50%概率继续复活 运气好可以复活十次 也不是不可能 当然如果王许运气好 那对面可能一次也没出发 毕竟五次之后的概率 一半一半 一只怪在王许看来 相对比较简单一些 王许本来打算先防御 叠加下防御 到时候一鼓作气 直接灭掉对方 这办法可行 而且也算是万无一失 但如果现在出手 很快就能让对面攻击 和气血拉满 增加五倍的气血和攻击 金龙大熊猫就算防御也撑不住 最后 王许还是选择防御叠防御 王许和金龙大熊猫叠加防御 而对面则是叠加攻击 这样看似依旧改变不了什么 其实并不然 王许主要叠加输出 只要输出上来 就能快速击杀目标 金龙大熊猫有一次复活 王许也有一次 还有宝物低级虎符 能保一次命 王许就是要拼一下 看谁运气好 对方想要强大 必须把那五次复活触发才行 然后就是一半概率复活 而王许则是百分百三次不死 算下来四条命 四条命去拼对方50%的概率 只要对方不连续复活四次就行 这时候王许就感觉 刚获得的麒麟水晶冠 是个好东西 每回合可以叠加气血上线 只要防御 对面就打不动防御状态的 金龙大熊猫 碰 零金龙反击 两万冰冻 就这样不知不觉 来到第一百回合 X引恶鬼怪 浑身冒着腾腾绿光 身躯也暴增一倍 鬼气腾腾 阴森可步 手中的那个小灯笼 画成一条蛇形怪物 发出一声尖利的叫声 如一道流光 打在金龙大熊猫身上 扑 三十万 王许也掉同样的气血 这掉的气血 还没恢复得多 但如果触发五次复活之后 一百回合的大招 那就不一样了 继续叠加防御 X引恶鬼怪 则是继续叠加攻击 还是要最后绝胜负 王许现在是迫不及待 想穿上那魔王腰带 和麒麟水晶冠 只要穿上这两件装备 战斗力就能飙升一大截 快了打完这只怪 就能升到四十几 还是有那么一点激动的 不知不觉来到二百回合 X引恶鬼怪 身体黑光闪烁 身形暴增两倍 那巨大猙獰的身躯 还有那恐怖的头颅 鬼脸如卡车那么大 节节 刺耳尖利 极其不舒服的声音响起 两条巨大的黑色触手 带着黑烟 缠住了金龙大熊猫 啪 清脆的响声 就如什么东西爆裂了一样 七十五万 王许受到了同样的伤害 X引恶鬼怪攻击越来越高 是每个百招攻击在增加 如今已经过了二百回合 王许感觉还需要叠加 现在只要让这X引恶鬼怪复活五次 那么就有秒杀王许的实力 但现在 王许可没有秒杀复活五次X引恶鬼怪的实力 只能等 还有就是 金龙大熊猫的冰冻 如果触发 那也可以增加一次机会 百分之十的概率实在是有点太拼脸 这让王许又想到 麒麟水晶关那个技能 五 概率免疫受到的任何伤害 概率也很低 但是两种概率是可以叠加的 可惜现在还无法装备 三百回合来临 X引恶鬼怪身形再次暴增 增大足足有五倍之多 这巨无霸超过了二十层楼 那恐怖的身影 周身围绕着黑雾 让那巨大的身影若隐若现 好 不知道什么时候 这巨无霸手中多了一把巨大的锤子 锤子乌黑如墨 黑雾缭绕 黑雾中还有很多骷髅头 碰 巨大的锤子仿若灭世之锤 狠狠地砸在金龙大熊猫身上 但也将王许笼罩在其中 因为那锤子实在是太大了 一百二十万 王许也承受同样伤害 这X引恶鬼怪 每一次百回合攻击也在增加 可以了 也不能再等了三百回合之后 狼牙项链 就增加二倍的伤害结果 肾虚拳 噗 一千零二十万 这输出太狂暴了 就是需要叠加三百回合之后 复活 X引恶鬼怪复活 攻击增加一倍 气血增加一倍 三百回合 这X引恶鬼怪 已经增加了三倍攻击 如今再次暴增 X引恶鬼怪 气血 两千万封狗拳 三千一百万 再次秒杀 X引恶鬼怪复活 气血增加一倍 攻击增加一倍 忐忑不安的王许看过去 X引恶鬼怪 气血 三千万还好 王许松口气 他真怕在两千万气血上再翻倍 X引恶鬼怪一锤子打下来 天崩地裂一般 碰 三十万 王许受到同样的伤害 王许出手 普通攻击 两千一百万 一千零八十万 触发了连击 还出现一次二倍暴击 秒杀 X引恶鬼怪复发复活 气血增加一倍 攻击增加一倍 攻击越来越高 等到五次复活 就能秒杀王许和金龙大熊猫 但同样王许断魂三刀 也能秒杀X引恶鬼怪 疯狗拳和普攻需要看脸 疯狗拳只需要触发暴击就行 王许现在有点激动 X引恶鬼怪 气血 六千万五次复活 已经用完 接下来就是拼脸了 率先动手的是 X引恶鬼怪 狂暴一击 巨大黑锤 带着黑色鬼火落下 碰 三百万王许 也受到同样的伤害 金龙大熊猫 触发龙心护佑 复活 触发宝物 低级虎幅 王许出手 断魂三刀 两千万 两千万 三千万 连续攻击三次 必定暴击 断魂三刀如其名 强大 太强了 第三刀 更是触发了致命一击 三倍伤害 X引恶鬼怪 触发复活 气血增加一倍 攻击增加一倍 王许内心咯噔一下 复活的金龙大熊猫 上前攻击 碰 两万 没有触发冰冻 X引恶鬼怪 再次攻来 毫无悬念 三百九十万 三百九十万 王许也承受相同伤害 这次只能触发 王许的涅槃重生 涅槃重生 连金龙大熊猫 也一起复活 疯狗拳 六千六百万暴击 但现在的X引恶鬼怪 气血七千万 要玩 拼脸终究没拼过 金龙大熊猫 挥着大竹子 打在了X引恶鬼怪 那巨大的身上 两万冰冻 王许此时好激动 脑子一热 没有使用拖战令牌 而是一个断魂三刀 打上去 巨大的X引恶鬼怪 轰隆倒下 王许常常地呼出一口气 王许松了好大一口气 与疾病怪战斗死亡 付出什么代价 王许不知道 有拖战令牌这个存在 那么这个死亡惩罚 应该不小 比如随机掉落身上的 一件装备 或者掉等级 还好 拼脸拼赢了 你获得战斗胜利 你获得一千万经验 你升级到了四十级 你的宠物金龙大熊猫 获得一千万经验 你的宠物金龙大熊猫 升级到了四十级 你的宠物金龙大熊猫 觉醒血脉龙血金刚 四十级觉醒血脉 让王许惊呆了意外 太意外了 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 但这属于意外惊喜 天大的惊喜 惊喜的王许都没顾得上看 其他东西 就迫不及待 看向这个血脉 龙血金刚 血脉 气血成长增加五倍 防御成长增加五倍 受到致命伤 保留一点气血 并进入无敌状态三回合 每场战斗生效一次 受到任何攻击时都有时 概率触发金刚 只受一点伤害 主人共享金刚效果 王许整个人都妈了 血脉果然强大 比起天赋更强的存在 金龙大熊猫彻底起飞了 强大的不是一星半点 宠物 金龙大熊猫 神宠 等级 40 气血 1200万 攻击 4万 防御 600万 血脉 龙血金刚 血脉 气血成长增加五倍 防御成长增加五倍 受到致命伤 保留一点气血 并进入无敌状态三回合 每场战斗生效一次 受到任何攻击时都有时 概率触发金刚 只受一点伤害 主人共享金刚效果 天赋 金龙盾甲 天赋 永久地增加宠物的两倍气血 和两倍防御 气血低于80%的时候 减伤额外增加20% 气血低于30%的时候 免疫一切异常状态 血脉技能 霸体 血脉技能 被动技能 气血和防御增加两倍 每回合增加自身1%防御 受到伤害减少50% 每秒恢复自身气血上限的1% 持续到战斗结束 技能 冰冻 攻击时有10%概率冰冻目标 让对方无法行动 持续一回合 中毒 攻击时有10%概率 让目标中毒 每回合减伤当前5%气血 持续5回合 生命共享 与主人气血共享 只有双方气血全部耗尽 才会战斗结束 金龙反击 受到伤害100%进行反击 反击有概率触发冰冻和脆毒 金龙盐 造成伤害时 避重命中目标 100%附赠自身1%气血上限的真伤 龙心护佑 自身死亡时 马上复活 恢复100%气血 每场战斗只能出发一次 复活后 每回合增加自身1%防御 持续到战斗结束 这气血 这防御 王许都傻了 最近打的疾病怪都比较强 肉盾型神宠防御 都有点承受不住 现在才发现 没觉醒血脉的神兽 就如梅牙的老虎 血脉是根基 就是最简单的气血防御 这是基础 是根基 这个不强 再好的天赋也没用 而且 后面有个金刚能力很强 被攻击时时 概率只成一点伤害 王许共享这个能力 另外就是 金龙大熊猫无敌三回合 一场战斗只触发一次 想想刚才的战斗 如果有这个无敌三回合 是不是会非常轻松 这血脉一觉醒 金龙大熊猫就对得起 它这个神兽称号了 舒服 太舒服了 这个感觉真的好 这以后 打高级疾病怪 就有信心了 而且 四十几可以换两件装备 魔王腰带 和麒麟水晶关 麒麟水晶关等级50 攻击加1000 防御加1000 气血加1000 附加技能祥瑞 被动技能 受到伤害时 恢复自身10%气血 有5%概率 免疫本次伤害 附加技能 麒麟 被动技能 战斗中生效 每回合增加1%气血上限 持续到战斗结束 附加特效 减装 穿戴要求降低十几 耐久度 永不磨损 不可毁坏 魔王腰带 等级40 气血加4000 防御加4000 攻击加4000 附加技能 魔王 被动技能 攻击时 每回合减少目标1%的攻击 可叠加 持续到战斗结束 附加技能 试魂 被动技能 战斗时 每回合增加自身1%的防御 可叠加 持续到战斗结束 耐久度 永不磨损 不可毁坏 换上 这感觉真的舒服 实力暴增 反复看 越看越是开心 现在一身装备 也算差不多了 青龙玄武甲 红莽龙文剑 嗜血追云铝 魔王腰带 麒麟水晶冠 狼牙项链 另外两件 还需要换掉 目前就这六件 已经很强 再加上神兽金龙大熊猫 王须感觉可以挑战 更高级的疾病怪了 看看 还掉了什么东西 千年 阴沉目五吨 没了 但也可以了 一个血脉觉醒就足够了 应该是宠物 四世级觉醒的 但也和金龙大熊猫 是神兽有关系 能觉醒血脉的 肯定不是随便 任何一只宠物都能的 即便都能 那血脉也分三六九等 之间的差距 肯定是巨大无比 王许收针 那个年轻人 感觉似乎不一样了 他能感觉到 但又说不上来 一会喝完药汤就可以了 少一想 多做点有意义的事情 分散注意力 王许随意地说道 谢谢老板 我真的好了 年轻人 还是有点将信将疑 你的精气神中的神歪了 针酒要汤服正气 王许没说太多 很多东西 他只能换一种说法 喝完药汤 年轻人感觉身体状态 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这个感觉很平和 他能感受到好药的作用 这是最后一个患者 治疗完 王许和直播间打个招呼 就关了直播 今天心情不错 去看看七堂那边如何了 安全酒店小区 最开始他去了两次 之后就一直没再去过 不行前往 地方是个好地方 也足够大 现在已经建造了一半 如今正在装修 风格是王许设计的 剩下的都是他们找的人 反正卖的贵 用的都是最好的材料 风格好 材料好 这就够了 王许不会再过度干预什么 何况安全酒店小区的特色是安全 并不是风格 风格只是附赠 王许加入了一些特色 也只是为了住得更加舒服 安全酒店小区的最大风格 也不是风格吧 就是特色 一个是聚灵阵 另外 会在安全酒店小区中 建造一座木楼 不比天下第一楼差的存在 当然 你要说年份 那就没法比了 但王许可以复古 这种谷味弄出来 就如沧海桑田 仿佛在这里存在了无数年一年 但最大的特点 还是聚灵阵 以及安全 齐老爷子的身体状态非常好 几天时间 仿佛年轻了十几岁 老人家 打算在正线定居 等安全酒店小区 建造好后 会给老爷子在这里 留一套养老 再给老爷子 弄两只宠物解闷 也能保护老人家的安全 随着安全 酒店小区的建成 网上也一直在议论 只是觉得 是一个别墅小区 那建筑风格 还有独栋独院 也有一些大楼 如商品楼一样 不过看着 都是总统套级 很多人猜测不到 是安全酒店 更多的是 猜测是别墅区 另外就是王村的建设 随着第一条街成功 加快了 接下来的建设 第二条街 第三条街 第四条街 都是同时动工 很多人都来义务帮忙 因为他们说 现在的正线 发展他们也是受益的一方 而且未来会更加受益 这一切都是因为王许 所以 现在王许做什么 他们愿意帮忙 当然 这里面 有没有自己的小九九 那就不知道了 来帮忙 王许自然欢迎 毕竟他做的事情 早晚都是帮助整个正线 所以他们来帮忙 倒也不愿 有了这些人的帮忙 王许的进展 就加快了很多 一个是野珠山的道路修建 加快数倍不止 另外就是王村的街道建设 王许很多时候 也会在这里 刘大壮他们一边直播 一边干活 这些日子 刘大壮瘦了十斤 嗯 对于他来说 瘦十斤和没瘦没区别 可是也可能是肥肉 变得紧实了一些 至少现在看起来 真的瘦了一大圈 但重量 只是少了十斤 那大脸 有了健康的光泽 肌肤不是之前那么白 反而有了一点点线条 自信了很多 开朗了很多 靠着疯狗咆哮 还有那只剑鸟 如今也是妥妥的大主播 还是很大的那种 纯纯的娱乐主播 他不说自己不带货 也不说自己不打广告 反正目前不带货 也不打广告 不过他的直播 都是和郑线密切相关 和郑线联系在一起 所以刘大壮越火 郑线就越火 就连那只剑鸟 所有人都知道 这是老板的 在郑线 而来郑线的不少人 都想看看 这只国民神鸟 不过 野猪山并没有对外开放 所以他们找不到刘大壮 但还是有人看到了 因为这剑鸟 在郑线也是到处飞 也不怕人 嘴巴抄剑 剑人打招呼 都是一句叫爸爸 也没人和他计较 反而很开心 和这剑鸟对骂 这剑鸟 长得实在是惹人喜爱 就如那句话 质剑无敌 一时间弄出不少段子 不少视频 还会讲婚段子 还会调戏大姑娘 这剑鸟在的地方 都是人很多 简直就是 郑线的一道风景 闲来没事的王许 去找二猪子 好久没见他了 二猪子 永远都是那么的孤独 但他永远带着 傻乎乎的笑容 他现在喜欢去大草原那里 去哪里看小动物 摘果子吃 不知不觉 很多视频都能看到 二猪子的身影 二猪子 可能是喜欢大草原 这里人多 但他现在都是 一个人离别人远远的 王许看到二猪子时候 就是这样的 可能之前 他遭受过别人的嫌弃 甚至辱骂 毕竟一个傻子 脏兮兮的 谁愿意和他一起 二猪子坐在草地上 位置比较偏 离别人远远的 王许坐在他旁边 二猪子 王许 二猪子开心地叫道 可能也就王许不嫌弃他 他看到王许 就如小孩子看到了父母 看到了自家大人 王许拿出一根 热乎乎的烤羊腿 递给他 王许眼神自然 亲切 平静 那种感觉很特别 这一切 正好被赶来的 祈堂和未听风看到 甚至还被不远处的 一个小主播 无意识中拍到 小主播就是感觉 这画面很美 一种奇特的美 就大自然 大自然人与动物 或者人与植物的一种和谐 这种美是一种超然的 是一种比较震撼的 祈堂停下来 远远地看着王许 目光清冷柔和 他第一次看到这样的画面 那种平等 和谐 说不出的美好舒适 未听风也是很震惊 他知道王许的不凡 当时王许 站在祈堂身边 就很和谐 已经很震撼他 如今没想到 王许就算站在一个傻子身边 也可以做到 这种震撼的地步 他的气质太特别了 因为自身的原因 未听风 从不对男人有任何想法 渐渐的 他也不知道自己就是对男人没有想法 还是因为自己的身体原因 才对男人没有想法 对于王许 是感激 毕竟救了他的哥哥 但不管什么原因 总之王许确实让未听风记住了 而且那种风轻云淡 如沐春风的气质 让他感觉怪怪的 王许看到两女 摆摆手 祈堂笑着走过去 未听风也跟着走过去 祈堂知道二珠子 笑着还和二珠子打个招呼 二珠子则是藏在了王许身后 两女身边一人都有一个一百级醒目的拇指大小的小怪物 在脚踝那里悬浮着 一直是小青龙模样 一直是小凤凰模样 身后的二珠子身上也有一只一百级的小怪兽 今天正好还没有施展妙手神偷 祈堂和二珠子随时都可以施展 所以 王许这一次就对未听风的一百级小凤凰十女怪施展 你施展了妙手神偷 你获得一颗蛋 乐器系统开启 从这个一百级十女怪身上 也就是这个小凤凰身上偷到了一颗蛋 并且直接开启了坐骑系统 这说明了什么 自己偷到的这颗蛋是坐骑 王许此时很激动 玩游戏的自然知道坐骑的重要性 但王许这个不是游戏 虽然有点类似 也没想到还真出现了坐骑 越是打高级疾病怪 越是能感觉到艰难 现在刚刚得到一波提升 都还没来得及尝试 没想到坐骑系统开启了 王许赶紧查看 一颗神秘的蛋是否孵化王许选择式 这个不带犹豫的 肯定是 你获得一只坐骑火凤凰 王许心里很激动 心跳还有点快 赶紧查看 坐骑火凤凰 品级 神级技能 同体 被动技能 和主人同体 每级为主人增加30万气血 15万防御 浴火重生 被动技能 几方所有单位 面临死亡时有20%概率复活 优先处罚 凤舞9天 被动技能 战斗时 几方单位必定先手 白鸟嘲讽 被动技能 战斗中 每回合召唤一只小凤凰 拥有主人5%的气血 分担伤害 场上最多存在100只 王许再次惊讶了很久 这就是单纯的坐骑 并没有战斗属性 但是对于王许来说 这就是神鸟 坐骑就是看品级和技能 品级决定为主人增加的属性 另外就是技能 坐骑没有等级 每级为主人增加30万气血 15万防御 王许现在40级 那就是增加1200万气血 600万防御 王许直接人都妈了 太强了 强大的有点过分 浴火重生 这个技能20%复活 概率不算高 但是是几方所有单位 包括召唤的小凤凰 而且是优先触发 金龙大熊猫和王许 都有复活技能 但优先触发这个浴火重生 这个还是挺好的 凤五九天 看着似乎没什么用 一个先手 一个后手而已 其实不然 王许可以先手的话 直接一个肾虚拳 然后召唤出一只小凤凰 这样降低对面的攻击 同时增加一个分担伤害的小凤凰 这个差距还是很大的 而且运气好 可以触发武器的被动技能晕锤 直接让目标不能行动 包括金龙大熊猫也是如此 如果金龙大熊猫先手 触发冰冻 那就让对面直接罚战 这回合就废掉了 最后一个白鸟嘲讽 每回合召唤一只小凤凰 拥有主人5%气血 这个真不多 但是就是分担伤害 五行大阵的能力 让这个技能也可以封神了 毕竟几方所有单位 共同成伤 运气好 触发浴火重生 那么下回合可以出现两只 还有 如果对面没有能力 一回合打死小凤凰 那么就可以越来越多 最多存在100只 这个技能在王许看来 还是很有灵活的 不过 最好的还是那个铜体 这个增加实在是太强了 这才是做齐的根本 就如血脉一样 而技能 好技能就如天赋 但对于王许来说 这个铜体最是重要 有了这个铜体 王许的气血和防御能力 直接飙升 气血超过1400万 而防御超过800万 这下上来 也就算有输出了 就算叠加防御也更快 毕竟基数比起之前高了三倍多 而且还有个魔王腰带 现在100回合 就能把防御叠加一个恐怖的地步 这个感觉太好了 做齐 果然一个新的体系出现 都是可以得到一个巨大的提升 之前的王许 一直都在感觉60级以上 比如那些70 80级 甚至100级的疾病怪 根本没有任何希望 打当金龙大熊猫 觉醒血脉之后 他自己觉醒血脉 以及现在有了做齐之后 感觉有希望了 毕竟现在他才40级 如果他升到了60级 甚至80级 那么做齐给他带来的增强 实在太多了 何况还有装备 以及金龙大熊猫的等级提升 也是会有翻天覆地的提升 所以 王许现在一下子信心增加数倍 现在才算是真的感觉自己 有了一定的实力 超过1400万的气血 超过800万的防御 王许看着 都有点抑制不住内心的惊喜 这个女人给他带来的好处 还真是不小 如果以后有能力 王许感觉 可以给他治疗治疗这个实女病 实力大增 王许就感觉越是平静 心里就踏实很多 因为这样 他的堂堂就更安全了 王许看向齐堂身边的那只疾病怪 乳腺癌大军镇国王侯 60级 召唤怪 军团怪 BOSS怪 王级怪 首领怪 针灸后可战斗 战斗胜利后恢复6年寿命 之前是真的感觉打不过 尤其是打了一些厉害的50级 甚至40级的BOSS怪 五称号的疾病怪之后 现在基本上可以肯定 之前的自己打不过 这只乳腺癌大军镇国王侯 但现在 王许感觉稳了 很稳的那种 所以王许直接给齐堂扎了一针 金针 魏听风愣住了 他不知道自己的这个闺蜜有绝症 同样齐堂也不知道 魏听风是实女 两女关系真的好 是朋友 是闺蜜 是知己 不是姐妹 生死姐妹 都是真心为对方好的那种 王许则是选择进入战斗 好家伙 六只白虎 好大 巨大 体长绝对超过20米 雄壮威武霸气 身高有差不多三层楼 通体雪白 神骏 但是一双血红的眼睛 散发着滔天的胸液 六只 悬浮在空中 脚下生风 身后地面上六万只白虎 场面极其宏大 而王许此时 也是悬浮在了半空 站在一只火红的凤凰身上 这是他的坐骑 王许此时内心一点也不慌 这就是强大的底蕴 带来的自信 金龙大熊猫 觉醒血脉之后 王许也是第一次看到 体型再次增加 如今 身高在10米 身上的金龙 比之前大了数倍 之前是大熊猫身上 馋了一条大金蛇 只是这金蛇长的龙模样 比较纤细一点 但现在 水桶粗细 体长超过20米 缠绕在大熊猫身上 此时的金龙大熊猫 也是想打霸气 它是直立的模样 像功夫熊猫的模样 只是身上缠绕着一条巨大的金龙 非常的霸气 非常的绚丽 1200万气血 600万防御 金龙大熊猫 现在也是超强大肉盾 稳一手 依旧选择防御 乳腺癌大军震国王侯 气血 4000万6只 还有6万白虎大军 你触发五行大阵 几方所有单位受到伤害 共同分担 几方所有单位的恢复效果 提升100%乳腺癌大军震国王侯 触发白虎新军大阵 复制 几方主怪受到的伤害 共同分担 几方所有单位的恢复效果 提升100% 这不就是自己的五行大阵吗 这白虎新军大阵的能力 居然是复制 还是复制对手的 好家伙 这一下难打了 伤害共享 恢复气血翻倍 每一个乳腺癌大军震国王侯 都是4000万的气血 本来一回合 恢复400万气血 现在恢复翻倍 那每回合 可以恢复800万气血 关键是伤害共享 六支共享 王许打600万 伤害的话 每一支只承受100万的伤害 再加上强大的恢复 这需要无比恐怖的输出才行 王许就算如今实力大增 可还是需要时间叠加防御 不过王许不怕 只要自己能撑住 那么肯定能打赢 这是肯定的 主要是有了魔王腰带这个存在 王许叠加防御 增加一倍的速度 还有就是 降低对面的输出能力 这个可以极大的提升 王许生存能力 对于王许来说 只要能让他撑下去 那么必定胜利 而且 麒麟水晶关也很强大 每回合王许增加1%气血上限 越打 气血上限越高 那么恢复也就越高 所以他现在一点也不慌 哪怕面对强大的六支 乳腺癌大军震国王侯 甚虚全 王许因为坐骑的原因 战斗中占据先手 比疾病怪先出手 240万没有暴击 就是普通一击 回合开始 己方出现了一只小凤凰 虽然说是小凤凰 但体长也有一米 精致无比 美丽的震撼 周身有着绚丽的小火焰 悬浮在身侧 小凤凰拥有70万的气血 五行大阵共同成伤 所以分担下来 只要承受伤害 不超过70万气血 那么就不会死亡 每回合都会召唤一只 最多共存100只 五行大阵的强大 就是己方所有单位受到的伤害 共同分担 单位越多 受到的伤害越小 而且还有20%概率复活 一旦单位多了 那么这个触发概率可不低 所以 做起火凤凰的这个白鸟 嘲讽能力 还是很强大的 金龙大熊猫 选择防御 这个时候 第一只乳腺癌大军 镇国王猴出手 无比巨大的身躯 扑杀而来 猴 隐约中有着唬啸之声 碰 20万王雪 和那只小凤凰 也都受到20万的伤害 4万这是那只 被肾虚拳打过的那只 2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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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凤凰碎裂 气血耗尽 嗯 消失的瞬间 一团璀璨的火焰升起 在一道绚丽的火焰中 一只小凤凰 煽动着双翼 慢慢清晰起来 缓缓升起 浴火重生 竟然第一次战斗 就触发了那20%概率 20万十米高的金龙大熊猫 抡起那金色缠绕的清脆竹子 黄暴地砸过去 砰砰砰 这是金龙反击 12万冰冻 12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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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万金龙大熊猫 攻击属性很差 毕竟是肉盾宠物 但是有个金龙岩技能 金龙岩 造成伤害时 避重命中目标 百分百负赠自身 百分之一气血上线的真伤 如今 高达1200万气血的金龙大熊猫 这个伤害 虽然还是低得可怜 尤其他还是一只神宠 但比起之前 如今打出的伤害 已经是好看了很多 王许最多也就是 想靠这个金龙 反击打军团怪 召唤怪 王许如今也有个狮子猴 也是群攻技能 如果对方军团怪的气血不多 王许是可以凭借先手优势 用狮子猴将数万小怪灭杀 六万白虎大军 形成一道洪流 轰向金龙大熊猫 五十 五十 五十王许 不是十点吗 六十级boss怪 这么恐怖 这个属实 出乎了王许的意料 现在看来 还是小看了六十级的boss怪 这也足以说明 六十级确实是一道巨大的分水岭 之前感觉打五十的 boss疾病怪就够恐怖了 但现在发现 和六十级的boss怪相比 完全就是两个世界 尤其是这种军团怪 召唤怪 换成之前的自己 根本承受不住 最后结算 一百万王许和小凤凰 承受同样的伤害 小凤凰消失 这个是回合结束结算机制 打的时候 全部打在前面的金龙大熊猫身上 不得不说 防御状态的金龙大熊猫 还是很抗奏 金龙反击 十二万 十二万没死 王许愣住了 第一次军团小怪 没被金龙反击打死 金龙反击打出了十二万伤害 军团小怪 居然没有打死 王许不得不重视 回合结束 双方都是恢复满血状态 五行大阵 加上麒麟水晶关的祥瑞能力 王许的恢复能力 也非常可怕 达到每回合四百多万 王许自己都择舌 这个恢复能力 就很舒服 金龙大熊猫 每回合恢复二百四十万的气血 下一回合 王许这边 再次召唤出一只小凤凰 而对面 则是再次召唤出六万只白虎 十二万白虎大军 王许先手 直接施展了狮子吼 伴随着一声巨大的吼声 一颗硕大的黄金狮子头出现 如一栋楼那么大 张开锯口 震耳欲龙的吼声响起 一时间飞沙走时 狂风怒吼 其中一只主怪静止 仿佛被钉住一般 七十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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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接将所有白虎大军斩杀 场面壮观 催枯拉朽 如秋风扫落叶一般 王许松口气 还好 对面的白虎大军 气血超过十二万 但又低于七十万 这一下 王许这边召唤的小凤凰 就存下来 王许每回合都用狮子吼 这边就每回合增加一只小凤凰 数量越多 王许这边承受的伤害就越低 就更有利于更多的小凤凰生存 这个时候 就真正体现出 白鸟嘲讽的强大 不知不觉 来到第一百回合 王许这边 超过七十只小凤凰 第一百回合 王许 还是施展了狮子吼 将对面六万白虎大军灭杀 金龙大熊猫防御 叠加了一百回合的防御 防御力翻倍 一千二百万防御 还是防御状态 白光闪烁 六只巨大的白虎身上 白光闪烁 然后喷出一道白光 在前方汇聚 一只雪白的虎爪 出现一只雪白巨大 金银剔透的巨大虎爪 圣洁如玉 散发着神圣的气息 然后这巨大的白玉虎爪 缓缓地压下 如泰山压顶 如万军之势 带着神秘力量 就这么压了下去 动 沉闷的响声 大地为之颤抖 那一击仿佛压在王许的心口一般 白虎胜兽一众斩 白虎胜兽一众斩 对所有目标造成自身 10%气血上限的神圣攻击 增加30%自身气血上限 400万不触发 浴火重生的小凤凰 全部消消散消失 最后几十只 只剩下12只 百回合的大招 还真是强大 固定伤害 真伤 神圣攻击 这类太霸道 都是无视防御 无视减伤 无视一切 但是防御 减伤还必须要有 不然你连普通攻击 和普通技能伤害 也承受不住 对抗百招这种大招 只能靠自身的气血应接 或者靠法宝 或者靠复活技能 100回合 王许的气血 在战斗中 已经达到2900多万 这个时候 王许也算知道 这麒麟水晶关的好用 麒麟水晶关附加的技能 麒麟真的强 麒麟 被动技能 仅战斗中生效 每回合增加1%气血上限 持续到战斗结束 100回合 王许的气血直接翻倍 这居然是个超强的技能 王许只要能存活 那么随着回合增加 肯定能打败对手 而这个麒麟技能 让王许可以更好地 面临那些稀奇古怪的大招 固定伤害 真伤 神圣伤害等 以及军团怪 这一战斗 王许就感觉更加舒服了 稳 很稳 不知不觉 来到了200回合 王许现在的输出 还不能打破对手 毕竟对面6只巨大白虎伤害 共同分担 恢复还翻倍 白虎胜兽二重斩 1040万王许这边 再次消失大片的小凤凰 就连金龙大熊猫的气血 也是只剩下三分之一 而王许现在拥有 4200多万的气血 掉1040万 大概也就四分之一的气血 这就很爽 这个技能真的好用 太好用了 这安全感就满满的 让王许 在面对千军万马的时候 也是一点也不慌 现在也算知道 这乳线挨大军 震国王侯的可怕了 强大的气血和属性 加上复制对手的特殊能力 以及每百回合的大招 和可怕的召唤军团能力 综合实力评价 很强 如果是之前的王许 面对这60级乳线挨大军 震国王侯 那真的是毫无还手之力 但现在 王许感觉自己 单凭一个人 就能轻松斩杀这只 60级乳线挨大军 震国王侯 这就是自身的 实力强大的体现 三百回合 白虎胜兽三重斩 白色绚丽的光运 那神秘的气息 越发的恐怖 王许整个人都感觉 背脊发凉 头皮发麻 那是一种天地威压 不可抗拒的神秘神圣力量 白光乍现 整个天地那一瞬间 都是发光的 碰 1900万 小凤凰大部分消失 十多只出发 浴火重生 有生命共享 所以金龙大熊猫 气血空了 但没有死亡 因为王许的血条还在 生命共享 不得不说 对面真的很强 但现在主要是 王许现在有了一个 翻天覆地的提升 不但得到一只神级坐骑 还换上了两件 很强大的装备 而金龙大熊猫 也是觉醒了血脉 所以才能有 现在这般战力 现在王许可以进攻了 300回合 叠加的输出 可以破开对方的 伤害共享和恢复共享 断魂三刀 1000万 1000万 1000万三刀 刀刀暴击 6只巨大白虎 每只都要掉3000万气血 不过回合结束 对方会回复800万 6万只白虎大军 发动攻击 但王许这边 有十来只小凤凰 分担下来 并没有造成太多伤害 第二回合 王许这边召唤出一只小凤凰 对面召唤出6万白虎大军 加上之前的6万白虎大军 现在足足12万 那铺天盖地的白虎军团 那场面真的是波澜壮阔 神圣速杀 疯狗拳 1500万 每只巨大白虎都掉血1500万 回合结束 回血800万 哪怕12万白虎军团 对金龙大熊猫造成600万伤害 但是因为有十来只小凤凰的分担 依旧是没有造成太多伤害 这一刻越发体验 做起火凤凰的白鸟嘲讽技能 非常克制召唤怪和军团怪 第三回合 普通攻击 600万没有触发暴击 也没有触发连击 回合结束 每只巨大白虎回血800万 此时白虎军团达到18万之多 一次伤害打出900万 这一次之后 小凤凰只剩下一只 第四回合 王许这边召唤出一只小凤凰 乳腺癌大军郑国王侯 召唤出6万只白虎军团 此时白虎军团数量达到了24万只 被金龙反击三次的第一批白虎军团 依旧没死 可以算出 气血是高于36万 但低于70万 王许再次施展 断魂三刀 一千万 一千万 一千万六只巨大白虎 血陷见底 但就是没死 24万白虎军团 带着毁天灭地之势 如一片白虎漩涡一般 将金龙大熊猫吞噬 轰 砰砰 金龙反击 这一次造成了1200万伤害 而王许这边有两只小凤凰 一共四个单位 分担下来 承受起来压力不大 这就是五行大阵的强大之处 几方所有单位 共同承受伤害 下一回合 王许一招疯狗拳 将对面斩杀 随着六只主怪倒下 小怪也消散 一时间大地震动 仿佛什么灾难一样 天摇地动 天地变色 你获得战斗胜利 你获得两千万经验 你的宠物金龙大熊猫 获得两千万经验 你获得虎鞭 超品 六你获得虎皮 超品 六你获得虎骨 超品 六百斤 你获得蜜质古酒配方 你获得严寿丹一颗 王许呼出一口气 他的堂堂又增加了六年寿命 这感觉真好 王许再次看向七堂身边 乳腺癌大军镇国小王爷 六十级 BOSS怪 霸主怪 召唤怪 军团怪 军阵怪 多命怪 真久后可战斗 战胜后恢复八年寿命 六称号 BOSS怪 还有个霸主怪称号 军阵怪称号 以及还是多命怪 王许之前见过多命怪 这个很难缠 齐堂笑着看着王许 眼神清冷如月光 温柔如水 也只有看王许时候 才有这个目光 魏听风惊讶地看着齐堂 他第一次看自己这个闺蜜 会有这样的眼神 看一个男人 这一刻 他都有点羡慕王许 他都觉得 此时的齐堂 美如画中仙 不沾尘埃 齐堂的美超越性别 清冷的高级感达到了极致 或者说 已经升华之变 但那一丝的温柔 恰到好处 如画龙点睛一般 王许看到齐堂 就算魏听风在跟前 也忍不住牵住他的手 齐堂脸一红 但眼神的柔和更剩一分 唇角那淡淡的笑意 加上那大气绝美 清冷 超凡脱俗的气息 王许是带住 醒过来 再带住 齐堂看着王许那傻样 没忍住笑了 轻轻撑道 傻样 王许没忍住 低头在他肩膀那里拱了拱 但很快王许意识到 这里不是家里 赶紧起身 魏听风直接目瞪口呆 整个人僵在那里 在魏听风眼里 王许是高人 那气质 那长人生死的医术 那种自然而然 他甚至都无法把这样的男人 和那种男女之间的事情 联系起来 可是今天看到了什么 他居然会这样 撒娇吗 可是并没有感觉娘 和齐堂撒娇 反而有种奇异的美好 那画面说不出的和谐 那是一种无法言喻的美 就如那句话 天造地设的一对 这才是真正的天造地设般的契合 王许装作什么也没发生 齐堂反而忍不住 笑意更浓 看着王许轻轻笑道 害羞了 魏听风落后两步 落后三步 落后四步 第一次感觉自己是电灯泡 而且还是超级大的那种 他满脑子都是王许和齐堂 那一瞬间的影子 就是感觉很美 震撼心灵的美 他甚至那一刻 感觉到了爱情的美好 之前他是完全没有这方面的感觉 可能和他心理 以及身体有关系 可是想到自己的身体 微微摇摇头 他就算再好看 也不会找到男朋友 没有人会找一个实女女朋友 哪怕再漂亮 好看不中用 说的就是自己这样的吧 再加上他冷艳逼人 自带的那种冰冷气息 他并不是刻意这样 他就是这样 这就好比有人笑起来好看 有人笑起来很难看 笑起来很难看的人 其实都对着镜子 不知道练习多少次 想让自己笑得好看点 但最后发现 连自己都看不下去了 确实笑得真之必愁 可是现实中 你还不能不笑 很多时候都不受你控制 一个笑容好看 笑得好看 对一个人实在是太重要了 就算爱情 也是很多人是因为喜欢他的笑容 喜欢一个人 尤其生活中 喜欢的是他的笑颜 这也是 为什么说 爱笑的女孩 运气不会差 可是这句话不够严谨 应该是笑得好看的女孩 运气不会差 未听风 也想改变自己 让自己不那么冷 也想正常点 可是很多事情 并不是你想改就能改的 什么为表情管理 但真正能打动人的 往往都是自然 都是不经意的 为什么 真 真实 假的东西在赶人 包装在好 但如果你一旦知道 是假 那么一下子就会感觉一文不值 甚至感觉恶心 二猪子吃着羊腿很开心 自然也没有跟着王许 现在就剩下王许和齐堂两个人 齐堂每次看到王许 有点害羞的样子时 就忍不住特别的温柔 就感觉特别的温馨 还有特别的好看 王许紧紧地牵着他的手 踩着脚下的青草 吹着青风 看着这无比美丽的景色 身边家人相伴 人世间的美好 王许感觉自己都有了 不远处 一对小年轻夫妇 还有两个中年夫妇 还有一个三岁左右的小男孩 多么幸福的一家 王许也微微出神 他没见过父母 好像是他还不计时 驶出了车祸 后来跟着爷爷 到了六七岁 才到大伯家 他现在也不知道什么感觉 不是多想 毕竟没见过 何来的想 但看到别人有父母 内心也有点渴望 他的童年没有任性 没有父母 哪有任性的权利 虽然大伯大娘 对他视如己出 可是他去大伯大娘家时 已经计时 有些是无法代替的 所以 王许看着那一家和谐的画面 微微出神 齐堂看到王许这样 一下就心疼了 他从小在幸福的家庭长大 他是一家人宠大的 齐老爷子眼里 只有一个孙女 和其他孙子 哪怕叔叔婶婶对齐堂 那也是 比对自己儿子都亲 没办法 齐家三代人丁兴旺 可是愣是就这么一个女娃 叔叔 伯伯 婶婶 伯母 看到齐堂比 看到自家小子亲 并不是夸张 他想想王许 很小很小时候没了父母 自己都没有父母的任何记忆 六七岁又离开了最亲的爷爷 然后跟着戴博大娘 他紧紧地抱着王许的胳膊 温柔的眼神 带着笑意 特别的温柔 特别的温暖 还有就是特别的亲密 王许一下子就懂了 这个女人 真的是善解人意 蓝星惠之 他虽然什么也没说 可是就这个小动作和神情 却是最好的方式 王许笑着微微低头 唐一 我真的真的很爱你 很爱 我也爱你 很爱 齐堂靠在她的肩膀上笑道 笑容依旧清冷如雪 却又温如春风 王许的心田 如冰雪融化 如春回大地 很多时候不需要说 一个眼神 一个动作 彼此站在身边 都可以感觉很好 很美好 王许现在 就一个感觉 福富何求 你是我的小心肝 王许这个时候 才感觉这句话的深意 以前看影视剧 一些老色胚 对小姑娘会说这句话 但总是跟特不到这个点 可现在 他有点感同身受 至少是喜爱到骨子里 才能说出这句话 当然 电视剧里是演戏 齐堂有点招架不住 微微红着脸 小混蛋 一只无比漂亮的白狐狸 来到王许和齐堂面前 毛发雪白如雪 漂亮的 比起动漫中的那些狐狸 还漂亮 这也是王许驯服过的 本来只是一只普通的白狐狸 但现在充满了灵性 如精灵一般 一条一条 轻密地围着王许和齐堂 王许伸手摸摸它 他都是眯着眼睛很享受 我堂弟喜欢的一个女孩 家世很好 女孩家里不同意 论潜力 现在的齐家确实不如他们 现在那个女孩身体里出现了一个恶性肉流 被判了死刑 齐堂轻轻地说道 他今天就是为了这件事来找王许 他那堂弟知道了老爷子的情况 所以来求这个堂姐 他们虽说是堂姐堂弟 但都和亲姐弟没什么区别 王许点点头 我明白 但我先要看看病人才行 恶性肉流比起恶性肿瘤更可怕 如果说运气好 肿瘤可以治疗一下 五年十年 甚至十年以上的存活率还是有的 但是恶性肉流 这个就很霸道 手术没用 没有任何有效治疗手段 齐家其实也在走下坡路 老爷子再还好 老爷子不在了 那直接下降好几个档次 人走插凉 人不在了 余温散得非常快 后背没有接续上 那就难了 齐堂这个堂弟喜欢的女孩 家是本来和齐家差不多 也有个老爷子撑着 不过人家二代比较强 这就甩开齐家不小距离 人往高处走 所以人家有更好的选择 连姻自古以来是最好的方式 而且从来没有断过 门当户对 这个并不是什么就观念 而且这个并没有任何问题 什么灰姑娘嫁入豪门 穷小子取得豪门千金 那只是小说和电影里才有的 现实中根本没有 有也是一时的见色起义 一见钟情这四个字 就是为自己的好色 披上了美好的外衣而已 生活并不是只有吭吃吭吃 也不是只有摇晃摇晃 更不是只有推来推去 说好听是基因携带的 是为了更好的生存 动物尚且如此 何况是人 那我 让我堂弟来找你 齐堂笑着说道 好 那也是 我堂弟 王许笑着说道 齐堂眼神有点怪 这个堂弟 其实只比他小两岁 而比王许大两三岁 不过齐堂想到齐云 现在叫王许姐夫 那叫一个自然 齐云也比他大第二天上午 王许还在家里 齐成就来了 现在齐家都知道 齐堂交了个男朋友 老爷子说的 很满意 齐成很帅 老齐家的基因确实不错 身高一米八的帅小伙子 长得比起电影明星都好看 看到王许笑着打招呼 姐夫好 我叫齐成 齐堂和他一起来的 王许笑了 就这态度 让人不喜欢都不行 你好你好 堂堂和我说了你的事情 女朋友没带来 王许笑着打招呼 在县城 我先来和姐夫打个招呼 齐成有点不好意思 毕竟第一次见面 就是求人办事 那走吧 咱们去县城 王许笑道 还是直接进入正题 医术 不得不说真的很好用 只要你医术足够强 那就可以进入 你想象不到的圈子 齐堂也一起陪着 王许见到了那个女孩 很漂亮 不过和齐堂比起来 还是差了一些 身姿高挑 风雨有致 牛仔裤 大腿圆润 小腿纤细 很性感 细腰风臀 手臂很纤细 修长的脖子 皮肤很好 很白 单眼皮 但是不是小眼 和齐堂的这样的单眼皮 绝美大气的凤眼不一样 但不得不说 这个女孩子很有魅力 性感不妖 有一点让王许感觉不错 就是目前看到的地方 并没有纹身 手势也是简单大方 气质有点大家闺秀 笑容端庄 看到王许很有礼貌 笑着主动打招呼 你好 我叫燕青 她和齐城市互相喜欢 大学同学和齐堂也很熟悉 但是家里人不同意 她家老爷子说一不二 她父母都做不了主 不过被查出肉流之后 之前有一项联姻的家族 自然也就不再有这个想法了 她家老爷子 到了这个时候 自然也就不再说什么了 毕竟人都要没了 她父母很难过 至于说王许医术的名气 虽然什么中医圣手等等 在一些人眼中 其实并不信 甚至感觉 这就是哗众取宠 真要那么厉害 还用在网上 但其家人现在知道 王许的医术可怕 而这个燕青 已经到了最后时期 所以 齐城求到齐堂这里 因为中医馆那里 根本排不上号 王许已经看到了 燕青身边的疾病怪 恶心肉流骨骼大骑士 五十级 BOSS怪 鬼王怪 召唤怪 军团怪 多命怪 狂暴怪 针灸后可战斗 战胜后恢复五年寿命 齐城悉悸地看着王许 此时是在中医馆这里 王许让他们坐下来 能治 但是我说的能治 是今天至少让你 像正常人一样生活五年 甚至十年 这是第一期治疗 之后能达到一个什么程度 现在无法确定 王许想了想说道 齐城激动地说道 真的 燕青大好年华 还年轻 父母为此事已经白了头发 他都还没孝敬父母呢 五年是肯定 十年是保守 放心吧 你是我成帝的女朋友 我也给你偷个底 最保守估计 我也能保你二十年 王许说道 谢谢姐夫 谢谢 齐城是真的激动 他是真的很爱燕青 不管几年 他都要陪燕青走下去的 有二十年 那自己这辈子无憾了 到时候 就算燕青走了 他也接近五十岁 孩子也差不多大了 一个人也挺好 燕青其实不是太相信 他见过最权威的专家 去过最好的医院 找过最好的医生 但他这个没法治 要医不死人 他这个不是一生无能 是时代之不好 他笑着道谢 只是因为齐城 他内心非常不舍 人生就是这么的奇妙 他从没想过 自己会得这样的变 人生真的是无常 总是在不经意中 给你惊喜或者惊吓 甚至是灭顶之灾 王许看到燕青的神色 也知道他不相信 只是良好的家教和素养 让他很淡点 这姑娘也确实优秀 就算人生到了这个时候 依旧是神情自若 自信 大方 并不脆弱 就这一点 就是无数人无法比拟的 那就开始治疗吧 王许拿出银针 鲜扎针 金针刺穴 十八针 这针一扎上 燕青神色就变了 惊讶 一瞬间 就能感觉到 整个人的状态变了 身体不痛了 久违的舒适感 让他差点呻吟出来 这个感觉太好了 健康的感觉 只有失去过 才知道 这个感觉有多好 很多人肆意挥霍这个感觉 很多人却求之不得 这个感觉 燕青这一刻 才算是真正的感觉到了 王许的医术不凡 只凭针灸 就能达到这个效果 之前哪怕止疼针 止疼药 也都没有这个效果 差距没法比 现在让他有种错觉 自己已经远离疾病 他觉得自己 现在是完全健康的 燕青家里人 其实到了这个时候 女儿想如何就如何 只是想让他在最后的日子 快乐一点 已经是没有希望 也不抱希望 也只有齐成不死心 王许这里 是他最后的希望 燕青其实不想来 但看到自己这个男朋友 愣是这段时间为他奔波 寻找偏方 整个人瘦了一大圈 他最后完全任由齐成 带着他 来回寻找民间神医 以这种方式 享受着最后的两人相处 这个针灸 让他看到了一些希望 能活着 谁又想死 如果那些话是真的 他直到这个时候 才开始真正的激动 王许这一次 先是熬制气血汤 亲自动手熬制 这一次 里面加了一些好药 都是王许系统里面的药材 满屋子都是药箱四亿 燕青再次震惊 因为就这个药箱 都足以让人幸福 这是纯正的药箱 一个小时后 燕青喝下一碗气血汤 都说良药苦口利于病 可这要病不苦 但也不甜 却是真的香 很是清淡 喝下去之后 胃里暖洋洋的 化成千丝万缕的热气 向着全身各处蔓延 这个感觉很清晰 但也不是特别的强烈 不过随着时间 积少成多 整个人都感觉很舒服 仿佛有了戾气 有种九汉逢甘铃的感觉 就连气色都好了数倍 奇笑 这就是奇笑 这就是立竿见影 一直都说 中医治病很慢什么的 其实这都是谬论 任何疾病 只要对症下药 那都是很快 原则上任何疾病都能治 不能治是水平不够 条件不够等等 这一碗药汤下去 燕青对王许能治好他的信心 又增加了三分 接着 王许选择进入战斗 好家伙 十五米长的大肥猪 见过吗 还是五只 十五米长 四米高 庞大的身躯 一身肥镖 王许想都想不到 是这样的画面 太肥了 血盆大口 长长的獠牙 都有三米长 每一只巨猪上面 还有一具巨大的人形骨骼 穿着盔甲 一颗巨大的骷髅头 露在全副武装的盔甲外面 骷髅头的眼眶里 是两团鬼火 血红色的 一跳一跳 上下浮动 诡异阴森 拿着一把十几米长的骨头长刀 恐怖 圣人 残暴 嗜血 巨大无比 血盆大口 獠牙 骷髅头十几米的骨头大刀 后面还有五万骷髅兵 每一个都是两米高的骨架 拿着骨刀 阴风阵阵 空气中仿佛有着一股腐烂的气息 荒凉 残暴 如地狱一般 脚下的大地 都是暗红色 寸草不生 王许感慨 再没有人能像自己看到这么真实的可怕场景吧 阴风呼啸 肃杀 阴冷 腐烂 恶性肉流骨骼大骑士 气血 一千万王许知道不会这么简单 毕竟对面是鬼王怪 多命怪 召唤怪 军团怪 恶性肉流骨骼大骑士 触发技能鬼王 召唤的小怪 攻击翻倍 气血翻倍 数量翻倍 恶性肉流骨骼大骑士 触发技能多命 百分百复活五次 每次复活 气血增加一倍 攻击增加一倍 之后 每次都有50%概率复活 恶性肉流骨骼大骑士 触发技能狂暴 当第五次复活之后 进入狂暴状态 攻击必定暴击 持续到战斗结束 恶性肉流骨骼大骑士 触发鬼王大阵 所有主怪伤害共享 且攻击每回合增加1% 防御每回合增加1% 气血每回合增加1% 这个有点强 虽然是50级BOSS怪 但毕竟六成好 而且这能力是真的强 你触发了五行大阵 几方所有单位 受到伤害共享 几方所有单位的恢复 增加100% 恶性肉流骨骼大骑士 虽然很强 不过亡许不慌 魔王腰带的强大 这一刻体现出来 直接让恶性肉流骨骼大骑士 每回合增加1%攻击能力丧失 至于增加1%防御 王徐主要是嗜血追云吕附加的真伤 固定伤害 无视防御的 但那个每回合增加1%气血 还是挺强的 以及五次百分百复活 五次之后狂暴 那个时候刀刀暴击 不慌不慌 先叠加防御和百鸟嘲讽 只要小凤凰的数量够多 再高的伤害 也不怕百鸟嘲讽这个能力真的强 唯一可惜的就是 小凤凰的气血太少了 容易被一招全面 复活五次之后 攻击增加五倍 且刀刀暴击 小凤凰还是难以生存 不过每次也能召唤一只 多一个分担伤害单位 还是很强的 第一回合 王徐召唤出一只小凤凰 而对面召唤出十万骷髅大军 十万骷髅大军 狮子猴 王徐率先出手 一颗巨大的黄金狮子头 出现在双方之间 猴 震天狮猴 声音滚滚 狂风呼啸 七十万 七十万 七十万禁止 七十万 七十万 七十万没死 一个小怪也没死 恶心肉流骨骼大骑士的鬼王技能 召唤的小怪 数量翻倍 攻击翻倍 气血翻倍 金龙大熊猫 选择防御 砰砰砰 五只恶心肉流骨骼大骑士 向着金龙大熊猫攻击 零 零没有破防 王徐也不奇怪 毕竟防御状态的金龙大熊猫 还是很强的 肉盾神宠 还防御状态 再说 这几只恶心肉流骨骼大骑士 恐怖在于复活之后 百分百复活五次 每复活一次 实力增加一倍 攻击 防御和气血翻倍 现在王徐叠加防御 而对面的恶心肉流骨骼大骑士 也在叠加防御和气血 15万骷髅大军 会成一条巨大的白骨长河 波涛汹涌的 冲向金龙大熊猫 10万零100金龙反击 12万 12万狮子吼 禁止了1万5左右的骷髅小怪 所以说 冲过来的骷髅大军 有13万之多 直接打了1300多万伤害 450万王徐和小凤凰 也受到了同样的伤害 小凤凰当场消失 好强 这一次金龙反击 也冰冻住了1万多只 骷髅大军 依旧没死 被打掉了82万的气血 小怪还没死 王徐不是特别慌 小怪气血翻倍 上次打 他记得小怪的气血是50万 小怪攻击是50 这次攻击是100 那大概率着小怪的气血是100万 来到第二回合 王徐再次召唤出一只小凤凰 对面恶性肉流骨骼大骑士 召唤出10万骷髅大军 不得不说 还是对面壮观 王徐不说别的 只要他一回合 能召唤出100只小凤凰 那就无敌了 狮子猴 金光闪闪的巨大狮子头 很是壮观 震天事后 这一次之后 除了刚唤出的10万骷髅大军 之前的15万骷髅大军 全部化为积粉 消散 还好 只有100万气血的骷髅大军 王徐表示 还能撑得住 但是如果没有这个狮子猴 只靠金龙反击 想打死一波 那就需要9回合 而第9回合 对面已经90万骷髅大军 一回合造成伤害 那就高达9000万 军团怪和召唤怪很恐怖 而且随着等级提高 威力就越大 王徐就每次都使用狮子猴 双方现在可以说是谁也 奈何不得谁 很快就来到了第100回合 王徐依旧是狮子猴 金龙大熊猫 就是防御作为承受伤害的目标 以它承受 伤害为依据来共同分担 防御状态是收益最大化 五个恶性肉流骨骼大骑士身上黑光闪烁 眼中鬼火喷射出十米 气势攀升 狂暴异常 鬼王十日展 350万王许和一只小凤凰也受到同样的伤害 别看这一招伤害似乎不高 但是如果是五次复活后 黄暴状态下施展着鬼王十日展 以它目前状态完全顶不住 但这么下去 对面的恶性肉流骨骼大骑士 实力也会越来越强 但还好的是 攻击这一块被魔王腰带给限制住了 毕竟每回合增加1%攻击 这个是增加的基础攻击 再翻倍的时候 太可怕了 所以 魔王腰带每回合降低敌方1%攻击这个能力 是非常的霸道 对得请魔王这个称号 王许和金龙大熊猫的防御越来越高 气血也在叠加 防御更是每回合叠加2% 气血叠加 让王许的狮子吼输出翻倍 所以 现在可以每回合斩杀对面召唤的骷髅军团 这样 就可以保全了王许这边的小凤凰 主要王许每回合气血增加1% 气血叠加起来 小凤凰的气血也会增加 现在 每只小凤凰的气血接近150万 维持道场上百来个单位 那么受到的伤害 就只有1% 还是金龙大熊猫防御状态 减伤70%后 所受伤害的1% 接下来 维持100只小凤凰 来到了200回合 狮子吼 王许现在的狮子吼攻击 达到了250万之多 鬼王十日斩 因为魔王腰带的原因 恶性肉流骨骼大骑士的基础攻击 并没有能提升 只是气血一直在增加 碰 三万 100只小凤凰 还是很强的 每个单位 就算在200回合的鬼王十日斩下 每个单位只掉了三万血 接下来 王许开始进攻 断魂三刀 1400万 1400万 2100万 因为伤害共享 五个恶性肉流骨骼大骑士都掉这么多气血 每回合2%当前防御叠加 王许的防御现在很恐怖 达到7200万之多 加上狼牙项链的增伤 以及断魂三刀的三刀必定暴击 这输出真的狂暴 不过对面恶性肉流骨骼大骑士 五次复活后 气血大概在二 四亿 每回合要回复2400万 不过相对于王许现在的输出 这个恢复是不够了 很快 五次复活用完 恶性肉流骨骼大骑士 进入狂暴状态 本就庞大的身躯再次暴增一倍 周身出现了黑色的火焰 王许和金龙大熊猫换了位置 他来当承商单位 每回合王许增加2%当前防御 金龙大熊猫每回合增加1% 经过200回合 王许的防御比起金龙大熊猫的防御 要高了很多 喷喷喷 狂暴状态下的五刀 刀刀暴击 九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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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白鸟嘲讽是真的强 战斗已经没有悬念 除非等到第三百回合的大招 但王许有复活 有宝物 所以说 这战斗很轻松 但仔细想想 自己的能力 似乎少了那个 都不会那么好打 可怕的召唤 以及越战越勇 超强的属性 但现在 王许可以轻松战胜 白鸟嘲讽 这个是面对越强的疾病怪 作用越大 战斗结束 你获得战斗胜利 你获得2000万经验 你升级到41级 你的宠物金龙大熊猫 获得2000万经验 你的宠物金龙大熊猫 升级到41级 你获得宠物骷髅骑士 王许有点小激动 他现在不管是不是好宠物 他现在就想单位多点 哪怕给点垃圾宠物也行 马上查看 这是一只小骷髅 骑着一只大野猪 和之前战斗的大肥猪不一样 这个就比较可爱 比较小 圆滚滚的 一对小獠牙 蠢蠢蠢蠢的一对猪眼 身材粗壮 短粗 结实 上面骑着一只小骷髅 一身精致的小铠甲 一把长剑 一枚盾牌 迈向还行 骷髅骑士 品级 零售级 等级 一气血 一万 攻击3000 防御5000技能 死亡一剑 主动技能 对一个目标进行打击 30%概率 眩晕目标一回合 冷却时间三回合 盾击 用盾牌进行攻击 20%概率 将目标击飞出去 一回合后回到战场 冷却时间三回合 白玉骨 每回合气血恢复10% 受到伤害时有10%概率 对攻击者施加眩晕 受到任何伤害减少30% 野猪冲撞 对目标发动冲击 100%眩晕一回合 对相邻的单位有30%概率眩晕 最多三个目标 冷却时间10回合 白骨生命 每场战斗 必定复活三次 每次复活气血增加一倍 防御增加一倍 之后每次死亡 有50%概率复活 灵兽级 大熊猫最早是黄金级 现在是神兽级 这个灵兽级肯定不如神兽级 但肯定比起黄金极强 这技能都是控制技能 王许非常喜欢 虽然说属性成长比较低 但那是因为没有觉醒天赋和血脉 而且技能也是可以通过 获得宠物技能来学习 宠物很稀缺 这么久也才两只 不可能每一只都是神宠 有五行大阵在 也有了肉盾神宠金龙大熊猫 输出方面 它自己就行 所以控制类这种宠物 它还是很满意 等这个骷髅骑士 觉醒了血脉和天赋之后 或许会有惊喜 还是先带着升级吧 前面等级还是很容易升的 四十级之后 升级需要的经验实在是太多 慢慢来 不接 治疗结束 王许收针 燕青不能相信 他最能切实感受到身体的变化 呆呆地看着王许 这个风轻云淡 波澜不惊的男子 他的气质好特别 清秀自然 却又让人感觉高不可养 不喜不悲 似乎什么事情都难不住他 还有就是让人幸福 哪怕第一次见 都感觉可以把身家性命交于他 就是那种信任的感觉 而王许同时看向燕青身边 恶心肉流小鬼王六十级 BOSS怪 军团怪 召唤怪 王级怪 鹰府怪 鬼王怪 针灸后可战斗 战胜后可恢复六年寿命 这个应该可以能战胜 姐夫 怎么样 齐承期待地看着王许问道 王许笑笑 你是堂堂的弟弟 那就是一家人 自然要给你办得稳稳妥妥 放心好了 就算我最保守估计 二十年没有任何问题 燕青看看齐承 看看齐堂 齐堂笑得很开心 谢谢王先生 燕青感激道谢 不客气 有事情就和齐承来找我 王许笑道 王许话里很自然 就是因为 齐承是齐堂的弟弟 就这么一个原因 自家人 燕青是一个聪明的女孩子 很清楚一个医术通天的神医能量 有多大 不管你身居多么高的位置 最难受的事情还是死 古代多少帝王追求长生 现代人追求长寿 寻找什么长寿村 找最好的环境建造别墅 宣扬 炒作 卖出天价 这就可以看出 健康 长寿有多重要 人的寿命是有极限的 人吃五穀杂粮 七情六欲 放纵 风热失寒等 伴随着人一生的是疾病 这个时候就体现出来 医生的重要性 延年一寿 这个只是一种美好的愿望 很多人其实更多的想法 就是 无病无灾 寿终正寝 但这个也是一种奢望 所以更多的就是 有病能治好 尽可能的长寿一点 就是最好的结局 还有就是 不受病痛的折磨 不说别的 就一个高烧 都让人头痛无比 一个痔疮 也是坐立不安 还有痛风 牙疼 偏头疼 三叉神经痛 一线痛 哀痛 心痛 越是有钱 越是不想死 越是想活着 燕青知道 真能治好自己 那么家里人肯定要来结交这个男子 而自然也挑不过棋家 毕竟这个棋堂是这个男子的女朋友 而且可以看出来 他很宠棋堂 那个眼神 还有无形中对棋堂的照顾 自己和棋城的关系 应该没有问题 这样吧 一个月后 你们再来一次 王许说道 他现在需要先给第二只宠物 骷髅骑士升升级 让级别高一点 这样 棋方战斗单位 就会永久多一个 这还是很强的 何况不止如此 主要是骷髅骑士可以控制目标 整体下来提升的实力 还是非常可观的 谢谢姐夫 我请姐夫和姐姐吃个饭吧 齐成挠挠头 憨厚地说道 王许笑了白白手 去陪你女朋友吧 我们之间不用客气 有那时间 我还不如和你姐去吃饭 齐堂微微瞠他眼 送走齐成和燕青 燕青回到燕家 燕妇燕母自然不幸 他们自然是希望女儿康复 但这个实在是匪夷所思 不过家里有家庭医生 一番诊治 又去检查 最后得出结论 这个恶性肉流豪转很多 这样下去 存活五年的概率 达到80%以上 所有人都震惊了 燕家人自然知道燕青的情况 国内外最好的医生 最好的医院 但都是束手无策太晚了 以现在的医疗 神仙难医 燕青不想做手术 不想人不忍鬼不鬼地死去 所以 最后的阶段 他想走得体面一点 也再陪一陪齐成 等自己撑不住的时候 就离开 不让齐成看到自己难看的样子 燕家人对于燕青的好转 自然大喜 连燕家老爷子 也是非常的开心 燕老爷子和齐老爷子 是一个层次的人物 都是长寿人物 燕老爷子的身子 比起齐老爷子的更好一点 也年轻两岁 但到了这个年龄 好也好得有限 这一次 齐成也来了燕家 两家不算是娇 但都在一个圈子里 如果齐家二代 和燕家二代差不多 那这门婚事 就会水到渠成 可差了一些 而且还有更好的选择时 自然就变成现在这样 但没想到 燕青病得这么严重 几乎要香消玉语 但有时候就是这样 风回路转 一切似乎都是最正确的选择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小子 你爷爷现在怎么样 燕老爷子心情好 看齐成也顺眼了几分 我爷爷现在很好 说年轻十岁 一点也不夸张 我姐夫给我爷爷调理了身子 已经保我爷爷长命百岁 齐成认真的说道 长命百岁 燕老爷子今年八十六岁 人生七十古来西 八十岁 不生病看着是个人 一旦躺倒 基本上无治 他本来是不相信 齐成说的什么 可自己孙女 是活生生的例子 一个宣判了死刑 人家直接给最低保二十年 这只是第一期治疗 下个月第二期治疗 第一期治疗就保了五年 第二期至少在五年吧 到了燕老爷子这个年龄 他也想活 他也想长命百岁 这一切是真的 那么就凭齐家和这个神医的关系 齐家也会再次起飞 何况那老家伙长命百岁 也能把齐家向上拉一个台阶 甚至不止 老家伙只要在 很多事情就会顺理成章 之前主要是都知道 老家伙命不久已 最多三个月 但现在人家要长命百岁 到了这个年龄 地位有了 潜在就看淡了 比的就是看谁把谁送走 自己孙女就是最好的说明 还有齐家老爷子 看来自己也该去郑县看看 最近郑县的动静他也知道 但没往心里去 但现在看来似乎有点不一样 王许这边就剩下自己和齐唐了 唐一 我想 虽然现在是在野珠山的山顶 可是这大白天的 王许笑着把他抱起来 冰激玉骨 这个真的最贴切 雪白如玉 王许特别的贪吃 终于明白 为什么说怕我吃了你 真的喜欢一个人 想一个人 到了一个程度 你不吃 那种渴望 喜欢 爱恋 是释放不出来的 齐唐是修不可养 无地自容 超凡脱俗 不食烟火的鲜盐 有着丝丝红韵 惊艳事件 也只有王许能 沉迷在这种美景中 王许感觉 如在仙境之中 王许神清气爽去野珠山里 查看自己的养鸡成果 自从获得精品鸡饲养指南后 王许马上投入使用 这个不难 散养 场地 环境 吃草 吃种子 吃昆虫 野珠山满足一切 再加上聚灵镇 所以进展很快 中间投入不少鸡群 鸡数大 这暖化起来就快 不只是鸡鸭 还有就是兔子和野兔子 这东西繁殖起来堪称恐怖 因为王村的建造街道 用掉很多石头 所以 野珠山中的地方增大不少 而且一条路已经修通 一圈 宽度一辆马车多一点 都是石头契程 一尺建方的石头 嗯 长宽高都是一尺的正方体 一条曲折蜿蜒的石路 骨位十足 看起来无比的结实 磐石一般 而且非常的雅致 好看 路两边有着各种风景 穿插于整个野珠山 有芳草七七的草地 有百香果树林 清香四溢 有果树林 有松树林 有各种动物 比起大草原 不遑多让 大草原视野更宽阔 风景更通透 一览无余 野珠山这里 更幽静 安静 景色更多 更杂 第二道美食 也该上架了 麻椒鸡 郑县这里 李百祺的购物中心 要上一些 祺堂哪里 未听风哪里 也会来一些 但都不会太多 到了这种口味 多少都不够 也不打算多高的价 买不买得到 就看运气 王村这里 就有食品加工公司 之前的鸡汁系列 已经火爆 而且一直持续大火 别人的鸡汁系列 根本没法比 不管是鸡汁干脆面 鸡汁豆干 甚至一些女明星 都拍视频 吃鸡汁干脆面 而且并不丢人 也只有正线这里的鸡汁 干脆面有这个魔力 健康 养生 那个零食 能做到这个程度 唯一缺点就是限量 还买不到 现在家长反对孩子吃零食 是因为零食极其不健康 不说对孩子健康有好处 但凡只要是正常食物 都不会让家长喂之如蛇蟹 可健康了 就不好吃了 垃圾食品之所以好吃 就是因为不健康 王村这里 还有附近的小麦都 已经种下了 距林镇 已经覆盖了附近的几个村子 这都是和王村挨着的村子 明年就有精品健康的面粉 不但有面粉 还有肤子 这东西可以喂猪 喂鸡 其实人也可以吃 里面是大量的膳食纤维 嗯 全卖的就是没去掉肤子 有了好面粉 一个是可以直接出售 这些可以作为村庄的主要收入 王许可以将面粉 卖出一个非常高的价格 等王村建设好 一定会震惊世人 桃园村 如诗如画的存在 享受人生 总要做点什么 王许觉得挺不错 以一个小地方 小村庄 撬动整个世界 也不是不可能 比如自己的安全酒店 只要足够安全 估计世界各地的人 都能吸引来 什么大佬 各种行业的巨星等 王许想想 感觉挺有意思 而自己在这里 会是无冕之王 他的实力不怕谁 随着时间 就算身边的人 别人也动不了 在发展发展 人际关系 都不用发展 只要把名气打出去 别人会主动来发展 甚至来巴结 刘大壮他们 沉迷于断魂三刀 这个确实帅 这段时间 他们也经常骑马 他们要联系马战 拍出点不一样的东西 王许的那匹白马 是骑堂的专属 这些人只能骑大黑马 还有大黄牛 大野猪 大黑猪王许 决定再弄一匹马 这些人说 二爷就是玩的前三刀 说什么是暴力三刀 摸虚一刀斩 他们从网上定了关羽的服饰 至于武器 王许制作的木制青龙眼月刀 可以以假乱真 他们这些天 玩得不亦乐乎 而且反应也很好 说这个技术含量很高 一个是真骑马 还有就是刀法确实好 绝对撑得上经验 甚至还有人 act一些动作指导 让他们学学 两个小时后 王许买回来一匹 普通的早红马 弓马 很一般 直接驯鸟 因为变化大 王许都是一个人训 不让人为官 好家伙 这变化属实惊人 不是血红 也不是火红 现实中也找不到那种 胭脂红 传说中的赤兔 就是赤兔胭脂兽 眼前这只就是胭脂红 通体没有一根杂色 身躯高大 雄壮 骨骼硕大 精壮得如一只野兽 王许都有点看呆了 和那只大黑马 是两个极端 那只大黑马 也是雄壮无比 通体黑色皮毛 如绸缎一般 乌云一般 也是漂亮无比 但这只胭脂马 是另一种美 王许骑上去 纵马奔驰一番 这男人 没有不喜欢骑马的 女人其实很多也喜欢 但大部分 也只有在男朋友那里 当过骑士 并没有真正的骑过真马 刘大壮他们 看到这匹马时 一个个激动得不行 好了 这下 他们可以拍豆浆了 只要是别人 没法模仿的 而且还有招式 他们要玩点正经的 真正的马战 不是影视剧加工的马战 就是因为 有断魂三刀 三刀环环相扣 可以延伸 有了好马配合 那么就能在短视频领域 独树一帜 只要没有类铜 不被铜质化 那么你就有流量 谁看到这匹胭脂马 都激动 毕竟历史上最出名的马 就是赤兔马 赤兔马 就是赤兔胭脂兽 哪怕那些乌云踏雪 乌锥马 赵叶玉狮子等等 都无法和赤兔相比 如今至于赤兔马是什么样子 也只剩下传说 而影视中 哪怕弄出特写镜头 但那也只是一匹普通的马 可王许现在弄出的这一匹 不管谁看到 第一感觉就是 这就是赤兔马 太高大了 太神菌了 太有灵性了 甚至让人感觉 这马能和野兽搏斗 漂亮 完美 今天闲着无视 王许看他们拍摄的豆浆 实在感觉有点差强人意 虽然他们能施展断魂三刀 用王许的话 就是只有骑行 不得精髓 但也够了 只是两个这样的人 没有办法发挥 不过 王许可以配合他们 而他们只需要尽情施展 不需要顾忌伤到人 也不用担心 王许伤到他们 所以 王许弄出一把长枪 铁木制作 刘大壮 齐云 牛刚 他们买了很多服饰 刘大壮 你穿刘备的服饰 牛刚 你穿张飞的服饰 齐云 你穿关羽的 王许很快就有了决定 他今天要一个打三个 刘大壮是个胖子 穿着刘备的服饰 胖蹲蹲的 牛刚比起刘大壮更重 不过世壮说 穿上张飞服饰 还别说 比起影视剧 那些张飞 更像张飞古代的猛将 都是身材高大 魁梧至极 绑大腰圆 史册记载 关羽和吕布的身高 都在两米出头 牛刚本就有功夫基础 再加上这段时间 跟着王许学习白虎装 实力突飞猛进 现在穿着张飞服饰 拿着王许给他制作的蛇毛 骑在那匹黑马上 就这造型也能轰动 其他人都比较震惊 太震撼了 那种猛将之气 这其中有服装道具 和马的效果 还有牛刚的块头 齐云穿上关羽服饰 他身高1米8 练习白虎装的原因 稍微比起之前魁梧了一点 但总体还是云称修长 穿上刘备服饰 道具 拿着青龙眼月刀 骑在赤兔马上 还行 就是有点太帅了 如果当偶像剧 这肯定过关 当动漫看 绝对可以 总之 很震撼 但不要和史书关羽人物描写 来比 谁都知道这是扮演关羽 而且特别的帅 堪称完美 刘大壮的刘备 有点滑稽 三鹰有了 师傅 你要扮演吕布吗 可是这马不对啊 牛刚不解 毕竟三鹰战吕布时 吕布骑得赤兔马 人中吕布 马中赤兔 今天先玩玩三鹰战赵允吧 王许想了想说道 主要是王许骑的是 骑唐那匹专属马 另外就是 吕布是高大威猛之人 目前符合的也就赵允 一个是马符合 另外就是 王许的气质也比较符合 白马白袍 穿上赵允的服饰 骑上雪白的马 这一下 轮到他们震惊了 刘大壮很不舒服 关羽帅也就算了 现在赵允也是找不出一丝瑕疵 造型完美 更加完美的是 那份气质 王许有大宗师级的太极养生拳 有着大宗师的气质 随意的骑在马上 说不出的和谐 就如人马合一 音箱弄出来 音乐起 就是老三国豆浆音乐 马思声 雷鼓助威声 将士喊杀声 肃杀的音乐 悲凉 大气 热血 刺激着肾上线 马思 人物缓缓出场 其他人拍摄 没有任何一句话 最先出场的 就是关羽 驾 骑着赤兔马 齐云扮演的关羽 冲向王许扮演的赵云 王许骑着白马 也动了 齐云知道王许的功夫 所以毫不保留 直接将断魂三刀使出 刷 人见马士 他终于感受到了 可以毫无顾忌 毫无保留 而且不怕受伤 因为有王许在 完全放得开 碰 沉闷的响声 第二刀 王许要配合 引导 牵引 让齐云将断魂三刀施展得更加完美 断魂三刀 一刀比一刀狂暴 速度 力量 角度 动作 精气神 微妙 恰到好处 真实 但这种美式影视剧那种 一看就是假的无法比拟的 很多人说 影视剧那种好看 夸张 毕竟艺术加工 但真实的 有真实的魅力 那种真刀真枪 带来的视觉效果 散发的魅力 是不可取代的 王许手中的枪 看似无招 但就是 能挡住齐云的疯狂攻击 齐云木性好 白虎装野小成 所以 力量和速度 都有了巨大提升 加上是个舞痴 从王许交给他断魂三刀 已经练习了不知道多少遍 所谓熟能生巧 何况悟性本就不错 现在施展起来 非常的流畅 增加不少气势和风范 驾 牛刚这个大吨位的张飞上场了 骑着壮硕见美的大黑马 加入战斗 王许一打二 招式真实 恰恰好的挡住 镜头一直是全镜头 没有加工 而且没有特写 速度也是真实 就如正常人 你拿着菜刀轮 拿着棍子轮 全力 全速轮 王许他们比这个速度更快一些 神情都是认真 这种神情比较真 因为这是真打 不是眼线 所以画面中 表情这一块 绝对是本色出演 甚至奇云他们 忘记有人拍摄 就是笔斗 加上音乐中的战鼓声 喊杀声 刺激 刘大壮也加入战斗 三个人依旧是疯狂的进攻 影视剧其实三音战旅部 其实仔细看都是一个一个来 一个结束 另一个出招 仔细看是有时间差 根本不算同时进攻 而且都是特写镜头 配音 大鹤 这个也正常 演员毕竟也就是普通人 这是加工出来的 但现在王许这边是真打 每一招都是凶险万分 但王许就是一架三 就是那么巧妙地挡住 巧妙地让人拍案叫绝 所谓行家一出手 就只有没有 看得让人热血沸腾 都为王许捏一把汗 其实三国里 有个很遗憾 就是关羽没有和赵云打一架 而且 如果说三国名将里 粉丝最多的 毋庸置疑 排行第一的 绝对是赵云 赵子龙 王许一杆长枪 如一条龙一般 没有进攻 但是却防守地密不透风 三个人疯狂地进攻 断魂三刀狂暴地输出 王许从容化解 就算身侧身后的进攻 也能挡住 躲闪 一直打了数分钟 打得三人气喘吁吁 汗水直流 才停歇 舒服 太舒服了 牛刚擦着汗 开心地说道 齐云点点头 很过瘾 刘大壮类地躺在地上 呵呵傻笑 王许也觉得确实舒服 很解压 那种酣畅淋漓的感觉 仿佛经过了一场盘长大战 特别地放松 热血沸腾 那是一种说不出的释放 将视频保存好 然后上传 王许也弄了一份 上传 他甚至感觉 或许可以拍一部网剧三国 这个念头一出现 王许就感觉 似乎可玩性很高 反正就是玩 就当短视频 当沙雕动画也行 而且 王许还有五行大阵 三国里也有一些斗阵的 王许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其他人比王许更激动 刘大壮不能相信 这是要进娱乐圈了 至于说演员 还真不缺 他们粉丝不少 到时候想来 一起玩的肯定很多 王许也扎扎嘴 这尼玛不知不觉 玩出了新高度 你们商量一下 如果玩 那就找人 看看谁想当导演的 说说想法 大家觉得可以 那就定下来王许笑道 要找一个熟读三国 而且对三国人物 有研究的人 要定一个大致方向 主打特色是什么 比如主打武斗 斗江 还是人物形象 星光小妹子说道 打斗 这个必须是首先 马战 骏马 这是别人拍马 也赶不上的 我们要知道 自己的绝对优势是什么 齐云开口 我倒是觉得 人物这一块 也是个亮点 一定要帅 你看齐云哥哥就很帅 许哥哥也是 牛刚哥的张飞 我觉得比那些 电视剧里强很多 星光孝道 星光来搞定剧本 他就是熟读历史 我还经常听他 讲三国故事 也使 对人物 也有自己的见解 刘大壮说道 王许笑笑 你们决定 也要做准备 然后整理出一个章程给我 另外 需要我做什么 提前给我说 他们自然答应 然后开始分角色 不过三国出名的人物可不少 所以 有的人还要演好几个角色 星光就是那个美女主播 不带货 不打广告 喜欢讲历史故事 被大黄狗救了一命 可以说 就是王许的一个小妹子 王许还有事情 另外就是拍摄的场地 不出阵线 大草原地方 可以行军布阵 野猪山 可以拍出 重山峻岭的一些戏份 另外一些山顶 建造一些建筑 比如虎牢关 比如桃园 嗯 要求不用那么高 还是去升级 先把第二只宠物骷髅骑士 给升起来再说 嘟嘟 正好这时候 手机响了 李百奇 百奇姐 王许接通电话 弟弟 我我 李百奇不好意思 吞吞吐吐 王许也有点摸不着头脑 我得痔疮了 好疼 李百奇小声说道 我去看看 王许笑道 不许笑 李百奇称道 隔着电话 也能知道他不好意思 十男九智 十女十智 虽说有点夸张 但有智之事 真的是数不胜数 痔疮还好 有的人分不清痔疮和钢周浓肿 最后又发展成钢漏 这也算了 有人自己用针扎痔疮 用指甲浅碱 甚至用碱子碱 真是狠人 不过这个病是真的痛苦 有个女的 混合痣 割痔疮 哭得稀里呼噜 顺产生孩子没哭 剖腹产生孩子也没哭 割痔疮后哭了 小便投靠墙 大便喊爹娘 王许来到李百奇自己的家 开门的李百奇 很不好意思 李百奇不想去医院 很多医院 肛肠科都是男医生 还要做指检 他实在接受不了 如果非要做指检 他宁愿让王许来 王许笑笑看着李百奇 果然有个痔疮怪 痔疮怪 二十级 普通怪 疼痛怪 瘀血怪 局部推拿后可战斗 这尼玛 王许的推拿 确实能治疗 推拿 百年级 活血化瘀 调和气血 疏通经络 推血过宫 推气过宫 止疼 提高免疫力 驱寒驱邪 安神静心 舒服肌体痔疮 其实就是瘀血 只是这推拿才可战斗 真的好疼 李百奇小生说道 他今天是一身素白 柔顺的长发 用一根红绳系着 成熟妖娆 性感无双 魅骨天成 这一身素白 加那根血红色的红绳 乌黑的长发 那双最漂亮的桃花眼 一丝水雾 成熟撩人 花瓣一样的嘴唇 雪白的背齿 清香迷人 王许挠挠头 百奇姐 这次轮到王许吞吞吐吐了 要检查吗 李百奇低着头 红着脸小声问道 可以按摩治疗 能直接活血化瘀 化开了就好了 王许尴尬地说道 李百奇惊喜说道 好好 不用动刀太好了 你需要看看吗 李百奇红着脸小声问道 王许咬咬牙 我医术好 不用 你侧躺下 我需要用手接触 你在附近帮你化开 好 李百奇小声说道 拉着王许走向卧室 这线条真好 等王许回过神 李百奇已经将衣服吞下一尺 王许正在那里 想说什么 愣是没说出来 风雨 雪宁 王许开始推拿 温凉如玉 李百奇咬着牙 火热的大手 渐渐的淤泻化开 王许选择进入战斗 一只一米长的火鸡 二十几而已 直接秒杀 你获得二百经验 你的宠物金龙大熊猫 获得二百经验 你的宠物骷髅骑士 获得二百经验 你的宠物骷髅骑士 升到四级 好了 百奇姐 王许轻轻轻说道 嗯 李百奇鼻翼里轻轻地发出声音 她能感受到不疼了 和刚才相比 现在感觉真好 之前火辣辣的 坠痛 胀痛 坐立不安 转身坐起 一张脸红彤彤 娇艳欲滴 一双眼睛 也是媚眼如丝 王许感觉不妙 李百奇就直接扑在她怀里 不要动 姐姐就这么不堪吗 李百奇轻轻地在王许耳边说道 王许又在经历天人交战 耳边那魅惑的声音 还有怀里那玲珑有致的压迫 李百奇的身材 自然不用说 细致挂瘦果 一身白素 尤其是她这样妖姬一般的魅惑女人 这是个祸国殃民级的 白素可以遮挡她的一丝魅惑 越是这样 反而让她更加的美艳不可方物 王许冒汗了 一直都在控制着自己 努力控制着 为什么这么坚持 就因为祈堂 男人不是不喜欢美女 男人都有战有欲 那个男人有过几个女人 都会感觉骄傲 这个是基因里的东西 只有年少轻狂时候 才会拿出来炫耀 年龄大了 只会一个人的时候 回忆回忆曾经的美好 可是祈堂就是能让王许再坚持 哪怕很难 可是还是想坚持 白奇姐 你这是何苦呢 王许声音都有点沙哑 我真这么不堪吗 李百奇轻轻地问道 你知道我现在坚持有多难吗 我不是圣人 我只是个男人 其实高中时期 那个男生没有意想过你 王许紧紧抱着他 不让他乱动 他红着脸 闭着眼睛 休得不行 可是还要努力地向前进 这也是王许为什么抱住他 让他不要乱动 一边倒吸冷气 李百奇也好不到哪里 整个人都是僵硬的 那你呢 李百奇小声问道 我也想过 王许轻轻说道 李百奇娇颜飞红 水汪汪的眼睛看着王许 此时王许脸色很红 额头上还有汗 何况他也知道他坚持得有多辛苦 咚咚咚 这个时候传来敲门声 妈妈 还有小小绵绵的声音 李百奇赶紧松开手 红着脸整理一下衣服 去开门 王许松口气 内心很复杂 他自己是想的 他很想遵从自己的意愿 顺从自己的本心 多少人都交过好几个女朋友 有点姿色的男人 有点能力的男人 甚至就连普通人 一辈子只经历一个女人的 也很少 可是脑子里出现其他的英容 让王许救 哎 怎么会这样 王许也是没想到会这样 伯母 王许打个招呼 李母看到王许 自然很开心 有点后悔了 他要知道 王许在这里 肯定不会让小丫头来 会不会打扰了女儿的好事 爸爸 小丫头看到王许 自然是开心地跑过来 李母寒暄两句 也就离开了 王许自然要陪一会小丫头 有小丫头在 李百奇也做不了什么 李百奇红着脸 水汪汪的眼睛看着王许 他很开心 不管如何 今天和王许 也算是前进了一步 他其实也很慌 每次都需要进一步 可是他也是什么也不懂 王许越是如此 越是让他清醒 就是如飞蛾扑火一般 奋不顾身 他逗着小绵绵 轻轻说道 我只对你这样过 王许轻轻小丫头的脸 白奇姐 再丢点时间 再丢点时间 你不要有压力 我已经很开心 我很满足 李百奇凑在王许耳边 轻轻笑道 最难销售美人恩 王许抱着小丫头 坐在沙发上 李百奇坐在另一边 哀着 逗着小丫头 聊着一些正线的情况 白奇姐 再忙也要记着多喝水 王许临走时候说道 嗯 李百奇红着脸 想到治疗时的情景 王许落荒而逃 真是个妖精 就这模样 这神色 王许感觉 感觉还是快点离开 这样下去 他早晚沦陷 要不是有奇唐在 王许第一次就会沦陷 根本招架不住 现在能坚持坚持 也是因为奇唐 走在路上 王许又给奇唐打通电话 我家男人怎么了 奇唐清冷柔和的声音 带着一丝笑意传来 王许就感觉内心无比的温暖 也驱走了一些邪念 就是想听听的你的声音 王许笑着说道 那你想听什么 我说给你听 奇唐轻轻笑道 唐姨 真的吗 王许激动地说道 不许太过分 奇唐笑着说道不过分 不过分 那个 你看 我都叫你唐姨了 你要不叫我宝宝 我看别人都是叫宝宝 王许看看周围没人说道 奇唐其实也听到过 叫亲爱的已经够肉麻了 后来叫宝贝 宝贝也就算了 现在都互相称呼宝宝 实在是有点难以理解 宝宝 嘟嘟 手机挂了 奇唐红着脸 低着头 吸口气 自己变得越来越不认识自己了 揉揉头 哭笑不得 但有感觉 有种说不出的感觉 这是他过得最轻松的一段日子 没有压力 而且做什么都感觉很轻松 心态变了 可能是经历一次死亡 也可能是他谈恋爱了 而且还是以前想都不敢想的完美 人生非常的轻松 最好的闺蜜在身边 父母健康 就连爷爷也身体安康 感觉挺好 这边王许笑着把手机装到兜里 万事开头难 奇唐能叫一声 那就可以叫两次 三次 习惯 是最可怕的存在 可以让你不能接受的事情 变得习以为常 无论是多么不能接受的事情 都能变得习以为常 去中医馆那里看看 先刷点经验 给骷髅骑士生升级 中医馆这里一直都是人很多 有的是爱报名 就是等着王许那一天来治疗的牌号 天下绝症之人何其多 王许不会自己一直在这里不停地救人 很多人得病是有原因的 每个人都要为自己做的事情负责 所以就算牌号也是有讲究的 比如遗传 孩子 以及不是自身不好的习惯导致的绝症 往前牌号 而自己一天喝三顿 大鱼大肉 零食奶茶可乐当饭吃 哪怕你是年轻人 也得往后排 嗯 王许看到了三个熟悉的人 张龙 李天 和赵凯 王许一看就知道是什么情况了 张龙的梅毒都到了后期 超过了三期 这个是治疗不好的 而且已经影响寿命 甚至已经危及当前生命 李天和赵凯也好不到哪里 一丘之河 王许如今也是名气很大 在他们大学同学群体 哪里也是名气很大 主要是期间 有个大学同学 在王许这里康复 是班上的一个女同学 很普通 农村女孩子 长相一般 瘦弱 身高也不高 学习很好 家庭只能说贫困 不过 家里只有她一个女孩 好像是抱养的 毕业那一年 查出了白血病 上张被审核了 等明天放出来再看吧 毕业那一年 查出了白血病 最终原因说是遗传 白血病就是血癌 所以说 严不严重不用说 当时王许还捐款了 后来王许通过打听 才联系到这位同学 让他来了一趟正线 给他治疗了一下 虽然没有彻底治愈 但保他15年内 没有任何问题 有了他的联系方式 王许准备等骷髅骑士 等级上来 就再次给他治疗一下 张龙他们就是 知道了这件事 所以才来正线找王许 他们也知道 得罪了王许 但他们也被王许打过 杀人不过头点地 大不了来这里磕头认错 能活着就行 所以他们来了 看到王许 三个人都是带着笑容 老同学 好久不见 张龙挺着个大肚子 满脸堆笑 只是那笑容很假 苦笑 强颜欢笑 还得笑得很灿烂 王许仿佛没有看到 仿佛没有听到 就这么走过去 坐在了自己的位置那里 他想过很多种结果 哪怕被王许暴揍一顿 如果这样 他反而会开心 因为挨一顿打 对方会容易消气 只要能消气 大不了跪一天 可是王许就仿佛没看到他们一样 准备了很多招式 一下子使不出来 仿佛一拳打在了棉花上 后续招式没法用 扑通 三个人直接跪在那里 我们错了 你可以打我们 使劲打 张龙想到自己的情况 一时间声泪俱下 王许低头翻着桌子上的医书 淡淡地说道 你的病我治不了 太严重了 就是太严重 才来找你的 什么叫你治不了 你这是明摆着不想治 我们错了 你说做什么可以原谅我们 我们都做 张龙认真地说道 王许看着张龙笑道 吃两斤屎 少一点也不行 吃了我就原谅你 这尼玛欺人太甚啊 不是不想吃 是特么地厌不下去 根本厌不下去好不好 直接就吐出来了 二斤啊 这个真的做不到 王许是不会给他们治疗的 哪怕吃了 也不会治疗 这三个人 是彻底恶心到他了 这种人不配活在世上 王许感觉自己 没有用特殊手段 报复死他们 已经够仁慈了 还赶来找自己 给他们治病 想屁吃呢 张龙三个人 并没有恼羞成怒 他们已经做好了准备 不可能跪一下 就能达成所愿 他们想好了最不好的打算 日久见人心 他们打算在这里 多求一段时间 世上无难事 只怕有心人 这一次 他们来的时候就想好了 做一个有心人 必须要感动王许 如今王许的成就 他们低头也不觉得丢人 只是后悔当初 为什么没好好结交王许 为什么就惦记上杨倩 自己又不缺女人 不过想想 杨倩是真的马叉虫 放得开 玩得花 不得不说 但是感觉是真的好 王许现在不放在心上 但并不代表就能原谅 有些事情 不可原谅 如果自己还是之前的自己 那么这件事 对他的打击有多大 简直不敢想象 有人晕倒了 一阵骚乱 一伙人抬着一个青年 大汗淋淋跑了进来 五个人 躺着一个 衣衫不整 或者说是 就是单纯的用衣衫盖着 还有两个女孩 两个男孩 其中一个女孩 脸色发白 都挺漂亮 穿着时尚 有点精力的人 一下子就知道这是什么情况 马上风 马上风一般只姓 骄促死 姓骄促死 是指由于 性行为引起的意外突然死亡 又叫房氏促死 中医称为脱症 民间又叫大泄身 其实就和熬夜猝死是一样的 只是方式不同 异曲同工 王许赶紧走过去 一根银针扎进去 掉命 对面送来还算及时 就在附近 他们也知道 王许艺术很好 他们也算是王许的粉丝 马上风射魂小鬼 二十级 Boss怪 特殊怪 鹰腐怪 针灸后可战斗 战胜后可以行转 老板 求求你救救他 求求你 女孩脸色发白 其他几个人 也是脸色发白 王许一愣 似乎想到了什么 年轻真好 想到李柏琪 王许的内心有所动摇 人生短短几十年 是及时行乐 是花开 看折之虚折 末代无花空折之 是今朝有酒 今朝醉 还是 主要是自己不是不想 战斗 王许进入战斗 对面是一匹大黑马 身长五米 而上面有着一只小鬼 拿着拘魂灵 马上风射魂小鬼 气血 一百万王许也算发现了 疾病怪的强弱 虽然和等级和称号有关系 但有时候 出入还是很大 一百万气血 对于现在王许来说 也就是一刀的事 一刀秒杀 你获得战斗胜利 你获得六千经验 你的宠物金龙大熊猫 获得六千经验 你的宠物骷髅骑士 获得六千经验 你的宠物骷髅骑士 升到九级 你获得补肾壮壮汤芳 你获得锁阳 精品二百斤 你获得兔丝籽 精品二百斤 你获得黄金 精品二百斤 你获得杜仲 精品二百斤 青年缓缓醒来 迷茫地看着周围 静少 你醒了 太好了 女孩激动地说道 年轻人一看自己的情况 似乎也想起来 赶紧穿上衣服 多谢多谢 我叫魏静 年轻人鞠躬道谢 王许没想到 这个年轻人 还很有礼貌 看年龄 应该十八九岁 王许摆摆手 付了医药费 再三道谢后离开 那个女孩 也是再三道谢 一而再的鞠躬 这差点没给王许送走 骷髅骑士九级了 需要找点稍微厉害的疾病怪 刷刷经验了 嗯 王许看到一个人 王大牛 45岁 身材壮硕 为人憨厚老实 心地善良 王许小时候 去河沟里游泳 差点淹死好几次 家里的大黄狗 就过他一次 王大牛也就过他一次 王大牛是干农活 正好路过 农村的汉子 村里有河 大部分都会游泳 把王许拉上来 十来岁时候 他记得很清楚 大牛说 王许教导 王大牛很开心 因为王许原因 王大牛现在也是条件 越来越好 家里两个儿子 本来日子紧巴巴的 现在一下子好了 对王许自是感激无比 他来这里是治疗胃病的 王大牛有严重的胃病 但王许看到王大牛 还有个病 受损布局萎缩怪 四十级 Boss怪 魔王怪 特殊怪 大士怪 针灸后可战斗 战胜后恢复五年 雄风王许看到这个疾病怪一乐 这么壮的大牛叔 居然过上了清淡的生活 为了两个儿子 夫妻两人都是踏实干活 对于很多家庭 这个其实没那么重要 有了孩子 很多老爷们 都是常年在外打工 只有过年时候 回来几天 一般也就一个星期 新年一过 初三初四 都就出去打工走了 生活压力大 孩子要花钱 上学 结婚 人到中年 哪还有那个心情 一个缺钱 就已经没有什么想法 夫妻也需要心情 吃饱穿暖 心情好的时候 才有心情 整天被生活压得喘不过气 那还有什么心情 小许在啊 王大牛开心地打招呼 大牛说 我给你看 王许招呼王大牛 小毛病 抓点要吃吃就行 王大牛憨笑地说道 王许还是让王大牛过来 胃溃疡怪 二十级 BOSS怪 玩鸡怪 成长怪 精英怪 针灸后可战斗 这就是王大牛的胃病 胃溃疡 说严重也严重 说不严重也不严重 这个不好制 主要是忌口 但是忌口真的不容易 尤其长期忌口 生冷凉 辛辣刺激 油腻高盐 高糖等等 很多时候 什么良性的东西也不能吃 很多人不知道 什么是良性的 这也是为什么 很多小毛病 就是治不好的原因 另外就是 很多病 其实和自身免疫力有关系 有的食荒者 脏兮兮的 甚至从垃圾桶找东西吃 可是就是不生病 头发茂密 不便秘 不治疮 也不胃病 不拉肚子 有的人出门没戴帽子 小风一吹 直接感冒了 发烧 还要输液 大病一场 免疫力 就是你身体的防守大军 如果你生病了 那就说明 你的免疫大军 没有打败病毒大军 打成平手 就是那种无症状 但是身上有病毒 只是病毒大军和免疫大军 打了个平手 谁也奈何不了谁 这也是为什么说 好好休息 不要熬夜 熬夜会降低免疫力 本来你的免疫力大军 和病毒大军 打了个平手 现在你自己原因造成免疫力损耗 一下子挡不住病毒大军的进攻 兵败如山倒 你也就病了 这也是为什么 在疲劳的时候容易生病 保持良好的心态 充足的睡眠 丰富的营养 散发出旺盛的生命力 那时候免疫大军是战无不胜的 身体中的免疫大军 每时每刻都在战斗 永不停歇 要给免疫大军提供营养 保证战斗力 要轮流休息 有精神 还要有信念 一个心如死灰 无精打采的人 免疫大军也是没有斗志 大牛说 问题不大 我给你扎几针 平时少吃点辛辣油腻 王许说着就扎针 好好 王大牛开心地说道 进入战斗 二十级BOSS怪 哪怕四个称号 也是没有任何危险 不过这个二十级BOSS怪 气血不少 这是一条十米长的大蛇 红色的 成人大腿 那么粗心红的杏子 喷出一米多长 发出丝丝的声音 令人汗毛直立 胃溃阳怪 气血 二百万断魂三刀 王许直接出手 二百四十万秒杀 你获得战斗胜利 你获得两万经验 你的宠物金龙大熊猫 获得两万经验 你的宠物骷髅骑士 获得两万经验 你的宠物骷髅骑士 升到十三级 战斗结束 王许没有停止 而是选择继续战斗 和受损 布局萎缩怪战斗 大青虫 好家伙 四条大青虫 一间房子那么大 圆滚滚的 肥乎乎的身躯 如动作 受损布局萎缩怪 气血 两千万如今 对上四十级BOSS怪 一点压力也没有 不是军团怪 不是召唤怪 根本破不掉 金龙大熊猫的防御 正好带着骷髅骑士 刷一波惊艳 你触发五行大阵 受到的伤害 由己方所有单位 共同承担 己方所有单位 恢复增加100% 受损布局萎缩怪 触发魔王 每回合减少敌对1%的攻击力 同时增加自身1%攻击力 持续到战斗结束 受损布局萎缩怪 触发大事 开场前100回合 气血共享 伤害共享 攻击力 防御力增加三倍 嗯 有点东西 但是不是很多 断魂三刀 240万 240万 360万 气血共享 伤害共享 对面每回合恢复极限 也就800万 而对面打不动防御状态的 金龙大熊猫 所以 战斗没有一点悬念 只是时间问题 骷髅骑士 也是不断的攻击 迅运 击飞 王许很惊讶 这个骷髅骑士的控场能力很强 虽然没输出 但是控制能力特别强 王许自身机制 加上五行大阵 如今不需要输出 一堆肉盾也行 能控场那就更稳 随着时间 四只大青虫气血值越来越低 碰 被打爆了 消散开卷 战斗结束 你获得战斗胜利 你获得400万经验 你的宠物金龙大熊猫 获得400万经验 你的宠物骷髅骑士 获得400万经验 你的宠物骷髅骑士 升到29级 你的宠物 觉醒天赋骷髅之王 你的宠物领悟 天赋技能王者之盾 叔父 王许特别的开心 没有天赋的宠物 啥也不是 先看天赋 天赋骷髅之王 气血 防御 攻击成长提升五倍 免疫异常状态 施展所有技能 都有15%概率 额外出发一次 40%概率 无视目标的免疫控制 好强 王许有点小激动 这个天赋真强 就算目标免疫控制 也不行 40%概率 无视免疫 这个就如减伤 无视减伤 不过骷髅之王 不是百分百无视免疫 而是40%概率 无视免疫 也算很强了 还有就是 15%概率 释放技能时 额外触发一次 还是所有技能 有了这个天赋 加上骷髅骑士的技能 基本上就能站住脚 对了 还有个天赋技能 天赋技能 王者之盾 被动技能 每回合都有20%概率 为几方所有单位 增加主人5%气血上限的护盾值 护盾值可叠加 持续到战斗结束 王许感觉这个技能有点强 虽然只有20%概率 但是这个护盾值 以自己的气血为标准 5%气血上限的护盾值 最主要是护盾值可叠加 除非被打碎 算上天赋 15%概率触发两次 有点厉害 主要是还可以叠加 特别是王许的气血上限 每回合增加当前的1% 回合越多 这护盾也会越强 王许查看一下骷髅骑士 骷髅骑士 品级 零兽级 等级 29气血 174 0000 攻击 52万2000 防御 87万 天赋 骷髅之王 气血 防御 攻击成长提升5倍 免疫异常状态 施展所有技能 都有15%概率 额外触发一次 40%概率 无视目标的免疫控制 天赋技能 王者之盾 被动技能 每回合都有20%概率 为己方所有单位 增加主人5%气血上限的护盾值 护盾值可叠加 持续到战斗结束 技能 死亡一剑 主动技能 对一个目标进行打击 30%概率 选于目标一回合 冷却时间三回合 盾击 主动技能 用盾牌进行攻击 20%概率 将目标击飞出去 一回合后回到战场 冷却时间三回合 白玉骨 被动技能 每回合气血恢复10% 受到伤害时有10%概率 对攻击者施加眩晕 受到任何伤害减少30% 野猪冲撞 主动技能 对目标发动冲击 100% 眩晕一回合 对相运的单位 有30%概率 眩晕 最多三个目标 冷却时间10回合 白骨生命 被动技能 每场战斗 必定复活三次 每次复活气血增加一倍 防御增加一倍 之后每次死亡 有50%概率复活 这个感觉真好 又多了一个强力单位 骷髅骑士属于辅助 金龙大熊猫 属于肉盾抗伤 骷髅骑士可以控制 干扰 生存能力也特别强 主要是有个白骨生命 必定复活三次 每次复活气血和防御 都增加一倍 而王者之盾这个天赋技能 关键时候 是可以改变战局的 这一下又增强了很多战力 嗯 40级是不是还会觉醒一个血脉 不过目前倒也可以了 有着五行大阵 多了这么一个强力的宠物 直接让整体实力 提升了不止一个档次 王许看看大牛书 受损布局萎缩怪 50级 Boss怪 魔王怪 特殊怪 大士怪 龙血怪 针灸后可战斗 战胜后恢复五年雄风 五成号 多了一个龙血怪 让王许有点犹豫 咬咬牙 反正有拖战令牌 试试 继续战斗 再刷一波经验 大牛书今年45岁 恢复十年雄风 也差不多了吧 大不了以后 再帮他恢复一下 这一次不是大青虫 而是五条巨大的青蟒 20米长 水缸粗细 脆青色 舌头上居然生脚 龙脚 这应该就是龙血怪的原因 吼 隐约龙银之声 这不是舌能发出的声音 悬浮在空中 游动的身姿 如一条青龙 可惜没有龙爪 也没有龙头 也不是龙尾 只是那身躯 有着一缕龙姿 传说中的龙 就是由尸头 鹿角 虾腿 鳄鱼嘴 乌龟井 蛇身 鱼鳞 肾腹 鱼脊 虎掌 鹰爪 金鱼尾 受损 不举 萎缩 气血 五千万战斗 开始 王许这边召唤出一只小凤凰 你触发了五行大阵 受到的伤害 由己方所有单位共同分担 己方所有单位气血恢复 增加百分之一百 受损不举 萎缩 怪 触发魔王 每回合减少敌对百分之一的攻击力 同时增加自身百分之一攻击力 持续到战斗结束 受损不举 萎缩 怪 触发大事 气血共享 伤害共享 攻击力 防御力 增加三倍 受损不举萎缩怪 触发龙穴 每回合增加自身百分之二气血上限 气血每降低百分之十 增加一倍攻击 最多五倍 这个虽然不是召唤怪和军团怪 但是并不是说就不强 这受损不举萎缩怪的强大之处在于攻击力 金龙大熊猫 选择防御抗伤 王许先施展疯狗拳 主要是为了降低对面的输出 骷髅骑士 使用野猪冲撞 这个技能非常霸宝 野猪冲撞 主动技能 对目标发动冲击 百分百眩运一回合 对相邻的单位有百分之三十概率眩运 最多三个目标 冷却时间十回合 百分百眩运一个 还有百分之三十概率眩运另外三个目标 眩运住两个 百分百一个 另外百分之三十概率 算起来只能算眩运一个 轮到对面出手 碰 一百三十万每个单位都承受这么多伤害 小凤凰当场消失 碰 一百八十万少了一只小凤凰成伤 骷髅骑士死亡 骷髅骑士复活 气血和防御增加一倍 一百二十万这是被肾虚全削弱过的那只 另外两只眩运 好刺激 回合结束 你触发血脉龙血保体 气血恢复加四百万回合结束 你的宠物金龙大熊猫触发霸体 气血恢复加二四零万第二回合 王许召唤一只小凤凰 同时触发了王者之盾 全体增加了一个护盾 护盾值大概七十五万气血 肾虚全 再次降低一只青蟒的伤害 骷髅骑士施展死亡一剑 没有破防 百分之三十概率炫运 也没有触发 而对面五只青蟒都能行动 碰 一点 嗯 这个好 触发了金龙大熊猫的血脉中的金刚技能 受到任何攻击时都有十概率触发金刚 只受一点伤害 主人共享金刚效果 百分之十概率 不高 但是对面五个怪 每个怪 百分之十概率 那每回合 就有百分之五十概率触发一次 如果运气好 或许可以连续触发 剩下的四只 打掉接近五百万血 骷髅骑士再次死亡 触发第二次复活 气血防御再增加一倍 这一回合 金龙反击冰冻了两只 回合解释 王许这边大大的回口血 王许打得很刺激 第三回合 王许继续肾虚拳 目标是没有冰冻的一只 而骷髅骑士则是使用盾击 碰 击飞出去了 这回合回不来 只能下回合回来 这一下好了 冰冻两只 击飞出去一只 只有两只青蟒攻击 而且还都是被肾虚拳削弱过的 这一回合 不但无损伤 还回升了一些气血 骷髅骑士配合金龙大熊猫的冰冻 还是挺好用的 不过觉醒了血脉的金龙大熊猫 对得起神宠肉盾这个称号 这五世纪的龙血boss怪 真的有点强 主要是攻击力太猛了 还好有金龙大熊猫反击冰冻 加金刚 再加上骷髅骑士的控制 血线依旧是在慢慢地下降 不过王许并不慌 气血共享 慢慢叠加防御和气血 叠加王者之盾 只要能站住 那就一定能胜利 终于 金龙大熊猫的气血 还是见底了 不过在这个时候 金龙大熊猫身上出现了一圈金色的光照 零无敌出现了 这是金龙大熊猫的血脉能力 受到致命伤时保留一点气血 然后进入无敌状态 持续三回合 一场战斗只能生效一次 三回合 很好 直接可以回血七百多万 直接就是大半血 只要野猪冲撞的冷却时间一过 骷髅骑士就会使用一次野猪冲撞 控制住了 就可以不掉血 控制不住 就会掉血 不过掉血越来越少 因为金龙大熊猫的防御越来越高 而王许的魔王腰带 可以抵消对面的攻击增加 所以说 时间越久 对王许越有利 渐渐地 配合王者之盾 控制 以及王许的晕锤概率 渐渐地保持在了一个满血状态 而小凤凰的数量 也是开始增加 每增加一只小凤凰 受到的伤害 就会大大降低 小凤凰一多 直接没有了威胁 这白鸟嘲讽 真的是神迹 不知不觉 来到了第一百回合 好 这是龙银声 仿佛从天外传来的滚滚龙银 五条巨大的青蟒 在空中腾膜 然后缠绕 吼吼 一道耀眼的青色光运闪烁 画龙 这 王许惊讶地看着天空中 这只超过一百米的青色巨兽 这就是一条龙 比王许在任何电影 任何图画里看到的都像 就那么真实地出现在你面前 二百米长 散发出的神圣气息 还有那恐怖的龙威 震撼 让人想膜拜的冲动 真的是神奇的生物 无翅能飞 无翅能游 没有任何一种生物 能和它比庄严霸气 青龙斩 1500万全部单位都掉血 1500万 金龙大熊猫空穴 但没死 因为和王许气血共享 王许经过一百回合的叠加 如今气血超过2500万 蟹条还比较健康 而骷髅骑士复活了 触发的是 坐骑技能浴火重生 20%概率 优先触发 几十只小凤凰 只有五只触发 浴火重生 其他全部消失 不得不说 这个浴火重生技能也挺好 单位越多 这个20%概率就越强大 这个百招大招太狠了 这伤害不用说也是神圣伤害 而且还是攻击全体 这个属实有点变态 王许又想到了 骑堂的不孕不遇正怪 那是真的一条青龙 还是一百级 百招之后 再次变成五条大青蟒 已经威胁不到王许 其实王许不慌 百招再厉害 王许还有个低级虎符 可以抵挡 对面也就气血和防御再叠加 攻击叠加 被王许的魔王腰带给抵消 而王许的防御 每回合提升当前的2% 正在暴增 对面最多也就是血牛而已 所以可以说稳了 只是时间问题 不知不觉来到200回合 王许的防御 已经达到一个无比恐怖的地步 青龙斩 再次化成一条青龙 只是这一次的青龙长度 达到了恐怖的500米 看得王许目瞪口呆 什么概念 一里路那么长 蜿蜒起伏 在天空中蜿蜒起伏 腾云驾雾 那场面无法形容 震撼 视觉上的强烈冲击 这绝对是一场视觉盛宴 这才是最好的风景 苍凉 大气 磅礴 屁肥 庄严 神圣 凶悍 王许不知道该怎么形容 碰 三千万 骷髅骑士 触达第三次复活 金龙大熊猫空穴 但没死 因为王许和金龙大熊猫 气血共享 叠加了两百回合 王许的气血和金龙大熊猫 加起来六千二百多万 王许和金龙大熊猫 都减少了三千万 王许还剩下二百多万的气血 小凤凰复活了十三只 好强 不过也就到此为止了 断魂三刀 打招之后 再次恢复五只青蟒 不过伤害共享 一千八百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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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五只青蟒 都掉这么多的血 三刀 刀刀暴击 算下来 每一只青蟒 掉血五千四百万 不过回合结束 会回血至少两千万 疯狗拳 两千三百万 每只青蟒 都减少两千三百万 只是回合结束 每只青蟒 触发自愈 高达两亿气血的青蟒 可以恢复两千万 这一回合 可以说 只是控制住五只青蟒的恢复 第三回合 王徐只能普通攻击 九百万 一千八百万 触发了连击 第二次普通攻击 还触发了暴击 每只青蟒 掉血两千七百万 还行 只要不让青蟒恢复 就可以慢慢地 降低青蟒的气血 气血越少 青蟒攻击越高 不过 不是百招的大招 现在就算增加一倍攻击 也破不了 金龙大熊猫的防御 所以可以无视 就这样 不到三十回合 战斗结束 五条巨大的青蟒消失 你获得战斗胜利 你获得两千万经验 你升到四十一级 你的宠物金龙大熊猫 获得两千万经验 你的宠物金龙大熊猫 升到四十一级 你的宠物骷髅骑士 获得两千万经验 你的宠物骷髅骑士 升到三十四级 你获得青龙石 你获得严寿丹一颗 你获得青椒剑 出东西了 但是 王徐不是多么的激动 严寿丹虽然很珍贵 不过他现在还有好几颗不过 这东西多多益善 这个是可以续命的 不只是续命一年那么简单 主要是让身体状况 回到一年前 那么 以他强大的医术 就可以治疗 王徐先看青龙剑 装备这一块 王徐不太激动 主要是他现在装备 基本上差不多 这个青龙剑肯定是武器 但现在 对武器没什么渴望 而且大概率是五十级的武器 一时半会用不上 果然是五十级的武器 青椒剑等级五十攻击加三零零零零 防御加五千 气血加一零零零零 附加技能青椒 被动技能 增加两倍的自身攻击 无视目标百分之二十的防御 附加技能破甲 被动技能 无视目标百分之二十的减伤 百分之十概率 无视防御 附加技能追击 被动技能 攻击时 百分之五十概率 额外进行一次普通攻击 附加技能暴击 被动技能 百分之二十概率暴击 造成两倍伤害 百分之十概率 造成致命一击 造成三倍伤害 耐久度 五百天王许看着这个武器 好不好 可是他的输出 主要是靠防御 靠嗜血追云旅的附加 这个青龙剑 看着挺唬人的 不过 没有五等级限制 也没有永不磨损 不可毁坏 所以 王许也不纠结 毕竟是要淘汰的 王许最后看向那块青龙石 青龙石 神秘材料 可以强化装备 强化属性 强化技能 增加一个新的技能 王许 好家伙 这是个好东西 自然要使用 王许有神器青龙玄武甲 嗯 这个是青龙石 这名字听起来就很配 使用 强化成功 你的青龙玄武甲 发生了变化 王许激动地 看向崭新的青龙玄武甲 青龙玄武甲 龙族神器宝甲 用青龙金 玄武甲 神石 神水等材料炼制而成 有着无比强大的防御力 坚弱磐石 等级100 防御加4000 气血加4000 格挡加8000 附加技能 玄武 被动技能 增加自身两倍的防御 每回合增加1%防御 和1%气血 附加技能 坚弱磐石 被动技能 战斗开始召唤一只 玄武石龟 每回合为己方分担10%伤害 持续到战斗结束 附加技能 青龙守护 被动技能 每回合有5%概率 召唤一条青龙 全体进入无敌状态 持续一回合 回合结束时 几方所有单位 恢复37% 附加特效 神奇宝甲 有缘者得知 无等级限制 耐久度 神奇宝甲 永不磨损 不可毁坏 王许现在 才算知道这个青龙石 多么珍贵 不过也可能是青龙玄武 假式神器 所以才会这么强 如果强化别的装备 会如何 毕竟青龙石 强化出来的能力 和装备本身的名字 非常契合 不管如何 这一波强化 直接赚妈了 技能越多 触发概率就越大 每回合都有技能触发 那结果就不一样了 舒服 真的舒服 收针 王大牛感觉浑身暖洋洋的 非常的舒服 甚至连一直没有感应的地方 似乎也有了感应 惊喜中带着怀疑 毕竟已经好几年了 打工时候 碰到了命根子 直接废掉了 这对于一个40岁的男人来说 打击也很大 毕竟 这是男人的象征 但生活还要继续 还有两个儿子要养 但总是心里的一块病 他体壮如牛 不吸烟 喝酒只是偶尔喝 不打牌 就这点乐趣也没了 王大牛自以为傲的 就是这个能力 雄壮 耐力强 王许没说什么 王大牛回去后 发现真的好了 直接打电话 让媳妇回来 媳妇不知道什么事情 但还是回来 王大牛锁上门 他媳妇还不知道 大白天他锁门做什么 就被王大牛抱起来 走进了卧室 一直到天色暗下来 王大牛心满意足地躺在床上 眼角有泪 可是却在笑 他媳妇温柔地依偎着他 怎么好的 王沈开心好奇地问道 我去中医馆那里治疗胃炎 小许在 就给我扎了几针 喝了药汤 王大牛说道 我之前让你去找小许看看 你还不好意思 王大牛呵呵直笑 心里一下子通透了 现在就算累死累活 也有劲 男人就是这样 虽然夫妻生活 可能多少天一次 一次也没多少时间 但是生活离不开这个 三音战子龙的视频 也彻底在网上火了 浏览量 点赞 评论 堪称恐怖 老板 你们这样玩 是不是对所有导演不尊重 人家秦演员 就要出几千万的出场费 你这弄得人家性价比很低呀 最帅赵子龙 那张飞 我一下子就记住了 现在只要一说张飞 我满脑子都是那个小塔克 都知道关羽 暴力三刀 看了这个视频 我感觉之前看的那些打斗 就是搞笑 这个你也要理解 毕竟很多演员 其实就是普通人 没练过 只是加工的 这个关羽有点年轻 有点太帅 但刘备这个胖子 我也是满脑子都是他 是不是有毒 哪几匹马是真的摔爆了 你可以看看 网上很多 那是没有美颜和滤镜的 那是真实的 你说真实的就是真实的 网上的东西 看看就好 当真你就是傻子 见不得别人优秀 你的话隔着两千里 我都闻到了酸臭气 这打斗的实在是太好看了 别说是真实的 就算是假的 也是视觉享受 而且真假 大家还是可以看出一些 说假的 你们可以去拍一个看看 我跟你说 假的好拍 真的不是难拍 因为拍不了 到处都是这个视频 刷爆了网络 配合那热血怀旧的音乐 把人带入那金戈铁马 争容岁月 带入那豪情万丈 大丈夫带兵杀敌的境遇中 很多人刷了不知道多少遍 看着都是享受 就是激情 热血 看着让人肾上腺猛风 那种畅快淋漓 那种豪气万丈 停不下来 带入感太强了 让人看后 都想着 拿着拖把挥舞一番 一时间三国战力 第一是子龙都冲上了热搜 还有很多标题 都是热门 当火了之后 你不用宣传 很多人给你宣传 主播只要解说这个视频 就能吸引一大波流量 如果是一个有功夫的主播解说 那吸引的人更多 很多主播羡慕张飞的扮演者 牛刚 之前叫功夫之王 这一次大火 甚至还有人说 很快就有导演拍三国 而且会找牛刚扮演张飞 一下子就从主播变成明星 直接从直播圈进入娱乐圈 很多人都知道 牛刚能有今天 都是因为王许 很多人都知道 牛刚是王许的徒弟 当时可是磕头了 当时说的交牛刚三个元 王许也要看看这人的品性 这个牛刚 目前看还行 一般做什么事情 都会征求王许的同意 因为王许不带货 这家伙也没有带货 如今因为王许的原因 让他大火 更不考虑带货 他现在就认准了王许 王许让他做什么 他就做什么 王许不说的 他都不做 就做娱乐 或者练武 教人练武 王许并没有说不让他带货 但也没有鼓励他带货 毕竟其实很多主播带货 怎么说呢 简单点说 就是打广告 可是 真要往生了想 还是要慎重 因为很多人是相信你才买的 这个才是带货的核心 而你带货 首先你要对这个产品了解 很了解 甚至你要用很久 你要对这个产品负责 但现在 一百个粉丝都恨不得带货 说的是天花乱坠 可是他自己都不吃 狗吃了都拉肚子 但还是继续卖 继续吹 正线的人流量是越来越大 很多人开车几天赶过来 看看大草原 吃顿火锅 购物一下 再去中医馆养生养生 现在又有了一个去处 就是去王村看看 王村现在已经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很多人第一眼看到 就会蹦出三个字 桃园村 室外桃园的意思 植被不是高大的那种 短粗 很好高 翠绿玉滴 苍青翠绿 有种是画中的感觉 大陆街道都是石面 一尺建方的石块砌城 古朴 大气 宽阔 古味中带着一股 室外仙境的味道 一座座别墅 随处可见的青草之地 异常的干净 直接可以让人躺上去的那种 每个家庭里 也是谁看了 都得羡慕 中间一座楼 前后小院 家里有草坪 小花园 小甲山 小池塘 嗯 都很小 而且 形状也是随心所欲 可就是看着说不出的舒服 主要是整个王村 都有距离镇覆盖 羊点鱼类 小鸟 小宠物什么的 都是长得很好 不知不觉 王村这里 以及大草原那里 还有野猪山中 吸引了很多鸟类来筑巢 很多都是不曾见过的鸟类 甚至野猪山 还出现了一些小野兽 小野琴 比如山鸡 老鹰 猫头鹰 为王村增添很多美丽色彩 还有就是 老黄作为土狗之王 身边不知道什么时候 汇聚了王村的所有狗 其中大部分都是土狗 也有一些其他的 比如拉布拉多 金毛 阿尔哈 阿拉斯加 德牧 纯不纯不知道 农村家庭 不能说家家户户养狗养猫 但是很多家庭都有 所以 老黄带着一群大狗 小狗 数量超过两三百只的时候 那场面真的一言难尽 不过都是土狗 或者金毛 拉布拉多这些 看起来很温顺的狗 但依旧是很壮观 老黄带着他们游街 到饭点 谁回谁家 被村里人发到网上 自然被人认出来 那老黄可是中华神犬 所以火了 但似乎没火 很多人看到老黄威风的一面 表示自己活得不如狗 慢慢地 也成了王村的一道景观 老黄如今也有四只母狗 都是王许给他买的 都是外国品种 而且 作为狗王的他 也没少在外面偷吃 这狗东西 现在是真的潇洒 今天 天下第一类台那里很热闹 因为来了个厉害人物 一个职业拳击手 名字也很特别 靳王 他是一名职业拳击手 也是一个拥有千万粉丝的网红 28岁 人生巅峰 今天来到正线 手养上去 不得不说 职业拳手确实很强 抗击打力 耐力很强 靳王还是个重量级拳手 身高1米8 体重198斤 一身健子肉 没有多么清晰的腹肌 但也不是大度难 骨架大 臂展大 整个身体很匀称 一点也不胖 就是感觉精壮无比 奇云败了 虽然白虎装入门 增加了体质 但是遇到职业拳手 还是一名优秀的拳手 还是不够看 这是人家的职业 苦练这么多年 整体素质提升 比起奇云的白虎装提升还要高 所以 奇云败了 而且很轻松地败了 不是一个级别的 要知道 在天下第一类台这里 奇云绝对是高手 经常对战 要来挑战王许的人 现在是谁想挑战王许 必须先过了奇云 以及牛刚这一关 现在奇云轻松败了 场面一下子热闹了 此时很多主播都在直播 靖王今天怎么了 他可是职业选手 就这么去挑战一个业余的 胜之不武 输了一败涂地 冲动啊 不过也让我们看到 这个业余和职业之间的差距 真的太大了 本来就是 不是有句话是这么说的吗 不要拿你的爱好 挑战我的职业 你们说牛刚如何 毕竟260斤的吨位在哪里 看吧 我倒是好奇 老板今天如何应付 我也期待 我到现在都不知道 老板是一个演员 还是一个高手 网络吗 真真假假 认真你就输了 我们是外行 看热闹就行了 不知道这里面 是不是有什么深意 我倒是觉得 靖王就是手痒 或者想装逼了 这么强的实力 这个平台这么大 为什么不赚一波流量了 这倒也是 在这个擂台装逼 应该很爽 牛刚上去小坦克一样的身体 如今 也是风头很盛 断魂三刀 在他手中施展 霸气无比 双方戴上全套 靖王有点小帅 粉丝多和这个 也有着分不开的原因 加上起了个骚包的名字 很多女孩子喜欢的不得了 仿佛是真的靖王一样 牛刚本来靠着大体格 还有那业余水平 再往红里排的上号 业余中 能打过牛刚的 还真不多 重量在哪里 白虎装刚入门 让他在业余中 绝对有一席之位 现在对上这个靖王 他心里没底 先下守围墙 哼 牛刚大喝一声 冲过去 重拳出击 这一刻技巧就体现出来 靖王的灵活很强 而且出圈快 躲闪 脚步一看 就和业余的不同 那是一种感觉 味道 碰 这是技术的压制 靖王的速度快 灵活高 牛刚力量 耐力 其实都没有优势 哪怕中了40斤 本该占据优势的地方 并没有 职业训练 和业余是完全不同的 跟着王许的时间还是有点短 白虎装有了效果 但还是那句话 职业拳手的体能等 都是普通人的数倍 牛刚第一次感受到了 力不从心 不行 根本不行 完全不是一个段位的 碰 碰 牛刚成为了一个活靶子 巨大的体格 显得有点笨拙 打着打着也毛了 无情眼 看东西都不清楚 只能被动防守 靖王越打越灵活 一拳一拳 他神情认真 出手也不留情 这么大体格子 壮硕得像个牛犊子的牛刚 越发显得靖王灵动飘逸 俊逸 网上很多人都叫好 毕竟这段时间 牛刚和奇云 在这擂台上 打败了太多人 人的思维就是如此 一直胜利的人 渐渐成为强者 就慢慢滋生出 想看他失败的念头 所以 靖王打败牛刚之后 很多人都激动 仿佛看透了一切 业余终归是业余 也只能在自己的圈子里 抖抖威风 唬一下普通人 是啊 你看那些网红拳手 一个个叫嚣 一个打十个 身高一米五 劈砖断石 就是跳梁小丑而已 没办法 能赚钱 所以他们很起劲 皆为力来 皆为力往 无力不起早 以后我看不下去那些网红了 感觉恶心 要看全赛 还是看职业的 你以为我看的是全赛 我看的是搞笑 王虚此时也在下面看着 微微皱眉 这个人打牛刚这般 有点过分了 已经有点侮辱成分了 牛刚 你不是他对手 输得不冤 下来吧 王虚开口 哎呦 老板来了 老板来了 牛刚认输 脸肿得很大 不好意思地对着王虚说道 师父 对不起 给你丢脸了 王虚笑笑 不丢脸 剩办很正常 好好练 王虚说着走了上去 卧槽 老板真牛逼 上去了 我怎么有点激动啊 你们说 老板有没有一成的胜算 能让牛刚心甘情愿地败师 你觉得王虚没有点东西 你们不知道 其实牛刚败老板 为师之后 这才多久 战斗力增加一倍不止 你吹牛吧 一会看 你们没看出来 老板这是要为徒弟出气了 晋王是个职业选手 这么打牛刚 确实有点过分了 有点戏弄人了 老板这个世界第二高手称号 不知道 还保不保得住 那个称号你也信 那是老板的手段 不过老板确实有点东西 但今天希望不要让我失望 安静安静 听老板说话 王虚站在擂台上 看着晋王笑道 十分钟时间够休息吗 晋王一愣 笑着看着王虚 重量他超了王虚 不下五十斤 身高差不多 他还是职业选手 对上王虚 不可能输 不用 现在就可以开始 晋王说道 你还是休息十分钟吧 别说我欺负你 王虚面带微笑 风轻云淡 很平静 很自然 也很随和 说出的话 也是让人如沐春风 王虚一边说 一边慢慢地戴上手套 你是牛刚的师父 晋王好奇地问道 算是吧 王虚说道 本来我没打算挑战你 今天就是手养上来玩玩 晋王笑道 我其实也没打算上来 不过牛刚毕竟叫了我一段时间师父 王虚笑着说道 周围人一听 开始起哄 直播间也是热闹极了 很多主播都在直播 还是现场 郑县这里有不少主播 甚至还有大主播 来这里游玩 散散心 没想到还能碰到这么然的素材 可以免费直播 晋王笑了 有点不屑 有点亲面 他感觉王虚这句话 有点装逼了 晋王不喜欢别人在他面前装逼 晋王也是骄子 在自己喜欢的行业里也是个人物 名人 比如在他们县 是都有名望 武鞋 大网红 年轻有为 事业有成 自信 帅气 阳光 多少女孩围着他转 来往的也不是普通人 都是家里有点产业 或者有点名望的人 王虚虽然现在有名 但是他也没放在心上 至于王虚的武术 在这个领域 他觉得王虚是一个演员 直播间的人越来越多 也越发的热闹 老板太平静了 这该死的气质 我一个男人都喜欢看 不是你爱看 我喜欢看 喜欢听他说话 那种风轻云淡 自然淡然 还有那让人听着很舒服的声音 不得不说 老板真的很有魅意 真羡慕老板的女朋友 我好想 听他叫我老婆 有没有 人能帮我联系老板 我愿意出一半资产 老板只需要和我度过三天快的时光就行 楼上的 你是我大姨 你快躲躲吧 我大姨夫去找你了 十分钟很快过去了 静王活动活动 手腕和脖子 示意王许可以开始了 王许笑笑一拳打过去 静王也不甘示弱 也是一拳打过来 王许可以有大宗师级的泄力 吸气 微微攻身 砰砰 看似是双方都互相打对方一拳 但是静王这一拳打在王许身上时 并没有什么力量 十分的力量 剩下的连一分都没有 上步 王许一瞬间 整个人如一只灵力的豹子 砰 速度很快 王许的脚步 走得有点势之自行 但也不标准 出拳很快 力量很猛 控制好足够的力量 将静王打得站不稳 静王脸色一变 砰 一拳打在了静王脸上 这只是一个开始 王许的动作不是特别快 都能看得很清楚 但是那流畅自如 顺势而为 顺其自然 水到渠成的感觉 实在是让人太舒服了 这比起静王刚才打牛缸时候 还得心应手 这完全就是碾压 就如一个大人打小孩子 一时间 静王不像一个职业拳手 连招架之力都没有 每次努力站位 下蹲 重心下移 双手格挡 身体前倾 但依旧是挡不住王许的攻击 王许的力量太狂暴了 那沉闷的打击声 清晰地传出去 而且 静王身上被打的地方已经乌清 脸上 比起牛缸肿的还厉害 碰 又是一拳 静王被王许打得坐在地上 双臂不断地颤抖 双腿也是 站不起来 连双臂也抬不起来 现场死一般的安静 静王败了 败得很彻底 可以说完全是被王许压着打 假不假 如果没有看到 只是听说 谁都不会认为是真的 太假了 但是看到的都不会感觉假 如果是假的 那这演技绝对是超神了 还有那鼻青脸肿 那动作 那打击的力度 真实的打击声音 和配音的效果不同 视频直播 而且还是有很多直播 一个造假 不能都同步造假吧 静王是猛逼了 整个人都傻了 这个也是演不来的 之前有多意气风发 现在就有多垂头丧气 牛刚内心激动得不行 嘴唇都颤抖 他一个二百六十斤的大汉 被人护着 那种感激 那种好像小孩子有了靠山 有了依靠一般 虽然打败没什么 但是被人这么吊打 而且虐打是最憋屈的 我打不过你 我不服输 我认真打 你可以将我打败 但这样戏耍地打 就有点不尊重人了 但就算如此 牛刚也只是不舒服 是自己技不如人 男人要有承受的能力 这点委屈不算什么 但现在王许站出来 一下子就把他的那点不舒服 给转移走了 转移到了静王身上 谁都看出来 这是王许为了自己徒弟打的 而且 王许虽然风轻云淡 可是他们就是感觉 王许是带着一点情绪的 只是看不出来 但仿佛感觉是这样 寂静之后 那就是哗然 就是爆炸 不但现场炸了 各大直播间也炸了 静王也是名声在外 是职业拳手 虽然成了大网红 但静王的实战能力没有丢 直播 拍摄视频 也是自己的训练 或者比赛 分享一些自己的赛事 其实 就算很多人知道 王许有点东西 但也不会认为 王许能打败职业拳手 而且还是在重量上 差距这么大 本来或许还有点怀疑的人 看到静王在擂台上 傻傻的表情 那明显是被打猛了 不能接受这个结果的表情 这一下都看出来 这不是演戏 因为演戏就算演技再好 也能看出一二 只能说演技好 真的就是真的 假的再真 也是真的 总会有表演痕迹 哪怕本色演出 因为有剧本 因为你知道脉络 就算随意发挥 那也是给了你框架 但这一次擂台 没有剧本 王许上台 就是让人意外 静王也意外 另外就是 静王想了很多结果 唯独没有想到自己会失败 如果想到 哪怕只有一成失败的概率 他也不会和王许打 可现在居然输了 这结果无法接受 毕竟在他最引以为傲的领域 被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年轻人打败了 还败得这么干脆 这么彻底 自己现在都有点晕乎乎的 为什么就毫无还手之力 他不信 我不服 静王咬着牙说出来 这几个字 一出 很多人一下子彻底相信了 也感觉静王这个人输不起 这度量不行 静王被打几眼了 老板真的威武 那神色那气质 真的是绝了 我一个大男人 不知道为什么 就喜欢看老板 喜欢看老板 和各种人打交道 我觉得 女孩子没有不喜欢老板的 我感觉能配上老板的女人 真不多 老板刚才的打斗动作 真的很炸 虽然很野性 可是更多的是一种 行云流水 宗师风范 真的是看着太帅了 不是练武之人 你们没有看到其中的微妙动作 还有呼吸 王许也没想到 静王会说一句不服 王许笑笑 我知道了 然后就走下去了 周围欢呼 不过王许和大家打个招呼 走到牛缸身边 然后伸手 双手 落在牛缸身上 按压履推 并在头上扎了几针 只是五分钟不到 直接消肿 化瘀 活血 虽然脸上还有一点轻硬 但基本上可以说 已经恢复 这又让周围人无比惊讶 直播间也看到了 这手法 很多人都在研究 王许的手法 甚至落在的位置 更是爱提一些中英名人来解读一下 闲着没事 王许去看看齐老爷子 齐老爷子 已经成为安全酒店小区的第一个住户 安全酒店已经差不多好了 那里的建设 很多也是出自王许之手 比如假山 小湖泊 古墓 巨林镇 小区有草坪 有花园 有林木 不过不是树林 都是风景树 就有一个好看 舒服 有独门独洞 也有如商品房一样 因为王许知道 后面这里肯定会很多人 只有独门独洞住的人太少 也不是特别高 最高时层 整栋楼也是那种坚固模式 厚重无比 让人一看这栋楼 就如一只玄武巨兽一般 尖若磐石 给人的感觉就是安全感 厚重 大气 居住的属性直接拉满 加上环境 已经可以说很令人满意 但他们现在还不知道 这个安全酒店最大的属性 是什么 王许给齐老爷子 安排独门独洞 也是位置最好的其中之一 王许亲自装修设计 老爷子住进去 还不到三天 老人非常满意 现在其他也开始装修 装修的人是 王村建设的那些人 那些人经过给王村的建设 如今熟能生巧 这技术水平大增 主要是风格好 设计好 手艺好 这些人都是老木匠 王许直接高薪 虽然他们推辞 不要王许的钱 毕竟王许给予他们的 太多太多 但王许还是按规矩来 干活就要拿工资 而且王许的收入并不低 这个安全酒店小区的收入 会非常的恐怖 所以 这点装修费肯定要给 老爷子看到王许特别的开心 如今 他的身体非常的健康 不疼不痒 浑身暖洋洋的 吃饭香 精神足 爷爷 我来看看你 王许笑着说道 他想到了自己的爷爷 他多希望自己的爷爷 现在也活着 那么 就可以想服了 自己一定要让他成为 最幸福的老头 他内心是孤独的 没有血缘上的亲兄弟姐妹 没有父母 爷爷奶奶也没 好像说他妈妈是独生女 父母也不在了 还不是本地人 孩子 想什么呢 老爷子一双洞察明火的双眼 慈祥地看着王许 带着笑容 老爷子的气势很足 但不压人 他骨架大 虽然瘦 但这段时间身体恢复 精气神 神态 都发生了巨大变化 王许笑笑 我就想 这人的寿命多少岁是比较好 老人一愣 知道王许不是想的这个问题 但老人招呼王许坐下来 阳光微暖 冬日的阳光是最舒服的 坐在堂椅上 堂椅上有温暖舒软的垫子 旁边还有宝毯 王许给老爷子盖上 度日如年的时候 这人对于寿命的追求并不强烈 越是安逸 越是想长寿 甚至长生不死 老人笑道 王许点点头 古代皇帝很多都追求长生 炼丹树 最后拱中毒 反而落得早死 如果活着生不如死 那就不奢望活得久 年纪轻轻 不能想这些问题 要向前看 积极向上 你的人生才开始 会越来越好 老人笑呵呵地说道 嗯 爷爷 我教你个强身健体的动作吧 很有用 王许笑道 我这么大年龄 还行吗 老人一愣 毕竟很快就要过年 一过年就要89岁的人了 肯定呢 王许保证道 然后站起来 开始打太极养生拳 这个拳速度频率很多个 王许选择是一个非常慢的 也是初学者的频率 哪怕就算年轻人学习 也是从这个频率开始 王许教得很认真 老爷子学得很认真 并不慢 动作难度也不大 这是养生拳 养气 养血 呼吸 舒展 还有就是一种意境和感觉 想要练到高层次 更多的是 需要一种意境 需要人生的感悟 以及心态 老爷子一生大风大浪 加上年龄在哪里 生死看淡 心境 感悟等都在 所以这上手的速度让王许都震惊 太快了 动作不标准 但是意境到了 老爷子只是感觉打着很舒服 这种舒服 都有点停不下来 很上瘾 整个人仿佛在温泉中 甚至感觉自己身体中 有着一股气在走 走到哪里 哪里就舒服 走到哪里 哪里就舒畅 甚至感觉自己的胳膊腿 都在变得灵活 整个人也是有种神清气爽的感觉 神奇 好神奇的拳法 只是老爷子也不知道 能像他这般迅速上手 达到现在这个程度的 很少很少 甚至很多人练多少年 可能也达不到老爷子这个境界 这就是一种机缘 称得上机缘 那就可以说 改变了一生 是你一辈子都达不到的 只有达到这个水准 才能称得上机缘 老爷子足足打了15分钟才停下来 呼出一口气 面色红润三分 整个人都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王许也被惊讶到了 不过很快就想到了其中原因 毕竟王许的境界 可是大宗师境界 好好好 齐老爷子一连说出三个好 就在这个时候 一个中年男人走了进来 照顾老爷子的人 和王许点着头打个招呼 老爷子 验老爷子来了 中年男人说道 齐老爷子一愣笑了 这老狐狸来得正好 让他进来进来 齐老爷子笑了 老爷子知道 自家孙子齐成的事情 之前齐成来这里求医 自然也来看过老爷子 对于齐成喜欢燕家丫头的事情 就算齐老爷子也没有办法 但现在 他都知道了 不一样了 这一切都是因为王许的原因 老爷子 那我就先离开了 王许笑道 也好 齐老爷子想了一下笑道 王许离开后 大概十分钟 一个老人进来 85岁的燕老爷子 本来比起齐老爷子 状态要好不少 一个是年轻三岁 还有齐老爷子毕竟病了 这个年龄一生病 就显老 特别老 但现在 齐老爷子面色红润 身材魁梧 没有之前那么销售 精气神很足 特别是刚刚练了太极养生拳 这一下不夸张地说 年轻15岁 还是有的 就仿佛一个70出头的老人 直接把燕老爷子给看傻了 不可能 根本不可能 神仙也做不到的 但现在就真实地出现在自己面前 孙女的情况 让她知道 肯定是王许的原因 毕竟齐老爷子的病都是王许治好的 只是让她没想到治疗得这么好 还有就是 这里的环境太好了 太舒服了 老家伙 这里是真舒服 你真会找地方 燕老爷子笑着说道 这是我孙女婿给我安排的 齐老爷子的开心是掩饰不住 不知道为什么 燕老爷子有点嫉妒了 齐老爷子的话 让他就是好气 人到老了 就是争一口气 说到底 现在燕家还欠王许人情 嗯 或者说是欠齐家人情 人家王许是齐家老爷子的孙女婿 孝敬这老家伙 天经地义 但是和自己就没关系了 到了他们这个年龄 这个地位 很多东西已经不在乎 但很多东西又很在乎 比如比比健康 看看谁先把谁送走 比的是家里后辈 谁更优秀 可现在发现 比健康比不过了 比寿命估计也不行 至于后辈优秀 这王许如果成了齐家女婿 那就是一张王牌 燕老爷子很清楚王许的价值 谁家没有老人 谁不需要一个神医 本来齐家都已经高攀不上燕家 这也是为什么之前 燕家不同意燕亲和齐成的婚事 但现在不同了 自家或许都需要通过齐家 来接触到王许 他们也有很多消息 比如 王许对齐堂有多好 所以 夺走王许不现实 这样就只能交好齐家 然后再通过齐家 交好王许 齐家这老头有什么手段 燕家老爷子很清楚 只要他活着 只要他稍微操作一下 那就真的不一样 看着老家伙 此时红光满面 身子骨硬朗 就让他有点嫉妒 王许回到王村那里 二珠子 现在也有个家 盖得很好 王许出钱 村里人都很照顾二珠子 之前很照顾 现在更照顾 不着 村里都有人安排送饭 王许每次见二珠子 都给他改善伙食 王村已经建好 入冬时 连装修也好了 家家户户都住进了新家 今年是王村最幸福的一年 每个人的脸上 都挂着掩饰不住的笑意 不管是老人还是孩子 那种幸福 满足 那种神态 被网上称为最幸福的笑容 就因为这个笑容 那不是一个笑容 那是很多笑容 然后组合出来 都是满足的笑容 但又各不相同 所以很震撼 那是一种令人向往 羡慕的的环境 生活环境 王村的每个角落 如今在网上都能看到 王村的很多东西 都有人科普 都有人介绍 越是如此 越是让人羡慕 让人嫉妒 很多人在城市里 辛辛苦苦买了房子 安了家 结果感觉没那么像 每天累成狗 可是王村的人 只是在自己村里 收入不菲 住得舒服 吃得健康 环境优美 远离烦恼 自己辛辛苦苦 追求的一切 忽然他们就觉得 在王村这里 仿佛成了笑话 累死累活 为了什么 以前的人 没有这么物质 也不会这么攀比 更没有那么多的毒鸡汤 现在的女孩子 都成了公主 男人现在真的很累 大部分男人都很累 不但身体累还心累 女孩子要的太多了 不但要钱 还要爱情 要了爱情 还要浪漫 要了浪漫 还要生活和谐 很多男人很累 累得不到中年 就力不从心 力不从心 也是不行的 心很累 很累 这种生活状态 幸福吗 其实再换句话说 这人都是 眼皮子往上翻 人往高处走 人心不足 这个才是根源 只要你不知足 总有比你更优秀 更高的山 你永远不会感觉幸福 所以很多男人累了 最后选择单身 千八百 就可以享受几十万 才可以享受的 而且 态度绝对不同 很多人看到王村 表示自己要回老家 不是不拼搏 主要是很多人发现 拼搏下来 并没有留下什么 只是留下了一个千疮百孔的身体 躺平是给自己最后的一个体面 也许是一种新的救赎 所以 很多人把自己躺平拍摄下来 然后发现 居然火了 赚钱了 这人生就是这么神奇 你努力 拼死拼活没钱 赚不到钱 当你死心了 不想搞钱了 却没想到赚到钱了 然后又出来了很多跟风 但是第一个人家是真的躺平 拍出来的神韵 拍出来的生活 比较真实 自然 那是一种感觉 味道 而跟风的 带着功力目的性太强了 很多人一看 就会感觉没有那个味道 这也是为什么一样的题材 一样类型的视频 为什么有的很火 而有的 却石沉大海 这就是味道 如同气质 看不到 却又可以清晰地感受到 就如演员的演技 好与不好 差距是天与地的差距 诗之毫厘 谬以千里 王村被称为桃园村 很多人都来王村观看 甚至已经有的村庄开始模仿 在网上找主播宣传 声势浩大 投资多少个亿 打造平民天花板桃园村 什么开窗乡村别墅 地理位置优越 气候绝佳 有山有水 风景优美 空气指数多少多少 超越全国百分百分之九十八地区 可以钓鱼 可以种田 乡村田园生活 养鸡遛狗 而且模仿的还不少 毕竟早模仿早受益 而且还会搞出自己的特色 招水军一阵吹捧 什么超越王村 有的只是一个噱头 一片荒地 开局一张图 剩下全靠边 就是为了蹭流量 好久没开直播的王许 今天心情好 闲着无视开会直播 如今 他已经进入一种 说不出的满足状态 无所畏惧 不担心未来 不担心疾病 没有什么太渴望 是一种圆满的心态 如果硬要说 就是齐堂的身体 还没有完全康复 齐堂还不能给他生个小宝宝 除此之外 他仿佛进入心如止水 无欲无念状态 不是没有 而是达到了一个圆满 有了齐堂 他对于女人的追求 目前没有 金钱 对他来说 没有吸引力 无欲无念 不是没有了欲望 而是欲望达到了一个巅峰 都说人的欲望 是无止境的 确实是 对于大多数人都是 比如金钱都会想着越多越好 对于美女也是如此 越多越好 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风流 哪怕死在这个上面 也会感觉很幸福 一打开直播 哪怕并没有提前通知 也没有什么固定时间 但还是瞬间涌进来很多人 而且人数也在增加 卧槽 老板开播了 激动 没出现 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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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尼玛 你个狗东西 我一个老爷们 看老板都有点喜悦 有点舒服 就是喜欢看 这就是人格魅力 越是看越是感觉老板与众不同 我一直都在模仿老板 比如老板的气质 老板的那种风轻云淡 还有神情 眼神 结果我走出去 很多人都说我有病 还有几个姑娘直接吐了 是这个模样吗 有人还配上一张图 这张图怎么说呢 狗看了都摇头 大家好 今天上来给大家唠唠嗑 这不是快过年了吗 给你们送点福利 王许笑着说道 是发钱吗 直播间有人说道 一看你就是新人 老板给的福利 是送给有缘人的 只要你抓到了 可不是金钱能比的 这么神奇 老板那个白虎装 我一个练武的朋友练了 他说勉强入门 体质增强了一倍 他现在入魔了 每天都练 他说和你说不清楚 这种东西 别人都是当成传家宝 传男不传女的 他说比这种都珍贵 这一次不知道是什么福利 王许也不磨磨唧唧 我教大家一套太极养生拳 年轻人可以练 老年人也可以练 更适合有人生阅历之人 或者大起大落之人 人生低谷之人 人生巅峰之人 王许说到这里 很多人其实就已经感觉 没什么意思了 毕竟现在网上 你想学降翁十八掌 都能找到详细的教学视频 很多人吃不了苦 三天热度 什么视频都没用 其实 就是一个坚持 坚持不下去 坚持一天两天 哪怕一个月都可以 但一直坚持练 太难了 想要改变自己 很简单 也就八个字 简单的事情重复做 找一个简单的 容易学会的 没有压力的 然后每天重复做 坚持下去 就会慢慢改变 我这套太极养生拳 重一步重行 更看中悟性 找到让自己练着舒服的感觉 注意我教的时候 一些呼吸方式 和一些感悟 帮你们借鉴 王许说完 然后开始练习 动作不难 但是在王许练起来 却是有种说不出的好看大气 大宗师风范 随意的一个动作 都是可以与大自然融合 明明很简单 就算别人和王许动作一模一样 但传入众人 眼中的感觉 是天差地别的 很多人真的是被吸引了 真的是说不出的美好 如艺术一般 缓慢 流畅 如行云流水 环山抱月 气势磅礴 身随意走 意达身随 气贯全身 轻盈万钧 随意出手 浑然天成 动作很慢 但就是让人感觉很流畅 这种感觉很奇妙 一丝一毫都很清晰 他们从没有感觉 一种拳法 让人看得这么舒服 对 就是舒服 看一遍都感觉舒服 练完之后 王许停下来 家里有老人的 年轻人身体压健康的 男女老少都可以练 记住练习的注意事项 真能领悟到 可以事半功倍 甚至一天大成 王许补充了一句 他会将这段剪辑成视频 发上去 这是福利 真的福利 不过能认真练习的人不会多 很多人心血来潮会尝试一下 但是很快就会丢到一边 主要是要结合呼吸 还有一种感觉 只有达到那种心境 达到那种感觉 才能速成 不然就只能按照正常来练 先练架子 再配合呼吸 用时间来熟能生巧 一点一点的感悟 领悟其中的精髓 至于能走到哪一步 还是看开不开窍 如果忽然开窍 感悟到 那么就是一日千里 不然达不到 齐老爷子那种感觉 就算达不到 练习练习 也能改善禁锢 气血 也是有不错的效果 晋王的事情 还在网上发酵 就算现在直播间 也有很多人 问晋王的一些事情 很多人不相信 说王许真这么能打 为什么不去打职业赛 去拿拳王 可以赚很多很多钱 自然也有人给他们普及 王许不喜欢钱 这么大网红 不变现 就问全网有第二个吗 多少资产 多少亿的明星 还在带货变现 甚至多少明星晚节都不保 毁三观 真的是为了钱 没脸没皮 网红的门槛太低 参差不齐 直播的镜头 就是带货 就是变现 结束后 王许就去找齐堂 齐堂现在不太忙 他如今也发生了 很大的改变 毕竟也是经历过 一场生死的人 忙碌只是为了 让自己的人生充实 所做的事情 更注重一些意义 两个人晚上约定 一起吃饭 逛街 看电影 郑县的影院也重建了 和之前 比也是发生了巨大变化 毕竟现在郑县的人流量很大 每天都是爆满 郑县的小吃街 商业街 也都是很热闹 很多网红 很多游客 王许接到齐堂时候 那只剑鸟也在 齐堂抱着那只波斯猫 戴着口罩 戴着帽子 一件加工过的虎皮长衣 如大衣 如风衣 定做的 好看 暖和 至于戴口罩和帽子 就是不想被人拍摄 它的容颜和气质 实在是惊艳绝世 那只剑鸟如今 在郑县市宝贝 每天都在与人骂架 很多人来 就是为了和它对骂 死鬼 我来了 傻鸟语气很怪 死鬼 你慢点 这段时间 它经历了什么 这其实是一些 无良游客教的 现在这剑鸟 在网上火的 有点难以想象 齐堂好笑着 王许的神情 露在口罩外面的 一双凤眸 清冷如雪 大气绝美 带着独特的温柔笑意 王许就是被 这双眼睛征服的 一直无法自拔 只要看到 这只属于自己的 清冷温柔 还有宠溺 一切都就值了 街上人很多 俊男靓女 很多都是穿着 很性感 他们牵着手 拥抱 王许牵着 齐堂的手 感觉这个世界很美好 那傻鸟飞走了 王许笑着 看着齐堂 堂姨 齐堂身体一僵 知道这家伙没好事 王许笑着 凑在他耳边 堂姨 我忽然感觉 死鬼这个称呼 很别致 齐堂另外一只手 揉揉额头 我想听堂姨 你叫我一声死鬼 王许也不好意思说道 不知道为啥 就感觉好激动 堂堂 我先给你讲个笑话吧 也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 王许笑道 齐堂笑笑 我听着 只要不用现在马上叫 那就听听 小丁问小棒 你有没有小名 小棒 什么是小名 小丁 就是乳名 小棒 什么是乳名 小丁想了想说道 就是你吃奶的时候 别人叫你的那个名字 小棒一副 懂了点点头说道 他们叫我死鬼 王许也不知道 谁发明的这两个字 本来这两个字 本该恐怖的 可是经过一些 女人的语气改变 愣是叫出了灵魂 很多人沉迷于死鬼这个称呼中 魂不守舍 唐一 王许凑近他 齐堂探头在他耳边 死鬼 王许开心了 因为语气对了 或许这就是女人的天赋 不过也有那只贱鸟之前喊的在先 那只鸟虽然是公鸭嗓 但是语气是嗲嗲的 很贱 而齐堂不知道怎么喊 就听过这只鸟喊 也可能在一些影视剧中 看到过女人喊 所以 他这般在耳边说出这两个字 有那个味 直接差点把王许的魂给勾走 语言的魅力 实在是太强大了 就算到现在 还是不明白 为什么死鬼两个字 有这么大的魅力 为什么就能让你内心荡漾 让你气血翻腾 让你爱得不行 齐堂是修得不行 美好气地 伸手在王许额头上敲了一下 这个动作是真的宠 王许也知道 齐堂从不会拒绝他的一些要求 那满眼的温柔 让王许感觉到爱 这爱很复杂 王许喜欢叫他堂堂 也喜欢叫他堂姨 有时候也叫宝贝 王许感觉特别开心 晚上回去老爷子那里 一起吃个饭 然后看着电影 再回去 老爷子看到王许和齐堂 那是真的开心 老人到了这个年龄 最大的开心 就是看到自己的后辈 何况一直都是 他放心不下的齐堂 老人家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 更是有识人之名 齐堂的命运 老人总觉得不会好 因为面相太好 气质太好 别说现在的齐家 就算是齐家再强一些 依旧不好改变 这就是现实 老人家其实不知道 齐堂经历了一些事情 但如今看到现在的齐堂 是很开心 而他看到王许 还有王许的这个能力 就凭这个 加上现在的齐家 还是可以护齐堂一事平安 王许下厨 做了一桌子好菜 没有喝酒 泡了一壶茶 老家伙 有好吃的不叫我 这个时候 外面走来一个老头 还有个中年男人跟着 老燕头 今天我这里不欢迎你 明天你再来 老爷子笑着说道 我今晚就在这里住 你孙子已经和我孙女定亲 老头笑着说着 已经到了境前 燕老爷子好 齐堂笑着打个招呼 哎呦 小丫头变了很多 很好很好 燕老爷子 笑着亲切地说道 老爷子好 王许也打个招呼 毕竟齐堂打招呼了 再说尊敬老人 是一种美德 好好 老家伙好福气 对了 谢谢你救着我孙女 以后有什么事情 可不要丢老头子客气 老人面对王许和颜悦色 慈祥无比 您老客气 我弟弟的女朋友 肯定要帮 王许笑着说道 齐老爷子笑着不说话 看着王许那平静的神色 太稳了 哪怕面对他们 这种老头子 也是不卑不亢 这就是底气 燕老爷子人老成精 自然就听出了王许这句话 但他依旧是慈祥的笑容 看着王许那平静的神色 这是真的平静 这就是一块美玉 他自然已经知道 这里的大草原 还有中医馆 最重要的是 治疗齐老头 治疗自家孙女等等 越是如此 才越是惊奇 别的年轻人有这个本事 估计尾巴能翘到天上 就算再故作平静 也瞒不过他们的眼睛 但王许没有 仿佛这些事情 就是不值一提一般 好了 老燕头 那就坐下来一起吃吧 齐老爷子开口 两个老人 就像两个老小孩 就算吃饭 也互相语言攻击 王许面带微笑 给齐汤加菜 齐汤也笑着慢慢吃着 偶尔和王许眼神交流 王许感觉就挺好 王许也看到了这个 燕老爷子身边的疾病怪 高血压综合症百战小将 五十级 Boss怪 军团怪 召唤怪 变异怪 人形怪 真久后可战斗 肾脏衰竭药怪 小妖王 五十级 Boss怪 变异怪 脆毒怪 肉盾怪 王级怪 真久后可战斗 其实挺严重 但是对于一个 八十五岁的老人来说 似乎也正常 但这两个病 随时都有可能 要了老人的命 其实这个燕老爷子 也是千疮百孔 这就是风竹残年 以现在的医术 根本调理不好 治不好 也调不好 身体吸收能力不行 再好的药也不吸收 这是不可逆的 齐老爷子吃的不少 红光满面 这个状态 让燕老爷子 是羡慕的双眼发红 他现在是各种忌口 身体不允许 这么大年龄 也没几年好活 可是还是想多活两年 真要放开 那这身体 估计经不住两个月 每天都要大把吃药 血压就是很异常 吃了很多药 肾也吃坏了 肝脏也不好 胃也不好 他其实想让王许 给调理调理 但就是不好意思张口 也不知道王许能不能 齐老爷子什么都懂 燕老爷子知道 齐老爷子什么都懂 双方都不吭声 也是一种博弈 齐老爷子内心 你求我呀 燕老爷子内心 我就不求你 齐老爷子内心 你不求我 我不开口 燕老爷子内心 你不开口 我就天天来烦你 我在你这里生病 好一会 燕老爷子笑着说道 齐老头 我们认识也有五十年了吧 齐老爷子笑道 差不多 时间过得真快 真的是今天睡着 都不知道是不是明天还能醒来 燕老爷子感叹道 我知道 我明天肯定能醒来 齐老爷子又拿起一根鸡腿 笑着说道 吃得很香 当时燕家不同意燕青和齐成的婚事 这事情可还没过去 现在其实燕老头亲自来这里 现在这样 何尝不是一种低头 所以 齐老爷子很开心 孙女婿 你看看这老家伙 还能活几天 齐老爷子笑着说道 这个孙女婿 还是第一次叫 这就是让老燕头听了 王许笑了 看看齐堂 齐堂轻轻横他一眼 只属于他的风情 让王许就是感觉无比的美好 忌口 好好保养 一点意外不出 最多两年 王许想了想说道能治吗 齐老爷子笑着看着王许 很棘手 王许想了想说道 齐老爷子笑笑继续吃饭 齐老爷子还在等呢 这就没了 他自己的身体情况自然很清楚 两年 他觉得很难 这都是多说了 这也是为什么来看看齐老头 看看他是不是真的好了 齐老爷子问能不能治 王许说很棘手 但并不是不能治 其实话说到这个份上 大家都心知肚明 肯定要治 但这人嘛 老小孩 就是一口气 饭菜很美味 齐老爷子 今天吃的比以前多 而且有王许在这里 他知道自己不会死在这里 现在更是知道来对了 你家丫头好福气 燕老爷子感慨羡慕地说道 吃完饭 王许燕老爷子扎了几针 将一些小毛病都秒杀一遍 想了想 那就治疗一下吧 反正打疾病怪现实中的时间几乎为零 所以就当刷一波经验 早点把骷髅骑士升到四十级 觉醒个血脉 那就更强了 进入战斗 高血压综合症百战小将 变异怪和人形怪 两个称号比较罕见 之前战斗倒也遇到过人形怪 但这个称号还是第一次见 五个少年将军 白袍银枪很帅气 英气十足带着一股杀气 后面十万兵族长枪兵 栩栩如生 非常真实 整齐 严阵以待 整齐 严阵以待 高血压综合症百战小将 气血 五千万高血压综合症百战小将 触发召唤 晒刷刷刷刷 又是十万大军出现 你触发五行大阵 受到伤害时 几方所有单位共同分担 几方所有单位的恢复增加百分之一百 你触发百鸟嘲讽 一只小凤凰出现 你触发尖若磐石 一只玄武石像出现 这强烈的安全感 因为有五行大阵 场上单位越多 王许就越强 现在每回合 肯定至少一只小凤凰 再加金龙大熊猫和骷髅骑士 还有全新的神器 青龙玄武甲的尖若磐石 召唤一只持续全场的玄武石像 玄武石像持续全场 不会死亡 分担百分之十伤害 还可以当作一个成伤单位 再加上王许 高血压综合症百战小将 触发百战 气血共享 恢复共享 主怪受到伤害共享 每回合气血增加百分之一 攻击增加百分之一 防御增加百分之一 高血压综合症百战小将 触发百战之躯 召唤的军团 气血 攻击 防御增加一倍 狮子猴 王许先手 直接出手了 必须叠加自己的生命上限 防御 希望百鸟嘲凤 能将己方的小凤凰拉满 75万没死 应该是100万的气血 不过有2万名士族禁止 野猪冲撞 骷髅骑士 向着中间的那只小将军 发动野猪冲撞 运气不错 居然血运住三名 百分百血运一名 另外三名 都是30%概率被眩运 居然晕住两个 剩下的两名小将 挥着长枪刺来 砰砰 零 零防御状态的金龙大熊猫 还是很强的 没有被破防 20万名士族 减去2万左右被禁止的 剩下差不多18万的大军 汇聚成一条 银龙冲向金龙大熊猫 砰砰砰 320万小凤凰碎裂 王许和玄武石龟 以及骷髅骑士 都承受同样多的伤害 骷髅骑士复活 魔王腰带可以抵消 这些小将的攻击增加 金龙反击 12万 12万第二回合 对面小将再次召唤 10万士族 30万大军 这个场面实在是震撼 以前看电视 都是什么几十万大军工程 但屏幕上看到的 有十几个人吧 那场面真的尴尬 就眼前这种 30万大军的场面 谁能看到 如一条人龙 一眼望不到头 人海一般 王许也算是开阔下眼界 这场面让人不由的豪气甘云 王许感觉那些百人斩算什么 吹嘘的万人敌算什么 还是不能和他比 狮子猴 巨大的狮子头 发出震天的吼叫 如刚风扫过 狂风怒吼 如一条巨大的风龙划过 还好场面不是血腥的 直接消失20万 剩下10万对王许这边的伤害有限 而五只小将并不能破防 这五只高血压综合症 百战小将的强大 在于召唤 自身的强大在于肉身和叠加属性 正常情况是 回合越多越是强大 可是王许的的叠加更强 而且魔王腰带还抵消了小将的攻击增幅 而金龙大熊猫的防御也在叠加 所以 这战斗很轻松 不出意外 会很轻松 现在的战斗力确实大增 增加太多了 很快 王许的狮子猴 就能秒杀对面召唤的军团士组 这样 王许这边的小凤凰 数量越来越多 每回合如今都能叠加3%当前防御 叠加2%的气血上限 100回合 刷刷刷 嗯 召唤了20万士族 而且这些士族快头增加一倍 一个个魁梧巨大 身高三米的壮汉 武器也变成了大锤子 这100回合 这就是大招 狮子猴 零 零免疫伤害 免疫控制 骷髅骑士 攻击主怪百战小将 提示免疫控制 本回合无敌 无敌一回合 包括20万士族 5名百战小将 挥舞长枪 身后的20万士族身上 出现了一层金色的光环 一个个士族 就如一个个小金刚一样 刷 天地颤动 20万名士族 汇聚成一条金光四射的大金龙 好 伴随一声巨大龙银 一道金色的龙颜喷出 喷在了金龙大熊猫身上 150万 150万 500万三连斩 王许这边 接近70只小凤凰 100回合 王许的气血 已经超过4000万 小凤凰的气血 200万出头 第一击 小凤凰残血 第二击小凤凰 消失了80% 场上还剩下20的单位 20个呈伤单位 每个还有500万 小凤凰再次消失12只 骷髅骑士再次复活 很强 这伤害很高 如果不是现在的王许 以前只有他和金龙大熊猫的话 这伤害根本承受不住 哪怕有五行大阵 也承受不住 这变异怪 确实强五世纪的怪 实力差距也是很大 但现在的王许 基本上已经稳赢 而且还很轻松 这就是成长 巨大的提升 接下来的战斗 没有惊险 但是很刺激 每回合3%当前防御的叠加 太快了 虽然百战小将的气血 也是越来越多 不过已经没用 来到200回合 王许这边的单位 直接拉满 100只小凤凰 刷刷刷 还是20万士族 不过这些士族的体型 又大了一倍 王许也不意外 疾病怪每个百招 都是在增加 王许也在增加 220万 220万 220万小凤凰 消失了82只 第二百回合 小凤凰的气血 500万出头 20万士族的三连击 最后才灭掉小凤凰 但还是有18只 触发了浴火重生 接下来就是王许的进攻 断魂三刀 3500万 3500万 7000万豪爽 这可是五名百战小将 都掉这么多气血 拥有两亿气血上线的 百战小将 直接都掉了一半还多 回合结束 百战小将 都恢复2000万气血 差不多都是半血 下一回合 疯狗拳 4100万没有出现暴击 五名百战小将 都掉血4100万 第三回合 第四回合 断魂三刀 3500万 7000万战斗结束 还欠一刀 爽 王许感觉好舒服 太暴力了 这感觉真的好 你获得战斗胜利 你获得3000万经验 你升到42级 你的宠物金龙大熊猫 获得3000万经验 你的宠物金龙大熊猫 升到42级 你的宠物骷髅骑士 获得3000万经验 你的宠物骷髅骑士 升到37级 你获得古琴销魂八音 你获得严寿丹一刻 好像出现了什么奇怪的东西 严寿丹这个不用看 是个好东西 多少也不嫌多 这个古琴销魂八音是什么 古琴销魂八音 生活技能 琴音跌宕如潮起潮落 如云起云落 销魂 惊魂 震魂 安魂 这是一种美妙无比的琴音 改天买一把古琴试试 燕老爷子惊讶无比 这效果也太快了吧 就在刚才 一瞬间就感觉身体状态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之前还是浑身不舒服 很不舒服 头里都昏昏沉沉 眼花 耳鸣 但现在一下子感觉耳聪目明 而且头脑清醒 不沉 不痛 看周围的世界都清晰三分 这种感觉 真的是太好了 王许决定将另外一只疾病怪斩杀 可以让骷髅骑士至少升到39级 要是经验高一些 很大概率升到40级 零售级 40级不出意外 是会觉醒血脉的 这个骷髅骑士成长不低 只要觉醒血脉 还是很强的 王许现在的追求 就是尽可能的增加脊方的单位 王许感觉现在还好 虽然疾病怪会越来越强 但王许的底牌 也越来越多 而且很多强大技能 让他战斗越来越稳 肾脏衰竭药罐小妖王 50级 BOSS怪 变异怪 脆毒怪 肉盾怪 王级怪针灸后可战斗 肉盾怪 脆毒怪 还是王级怪 和变异怪 战斗 王许选择进入战斗 五只巨大无比的药罐子成金 黑色的大药罐 每一个都有30米高 接近10层楼高 是那种大毒罐子 其黑色 五个悬浮在半空中 黑夜迷雾 看着还有点瘆人 遮天蔽日 大地都陷入了黑暗 天空都被遮挡 肾脏衰竭药罐小妖王 气血一亿拟触发五行大阵 受到的所有伤害 己方共同分担 己方所有单位恢复增加100% 肾脏衰竭药罐小妖王触发肉盾 攻击力下降90% 防御和气血增加两倍 每回合气血增加1% 伤害共享 反弹自身受到伤害的10% 此伤害为神圣伤害 有点强 应该是太强了 这肉盾太可怕了 本来就是一亿气血 现在好了 五个都是三亿气血 而且伤害共享 气血恢复也算是共享 最主要是伤害反弹 虽然只有10% 但那是神圣伤害 无视防御和减伤 肉盾怪没有攻击 反弹就是他的攻击 气血增加 恢复强 王触大脑飞速运转 他在算自己能不能杀死 王触的防御 每回合增加当前3% 这个很强 特别强 王触的气血 每回合增加当前2% 这个能和对面持平 这个最重要的效果 就是保证王触不被反弹死 还好几方单位多 哪怕反弹的伤害 也是几方所有单位 共同承担 伤害共享 每回合五只大药罐子 一共恢复1 5亿气血主要是100回合之后 这五只大药罐子的气血 每只高达6亿 那时候每回合五只大药罐子 一共恢复气血3亿 什么概念 王触每回合要打出3亿的输出 才能让对面掉血 王触算算自己的防御 每百回合增加3倍 100回合前不行 200回合前也不行 300回合 可以 王触粗略算了一下 300回合就可以 魔王腰带 降低对面攻击力 已经没有意义 这五只大药罐 就靠反弹 还有脆毒 回合开始 王触召唤出第一只小凤凰 王触干脆选择防御 现在攻击都没有意义 砰砰砰 脆毒 金龙反击 冰冻 脆毒 不过都没什么意义 金龙大熊猫 只是被脆毒掉了60万气血 这五只大药罐子 对防御状态的金龙大熊猫 无法造成伤害 王触防御 双方大肉盾无法对对方造成伤害 就这样 王触这边的小凤凰越来越多 100回合 五只大药罐子的气血高达6亿 王触的防御达到4500万 王触的气血达到4300万 金龙大熊猫的防御达到1300万 防御状态效果翻倍 100回合 五只大肉盾也有大招 五只巨大无比的黑罐子上黑雾缭绕 越发的恐怖 一个个以泰山压顶之势 砸在了金龙大熊猫身上 脆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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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脆毒百分百中毒 五层剧毒可以叠加 持续10回合 每回合掉血25% 持续10回合 但五行大阵104个单位分担 这伤害也就如刮痧一般 王触免疫毒 分担到王触身上的伤害 直接免疫 金龙大熊猫也有免疫 只是需要气血低于30%时 才能出发 所以毒是肯定毒不死的 对面的强大在于气血越来越高 恢复越来越高 如果你输出不够 根本杀不死 杀不死就算战败 不知不觉来到了200回合 每只大黑药罐子 气血高达12亿 而每回合五只大黑药罐子的恢复 达到恐怖的6亿 王触的防御 此时高达1 75亿 王触的气血 此时达到1 3亿 继续 遇上肉盾型疾病怪 真的克制高功低血的存在 就这个反弹你也顶不住 本来以为肉盾型会很容易 但现在看来没那么简单 要看双方谁的成长高 200回合 五只大药罐子的大招 还是脆毒 威力更强 不过依旧是刮痧 终于来到第三百回合 每只大黑药罐子的气血 达到了24亿 每回合大黑药罐子的气血恢复 达到12亿 王触的防御 也达到了7亿 王触的气血达到3 9亿 可以开杀了 王触很激动 这个时候的输出太炸 太染了 断魂三刀 1 7亿 2 5亿 1 7亿三刀 刀刀必定暴击 第二刀出现了致命一击 这是每只大药罐子掉的血 回血12亿 是五只药罐子的回血总和 每只药罐子 每回合回血2 4亿 单单第二刀 就能抵挡住 这肉盾怪的恢复 下一回合 疯狗拳 2 5亿每只大肉盾 都掉了2 5亿 继续 平砍 8400万 1 7亿每只大黑药罐子 再次掉血2 5亿多 触发连击 而且第二次还触发了暴击 毕竟连击概率 三连击概率 以及暴击和三倍暴击概率 在哪里 5只大黑药罐子的气血在掉 断魂三刀和疯狗拳 加一次普攻 就这么轮流着 不到20回合 战斗结束 还好这边单位多 分担下来 伤害不大 现在王触的气血足够高 就连小凤凰都没死 主要是累积了王者之盾太多了 300回合 累积了很多的王者之盾 别说复活 连护盾值都没有打完 就结束了战斗 你获得战斗胜利 你获得4000万经验 你的宠物金龙大熊猫 获得4000万经验 你的宠物骷髅骑士 获得4000万经验 你的宠物骷髅骑士 升到40级 你的宠物骷髅骑士 觉醒血脉龙血猪王 你获得股方养肾汤 你获得人参 超品 无你获得核手屋 超品 无你获得雪莲 超品 无你获得冬虫下草 超品 五经 好多药材 还是超品 分量很大 还有个股方养肾汤 这个是养肾 不是补肾 这个比起补肾强太多了 这是个令男人疯狂的方子 这个也是个好东西 是可以打天下第一中医馆牌子的方子 这东西多多一善 最让王者激动的 还是骷髅骑士 觉醒了血脉 龙血猪王 这个骷髅骑士 这骷髅没血 这下好了 血脉直接觉醒到骷髅骑士身下的 那只大猪身上 还是龙血 看看强不强 龙血猪王 血脉 增加骷髅骑士五倍的气血 攻击 防御成长 受到伤害时降低20% 骷髅骑士 自身所有概率技能增加5%概率 王徐感觉还行 气血 攻击和防御上来了 减伤20%还行 最后这个骷髅骑士的自身概率技能 增加5% 有点强 王徐想了想 很强 比如王者之盾 再增加5%概率 还有天赋 所有技能从15%概率 额外触发一次 变成20%概率 额外触发一次 还有受到伤害10%概率 血运攻击者 现在则是15%概率 还有别的 只要是概率的技能 全部都提升5%概率 很强 非常强 骷髅骑士 现在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尤其气血 攻击和防御 等级 40气血 480-0000攻击 140-0000防御 240-0000血脉 龙血猪王 血脉 增加骷髅骑士5倍的气血 攻击 防御成长 受到伤害时降低20% 骷髅骑士自身所有概率技能增加5%概率 天赋 骷髅之王 气血 防御 攻击成长提升5倍 免疫异常状态 施展所有技能 都有15%概率 额外触发一次 40%概率 无视目标的免疫控制 天赋技能 王者之盾 被动技能 每回合都有20%概率 为己方所有单位 增加主人5%气血上限的护盾值 护盾值可叠加 持续到战斗结束 技能 死亡一剑 主动技能 对一个目标进行打击 30%概率眩晕目标一回合 冷却时间三回合 盾击 主动技能 用盾牌进行攻击 20%概率将目标击飞出去 一回合后回到战场 冷却时间三回合 白玉骨 被动技能 每回合气血恢复10% 受到伤害时有10%概率 对攻击者施加眩晕 受到任何伤害减少30% 野猪冲撞 主动技能 对目标发动冲击 100%眩晕一回合 对相应的单位有30%概率眩晕 最多三个目标 冷却时间10回合 白骨生命 被动技能 每场战斗 必定复活三次 每次复活气血增加一倍 防御增加一倍 之后每次死亡 有50%概率复活 这480万气血似乎不高 但是有个技能 白骨生命 必定复活三次 每次复活气血增加一倍 防御增加一倍 这个有点逆天 真好 有两只强大的宠物 一只坐骑 一个玄武石龟 再加上每回合召唤一只小凤凰 每回合25%概率 触发王者之盾 受到伤害10%概率 触发金刚 只承受一点血 受到伤害5%概率 恢复气血上限的50% 收针 治疗结束 燕老爷子激动的眼眶发红 这感觉太好了 爷爷 燕老爷子 我和堂堂出去逛逛 王徐打个招呼 自己毕竟在这俗世 尘世 还想做点事情 那就免不了与人打交道 自己是有自己的方式解决对手 但总不能动不动就把人扔进物品 拦闷死吧 再说 他根本不需要用心费神地去经营关系 送上门的关系 会越来越多 好好 去吧 去吧 齐老爷子开心地说道 好好 去吧 去吧 燕老爷子 学着齐老爷子 也是慈祥的孝道 走到外面 齐堂很开心 在他心里 爷爷很重要 看到爷爷如今健康 开心 他自然也是很开心 而他内心 现在占据最多的 其实是眼前的这个小男人 时间明明不长 却仿佛认识了很多年一样 自己的生活 所有的一切 都是因为遇到他 发生了改变 他不知不觉 就发现自己 有了依靠 就如那次遇到劫匪 他真的绝望 却没想到 还是这个小男人救了自己 在他身边 就是感觉特别的好 看到他也会感觉特别开心 就算在他身边 发现也会想他 喜欢他对自己无赖 喜欢他宠自己 喜欢他在自己面前偶尔害羞 像个孩子一样 王许路过花店 买了一束花 挠挠头递给齐堂 有点尴尬地笑道 我不太懂浪漫 齐堂也笑了 接过来 满眼温柔 浪漫并不是送花 对于我 你就是最浪漫的人 哎哟 我家小堂堂 说话越来越好听了 王许开心地笑着 齐堂对于王许 叫他小堂堂 已经都习惯了 想想真的很神奇 他轻轻笑道 你是我最重要的人 王许轻轻一颤 拉着他的手更紧了 微微低头 只是努力 不让自己失态 这句话 比我爱你 更有杀伤力 王许内心 何尝不是一个孤独的人 但在这个世界 想找个知心 知你 爱你 懂你 宠你的人 很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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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许一直内心很孤独 非常的孤独 如果爷爷在 他也不会这么孤独 大伯大伯母 虽然待他很好 但以前他是能躲避就躲避 从小没有任性 不敢任性 只能懂事 能助校就助校 能少一句话 就少说一句话 没有父母 爷爷奶奶最亲 也没有了 没有姑姑 可以说他是个非常去爱的人 大伯母是对他好 但使不上进 大伯是个老实人 不善言辞 也就堂姐在王许生命里 充当一个不可缺少的角色 对王许的成长至关重要 心里这一块的建设 是这个善良 懂事的堂姐帮助的 她骨子里是自卑 胆小 甚至有点懦弱 但她骨子里又是善良的 三观也是正的 只是很多东西 并不知道该怎么做 这也是大学之后 对女朋友很好 非常好 只是可惜 没有遇到良人 那一天的事情 其实对于王许来说 简直就是击垮她最后的稻草 甚至有点万念俱灰 付出的三年感情 那几乎是她的全部 也是那天看到了疾病怪 人生有了另一种期盼 也有大伯大娘 堂姐的牵挂 遇到齐堂 她其实一开始并没有多想 只是当真的拥有了齐堂之后 因为之前的女朋友 三年也就拉了两次手 但和齐堂真的突破关系之后 什么都不重要了 这就是最亲密的人 王许很传统 这就是她需要用命 去守护的人 因为她把自己给了她 只是让她没想到 这么一个风华绝代的女子 对她那么好 宠她 还是只宠她一个人 男人最招架不住的 就是这种特权 还是齐堂这里的特权 都说肝脑涂地 就是她 想要天上的月亮 也要给她摘下来 王许心境是如此的 齐堂看到王许微微低头 她蓝星会智 她很了解王许 很懂她 笑着伸手揉揉她的脑袋 我们家大男人 这是要哭鼻子了 齐堂轻轻在她耳边笑道 声音清冷 但却又说不出的温柔 我就是感觉我运气太好了 感觉自己是这个世界上 最幸福的人 以前我不知道 什么是指线鸣鸣不现线 我现在知道了 王许调整过来 笑着说道 齐堂也是不知不觉 发现自己真的很喜欢 很喜欢这家伙 轻力地靠在她的肩膀上 在她耳边笑道 死鬼 王许把她裹在怀里 此时虽然在大街上 但已经是滑灯初上 不少情侣牵着手逛街 也有拥抱嬉闹 倒也没有人注意王许这边 她这样一个女子 主动这般让自己开心 王许只会更加地爱恋她 两个人看了一场电影 王许还是第一次去 当初想和杨倩一起去 但杨倩拒绝 安全酒店 这里也有齐堂的住处 魏廷风也有 不过齐堂很多时候 都是在野猪山那里的 山顶木楼居住 电影演什么不重要 王许就是想和齐堂 一起看看电影 这是很多情侣要做的事情 为什么要看电影 因为看完电影 一般天就晚了 晚了 夜晚会发生很多美好的东西 夜晚会让人诞生很多想法 其实电影院里 灯光幽暗 坐着挨着 可以牵手 偶尔还可以亲一下 这就大大的推进关系 毕竟女孩子答应 和你一起看电影 其实就说明了很多东西 很多男生腼腆不好意思 明明内心想得不行 却偏要做正人君子 你做正人君子 难道是 想让女孩子主动 可是年少无知 很多人等多年后 才发现 当初的自己 为什么那么蠢 女孩子再给你机会 可是你不中用啊 能牵手就牵手 牵手不拒绝 那就拥抱 看反应 拥抱不拒绝 那就亲吻 可以先亲脸 额头 一触即分 王许不会在影院做什么 听说有什么红外线摄像头拍摄 王许就是牵着她的手 两个人依靠着 享受着安静的时刻 齐堂看着电影 其实她也很少看 和魏听风一起看过 难道放松一下 何况看和谁一起看 现在和王许一起看 发现电影 其实也很有意思 齐堂是 心情好 特别好 心情好 做什么都感觉轻松 感觉有心情 可以以一颗平常心看待 电影结束 两个人走出去 外面大街上 还是不少人 主要是 现在郑县都是一个不业城了 人太多 就连郑县的治安园 都增加了不少 人多是多 需要处理的事情 自然也多 取暖已经供应 野珠山那里的取暖 还没顾得上 不过刘大壮他们 弄了一个油钉 方便 也暖和 就是耗电量不低 王许的体质 可以寒暑不清 但是 齐堂需要暖和的房间 安全酒店小区这里 有宫暖 不过 目前是齐堂和魏听风 一起住的 只是房间多 王许犹豫要不要去 他是想去 只是要考虑到齐堂 听风不在这里 齐堂红着脸 小声说道 王许的视力很好 月色下 还有路灯照来的一些光线 让他看得清清楚楚 女孩子最美的时候 就是害羞的时候 齐堂这样的角色 害羞的时候 更是惊艳绝伦 让王许想到两个人的时候 清冷如鲜的容颜 那红韵 真的是惊艳时间 美得惊心动魄 让人一步开目光 王许哪里还把空住 抱起齐堂 齐堂修得埋手在他怀里 王许的体质 他的资本 侧身相对 看着那张近在咫尺的鲜言 他的手不舍地抚摸他的脸颊 满眼都是喜欢 都是爱 此时 两个人以最亲密的方式相处 最神圣的时刻 用心交流 彼此感受着对方 不用说话 齐堂修难不已 修不可养 王许也好不到哪里 他的脸也很烫 此时他就觉得自己空前满足 比任何人都幸福 绝世风景静在眼下 早上王许 醒来很早 齐堂睡得正香 王许轻轻轻了他一下 慢慢地起床 然后到野珠山那里 此时那里 已经都在沉练 经过上次和晋王的比斗 他们知道自己的不足 所以 练起来很刻苦 特别是牛刚和齐云 尤其是在白虎装上的练习 更加刻苦 这个是会传染的 现在已经是冬天 但他们穿着单衣 此时身上都是 冒着热汗 腾腾热气生气 练武靠督促不行 学习也是如此 只有支持后勇 只有自己喜欢练武 喜欢钻研 喜欢沉浸在其中 才能练出门道 就如那句话 不封魔不成功 只有一门心思钻进去 如果能从中找到一种快乐 那就更好 都说快乐学习 当学习感受到快乐的时候 那肯定学习好 而且非常好 练武亦是如此 只有快乐练武 练武能练出痛病快乐者的时候 那就稳了 凝着鼻子不愿意练武 那么精气神也提不起来 那样练武 其实没有用 练不出效果 王许今天教他们太极养生拳 王许之前忽视了 因为这套拳法 还有个作用 就是疲劳时候练习 可以缓解疲劳 还有稳固练习成果的效果 这套拳法好好练 养生拳 练习可以养生 稳固根基 缓解疲劳 锻炼精气神 不要小看这套拳法 王许给他们解说一下 然后开始教 用心去看 去感悟 动作尽可能标准 标准之后 熟练之后 但这拳法 重义不重型 只要能达到我说的那种感觉 动作不一定完全标准 这个说得有点早 先认真练习一下 感受一下 以后再做调整 王许一边说 一边教 他们开始练习 王许决定让家里人冶炼 还有祁堂 这个不但好看 而且养生 王许还打算推广一下 弄成正线的一个特色 借助这个传递出去 也算是做了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不过这个推广方式 难不住人 现在要说 最听王许话的人是谁 王村人 因为他们如今的富贵 是王许给的 村里那么多人 很多人的病也是王许治疗的 王许决定再推广一下 晨练结束 随便吃了一点早餐 王许就回王村 先去找王宁 王宁这个年轻的村之书 也是如今春风得意马提及 因为它是王村的村之书 桃园村的村之书 这就让很多人羡慕无比 看到王许 王宁自然特别开心 王许一般没事不来找他 许弟 你这也太忙了 也得注意休息 王宁热情地招呼 关心地说道 王许笑笑 宁哥 我也没那么忙 有件事需要你组织组织 接着 王许就把自己的想法说了一下 王村现在常住村里的人 50岁往上的 当然 其他年龄段的自愿 动员全村 人太多 王许决定 先从年龄大点的开始 王许先把刘大壮他们交会 然后让他们交 另外 王许也会询问询问其老爷子 看看他们有没有这个想法 毕竟很热闹 这是好事 我今天就通知一下 许弟 你打算什么时候开始 王宁比王许还急 宁哥 把这个好处一定传达下去 王许从王宁家出来 就去二珠子家看看 二珠子也有家 街坊邻居 都会帮忙 比如洗洗衣服 换换被褥 谁看到了 就给他吃顿饭 二珠子 王许喊道 二珠子在看着一群小孩子玩耍 现在 也没有小孩子欺负二珠子 应该是家里人管教 谁都知道 王许对二珠子很好 他们也要对二珠子好 王许 二珠子开心地回应 二珠子的智力 现在大概就三岁左右 像个没有父母的小孩子 而看到王许 就仿佛小孩子看到了父母 王许拿出准备好的羊腿递给他 热气腾腾 找个像样的墙角 王许拿出一块兽皮毯子 两个人坐在墙角 晒着太阳 冬天的太阳真的很好 二珠子吃得很开心 脸上的笑容 在阳光下特别地纯净 就如孩子般的笑容 虽然脏兮兮的 傻乎乎的 但让人看着很舒服 王村如今也有很多来游玩观光的人 不少人也拍到了这个画面 其实这不是第一次 王许和二珠子在一块的视频 照片在网上也有不少之前就被拍到过 因为王许和二珠子在一起的和谐画面 让很多人就成了粉丝 王许的人品 在短视频 属于天花板的级别 不带货 不打广告 不变现 帮人治病 带着整个村子 甚至整个县致富 无偿的 万能的网友也知道二珠子的情况 知道二珠子是个可怜人 所以 王许这般自然 真诚 眼神骗不了人 还有那种感觉 骗不了人 很多人作秀 只要作秀 那就是假的 真的假不了 假的真不了 总有会被拆穿的那一刻 再说 经过这么多年 不是那种小白的时候 现在很多人都有自己的分辨方法 很多时候 往往一个微不足道的事情 反而成为了一个经典的画面 王许和二珠子的视频 就那么安静 沐浴在冬日阳光下 没有语言 一个面带微笑 自然 一个啃着羊腿 傻乎乎地笑着 他们的友谊 这种相处模式实属罕见 可越看越让人震惊 因为换一个人和二珠子坐在一起 会是什么情景 答案 格格不入 再说 这个世上 能和一个傻子 这么坐在一起的 又有几人 而能做到这般和谐的 估计也只有王许了 一时间 网上出现了很多文案 配上这画面 这视频 展露的那种意境美 让很多人百看不厌 也让更多人的关注王许 今天的妙手神偷还没使用 这么久 每天也都有用 但一直失败 今天随手施展一下 妙手神偷施展成功 你获得三年赦免天道金卷 什么东西 王许查看 三年赦免天道金卷 消耗品 期限三年 使用后可以消除任何一种疾病怪 三年后该疾病怪重新出现 嗯 这是另一种方式 延寿三年 可以暂时治好一种病 但只有三年时间 三年后 病情复发 这个和延寿丹不一样 延寿丹是恢复到一年前的状态 这个是这三年 这个疾病彻底消失 生活质量不同 毕竟有的病你就是恢复到一年前 依旧没用 所以说 这个三年赦免天道金卷 和三颗延寿丹 各有各的利弊 嗯 忽然王许整个人愣住了 好像不止如此 王许眼睛一亮 整个人一下子无比的激动起来 因为他想到了奇唐 如果对那个一百级 不孕不育正怪使用 三年时间都可以生的小宝宝了 王许激动的心跳很快很快 当初和奇唐突破关系的时候 很激动 和奇唐在一起的时候 很激动 但这一次是不一样的激动 如果靠自己升级 等能打败这只龙行不孕不育正怪 还不知道多久 他一直想和奇唐有个小宝宝 但是奇唐的那个一百级 不孕不育正怪 龙行怪物 让他束手无策 毫无办法 所以王许会努力 争取在奇唐四十岁 甚至四十多岁的时候 能有个小宝宝 没想到 今天居然有了这样的宝贝 这是个好东西 对于王许来说 真的是宝贝看着安静地 躺在物品栏里的三年赦免天道金卷 那金灿灿的一道书卷 散发着神圣的气息 这个真是个好东西 这个就算未听风 或许也能用 那个使女怪消失三年 是不是代表 她可以做三年正常的女人 不过三年后 就会回到当初 倒是奇唐使用最好 今天是个好日子 王许看看 吃的正香的二珠子 王许一直觉得 就算能治好二珠子 王许也不想治好它 就算治好那大脑兽损怪 可是智力一直没发展 或许还是一个孩童 可以肯定的是 现在的二珠子 是快乐的 算了 不想这些了 他现在没那个 治好二珠子的能力 所以想 这些毫无意义 王许就这么陪着 二珠子坐了半天 二珠子身上 穿了一件兽皮大衣 是王许找人坐的 不是虎皮 很暖和 哪怕冬天 在这阳光下睡一觉 也没什么大问题 王许此时感觉很安静 有人说 人生不管你如何过 都是毫无意义 人生真谛 就是及时行乐 怎么开心怎么活 人生太短暂 前二十年浑浑噩噩 四十岁之后 甚至三十岁之后 身体就开始走下坡路 真正的黄金年龄 算下来 也许就只有十年 而王许 现在就处在这十年之中 但他又不同 他的身体素质很好 他身上发生的一切 也太离奇 所以他的心态 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除了这个打疾病怪能力 以及身体强度提升很多之外 也没有太大变化 所以一个俗人 还是要好好生活 享受生活 这比起之前 是一个天与地的区别 所以他很知足 二珠子裹着不是太干净的大衣 在冬日的阳光下睡着了 王许坐在那里 内心毫无波澜 心如止水 想着一些事情 他没有大志向 至于做的这些 都是感觉为了享受生活 只做自己感兴趣的事情 不畏牟利 他很享受这种心态 感觉很踏实 之所以感觉踏实 是因为大了 没有父母和爷爷奶奶 但还有当他如亲生孩子的大伯大娘 还有三叔三婶 还有堂姐堂妹 还有堂弟 最重要的是 还有七堂 也想到了很爱他的李百祺 其父其母 李父李母 有叫自己爸爸的小绵绵 同学李百川 伙伴王虎 其老爷子 徒弟牛刚 其堂的弟弟祁云 王村这里是他的家 在这里有踏实的玩伴 有那熟悉的英容 虽然缺失了很多最重要的存在 但有今天的这般幸福 或许就是命运的弥补 一切向前看 不要想着自己没有的 而要想自己有什么 沐浴着冬日的阳光 王许的内心特别的静 这是一种真正的静 奇妙的感觉 特别好的感觉 王许想到一些修心 修身 养神等 他觉得自己 现在就是他们这种修心的一个非常高的境界 王许也明白了 普通人不用修心 也不用养性 养神 等 只有经历过风浪 见过大风大浪 波澜起伏之后 大起大落之后 或者身处高位之人这些人才会修身 修心 养性等 其实就是让自己的身心更加匹配 和自己的能力 财富 地位 更适应 汪汪汪 就在这个时候远处传来数以百计的狗叫声 王许站起来 其中就有老黄的声音 他知道这是有事情发生 刚赶到的时候 已经围了很多人 但是最里面是七个人 三男 四女 其中一个五十来岁的妇女 三个三十岁左右 魁梧壮硕的男子 三个三十岁左右的女人 都抱着一个小孩 几个月大 周围围着一百多条狗 老黄围首 而且随着叫声 村里的狗还在往这边赶 闪开 死狗 但是这么多 场面实在是壮观 让他们心惊胆战 不敢动 可是不动也不行 不动要出事 如果是几个人拦不住 可是一百多条狗 围的是水泄不通 周围不少人 拍摄着壮观的画面 之前只是拍摄到一二百条狗游街的场面 但这么围着人的场面 还是第一次 有人直播 很多人都好奇 这是什么情况 就是围着 也不动 围着的人越来越多 这让他们越来越慌 现在必须快速离开 就在这个时候 王许走了过来 嘿子 去找你宁哥 喇叭喊一喊 看看谁家丢了小孩 王许说道 周围人似乎才意识到什么 很多人都行动起来 快去通知 看看谁家没了小孩 王村是不让车辆进来的 喜顺家的小孙子不见了 还以为家里人谁抱出去了 很快就有人喊起来 快让人来看看 是不是 这是我们的孩子 这是我两个儿子 两个儿媳 一个女儿 一个女婿 这是我们的孩子 我们来这里游玩 你们干什么 那个大概五十岁的父女 色力内忍地大声说道 但是她的声音有点发颤 脸色紧张 现在谁都看出来 其中有鬼 其中就有一个是喜顺家的小孙子 孩子妈妈抱到孩子时 越想越是后怕 哭了起来 喜顺的儿子 直接动手 就是两个大耳光 对面也不敢还手 孩子给你们了 打也打了 我们是不是可以走了 那个父女此时很慌 就想走 还想走 已经报警了 等着坐牢吧 我劝你们 还是放我们走 你们也没什么损失 抓了我们 要不然多久 就会放出我们 逼急了 我们可是 什么也能做得出来 其中一个精壮男子 压低声音威胁 还特么的威胁上来 揍他 打死他这个孬种 就你这种垃圾 来多少老子等着你 王村的血腥汉子也怒了 很快 JC来了 全部带走 这肯定是一个拐卖小孩的团伙 现在要做的是 看看这个团伙 还有没有别的人 最好快速一网打尽 这些事 王许就不管了 老黄这一下 又要出名了 喜顺家知道是老黄的功劳 直接让儿子去买肉 买骨头 马上要给老黄 还有这些狗炖骨头 炖肉吃网上 很多看到的人都落泪了 中华田园犬 就是神犬 很多人好奇 老黄为什么知道 那些人是人贩子 不过很快知道了答案 只能说 这些人很倒霉 被老黄刚好看到了 老黄灵性惊人 中华神犬再次大火 之前救了一个女主播 现在还拦住了一伙人贩子 这时候 很多人就感觉 这一二百只狗 大部分都是土狗 串串 此时居然是那么的帅气 那么的亲切 那么的有安全感 这是老板的狗 我现在是真的福气 老板随手做一件事 普通人就根本完成不了 是啊 全网最神奇 最特殊的主播 那么多粉丝 就是一分线不变线 不像别的主播 总是给家人们福利 是啊 老板这人品 我这话在这放着 老板卖什么 我买什么 他带货我也买 就是相信老板的人品 你把我说的话说了 我都已经打听了 老板有产业 比如正线的鸡之系列 还有麻椒鸡 那些东西不但好吃无比 而且是特别的健康 纯绿色 这个不是秘密 大家都知道 有权威机构检测 不但没有一点有害物质 而且材料特别健康 玩爆市面上的十条街 这么说吧 那些不是会员卡 都进不去的超市里 天价食品 都没老板这里的健康 因为老板这里的食品 居然还加了中草药 还养生 这么好 那还不买方 限量 而且你买不到 就是看谁运气好 排队 没有特权 也没涨价 给你们透露个信息 我在老板的火锅店里吃火锅 治好了杨维早线 你们可以不信 但不要反驳我 那个老板的火锅不但健康 而且骨头汤是精品牛骨 加上有中草药 确实不慎 检测报告也有说明 就这样不知不觉 聊到了王许的产业上 然后发现 居然根本不需要捧场 连广告都不需要打 因为根本供不应求 火锅店也是一位难求 而且天下第一中医馆 也是名声很大 很多消息都传了出来 比如 刘天成花了一个亿 在安全酒店小区那里 买了一套别墅 这是第一份 给了半价优惠 这消息 不知道怎么就传了出去 直接让全网震惊了 一亿 这对于99.999%的人 都是天文数字 想都不敢想的财富 之所以震惊 主要是 这是一个县城的小别墅 要知道 一些大城市的别墅 也不过一两千万而已 上亿的别墅 那都是顶级别墅级别了 刘天成是为了报答 王许的救命之恩 也是为了和王许攀上关系 他并没有想过 这别墅有什么特殊之处 但是他看到了 其老爷子 还有燕老爷子 作为第一个顾客 王许送刘天成 一只宠物狗的使用权 只要是出门在外 都可以带一只 当然 也可以选择不带 而且 刘天成只要在 安全酒店小区 就保证他的绝对安全 安全酒店小区 第一批安保已经上岗 主要是给他们配了狗和猫 目前主要是负责刘天成 骑老爷子 骑堂几处的安全 轮班 24小时 工资不低 工作清闲 但是要训练 练习疯狗拳和疯狗咆哮 以及断魂三刀 和太极养生拳 疯狗咆哮 需要在野猪山 或者隔音练工房练习 其他的 可以在小区练习 这样 骑老爷子和燕老爷子 也不孤单 加上护卫犬和猫 都是很漂亮 很雄伟 毕竟都是王许训养过的 都是老黄那种级别的 网上对于安全酒店小区的猜测很多 一个是环境 喜欢养生 建筑的格局很好 小区的风景规划也不错 但这些其实没啥用 因为这里只是一个县城 最大的噱头 就是适合养生 另外就是 正县的潜力很大 但依旧让人觉得 一套别墅不值一个亿 嗯 这是半价 那就是两个亿 燕家 燕家没有骑老爷子那么大的面子 但是燕家 很快也在安全酒店小区 买了一套别墅 两亿 但是送了燕青一只猫 还有一个人住了进来 魏向君 魏听风的哥哥 魏听风和齐堂是老板 但魏向君 还是花钱买了一套 赠送给魏听风一只猫 毕竟王许也从这个女人身上 得到不少好处 何况是齐堂最好的闺蜜 朋友 住进来的人 外出可以申请保护 但要出费用 安全酒店小区这里慢慢来 不急 住户会越来越多 这个价格 能住进来的也不是普通人 早上 王村的广场上 五十岁往上的几乎都来了 也有不少年轻人 学习太极养生权 刘大壮他们开着直播交 从零开始 确实是从零开始 场面真的是有点惨不忍睹 但这样更加真实 齐老爷子和燕老爷子也来了 还有老中医王成祥老爷子 场面很热闹 有王许再还好 至少学习态度很认真 这就算开张了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王许想让太极养生权发扬光大 没有更好的办法 他要用现实来证明 用时间来证明 第一天 第二天 第三天 王许要让他们看到明显的变化结果 然后在全线展开 成为正线的一个文化特色 那个时候 再向外传播 就容易多了 那个时候 肯定有人能练出门道 传播起来就更加容易 不知不觉 半月时光匆匆而过 早上起来 外面白茫茫的一片 下雪了 空中雪花飞舞 天地一片银庄素果 白雪哀哀 雪下的不小 但也不是特别大 空气寒冷 但王村的寒冷 不是那种彻骨的寒冷 更多的是一种清凉 虽然还是很冷 但这种冷 就是让人感觉有点舒服 上午 王许听到一个消息 乔凯病情突发住院了 乔凯就是李百七王夫的弟弟 郑县首富乔云山的二儿子 发生了那件事之后 乔云山亲自带着乔凯 在火锅店当服务员免费 不得不说 能有作为的人 眼光 心智 毅力 都不同于一般人 不管真假 至少态度到了 头也低了 王许让人给乔云山传话 让他带儿子来找他 但要捐出一半家产 帮助那些不幸的人 如果答应 就可以来找他 乔云山自然答应 乔凯最近被病魔折磨的 也是苦不堪言 活着的乐趣 是一点也没了 看着父亲 为了他在这里洗盘子 擦桌子 对所有人笑脸相迎 有时候遇到品行不好的客人 还要赔礼道歉 这一切都是因为他 父亲多么骄傲的一个人 郑县的首富 有地位 有身份 有钱 本该别人对他尊敬 现在却 都是因为他 人在逆境成长 贫困中成人 他很想就这么拉着父亲走 不想看到父亲这样 他很难受 可是他知道 那样并不能解决问题 如匹夫一怒 血溅三尺 痛快了 但问题更严重了 看着父亲微微弯曲的背 并搅白发 那迎来送往的笑脸 将他的心刺得很疼 他只能放下来 学着父亲 开始认真地对待这份工作 忘掉自家是正线首富 除掉这个身份 自己什么也不是 后来渐渐地 他也慢慢试掩 只是后来身体实在吃不消 发病 倒下了 但也似乎明白了很多以前不明白的东西 再次醒来 看到了王许 他现在惹不起王许 也惹不起李柏奇 也不想惹了 只想好好地活下去 不为别的 就为了父亲 为了母亲 为了这个家 对不起 乔凯认真地道歉 王许没说话 这种二代 他是看在李柏奇面子上 看在乔云山一个父亲的坚持 那份父爱上出手一次 也就这一次 我只帮你这一次 是因为那份父爱 有些东西 别等着失去才知道珍贵 子欲养而亲不待 王许缓缓说道 王许很羡慕别人有父母 有爷爷奶奶 谢谢你 谢谢 乔凯说道 王许不说话 乔云山知道王许的身世 在王许说那句话的时候 也是深深地被震撼 王许的身世很可怜 真的很可怜 但却又有如今这般成就 谢谢你王先生 乔云山亲切热情地道谢 王许也是佩服乔云山 他是一个成功的人 但是对待自己的亲人真的好 对待湘林也低调 在郑县名声挺好 大儿子乔峰虽然没有什么本事 相对比较靠谱一点 可惜早死 二儿子乔凯 就是一个被惯坏的顽固子弟 治好后 乔家人离开 没多久 李柏奇来了 王许一个人在家里晒太阳 李柏奇一个人来的 李柏奇带着微笑 看着那个耀眼的男子 在李柏奇眼里 王许仿佛是发光的 今天的李柏奇穿着风衣 就算冬天 依旧是身姿妖娆 凹凸有志 他的腰臀妖娆到刚刚好 再夸张就过了 性感到极致 细腰细到刚刚好 杀人的腰 细得很高级 不只是单纯的 细尖若刀削 背好包 可那细之硕果 有为物理之学 大到刚刚好 呼之欲出 扑面而来 颤颤巍巍 坚挺 坚韧 骄傲 一身黑色 在这挨挨白雪硬衬下 肌肤如雪玉一般 阳光下 很美 很美 王许看到李柏奇 总是有种想要逃跑的想法 这个女人很懂事 知境退 但是她就是把自己的内心 全部向你敞开 换成别人 谁要是遇到 估计做梦都能孝醒 红颜薄命 李柏奇是不幸的 但是现在的李柏奇 感觉又是幸福的 你就这么怕我 李柏奇笑着坐在她旁边 没有 王许摇摇头笑道 王许想解释什么 最后只是说出两个字 好了 姐姐不为难你 我也想开了 人就是命 内心有个喜欢的人 何尝不是一种幸福 李柏奇轻轻笑道 柏奇姐 王许叹口气 就凭李柏奇这句话 王许就感觉还是亏欠她 也再次深切地感受到 什么是最难销受美人恩 很多男人想着 都这样了 管那么多干什么 及时行乐 给她幸福 装什么正人君子 王许也觉得自己 在装正人君子 李柏奇都做出这般牺牲 并没有奢求什么 李柏奇笑着看着她 她越是这样 就让她越是不能自拔 就会发现 越是喜欢 她知道自己 对一个男人的吸引力 有多强 这也反映出 王许的人品 她想到自己之前 强吻王许 也得到一些回忆 那一次差点走火 想到这个 忍不住脸就红了 她没想到 自己有一天 会这么难 乔凯今天来了 王许说道 我知道 李柏奇平静地笑道 探声过去 清香惜人 李柏奇的脸微红 她都不知道为什么 为什么现在 看到王许 就有点响入非非 她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 两个人距离很近 她心跳很快 这种感觉 让她无法自拔 她低着头 牵住王许的手 王许心里叹口气 握住她的手 没有下一步动作 就享受此时的安静 渐渐地王许也平静下来 坚持有坚持的理由 不坚持 也有不坚持的理由 没有对错 只有值得 或者不值得 每个人的追求不一样 成长历程不一样 看重的也不一样 对于李柏奇的喜欢 爱意 王许内心是开心的 她是人 李柏奇这么优秀的女子 被她喜欢自然开心 其实王许 也冲动了 虽然冲动 可内心还是有一个权衡利弊 才让她还在苦苦坚持 守着最后的这一道底线 只是为了自己能在 祈堂那里做到自然 只是为了自己能在 祈堂那里做到自然 做到内心无愧 王许甚至自己也想过 自己现在这个行为傻 很傻 甚至以后还会后悔 因为这是男人骨子里的基因 她也想过三妻四妾 她也有战有欲 可是祈堂就是她内心的一块净土 让她至少目前走不出这一步 王许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睡着了 李百祺看着在自己身边 沐浴着阳光睡着的男子 一时间痴痴呆呆 就这么安静地看着王许 心里叹口气 但脸上有着开心的笑意 王许在醒来的时候 李百祺已经离开 但是身上盖着一张宝毯 临近中午 王许去野猪山那里 刘大壮 祁云 田涛 牛刚等等 他们都在 星光也在 除了直播 就是练习白虎装 疯狗拳 疯狗咆哮 断魂三刀 刘大壮如今在疯狗咆哮和疯狗拳上 越来越得心应手 虽然有点胖 但在疯狗咆哮上 天赋太高 那密集的狗叫声 叫得你心烦意乱 烦躁不安 浑身难受 精神都要崩溃 刘大壮如今也算是彻底放开 每次直播都需要表演这个绝技 也得到很多人的认可 他们表示 如果刘大壮冲着他们这般疯狗咆哮 他们很难受 甚至会疯掉 再加上那疯狗拳 实在是太下三滥了 因为练习疯狗拳 要用橡胶人 那攻打的位置 加上还会洒湿灰粉 吐痰封脸 攻击犀利 速度快 出手就是下三路 招式就没有一招 是这儿八经的招式 所有的招式 都是为了攻击你的裆部 双眼 这是重中之重照顾的两个地方 一个被打中 直接丧失战斗力 一个被打中 直接变成瞎子 可以说 只要得手 就会决定战斗结局 粉丝看到这个练习 那个熟练的攻击 都裤裆里冷嗖嗖的 背脊发凉 这要是打起来 他们觉得 一招就被打趴下 根本不存在 快头大 力气大 抗击打强 除非你真的 练成铁当弓 但这疯狗咆哮 实在是让人难为情 毕竟要狗叫 疯狗拳也不能表演 招式实在是下流至极 别人追求女孩子 表演个狐空翻 旋风腿 你追女孩子 对着他狗叫 然后表演个踢当 猴子偷偷 插眼 大家都知道 有句话叫 好看不中用 杀人计 真的是不好看 王雪还说 这是女子防身术 很多女人想学 但是那狗叫声 让他们止步 实在是张不开嘴 星光已经将 三国的剧本弄出来 包括哪些战役 行军 斗阵 当然也有斗江 有些人物要矫正一下 比如周瑜 不拍三七周瑜 没有这一项 毕竟这是 巫国天花板的人物 江东周郎 美周郎 虽然英年早逝 但这是个英雄人物 三国演义里 很多东西太假了 罗冠中是个亲属派 王雪这次拍摄 三国演义里 重要的东西还要有 比如 温九斩华雄 过五官斩六将 千里走单旗 斩炎梁 朱文丑等等 二爷的威武霸气 还要有 只是在这个基础上 要加入一些名将存在 要百花争艳 群星璀璨 三国 三个国家 都要有天骄 五虎上将 五子梁将 卧龙凤雏 鬼才 独氏 十二虎臣 四大都督 除此之外 王雪还要加入一些美女 三国的美女很多 这也是一个巨大的特色 四大美女中的 貂蝉大才女 蔡文基 洛神父里的嫂子真基 让曹老板死了儿子曹昂 死了侄子曹安明 死了大将典位的 张秀婶婶周氏 赵范的嫂嫂凡氏 秦一路妻子杜氏 这个杜氏 据说是曹操和关羽 反目成仇的女人 当时关羽给曹操再三说 打下下皮 什么也不要 自己还没成亲 只要杜氏 曹操答应了 只是看到杜氏之后 曹操就设不得 自己收入房中 这就是为什么 后面曹操如何李贤下士 如何挽留 舔关羽 但关羽还是过五官斩六将 千里走丹琪 也要去找他哥哥刘备 刘备是兄弟如手足 女人如衣服 江东大桥小桥 孙上香 还有黄月英 也是个传奇女子 丹夫人 妮夫人 王毅 孙鲁班 大小张皇后 不练诗 王徐想的是 只要造型好看 神韵好 演技其次 他拍摄的 毕竟只是一个网剧 甚至比起网剧档次还低 但是具体效果 能达到什么程度 王徐也不清楚 除了美女 另外就是 一些被埋没的强大人物 也要凸显出来 比如徐荣 两次打败曹老板 和孙坚的人物 挡住诸葛亮的好招 还有陈道 北帝枪王张秀 张秀是赵云的师兄 还有一个师兄 张仁 再有就是高顺 宪振营很强大 其实三国演义里 并没有体现出 宪振营的强大 另外就是白马一从 这也是一个亮点 一大片白马 那壮观景象 影视剧到现在 也没有拍出来 这个要好好考虑一下 大家凑在一起开会 各书几件 然后感觉可取的 就做笔记 三个臭皮匠 赛过诸葛亮 一大堆人想 还是有不少灵感的 然后就需要开始着手准备 演员也要开始找 然后让他们琢磨人物 全部要新演员 试镜看演员 而且从粉丝中找 说出要求 有异象的可以来试镜 然后该接受训练的 接受训练 王许也感觉很有意思 业余中也有大神 只是一直没有门路 所以摄影要找专业的 化妆师已经找到 这些日子一直都在找演员 道具也都准备差不多 马匹不多 到时候可以借助 大草原上的马群 算下来 骑兵队伍是够了 赤兔 乌云踏雪 照业余狮子 的卢等等都有了 现在那些影视剧中 一个很大的投资 就是演员的片酬 实在是太高了 王许这边不需要 没有片酬 这个短视频本身也不盈利 演员得到的好处就是 这部剧如果火了 你也跟着火 报名者很多 就这样 最后决定先拍 万事开头难 先开始 拍摄起来 发现还行 主要是其中不少粉丝 都是影视专业的 在校大学生 还有就是要求不高 所以这拍摄起来 差不多就过 又不是专业的演员 只能在其他方面 要求严格 比如服装 比如造型 比如神态 这一点是王许的强项 尤其是气质这一块 王许因为和疾病怪战斗 在这一块上 可以说 无人出其左右 所以他能帮人调整 神态和气质 比如威严 比如霸气 比如肃杀 尤其战场上的 那种气势 加上服装 还有动作 动作这一块 也是王许的强项 拍摄出来的效果 还是很满意 甚至说非常的满意 明明不是专业的 可是为什么 反而更加逼真 这种感觉特别的真实 特别的震撼 那种视觉上 可以称的上是一种享受 不由得让人沉静 明明一大堆毛病 可就是感觉好看 大家的感觉都一样 就是毛病一堆 可是可取之处 也是一大堆 就如那些影视 说是艺术也好 表演也好 总之就是一个目的 能达到赏心悦目 视觉盛宴 大家都心知肚明 这是假的 很假 是加工出来的 可还是让人感觉很好看 很爽 现在王许这种 也是毛病一堆 其实就相当于 那些影视剧中的 加工成分 那么强 假的 可就是感觉很真实 这种真实感 一下子就把人拉进去 普通人 或者大部分人物 皮肤不但不好 甚至有点粗糙 就这个真实感 一下子出来了 风吹日晒 寒风中 那手上的茧子 裂纹 沧桑 妆容好 也是那种大气 不是精致 还有那种神韵 士族的神韵 武将的神韵 龙行虎步的走法等等 这一拍摄 倒是都很满意 瑕不掩鱼 甚至因为这些瑕疵 反而才会更深入人心 都是新手 表演起来 王许引导 给他们找代入感 利用各种方法 和周围的环境 让他们尽可能地 带入进去 当环境 当对面的人物真实时 当自己看着自己的形象 很像自己扮演的人物时 一切的一切 让其发挥得越来越好 有时候没有学过表演 反而不受条条框框的约束 虽然毛病不少 可是拍摄这种 最多算是网剧的制作来说 反而更好 王许感觉也挺有意思 找到擅长的一面 扬长避短 想想沙雕动画那种制作 都还让人欲罢不能 嘟嘟 王许手机响了 王福多打来了的 中医馆那里 王福多是王成祥老爷子的孩子 现在是中医馆的主要医师之一 福多书 王许接通电话 有几个人挂横幅 说你见死不救 不配做医生 王福多快速说道 好 我知道了 福多书 一切照旧 我马上回去 王许说道 一点也不慌 不用自己急 哪怕砸了中医馆 王许也不急 王许猜测 是张龙 李天和赵凯几个人 这些日子 一直都在中医馆这里哀求 也会下跪磕头 但王许不为所动 时间一长 他们受不了 既然不给他们治疗 那么他们也不想让王许好过 你不是大网红吗 我就败坏你的名声 让你名声臭大街 让你在主播圈混不下去 所以直接自己开直播 然后对王许 他们不怕王许打他们 开着直播 如果王许打人 那他们是求之不得 反正也不要尊严 不要脸面 王许回到火锅店这里 人很多 三个人扯着横幅 上面写着 见死不救 不配做医生 不少人拍视频 甚至直播 这可是个大题材 这个绝对是大新闻 我在这里跪了半个月 我是他的大学同学 他抛弃了女朋友 连我们也恨上了 张龙一咬牙 反正也不给治疗 干脆让你名誉扫地 杨倩是他的前女友 如果他要说自己三个给他戴绿帽子 也会丢人 所以 他们歪曲事实 也不怕王许成亲 很多人不管真假 反正这就是话题 王许来到后 很多人都在等王许成亲 或者一个解释 张龙三人也是期待 反正他们现在什么 也不怕了 自己三人就是一坨降 有本事你一巴掌拍下来 看看是不是呼你一手 王许仿佛没有看到三人一样 依旧如往常一样 走进了天下第一中医馆 小许 他们 王福多看着外面人很多 有点担心地问道 福多说 只要不闹事 就不用管 闹事就报警 王许笑着说道 王福多点点头 王许来了 他就感觉 什么都不是事 张龙三个人 直接傻了 他们想过很多情况 比如王许辩解 或者直接说出详情 甚至报答他们一顿 但直接无视他们 是没想到的 不但无视 仿佛就真的没有看到一样 他们知道肯定看到了 只是装作没看到 可王许那个神色 那个气质 就是让人一下子感觉 他们三个就是个跳梁小丑 根本不需要解释 就能让人感觉肯定 他们三个不是个东西 不知道为什么 很多人都是这样的想法 不需要解释 那三个人 一个大度变便 满脸凶相 剩下两个虽然不胖 但是让人看到脖子上的纹身 以及整个人给人感觉 就不像什么好人 王许只是简单的露面 一句话也没说 这舆论风向标 瞬间变了 这三人是来碰瓷的 对对 原来是来蹭流量的 你看 他们还开着直播 真特么恶心 这年头为了红 真是无所不用其极 下跪 角色扮演 博同情 终究还是为了红 你看这三个人 长得这熊样 一看就不是好人 真是一坨响 老板不理他们就对了 恶心人的玩意儿 周围人开始口诛笔伐 难听的语言 不断地钻进三个人耳中 很多人将三个人的嘴脸 拍个特写 然后写个文案 开始在网上发 张龙三个人 也是猛逼了 自己才是弱者 被打过 给人下跪过 哀求过 这段时间 王村那些老年人 练太极养生权的视频 火了很火 一开始争议很大 因为练得很不好 主要是刘大壮等人的粉丝多 所以被人知道 但是随着时间 每天似乎都在进步 之所以进步不小 是因为王村这些老人的心态变好 就算年轻人的心态也变好 毕竟每个人的人口甜不少 不管是老人还是年轻人 都有人口甜 现在这人口甜 就有着不菲的收入 加上小别墅房子建好 小人物这一点就很好 知足 都说知足常乐 在知足上 农村人说第二 没人敢说第一 故事后 农民只要一天还有一顿饭 只要饿不死 就不会造反 就不会反抗 如今 王许让王村的收入大增 但这个收入放在城市里 很多人其实并不满足 但王村人都是感觉 仿佛一步登天 特别是年龄大的 更是感觉 这是在做梦 这种心态 让他们练习太极养生权 效果非常好 这也是进步快的根本原因 这些天 让人看到了一个明显变化 主要是有几个 还练出一些门道 如今都穿上了太极服 沐浴在早晨的阳光下 和最早的视频 判若两人 主要是整个人的精气神 那个感觉有了根本的变化 这个变化非常明显 让人看着都忍不住 想跟着练 这个氛围太好了 这个生活环境太好了 发达城市 为什么房价那么贵 就是因为 有强大的商业圈 生活圈 服务圈等等 普通人背井离乡 打工 出租屋 不敢吃好的 就为了多挣两块钱 这种生活很多人不喜欢 可又没有办法 王村这边 已经在慢慢呈现一种 让无数人羡慕的存在 特别是这个太极养生权的聚集 看到这些老人的幸福满足 和巨大的变化 触动了太多的人 包括那些在大城市 一直感觉很优越的人 但现在他们觉得自己 或许不如一个农村的老头 如今都是追求健康 多少人为了金钱 年纪轻轻一身毛病 很多年轻人甚至感觉自己都活不到老的那一天 很多人说丑的头发白了 有一天白发苍苍 但很多人还没白发 却发现已经秃了 连白发的机会都没有 越来越多的人 开始关注食品健康 开始在乎身体健康 所以 王村这边 现在加入练太极养生权的人越来越多 刘大壮他们 每天带着大家打太极拳 直播 加这个视频 都吸粉无数 甚至很多人跟着直播练习 好评如潮 这太极养生权不同于现在的任何太极 是完全不一样 没有任何高难度动作 但每个动作都有各种形态 可以是大开大合 可以是大气磅礴 也可以是内敛自如 也可以是自然如风 可以说看个人心静 但只要能掌握住其中的精髓 其中的关键 练出感觉都没问题 每天早上 王村这里很壮观 小广场很漂亮 很多人来到这里站好 开始一个小时的太极拳练习 中间休息20分钟 打两次 每次20分钟 休息20分钟 现在外村的人也有加入进来 早上来到王村这里 一起学太极养生权 王许知道 想让这太极养生权 成为正线的一个特色文化 甚至传出去 没那么简单 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 不过王许也不心急 传出去也好 传不出去也好 随缘 他只是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谋事在人 成事在天 随缘 刘大壮他们现在是特别的滋润 王冲王阳也开直播 开之前征求过王许的意见 王许没反对 每个人有自己的选择 他不会干预别人 就算是亲近的人 他也不会干预 他们现在已经形成一个正线的网红圈子 这些人到目前为止 没有一个变现 不带货也能挣钱 他们很知足 他们也知道 要是带货翻车 那么可能直接回到解放前 他们就是个普通人 不少人都是因为王许成为网红 带货 你了解这个货吗 他们现在很快乐 跟着王许能学很多东西 甚至都不怎么需要钱 住的 吃的 喝的 明界 金钱也够用 主要还是受王许的影响 这就是榜样的力量 王许都不带货 星光小美女不带货 其他人敢带货 就这样 正线的主播 粉丝不守 可是都没带货 也没打广告 成为了直播界的一股清流 当然 很多主播说 主播是可以将物美价廉的商品展示出来 让其走进千家万户的家 但互联网上 主播的门槛特别低 什么人都有 几百个粉丝就开始卖货 有套路 小公司找到他们 只要能卖出什么样的价钱 就能抽多少钱 他们绞尽脑汁 提价 降价 找托 用煽动性语言 用现实抢购方法等等 顾客觉得 今天好不容易抢到 总觉得是最后一单 赚了 可是半个小时后过来 还是可以继续抢 每次都能抢到 半个月后 居然还是当初的那一套说辞 主播还在放福利 一二三开抢 抢到就是赚到 这福利是一天24小时不停 一年365天不停 王许越是不带货 反而不少人喊着 让王许带货 不为别的 就是相信王许的人品 现在不少人 开始认真对待王许法方的福利 比如太极养生权 比如白虎庄 疯狗拳 那个特意强调了一些重点 建议漂亮的女孩子可以练练 但不许对真人练习使用 只有触发正当防卫 触发生命受到威胁时候 可以全力施展 疯狗拳确实不太好看 但是这一句建议 漂亮女孩子可以练练起到了效果 因为练习疯狗拳的 一定是漂亮女孩子 那只剑鸟 现在太野了 火得一塌糊涂 很多前来的游客碰到 就会教她各种话 比如之前的那句你慢点了 死鬼 死鬼 你别急嘛 我爱死你了 死鬼 王许感觉丢人 这鸟都快不能要了 毕竟都知道这剑鸟的主人 是他再加上这剑鸟的脉象 实在是好看 都认为这是玄凤鹦鹉 基因变异 王许想到王龙斌 就是村里得了狂犬病的那个 他这段时间也在家 每天早上也跟着打太极养生权 现在王许实力大增 正好今天给他治疗一下 随着时间 王龙斌已经平静下来 刚开始感觉世界末日一般 家里人也是如此 现在不只是他 家里人也渐渐平静下来 生活还要继续 随着时间也麻木了 虽然还是会担心 但和最开始那种心情 是完全不一样 看到王许到来 王龙斌一家人自然很开心 扎针 战斗 黄犬病妖王麾下车骑将军 四十级 BOSS怪 特殊怪 精英怪 狂暴怪 针灸后可战斗 战胜后恢复四年寿命 四称号的四十级疾病怪 在现在王许看来不堪一击 哪怕是狂犬病这种霸道的疾病怪 也没有威胁 四只黑色的大狗 十米长 红色眼珠子 吐着长长的心红舌头 那哈拉子滴滴啦啦 心气逼人 毛发浓密 漆黑如墨 血红巨大的双眼 心红的巨大舌头 十米长的巨大身子 这是巨兽 凶兽 狂犬病妖王挥下车骑将军 气血两千万战斗开始 你触发了五行大阵 受到伤害时 几方所有单位共同分担 提升几方所有单位 百分之一百的气血恢复 狂犬病妖王挥下车骑将军 触发四项大阵 气血提升四倍 攻击提升四倍 气血共享 受到伤害共享 每回合气血增加百分之一 攻击增加百分之二 狂犬病妖王挥下车骑将军 触发狂暴 攻击必定暴击 暴击伤害提升百分之一百 持续到战斗结束 狂犬病妖王挥下车骑将军 触发撕裂 攻击时无视目标 百分之五十的防御 该撕裂无视免疫异常状态 持续到战斗结束 狂犬病果然霸道 不愧是致死率百分之百的疾病 不过只是四世纪的 BOSS怪 现在的王许是一点也不慌 回合开始 王许召唤出一只小凤凰 王许依旧是只能叠加防御 来增加伤害 不过目前王许的防御 叠加起来特别的快 每回合都达到了百分之三 这个很强 不但增加自己的抗击打能力 还增加自己的攻击能力 肾虚犬 150万暴击 四只狂犬病妖王挥下车骑将军 在四项大阵作用下 伤害共享 所以 每只怪都掉150万气血 但是现在每只怪气血 高达8000万 每回合 每只怪回血800万 王许要打出超过3200万的伤害 才能大于对面的恢复治疗 砰砰砰砰 7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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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万攻击必定暴击 但对于如今的王许来说 四世纪的疾病怪 哪怕是狂犬病妖王挥下车骑将军 也没有任何威胁 不知不觉来到100回合 狂犬病妖王挥下车骑将军的气血增加一倍 攻击也增加了一倍 这还是被魔王腰带降低了一倍 不然100回合狂犬病妖王挥下车骑将军 可以增加两倍的伤害 王许的防御增加三倍 气血增加两倍 100回合 狂犬病妖王挥下车骑将军的大招 也没有能伤害到王许 主要是王许这里小凤凰太多 可以主动进攻了 断魂三刀 850万 850万 1250万断魂三刀 刀刀必定暴击 最后一刀更是打出了致命一击 三倍伤害 这是对面四只狂犬病妖王挥下车骑将军 每只都掉这么多的气血 而每只狂犬病妖王挥下车骑将军的恢复 每回合是1600万 气血已经开始下降 疯狗拳 2500万触发暴击 这个概率还是可以 四只黑色巨兽 每只掉血2500万 气血再次被压制一些 回合结束 每只黑色巨兽 回血1600万 新回合开始 王许进行普通攻击 420万 1260万触发二连击 第二次攻击更是打出了三倍伤害的致命一击 就这样 王许的攻击越来越高 20回合后 战斗结束 你获得战斗胜利 你获得1000万经验 你的宠物金龙大熊猫 获得1000万经验 你的宠物骷髅骑士 获得1000万经验 你获得守护王剑 你获得打狗棍法 你获得狗皮 极品 似你获得狗鞭 极品 似你获得狗宝 极品 一还行 王许还是感觉挺开心的 出装备了 不出意外是40级的 王许还是有期待的 因为只要好 马上就能用 守护王戒 等级 40 攻击加4000 防御加1000 气血加2000 附加技能守护 被动技能 进入战斗后 几方所有单位 每回合增加自身1%当前气血 如果敌方存在气血提升状态 则每回合降低敌方1%当前气血 持续到战斗结束 耐久度 永不磨损 不可毁坏 这是个好东西吧 王许也是一时间有点愣 是不是缺了一条 但这一条似乎很强 几方所有单位 气血一直提升 同时降低对面 每回合1%气血提升 还是40级 还是永不磨损 身上的那个10级的 白则戒指 可以淘汰了 换上 这个不错 还是很强大的 嗯 很强大 越看越觉得很强大 王许遇到很多疾病怪 都是攻击 气血 防御提升的能力 防御提升 对王许没用 靠着嗜血 追云履打的是神圣伤害 但是气血提升 和攻击提升 这个就让人很头疼 尤其之前 遇到的那个肉盾怪 如果提升幅度再大一些 王许感觉自己 根本杀不死 这个守护王戒 可以抑制一下 还能提升 几方的气血恢复 以及气血上限 越看越觉得还挺强 非常实用 尤其提升的是 几方所有单位 守护王戒 加上魔王腰带 很好用 如果疾病怪提升幅度不大 那么王许战斗起来 那就轻松多了 还有个技能 打狗棍法 还好 不是打狗棒法 这是打狗棍法 棍为百兵之足 加个枪头就是枪 加个刀就是长刀 大刀 加个斧头就是大斧 削尖一端就是长矛 棍也可以叫长兵器之足 这打狗棍法 就是一套大开大合 精妙绝伦的棍法 和名字很不般配 上手快 实用 招式打气 这个打狗棍法 打疾病怪也能用 打狗棍法 主动技能 对单个目标 随机打出九次普通攻击 此攻击不会触发连击 此攻击暴击概率 增加15% 冷却三回合 好家伙 有点东西 九次普通攻击 临时提升15%的暴击概率 连环九棍 想想都感觉刺激 这一下进攻的技能齐全了 断魂三刀 封狗拳 打狗棍法 可以轮流循环使用 打出强大的伤害 主要是 这技能现实中也可以练着玩 招式如长江大河 连绵不绝 视觉上比起断魂三刀 更有冲击力 压制性更强 狗皮什么的存着 还有个狗宝 这是药材 留着 反正有物品兰 多多益善 也不用担心保存不好 退出战斗 再次看向王龙斌的身边 果然 新的疾病怪出现 狂犬病腰王麾下 守山腰疆 五十级 BOSS怪 召唤怪 军团怪 山腰怪 狂暴怪 多命怪 针灸后可战斗 战斗胜利后 恢复五年寿命 六称号 BOSS怪 虽然是五十级 但这是狂犬病 王绪感觉是没有问题 但五十级和四十级 也是一个巨大的分水岭 但五十级和六十级相比 那才是真正的一道天芡 战斗 王绪还是选择继续战斗 刚刚得到守护王界 和打狗棍法 基本上可以肯定万无一失 五只超过十五米的巨大黑狗 但状态是人力状态 熊状的身体 就如一只巨大无比的人力狗熊 甚至就连那面相 都有种人性化 只是毛发茂盛 双眼是红色 弹爆的气息 并排而站 散发着强大的威压 还好 王绪这边有六米多高的金龙大熊猫 王绪则是站在一只火焰环绕的火凤凰之上 骷髅骑士站在自己一边 玄武石龟站在另一边 狂犬并妖王麾下守山妖将 气血 五千万五只狂犬并妖王 麾下守山妖将后面 还有六万狗妖小兵 回合开始 王绪召唤出一只小凤凰 狂犬并妖王麾下守山妖 将召唤出六万狗妖小兵 达到了十二万多的狗妖小兵 你触发了五行大阵 受到任何伤害时 几方所有单位共同分担 提升几方所有单位 百分之一百的治疗恢复 狂犬并妖王麾下守山妖 将触发五行大阵 几方所有单位共同分担 提升几方所有单位 百分之一百的治疗恢复 狂犬并妖王麾下守山妖 将触发多命 战斗中必定复活三次 每次复活增加一倍气血 一倍攻击 一倍防御 狂犬并妖王麾下守山妖 将触发狂暴 几方所有单位攻击 必定暴击 并且提升百分之一百的暴击伤害 狂犬并妖王麾下守山妖 将触发守山 战斗开始后 提升三倍的攻击 三倍防御 三倍的气血 每回合提升百分之一攻击 防御 气血 持续到战斗结束 王许有点小激动 因为这个守山能力 直接被守护王界 加魔王腰带给废掉了 攻击和气血无法叠加 狮子猴 王许还是先施展狮子猴 对面十二万狗妖小兵 这狗妖小兵也是攻击必定暴击 而且还提升百分之一百的暴击伤害 就是增加两倍的攻击 七十五万 七十五万 七十五万禁止 禁止 十二万之多 至少也有一万只被禁止 但是并没有死 金龙大熊猫还是选择防御 但现在金龙大熊猫 因为守护王界 每回合可以叠加百分之一当前的气血 野猪冲撞 骷髅骑士发动野猪冲撞 百分百现运主目标一回合 另外对另外不超过三个目标施加眩运 概率百分之三十 嗯 好家伙 骷髅骑士发动一次之后 并没有停下来 再次发动了一次野猪冲撞 这一次换了一个目标 再次施展野猪冲撞 骷髅骑士天赋触发了 骷髅骑士的所有技能 都有百分之十五概率 额外触发一次 两次野猪冲撞 直接眩运住了三个目标 剩下两只狂犬病妖王 麾下守山妖将 发动了攻击 巨大的大爪子狠狠地砸在了金龙大熊猫身上 砰砰 四道红光闪烁 四百五十万王许 小凤凰 骷髅骑士 还有玄武石龟都承受同样的伤害 小凤凰当场消失 骷髅骑士复活 气血和防御增加一倍 玄武石龟不会死亡 但会随着王许一起消失 五百六十万小凤凰消失 只剩下四个承伤单位 这伤害增加不少 金龙大熊猫也残血 好家伙 有点强 狂犬冰怪的最大特点就是攻击强 非常强 十二万狗妖小兵冲向金龙大熊猫 如一条恐怖蟒兽 一触发金刚了 肉盾宠物的强大就是各种保命能力 还有强大的恢复 金龙反击也没有能带走那些狗妖小兵 第一回合过去了 王许不慌 熬过前面的回合会很轻松 第二回合 王许再次召唤出一只小凤凰 猴 卧槽 居然5%概率触发了青龙守护 召唤出一条青龙 进入无敌状态 持续一回合 回合结束时 几方所有单位恢复30%气血 恢复好大一口血 王许直接满血了 金龙大熊猫的气血再一半 第三回合 王许继续召唤出一只小凤凰 同时触发了王者之盾 毕竟每回合都有25%概率触发 为全体附加主人气血上线的5%的护盾值 可以叠加直到被打破 狂犬并妖王挥下手山腰将再次召唤6万狗妖小兵 数量达到了18万 狮子吼 巨大的狮子头发出震天的吼叫 飓风狂飙 一片片数字出现 消失了12万狗妖小兵 还剩下刚召唤出来的6万狗妖小兵 而且还是残血状态 骷髅骑士施展死亡一箭 眩运住一个目标 加上血脉 35%概率 眩运剩下的4只狂犬并妖王挥下手山腰将攻击过来 375万小凤凰死了一只 浴火重生一只 450万剩下一只小凤凰消失了 金龙大熊猫和王许的气血都见底 金龙大熊猫触发三回合的无敌状态 肾虚拳 肾虚拳 接下来两回合 王许施展肾虚拳 降低对面的主怪的攻击和防御 在无敌剩下最后一回合的时候 王许施展狮子猴 对面此时已经18万狗妖小兵 下回合 王许召唤小凤凰 此时 场上已经4只小凤凰 对面召唤狗妖小兵 达到了恐怖的24万之多 无敌状态已经消失 但是王许这边 气血除了金龙大熊猫 都已经恢复满 而且还叠加一层王者之盾 狮子猴 对面消失了18万狗妖小兵 只剩下刚召唤的6万只 172万 172万这是两只被肾虚全虚弱后的 死了三只小凤凰 只有一只触发了浴火重生 300万剩下的一只小凤凰也消失了 300万骷髅骑士撕血站住 金龙大熊猫因为王许的血条空血站住 不慌 王许一点也不慌 再次持续两回合 金龙大熊猫触发龙心护佑 王许和金龙大熊猫满血复活 并且金龙大熊猫每回合额外增加1%防御 王许的气血也叠加到2200多万 狮子吼可以秒杀狗妖小兵 已经可以腾出手 将对面主怪都加上了肾虚全的虚弱 金龙发熊猫的反击 加上王许狮子时不时的还能禁止住一只主怪 以及骷髅骑士的控制 毕竟骷髅骑士受到伤害时还有15%概率眩晕一个 可以说每回合 骷髅骑士都能控制住一个主怪 加上金龙大熊猫的防御和气血叠加 随着回合已经完全没有压力 不得不说守护王界加魔王腰带有点强 狂犬并怪的可怕就是前50回合 甚至前20回合 狂犬并怪的最大特点就是攻击超高 不知不觉来到100回合 五只狂犬并妖王挥下手扇腰 将脚下出现了五种颜色的光环 金色 青色 绿色 红色 黄色 相互映衬 然后发动一次合击 五彩斑斓 天狗时日 天狗时日 接下来五回合内全体进入无敌状态 免疫一切异常状态 并且全体攻击提高一倍 王许和金龙大熊猫互换位置 他也选择防御状态 350万70只小凤凰都没有撕 一个是王许现在的气血 叠加到4500万 召唤的小凤凰 气血超过200万 但这不是主要的 主要的是王者之盾 后面叠加了十多层王者之盾 每层都是5%王许的气血 尤其最后这几层 每层都差不多200万的气血 接下来继续叠加 没办法 黄犬并妖王挥下手扇腰将的恢复太强了 主要是有个和王许一样的五行大阵 受到伤害共同分担 加上高回复 王许每回合输出 需要达到2亿 才行现在稳得很 只是时间问题 对面五回合无敌 直接召唤了30万的狗妖小兵 哪怕伤害再次翻倍 但面对王许这边80个城商单位 构不成威胁 下一回合 王许一个狮子吼 直接将36万狗妖小兵全部斩杀 不知不觉来到190回合 王许开始进攻了 试试打狗棍法这个技能 一道金色的棍子 足有30米长 犹如石质 在王许的手中出现 棍落如长江之水 如那九天瀑布 一叠接一叠 砰砰砰 狂暴的一棍接着一棍 简单 却大气 带着一股天下大势 如鬼斧神功一般 迅速落下 160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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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00万 3200万 1600万 1600万 4800万 1600万 1600万 五只狂犬病妖王 麾下首山 妖将都掉了这么多的气血 而且然后轰然倒地 一招打狗棍法 直接秒杀了对面 当然 这也是叠加起来后 打出九棍 其中出了一次三倍暴击 两次二倍暴击 这打出的画面 实在是太震撼了 王许都热血沸腾 硬要说一个问题 那就是 这个招式的名字 实在是太土了 打狗棍法 但这个是真的强 太强了 比断魂三刀还强不少 强大的输出 带来的感觉 是真的好 王许久久不能 从那九棍中恢复过来 但就在这个时候 狂犬病妖王 麾下首山腰 将触发复活 气血增加一倍 攻击增加一倍 攻击不怕 就算增加一倍 也威胁不到现在的王许 只是这个气血增加一倍 那这个恢复增加太多了 断魂三刀 320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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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断魂三刀 刀刀暴击 可惜没有出三倍暴击 五只狂犬病妖王 麾下首山腰降 都掉9600万的气血 而现在每只狂犬病 妖王麾下首山腰降 每回合回血8000万 下一回合 王许施展风狗拳 碰 4800万三倍攻击 可惜没有出发暴击 每只狂犬病妖王麾下首山腰将掉血4800万 恢复8000万 能打 下一回合 打狗棍法冷却好了 打狗棍法 狂暴的酒棍如长江大河倾洒而下 砰砰 金色的光运炸裂 1600万 3200万 1600万 4800万 4800万 1600万 1600万 3200万 1600万 暴击概率不低 毕竟临时提高15%暴击概率 加上之前的20%暴击概率 还有10%的三倍暴击概率 所以说 这个暴击频率在正常范围 还是打狗棍法 这一招狂暴 每只狂犬病妖王麾下首山腰降掉血2 两亿还多 很快 狂犬病妖王麾下首山腰降第二次复活 气血翻倍 攻击翻倍 恢复也翻倍 王许发现自己的输出和对方的恢复几乎是持平的 只好继续杀小怪 叠加防御 在接近300回合的时候 王许再次出手 打狗棍法 金色的棍子长度超过50米 金光灿灿 如山河青岛 狠狠地压了下去 喷喷 八千万 一 六亿 八千万 二 四亿 一 六亿 八千万 八千万 一 六亿 一 六亿这爆炸的输出 如烟花 一般灿烂 直接让每只狂犬病妖王麾下首山腰降掉血12亿 而现在经过三次复活 每次复活气血翻倍后 此时的每只狂犬病妖王麾下首山腰降也才16亿 这一棍打出去 真的是令人头皮发麻 战斗毫无悬念 就算复活也不怕 不会再气血翻倍 复活也不过多撑几回合而已 你获得战斗胜利 你获得两千万经验 你升到了四十三级 你的宠物金龙大熊猫 获得两千万经验 你的宠物金龙大熊猫 升到四十三级 你的宠物骷髅骑士 获得两千万经验 你的宠物骷髅骑士 升到四十一级 你获得狗皮 极品 无你获得狗鞭 极品 无你获得狗宝 极品 亦你获得狗头金 极品 你好像出现了奇怪的东西 狗头金 王许看着一颗粗糙狗头模样的黄金狗头 大小和人头差不多大 很粗糙 如果是人工雕刻 那可以说是不忍直视 但如果这是大自然的形成 那么就可以说是太神奇了 这东西 王许不太懂 只知道 价值很高很高 主要是还有科研价值 放着吧 对金钱 他现在是越来越没有概念 王龙斌此时感觉身体特别的轻松 那种感觉很清晰 王许看着新出来的疾病怪 没有再次战斗 狂卷病妖王麾下守山小妖王 六十级 BOSS怪 妖王怪 守山怪 召唤怪 军团怪 多命怪 狂暴怪 针灸后可战斗 战胜后恢复六年寿命 小妖王 七称号 BOSS怪 狂犬病还是真的强 王许是不敢轻易去尝试了 七个称号 还是第一次见 要是六个称号 王许感觉没问题 但是七个称号 没底气 所以暂时不急 这个过段时间 是肯定能打的 王许想到 齐堂的乳腺癌大军阵国 小王爷 六十级 BOSS怪 霸主怪 召唤怪 军团怪 军阵怪 多命怪 针灸后可战斗 战胜后恢复八年寿命 这个是六个称号 看称号数量 还有恢复的寿命 就知道 这狂犬病 比起乳腺癌更恐怖 龙斌哥 没事了 王许收针说道 真的全好了 王龙斌不能相信地问道 他的母亲 还有媳妇 也是惊喜问道 好了 该干啥就干啥 不用记着这件事了 王许笑笑 王许之所以这样说 是因为他知道 哪怕告诉一个人 你能活三十年 这个人也会感觉 头上悬着一把剑 哪怕这个人 现在已经四十岁 人生的精彩 就在于 你不知道 自己哪一天 离开这个世界 一切都是未知的 婉拒王龙斌的 热情挽留 王许踏着外面的 挨挨白雪 向着县城走去 踩在雪地上 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 小孩子对雪人 打雪仗 嬉闹声 这就是最好的烟火器 人世间最美好的风景 就是烟火器 王许看看物品栏的那个 三年赦免天道经卷 王许纠结 是让齐唐怀孕 凤子成婚 还是先求婚 结婚 再生小宝宝 齐唐很多时候 叫她是我家小男人 我家男人 王许则是叫的很多 比如唐姨 好姐姐 小唐唐 唐唐 宝宝 小宝贝 但好像没有叫过老婆 甚至都没正式追求她 让她同意做自己女朋友 因为两人之间很特殊 跨越了好几个阶段 所以 王许直接就把齐唐 当成女朋友 甚至妻子 张龙 李天 赵凯三人傻眼了 并没治好 也彻底把王许得罪死了 其实他们不知道 上一次就已经得罪死了 王许只是不想弄死他们而已 现在看他们就是一个跳梁小丑 甚至不想弄死他们 他们现在活着 才是生不如死 就他们现在这种情况 花钱都没有女人搭理他们 所以说 正常情况 不犯罪的话 他们是别想找女人了 他们的病情很严重 已经影响寿命 只是还能活着 但这个生活质量 就别提了 这也是为什么 他们能下跪来求王许的原因 三个人现在是对王许恨之入骨 好像这病是王许给她的一样 他们觉得 就是王许故意不给他们治疗 也确实如此 在他们的感觉里 我都下跪了 你还要怎样 甚至已经开始计划报复王许 三个人现在聚在一起 就是在商量如何报复王许 张龙 他是不会给我们治疗的 与其这样 大家都生不如死好了 我不让他死 我要给他连根都挖掉 让他和我们一样 李天 我们三个也不是他对手 赵凯点点头 张龙皱着眉头 我认识一个大哥 我把我的积蓄 加上房子车子卖了 可以请他们出手一次 只挖命根子 李天想了想说道 王许这狗日德 现在是个大网红 他们会不会有所顾忌 张龙不懈地笑笑 美女 王 红出事还少吗 炫富的难 王 红也有出事的 赵凯这个时候补充道 靠谱吗 张龙想了想说道 靠谱 我们来承担 我这么多钱 请他们给我派一百个人不过分吧 只要王许落单 一百个壮汉 笨住他 我来操刀 李天点点头 这样自然没问题 他再能打 也不可能打得过一百人 馋也能馋死他 赵凯也点点头 这确实是个好办法 最简单最粗暴的办法 往往是最好的办法 这办法 没有任何技术含量 普通人在三个普通人面前 毫无还手之力 都是赤手空拳的话 一个普通人 在两个壮汉面前 毫无还手之力 甚至在一个壮汉面前 也是毫无还手之力 如果再拿上短棒 铁棍 扳手 那就更简单 直接打混一百个人 还是经常打架 锻炼的人 谁能招架得住 这个方法的难度 就是请一百人 张龙认识这个人 就有这个能力 只是需要钱 这种不弄出人命 而且还是张龙操刀 那就更轻松了 出事了 也是张龙三人扛 他们一百人 甚至可以全身而退 所以 张龙当天联系 直接将车子和房子 在他们那里抵押贷款 然后把钱再给人家 这样还不上钱 房子和车子 都是人家了 之所以这么贵 是因为张龙非要一百人 他怕人少了失败 还有 对方也保证成功 不成功不收钱 就在这个时候 有人给张龙打电话 王许一个人穿过田地前往县城 冰天雪地 三公里的麦田 还有一些小树林遮挡事业 这是一个动手的最佳之地 毕竟一百人呢 张龙马上打电话 通知大哥给他安排的人 这些人已经来到正县两天了 迅速开了十来辆面包车 带着张龙三人前去 他们要在最中间的区域拦住王许 而此时的王许心情不错 就不慌不忙 踩着积雪观看田野的美景 冬天冷了 游客少了很多 一般都是在大草原那里 或者县城 以及王村 大草原最多 那里种植的牧草 都是抗寒的 除了冷一些 风景还是不错的 田野里 偶尔还能看到一只野兔子 天空中飞着王许不认识的鸟 正线现在多了不少飞行 多了很多小动物 这都是距林镇 直被吸引过来的 远处出现几辆面包车 白色的 压着不远处的一条土路 开着很快 王许也没多想 但是距离接近后 面包车直接冲进麦田里 现在王许自然看得出来 这些车是冲着自己来的 只是他一点也不慌 甚至嘴角还带着微笑 哗哗 车门打开 陆续走下来的壮汉 倒是让王许惊讶 太多了 一辆车下来十多个人 都是壮汉 还拿着短棒 铁棍 甚至修车的大班手 这足足有百来人 都是壮汉 你想想 上学一个班 也才六十人 甚至五十人 这是一百人 差不多两个班的人 而且还都是壮汉 拿着武器 戴着口罩 戴着帽子 人家来办事 拿钱 就连张龙三人 也不认识这些人 这些人并没有屁话多 并不像影视剧中废话多 似乎他们知道 反派死于话多一样 这些人散开 然后将王许包围 然后压缩空间 王许是一点也不慌 只是没想到 有一天 还能遇到被一百多人 围攻的场面 这要是换个人 就对方这来势汹汹的场面 也能下个半死 拿着棒子 铁棍 搬手 人高马大 戴着帽子 戴着口罩 对方就是速战速决 毕竟这么多人 一旦传出去 影响不好 到时候真要严查 他们也难全身而退 尤其被定性为团伙 会被从严处分 所以 快刀斩乱麻 大点干 早点散 刷 一根棒子 向着王许的肩膀砸下 碰 打中了 咔嚓 这是断骨的声音 不过不是王许的骨头断了 而是对方的手臂断了 同时 王许握住打自己的那根棒子 啊 这个时候 那个人传出惨叫 其他人一看 一起向着王许 挥出棒子 铁棍 不少人嘴里还骂骂咧咧 打狗棍法 王许握住棒子的时候 就自然而然地施展出来 咔嚓咔嚓 同时 他的身体微微躲闪 看着似乎没有躲闪成功 但是他有大宗师级的泄力 一个微妙的颤动 就能将力量泄掉 根本对他造成不了伤害 再说 他如今的体质 就算躲不过 结结实实被打中 也伤不到他 这就是强大的体魄 还有那天赋的能力 断骨声听着 令人头皮发麻 都是粉碎性骨折 王许可没有给他们克解 他不杀人 就是单纯的不想杀人 还没有到拼命的地步 他不想打破 自己平静的内心 但也不能让这些人好过 比如 落个终身残废 也许活着比死亡也好不了太多 甚至生不如死 方寸之地 人尽敌国 王许现在脚步挪动 甚至可以说 就在脚下的一尺剑方那么大 手中的棒子 仿佛有了灵魂 如成金一般 胳膊肘 手腕 指关节 肩周 这些人也打红眼了 前扑后继 当他们意识到 身边的人大量减少的时候 已经看出不对劲 自己这边一多半人 已经痛苦哀嚎 双臂垂着 有的是单臂 浑身冷汗 身体颤动 似乎在忍受着极大痛苦 这可是几十人 这个时候他们才意识到 自己这么多人居然打不过 一想到这里 没受伤的人 直接头上冒冷汗 看看身边还有二十人 撤 这些人腿没事 都是胳膊受伤非常严重 留下一地的棒子 铁棍 扳手 王许也没追 也没报警 他嫌麻烦 至于这些人为什么来 王许看到了张龙三人 因为这三人也下车了 只是没有过来 所以 这些人肯定是张龙他们找来的 不过这些人损伤这么惨重 估计张龙他们 也不会有好下场 王许把自己用过的这根棒子 扔进了物品栏里 而那十来辆面包车 则是迅速离开 然后消失 就如从来没有出现过一样 哎呀 面包车里 一些人摁着张龙三人狂揍 不为别的 就是单纯的出口气 一百人 现在八十人受伤 很严重 大概率一条手臂肺了 忍着巨疼 也要打张龙他们两个耳光 这些人一路哀嚎 就这样离开正线 路上有人打了电话 电话里愤怒声 骂骂咧咧声 给了他们一个地址 请了几个骨科医生过去 面包车开到一处厂房区 在最里面的一处大院子中停下来 彪哥就在那里等着 这些人几乎是彪哥的全部家底 这些人 有的在他的二手车行干 有的在他的KTV中干 有的在他的物业公司干 有的在他的酒吧里干 但现在八十人的手臂搭拉着 有的人更是搭拉着两条手臂 电话里已经说了 他们被一个人打成这样 彪哥不能相信 可是他也知道 这些人不会骗他 还能说什么 先治疗 这些人跟着他 至少都有十年 有的甚至十五年之多 可一会 医生出来了 摇摇头 骨头都碎了 还是关节部位 需要去大医院做手术 而且胳膊保不住 彪哥直接愣住了 残废 这么多人治疗费 都是一笔天文数字 就这治疗费 都能把他的家底掏空 何况一旦残废 这后续 给我把那三个人 打断四肢 彪哥忽然愤怒地吼道 我来打 彪哥继续说道 他现在一肚子的火 必须发泄出来 张龙三个人 自然是最好的选择 张龙三个人 也是冷汗直流 他知道王许能打 这也是为什么 坚持要出动一百人的原因 彪哥 我们说好的 你说没问题 钱也付了 是你们没有完成任务 张龙脸色发白 但还是说出来 他只希望 彪哥是一个说话算话的人 何况他把自己的家底都花出去 也不怕死 所以面对彪哥 此时也能硬气一些 彪哥现在才不管这些 讲一起也好 讲理也好 那也要看和谁 张龙三人这样的 如果生意顺利 能赚钱 什么都好说 合作愉快 下次继续合作 可是出现这种纰漏 周围的人 也是把怨气出在了张龙三人身上 一阵阵的惨叫声 淹没在工业区的噪音中 三人的膝盖骨都被敲碎了 王许决定 自己家人这边都在增加两只宠物 家里可以多养几只狗几只猫 三叔三婶那边也是 防患于未然 虽然这样的概率不大 但对于王许来说 也不过多几只宠物而已 可以确保万无一失 爸爸 刚到火锅店这里 王许就听到了熟悉的声音 这算下来 已经似乎好多天 没见小丫头了 王许开心地蹲下来 张开胳膊 看着脚尖的小身影 只是她愣住了 闭上眼睛 再睁开 小丫头的小腿那里 出现了一只小怪物 拇指大小 就是那么的刺眼 基因突变 呼吸衰 结龙于王 八十级 BOSS怪 基因怪 龙血怪 王级怪 召唤怪 军团怪 血脉怪 针灸后可战斗 战胜后可彻底治愈 祝 距离呼吸衰竭 还有十五天 小丫头冲进了王许怀里 抱着王许的脖子 小脸轻密地在王许的脸上蹭着 奶声奶气 天真无邪的笑声 这是世间最动听 最纯净的笑声 让人不自觉地就笑了 王许有点不自然地 抱起来小绵绵 不远处的的李柏琪 注意到了王许的表情 她想的是 小绵绵是不是影响到了她和齐唐 但应该不是啊 她现在 都和齐唐是好朋友 不是 她可以肯定不是 只是王许之前的神色被她看到 虽然现在笑得很轻松 很开心 可是她知道自己不会看错 爸爸 爸爸 我好想你 小绵绵乃声乃气地说道 小胳膊捧着王许的脸 那精致的小脸刺白刺白 水晶一样的大眼睛 黑宝石一样的眼睛 长长的睫毛爸爸也想你 王许笑着在她小脸颊上亲了一下 但王许还是在想着 为什么会出现这个病症 而且还是一下子直接八十级 还是七成后 龙血怪 根本打不过 不用想 主要是小绵绵的生命进入倒计时 狗血 真的狗血 那个疾病怪前面 是基因突变 和遗传有关系 只是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基因突变 这个世界已知的疾病 就有数千种 还有一些 其实并没有确诊 或者误诊为别的疾病 毕竟很多疾病的外在症状 是非常类似的 现在是什么原因 对于王许来说不重要 她不需要找病因 她只需要能打死疾病怪就行 可目前她打不死 她想着 给小丫头使用一颗严寿丹 是不是可以将身体状况 恢复到一年前 这种恢复 是一种状态 不是身体变小 王许拿出一颗严寿丹 给小丫头吃下 然后静静观看 毫无变化 严寿一年呢 王许本来以为 直接会让这个基因突变 呼吸衰竭龙玉王消失 毕竟小绵绵 是这一个月才发病的 可是现在不但没有消失 连严寿一年都没有 那只金色的龙头小鲤鱼 就是那么的刺眼 明明很精致 神光环绕 好看的无法形容 但对于王许来说 是那么的刺眼 涉及到遗传 涉及到基因 什么病都可以不按常规出牌 严寿丹没用 自己又打不过 怎么办 王许一时间有点慌了 她有点不知所措 曾经遇到过一个老者 八十级肝癌怪 没能治好 但她没什么感觉 毕竟晚了 和自己没有关系 自己无能为力 再加上年龄不小了 哪有不死的人 最后让她在无痛中 走完最后一程 也算是皆大欢喜 但小绵绵才三岁 还不到三周 而且还是认了自己当爸爸 喊着喊着 王许都有时候 觉得这就是自己的亲生女儿 人类幼崽的可爱 超越一切 王许大脑飞速运转 去物品栏里看 物品栏有很多东西 还有就是思索药方 古方 她看到了那道金色的卷轴 三年赦免天道金卷 王许犹豫了一下 还是选择使用 然后目标是 这只基因突变 呼吸衰竭龙于王 只有王许能看到 一道金色的卷轴 闪闪发出金光 铺天盖地 如一道天河一般 在这金光照射下 一条龙头 鲤鱼身子的巨大妖兽 那长度超过五百米 在一声声龙银咆哮声中 被吸进了那金色卷轴之中 卷轴消失 一切安静下来 王许看着小丫头 脚踝哪里没有了 那只金质的小龙鱼 但王许只是暂时松口气 因为三年后 那条小龙鱼 还是会出现 王许现在要做的是三年内 让自己能战胜 八十级的七成号的龙血怪 还有时间 王许感觉希望还是很大的 八十级 不是一百级 就算是一百级 王许也得努力争一争 八十级 还是有希望的 这三年赦免天道金卷没了 这个本来是可以让他 和堂堂生个小宝宝的 现在好了 为了救下这个小宝宝 暂时没法生小宝宝了 这个决定 王许不会犹豫 如果有办法 他是不能做到 看着小绵绵出事的 王许看看不远处的李柏琪 这女人依旧是很妖精 但是似乎认识的这段时间 也在慢慢地发生了一丝变化 她的妩媚性感 是骨子里的 她的穿着打扮 其实很保守 也很端庄 这样反而更让人 有点招架不住 隐藏起来的秀丽风景 偶尔展露出的冰山一角 散发的吸引力最致命 总是吸引人想一探究竟 她的妖 她的妹 她的性感很高级 不是皮像 是一种骨子里 散发出来的气质 她是个聪明的女人 很多人说 女人笨笨的好 其实 不管男人还是女人 聪明就是一种魅力 聪明是智慧 让人感觉不舒服的聪明 那是小聪明 小算计 不是智慧 真正的聪明 是让人喜欢的 羡慕的 舒服的 小绵绵要吃火锅 我就来了 李百奇笑着说道 那就一起吃吧 王许抱着小绵绵说道 这大白天 这么多人很安全 王许现在 如果和李百奇独处 她确实害怕 是害怕自己把持不住 她感觉自己的意志力 越来越不行 甚至都有点不想抵抗了 李百奇现在也想开了 她不会再刻意去做什么 自己的心意已经表明 自己该努力的 也努力了 她不想给王许施加负担 或许自己这般纠缠 对她就是一种负担吧 不自觉流露出一丝苦笑 她从没想过 自己有一天会面临这种处境 她以为自己一直担心那些 基于自己美貌的人 可人生就是这么荒诞 她以前讨厌那种自己不喜欢 还一直纠缠自己的男人 但最终 她觉得自己也活成了 自己讨厌的人 想想忍不住笑了 微微叹口气 不再想那么多了 一切随缘 或许这样也好 火锅店的生意 永远都是满座 而且很多都是常客 健康美味的火锅 吃了还养生 这边风景好 很多因素 让一些人想在这里买房 可忽然发现 居然找不到房源 而安全酒店小区 高达两亿的房价也火了 安全酒店小区 也有不是别墅的 但并没有对外卖 这个价格还没有定 不过很多人知道 肯定不会多便宜 等小别墅卖完 就是这大平层 甚至不比这些小别墅便宜 等到他们知道 安全酒店小区的属性之后 就会让很多人趋之若鹜 现在很多人都在观望 还在犹豫 王许和李百奇 还有小丫头 是在里面的一桌 这个位置只有自家人 比较熟悉的人来这里是 火锅店这里 请了其他服务员 毕竟王冲 王阳 王虎 王大江等 已经不在火锅店那里帮忙 时间不长 就吃上了 就算王许 也感觉 这确实是一种口福 一种享受 更不用说别人 郑县这里来了很多有钱人 就是单纯为了来这里吃火锅 甚至不惜 从别人手中买味着 鸳鸯锅 王许吃辣的 李百奇看着辣的也想吃 但似乎想到了什么 没有吃 只是脸上微微发红 之前她就是吃辣吃出了痔疮 王许给治疗的 想起那次 李百奇心跳就加快 还有一点说不出的幸福 不敢看王许 小丫头坐在王许怀里 吃得是非常的开心 王许一想到 如果三年后 自己打不过 基因突变呼吸衰竭 龙鱼王怎么办 要是自己现在手里 再有一张三年赦免 天道经卷就好了 三年的时间 还是有点短了 一想到这里 王许的眼神有点心疼 不管如何都要努力 三年内必须打败这只 基因突变呼吸衰竭 龙鱼王 李百奇再次看到了 王许那复杂的眼光 这次她知道了 虽然不知道具体 但能让王许有 这种眼神的 可能很麻烦 她是个聪明的女人 弟弟 怎么了 李百奇轻轻问道 王许笑笑 没事 之前已经给小丫头吃过药了 放心吧 李百奇是相信王许的 但她又是了解王许的 问题肯定不像王许说的那么简单 但是她知道 问也问不出来 既然王许说没事 那肯定有办法 但她知道 王许肯定不容易 只是现在 她不知道该怎么说 只是就那么看着王许 王许知道 不能和李百奇说实话 但越解释 反而会让她起疑心 所以 最好的方式就是 整个人轻松 只要她轻松了 李百奇就会认为没事 本来王许很开心地去找奇堂 现在没有了三年赦免天道经卷 也不知道是失落 还是该庆幸 不然小丫头这一次 大概率要没了 下午 王许去了中医馆那里 她要刷经验 努力升级 如果要是能再获得一张 三年赦免天道经卷就好了 每天的妙手神偷必须使用 而且最好是找高级的疾病怪 可目前见到一百级的疾病怪 也就三个 而且每个的第一次都是百分百的成功率 只是问题是 一百级的疾病怪太少了 大部分疾病怪到不了一百级 人就没了 能携带一百级疾病怪的人 也都需要不小的运气 天下第一中医馆 现在的名气很大 只是争议很大 哪怕视频直播 中医胜手 很多人相信 但很多人根本不信 但不管如何 来报名的人很多 来治疗的人很多 网上的人不信 但是被治好的人 一定会让自己的亲朋好友来 打开直播 直播间瞬间涌进很多人 老板开播了 每次看老板直播都很激动 上一次激动的时候 还是我结婚的时候 一看楼上就是好男人 我结婚也不激动 结婚太累了 我和我媳妇直接睡着了 结婚激动的都是好男人 那么结婚不激动的人 自己心里最清楚 我现在是彻底搞不清楚 网上的东西 到底真还是假 也没人管管 多少人上当受骗 老板骗你什么了 治病也没有收天价医药费 也没有利用粉丝变现 你看 这就是老板的托 这套路我熟悉 这是哪里来的小黑粉 哎哟 狗托真多 狗托不得好死 听没听过一个词 叫有缘人 很多人不相信缘分 但我只能说 哪怕努力了白费 也比你不努力强 当你拿不准的时候 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 可以试试 对对 要想知道葡萄的滋味 那就尝一尝 你在这里问 别人说的和你想的不一样 你就说是托 其实你内心有答案了 那又何必夺此一举 哈哈 我如果说我是受益者 肯定有人说我是托 我替老板不值 我甚至都不知道 老板图什么 收费是成本费 治疗的是绝症 还要受人猜疑 无力不起早 真要是像你们说的那么好 那就是傻子 可谁也知道他不是傻子 那就只有一个可能 他现在不变现 那是想要的更多更大 直播间是热闹无比 对王许的质疑 从没有消失过 王许对于这些猜疑什么的 有时候笑着点点头 你说的对 或者说 这都能被你猜中 聪明人 也会说 一看你就是个有智慧的人 看问题比较透彻 恋达人情皆学问 王许说出来这些话 并不会让人感觉讽刺人 反而很自然 仿佛是真的在夸奖人 那些被夸的人 都有点感觉 王许是真的在夸他们 王许从不和那些人争 他也不会生气 他想做什么 自己很清楚 帮助别人顺便刷经验 绝症怪的经验高 至于金钱 想要 一个是他不追求 如果想挣钱 可以从别的地方 挣钱也要挣那些 有钱人的钱 现在来找王许的 都不是一般的级别 第一个是一个中年男子 有点不好意思 坐在王许对面 好家伙 海绵体异常疼痛怪 五十级 Boss怪 变异怪 特殊怪 神秘怪 嗜血怪 针灸后可战斗 这个世界大了 还真是无其不由 老板 我这个就是疼 平时也不疼 可只要用的时候 就疼 这一疼 就尾了 男人尴尬地说道 王许看自然知道 这个怪的名字 就什么都说了 吃纸疼药 也不管用 男子痛苦地说道 没事 能治 王许拿出银针 只是简单地吐出两个字 然后就针灸上 直接插在了 他的小腹几个位置 还有心口那里几个位置 王许也不知道 是什么原因 王许直观打怪 反正没了疾病怪 基本上就好了 通过看 是不是有气窥怪 血窥怪 肾虚怪 血虚怪 阴阳两虚怪等等 可以通过这些知道 身体是一种什么状态 然后杀怪 开对应的不蟹汤 补气汤等等 对症下药 药道病除 加上神奇的针灸 进入战斗 这是五条藤腕 如巨蟒一样的藤腕 长度上百米 估计十来个人 才能合抱住藤腕上 枝繁叶帽 带着尖刺 荆棘 密密麻麻 蜿蜒起伏 摇摇摆摆 如抽打一般 那些尖刺荆棘 如利刃一般 看着都让人心里发寒 被这东西缠住 那些如刀子一般的尖刺 想想都疼 五条巨疼 如五条青色的青蟒一般 栩栩如生 在空中划过 发出呜呜的破空声 海绵体 异常疼痛怪 气血四千万 你触发了五行大阵 受到到伤害时 己方所有单位 共同分担伤害 己方所有单位 提升百分之一百的恢复 海绵体 异常疼痛怪 触发五行大阵 受到到伤害时 己方所有单位 共同分担伤害 己方所有单位 提升百分之一百的恢复 海绵体 异常疼痛怪 触发嗜血 进入战斗后 己方气血 攻击 防御增加三倍 每回合攻击防御气血 增加百分之一 持续到战斗结束 海绵体 异常疼痛怪 触发神秘特性 战斗中免疫一切控制 攻击时有百分之十概率 无视目标所有防御 触发时 将伤害的百分之三十 转化为自身的气血 海绵体 异常疼痛怪 触发韧性 增加自身三倍的暴击抵抗 还行 战斗开始 王许召唤出一只小凤凰 玄武石龟 也出现在王许的一侧 加上金龙大熊猫 和骷髅骑士 这安全感拉满 不是军团怪 不是召唤怪 王许先手 直接肾虚拳打过去 同时 骷髅骑士一个野猪冲撞 炫运住两个 三条青蟒 如上帝之鞭 如天来巨蟒 向着金龙大熊猫 抽打而去 啪 啪 啪 一触发了金刚状态 只掉一点血 108万小凤凰消失 120万这是 那只被肾虚拳打过的伤害 王许这边 都掉200多万的气血 金龙大熊猫和王许 都能恢复满 骷髅骑士不行 但骷髅骑士每次复活 就会气血增加一倍 防御增加一倍 对面的每回合 提升1%的攻击 防御和气血 直接被魔王腰带 和守护王界给抵消了 只剩下一个百回合的大招 但依旧没用 所以现在 这个层次的疾病怪 在王许面前根本不堪一击 战斗没有悬念 毫无波澜 就这样慢慢地轻松斩杀 你获得战斗胜利 你获得1500万经验 你的宠物金龙大熊猫 获得1500万经验 你的宠物骷髅骑士 获得1500万经验 你获得铁木 精品 50根 你获得黄花梨木 精品 5根你获得桃树 精品 500株你获得梨树 精品 500株收针 王许看看 怪物消失 也没有出现新的疾病怪 可以了 王许说道 男子一愣 好了 你自己去检查下 王许说道 好好 男人赶紧说道 然后离开 王许则是看下一位顾客 这是一对男女 女孩子很漂亮 非常的漂亮 而男孩子身高不到1米7 大概在1米68 长得很普通 很善良 看病的是女孩子 她是一个盲人 异常失明黑熊精 60级 Boss怪 异常怪 复活怪 军团怪 召唤怪 针灸后可战斗 战斗胜利后恢复视觉 哪怕是个盲人 但这个女孩子 穿着时尚 妆容精致 越发地显得 这个男孩子很普通 老板 我女朋友能治好吗 男孩子稀计地问道 你是做什么的 王许随意地问道 我摆地摊的 年轻人挠挠头说道 王许不由地想到自己 也摆过地摊 怎么突然想起来 带女朋友来治眼睛了 王许问道 我想让她看看 这个美丽世界 我也想让她看看我 男孩子挠挠头说道 王许看着两人 不知道为什么 他就是觉得 只要治好这个女孩子 应该不会多久 他们就会分手 反而这样 或许走得更长远 这个时候 之前的那个男人回来了 谢谢老板 谢谢老板 男人激动地道谢 不客气 王许说道 老板 多少钱 男人开心地问道 王许想了想 一百块钱吧 王许这边 只治疗厉害的病症 收费只收成本费 还有就是看人收费 有钱人会收得多一点 比如让他们帮助一些人 多收也不是王许要 王许看看那个 还开心的男孩子 哎 治吧 就让这个女孩 给这个男孩子 好好上一课吧 针灸 进入战斗 五只大狗熊 也叫黑熊 熊瞎子 站立起来 身高15米的熊瞎子 全身黑色皮毛 漆黑无比 如绸缎一般 巨大的头颅 长长的獠牙 一双黑洞洞的眼眸 泛着寒光 身后有着12万的黑熊大军 每一只都有三米高 黑压压的 虽然这是六十级的 BOSS怪 但是只有五个称号 以他现在的能力 肯定能战胜 现在他也需要经验 异常失明黑熊精 气血 五千万回合开始 王许召唤出一只小凤凰 异常失明黑熊精 召唤出12万黑熊大军 一眼望不到尽头 这个军团怪家召唤怪 确实厉害 你触发五行大阵 受到伤害时 几方所有单位共同分担 几方所有单位的恢复 增加百分之一百 异常失明黑熊精 触发五行大阵 受到伤害时 几方主怪共同分担 几方主怪的恢复 增加百分之一百 异常失明黑熊精 触发复活 死亡时必定复活三次 每次复活 气血 防御 攻击增加一倍 异常失明黑熊精 触发精怪 进入战斗后 提升五倍的攻击 防御和气血 且每回合增加自身 百分之一的攻击 防御 气血 持续到战斗结束 狮子猴 王许还是先施展狮子猴 七十五万 七十五万没有死 金龙大熊猫 依旧选择防御状态 骷髅骑士 则是施展野猪冲撞 眩晕住两只 接下来 轮到黑熊精进攻 还有三只 十五米高的巨大黑熊 挥着巨大的爪子拍下 砰砰砰 三百万小凤凰消失 三百万骷髅骑士复活 三百万骷髅骑士 触发技能白骨生命 以复活 气血增加一倍 防御增加一倍 王许一直觉得骷髅骑士强大 这个白骨生命技能的强大 接下来 二十四万只黑熊 如一条黑色大江 有黑发亮 翻滚怒吼着 冲向金龙大熊猫 一触发金刚 只掉一点气血 这个小怪的攻击 虽然是密密麻麻的 减少一百点气血 但是机制 还是算成一次攻击 所以 那条如黑河一般的洪流 撞在了金龙大熊猫身上 一圈金光环绕 触发被动能力金刚 只掉一点气血 第一回合过后 王许这边骷髅骑士满血 王许不足半血 金龙大熊猫 还有三分之一多一点的气血 回合结束 王许恢复五百多万的气血 主要是有五行大阵 让王许的恢复翻倍 金龙大熊猫 恢复二百五十万的气血 第二回合 王许再次召唤出一只小凤凰 对面的异常失明 黑熊精 召唤出十二万的黑熊大军 狮子猴 七十五万 七十五万之前的 二十四万黑熊大军消失 只剩下了十二万刚召唤出来的黑熊大军 其中还有一万多只 被狮子吼禁止在原地 一回合不能行动 而且 五只主怪黑熊精 也有一只被禁止住 虽然每个目标 只有百分之十概率禁止 但是五只主怪 就有百分之五十的概率 有一只被禁止 这个概率很大 只要连吼 十回合有八回合 会禁止住一只主怪 金龙大熊猫 依旧选择防御 骷髅骑士 使用死亡一剑 可惜没有迅运住 嗯 骷髅骑士再次行动 再次施展死亡一剑 眩运住一个目标 六十级的boss怪 还是有点强大 不过倒也不担心 砰砰砰 三只黑熊精拍打过来 三百万小凤凰消失 金龙反击 冰冻 三百万血已经空了 不过气血共享 王许的气血补上 金龙反击 三百万出发 无敌三回合 接下来 三回合 王许开始使用肾虚全削弱 在无敌最后一回合 施展狮子猴 以及下一回合 施展狮子猴 可以全部斩杀黑熊大军 无敌三回合 王许的气血直接回满 而且 在这四回合中 有一回合出现了两次王者之盾 这是骷髅骑士的天赋 任何自身的技能 都有百分之十五概率 额外出发一次 加上血脉增加百分之五 自身所有的概率技能出发 三回合无敌 加第四回合 场上已经四只小凤凰 王许此时的气血 超过1700万 金龙大熊猫的气血和防御 也在增加 对面的增加除了防御 攻击和气血 则是被魔王腰带 和守护王界给抵消了 狮子猴 巨大金色的狮子猴 震天的吼叫 飞杀走石 加上上一回合的狮子猴 直接斩杀36万黑熊大军 还剩下刚召唤的 12万黑熊大军 冰冻一只 骷髅骑士使用盾机 运气不错 直接击飞出去 下一回合才会回来 持续一回合就是本回合 以及下一回合 因为王许是先手 所以这个持续一回合 就等于两回合 但是如果王许不是先手 那么这个效果就只有一回合 所以 先手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变相地让控制能力增加一回合 砰砰砰 130万 130万 130万只有一只小凤凰 触发浴火重生 另外三只消失 接下来是12万的黑熊大军 如一条巨大无比的黑蟒巨兽一般 轰在了金龙大熊猫身上 240万 靠着浴火重生 复活的那只小凤凰也消失了 但这个伤害 已经渐渐失去威胁性 再次坚持几个回合 金龙大熊猫触发龙星护佑 王许和金龙大熊猫满屑复活 金龙大熊猫 格外每回合增加1%防御 骷髅骑士 则是触发第二次复活 气血和防御再次增加一倍 而现在 王许的狮子猴 已经可以秒杀黑熊大军 每回合依旧使用狮子猴 运气好可以让一只主怪黑熊精禁止 而金龙大熊猫的金龙反击 时不时的冰冻一下 骷髅骑士每回合都尝试控制目标 而且几只黑熊精在攻击时候 骷髅骑士受到伤害时候 也有15%概率 眩运助攻击者 持续一回合 嗯 这个15%概率 是算上骷髅骑士的血脉加成 王许的红蟒龙文件 让王许攻击时候 也有8%概率眩运目标 概率虽然低了 但是时不时也能晕住一个 甚至连好能连续血运 8%概率眩运 10%概率禁止 这个还是有效果的 随着回合增加 异常失明黑熊精对王许这边 已经完全没有威胁力 王许的气血也是越来越多 防御越来越高 召唤的小凤凰 气血也在增加 小凤凰的气血 是王许气血上限的5% 王者之盾都在叠加 随着小凤凰的数量增加 5只异常失明黑熊精 一般只能三只出手 已经完全打不出伤害 来到第一百回合 天空大亮 而5只异常失明黑熊精身上的 黑光闪烁 如黑宝石 尤其是那双眼睛都在发光 大地一击 5只黑熊精瞬间融合一起 成为一只差不多50米高的黑熊 十几层楼高 带着残暴的气息 双臂合并 弯腰下砸 碰 地动山摇 2000万这是所有目标 都掉2000万 这攻击有一定的神圣伤害 小凤凰消失大半 还剩下不到20只 金龙大熊猫经过100回合的叠加 气血超过2500万 而王许气血更是超过5000万 所以 看似壮观的一击 其实也就是让骷髅骑士再次复活 而且还是触发的浴火重生 20%概率 优先触发 异常失明黑熊精 必定会复活三次 每次复活气血 防御 攻击 会增加一倍 所以 只能继续叠加防御和气血 王许还有涅槃重生技能没用 还有低级虎服 肯定胜利 只是现在输出不够 只能继续等回合 还好有魔王腰带 和守护王剑 让五只黑熊精的气血和攻击 每回合增加1%的能力失效 200回合来到熟悉的招式 只是那巨大黑心 已经接近百米高 差不多30层楼高 大地一击 4000万 烟花炸裂一斑 可是 小凤凰并没有死 因为并没有打完王者护盾值 200回合 王许的气血 已经超过2亿 现在触发一层王者护盾 是王许气血上限的5% 那就是1000万 但是王者护盾可以叠加 只要打不完 就可以一直叠加 持续到战斗结束 每回合25%的概率 触发王者护盾 如果气血少 一层王者护盾 也就几十万气血 气血上限提升上去之后 这王者护盾 就是神技 打狗棍法 王许现在准备 先把黑熊精必定复活给打出来 1600万 3200万 3200万 160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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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00万 4800万 1600万 这打狗棍法 是真的很 每次使用 王许都感觉说不出的痛快 那种狂暴 如长江大河 势如破竹 一泻千里 势不可挡 无坚不摧 摧哭拉朽的感觉太美好了 那根金光闪闪 巨大的棍子 上面雕刻着庄严神闻 散发着不可抗拒的气息和力量 砸下的那一刻 王许就感觉有种毁天灭地的感觉 就这一棍子 将五只黑熊精打得残血 三亿气血 现在只剩下不到六千万 回合结束 每只黑熊精回血六千万 断魂三刀 王许再次出手 3200万 3200万 4800万 断魂三刀 每一刀必定爆击 第三刀出了致命一击 三倍爆击 差一丝 五只黑熊精都还剩下一丝血皮 回合结束 回血六千万 此时气血剩余不足七千万 疯狗拳 碰 9600万 触发暴击 每只黑熊精都被打掉 9600万 20%的暴击概率 触发起来还是很频繁的 五只黑熊精 触发第一次复活 气血 防御 攻击 都增加一倍 继续等回合 总之是胜券在握 很快来到300回合 天地变色 好 一只200米高的黑熊 矗立在天地间 震耳欲聋的咆哮声 巨大的阴影将王许笼罩 狂吼咆哮 喷出的气息都是一阵狂风 一身的皮毛如铠甲一般 星气逼人 热浪滚滚 无比巨大的黑心 散发的热量都如火焰一般 大地一击 碰 八千万 但此时的王许气血 已经九亿 王者之盾 依旧是稳稳地 护住小凤凰 以及骷髅骑士 和金龙大熊猫 还有王许 只要王许的气血叠加起来 王者之盾 加五行大阵 几乎无解 这也让王许看到了 战斗高级疾病怪的希望 打狗棍法 金色的棒子 超过百米 如一根青天立柱一般 上面神闻闪闪发光 散发着神秘的气息 一棍落下 如天外来棍 狠狠地砸在这巨大无比的黑熊精身上 一棍 两棍 三棍 四棍 砰砰砰 八千万 一 六亿 二 四亿 八千万 八千万第二次复活 气血 防御 攻击增加一倍 八千万 一 六亿 一 六亿 八千万王许 自己都感觉热血澎湃 这一棒子轰下去 浑身舒畅 整个人都通透了 但很快再次被打倒 第三次复活 气血防御和攻击再次增加一倍 气血高达24亿 这恐怖的血量 没办法 它这个增倍 是增加现在气血的一倍 最开始三亿气血 第一次复活六亿气血 第二次复活十二亿气血 第三次复活24亿气血 气血增加 恢复治疗也相应增加 黑熊精的不再增加了 但王许还需要再等等 干脆到四百回合好了 再次暴增一倍的黑熊 王许已经看不清了 身高五百米的黑熊巨无霸 矗立在天地间就如一座黑山一般 散发出的气息如热浪一般 就那心跳声都仿佛敲鼓一般 呼吸声也是如闷雷滚滚 大地一击 王许感觉大地都塌陷了 感觉大地都崩了 碰 一 六亿四百回合 这个伤害对于王许来说 连王者护盾都破不了 王许激动地施展了打狗棍法 七亿 三 五亿 三 五亿 十 五亿还欠了五棍 打狗棍法的九棍 只打出了四棍 就结束战斗 出了一次暴击 出了一次三倍暴击 没办法 施展打狗棍法 会临时提高15%的暴击率 加上之前的20%概率 高达35%的暴击概率 你获得战斗胜利 你获得5000万经验 你升到44级 你的宠物金龙大熊猫 获得5000万经验 你的宠物金龙大熊猫 升到44级 你的宠物骷髅骑士 获得5000万经验 你的宠物骷髅骑士 升到42级 你获得熊皮 极品 五你获得熊胆 极品 五你获得熊掌 极品 二是你获得宠物技能 强化10亿块 你获得逐云鞋 嗯 出装备了 可是王许一点也不期待 因为是鞋子 嗜血追云旅 虽然只是20级鞋子 可是不可替代 查看一下 逐云鞋等级 60攻击加2000 防御加2万 气血加3000 附加技能狂暴 被动技能 增加自身两倍的攻击力结果 战斗中 每回合增加当前1%的攻击力 附加技能逐云 被动技能 战斗中 每次出手 提升自己1% 30%的伤害结果 持续到战斗结束 耐久度 600天王许看着这双鞋子 这是一双不错的鞋子 只说附加技能和属性 可惜王许走的是防御碟伤流 肉盾流 这双鞋子 对于王许来说没用 如果是背的部位 王许或许会考虑用用 但如果是鞋子 那就算再好一倍 也没用 再说 需要60级才能装备 而且还有耐久度 不到两年的时间就会毁坏 扔进物品栏 一点用也没 熊胆那些 存着 王许也懒得看 王许看向那个宠物技能强化时 宠物技能强化时 选定一个宠物技能进行强化 50%概率成功 50%概率失败 成功后 该技能会有一定的增强 一半的概率 王许看看两只宠物 最后把目标放在了宠物金龙大熊猫上 王许本来准备强化金龙反击的 但想想 把目标放在了那个龙心护佑上 龙心护佑 自身死亡时 马上复活 恢复百分百气血 每场战斗只能触发一次 复活后 每回合增加自身1%防御 持续到战斗结束 王许选择龙心护佑 进行强化 强化成功 王许一愣 很开心 怀着期待的心情看过去 毕竟强化成功了 所以 王许还是很期待的 龙心护佑 自身死亡时 百分百复活 必定复活三次 每次复活 气血和防御增加一倍 如果拥有气血共享 则连同气血共享目标一起复活 进入战斗后 每回合增加自身1%防御 和1%气血 持续到战斗结束 王许此时都有点激动了 之前的金龙大熊猫 一直让王许感觉怪怪的 你说 他很强吧 可是他是一个肉盾神宠 特别是最近打的疾病怪 一直都是防御 因为防御可以让最终的伤害结果 降低一半 强化成功的龙心护佑 让这肉盾神宠算实至名归 现在可以说 才叫一个肉盾 真正的肉盾 宠物 金龙大熊猫 神宠 等级 44 气血 1320万 攻击 44000 防御 660万 血脉 龙血金刚 血脉 气血成长增加5倍 防御成长增加5倍 受到致命伤 保留一点气血 并进入无敌状态三回合 每场战斗生效一次 受到任何攻击时都有10 概率触发金刚 只受一点伤害 主人共享金刚效果 天赋 金龙盾甲 天赋 永久地增加宠物的两倍气血 和两倍防御 气血低于80%的时候 减伤额外增加20% 气血低于30%的时候 免疫一切异常状态 血脉技能 霸体 血脉技能 被动技能 气血和防御增加两倍 每回合增加自身1%防御 受到伤害减少50% 每秒恢复自身气血上限的1% 持续到战斗结束 技能 冰冻 攻击时有10%概率冰冻目标 让对方无法行动 持续一回合 中毒 攻击时有10%概率 让目标中毒 每回合减伤当前5%气血 持续5回合 生命共享 与主人气血共享 只有双方气血全部耗尽 才会战斗结束 金龙反击 受到伤害100%进行反击 反击有概率触发冰冻和脆毒 金龙岩 造成伤害时 避重命中目标 100%负赠自身1%气血上限的真伤 龙心护佑 自身死亡时100%复活 必定复活三次 每次复活 气血和防御增加一倍 如果拥有气血共享 则连同气血共享目标一起复活 进入战斗后 每回合增加自身1%防御 和1%气血 持续到战斗结束 这个技能有多强 这么说吧 王虚感觉 三年内肯定能打80级的Boss怪 哪怕是七成号的 所以说 小绵绵这件事 可以说稳了 也算是让王虚内心 放下了一块大石头 金龙大熊猫的这次提升 绝对算得上是一次飞跃 主要是王虚也会享受 金龙大熊猫的龙心护佑效果 王虚和金龙大熊猫气血共享 所以连同气血共享者一起复活 等到三次复活 战况肯定稳如磐石 它好了 这感觉真好 之前获得一块青龙石 这一次是宠物技能强化时 没想到都是好东西 这个掉落概率是真的低 毕竟杀了这么多的疾病怪 也就各自掉落一块 因为龙心护佑的强化成功 得到巨大的提升 让王虚的安全感直接拉满 现在再打这只异常市民黑熊精 可以说是易如反掌 直接防御不动 等回合到了 直接斩杀即可 绝对的实力面前 根本不需要技巧 收贞 那个失明漂亮的女孩 一双好看的眼睛 带着掩饰不住的惊喜 看着王虚 然后再看到身边的男朋友 你能看到我了 男孩惊喜地说道 漂亮女孩眼中 一丝明显的失落和嫌弃 但还是开心地点点头 男孩高兴地拉住女孩的手 谢谢 老板 谢谢 男孩真诚地给王虚道谢 女孩下意识地躲避 男孩的牵手 但似乎想到了什么 躲过去一半 又停下来 男孩握住女孩的手 并没有多想 但王虚看在眼中 这男孩太年轻了 他们两个人 确实只说容颜 不般配 所以 王虚问男孩的收入 和家庭条件 有时候缺陷美 或许反而是最好的结果 这就是人性 就如一个瞎子 当看到东西的那一瞬间 第一个动作 就是将手中的拐杖扔掉 而且是毫无留恋 甚至有些厌恶 就是因为看不到东西 才找了你这个拐杖 我现在好了 你还有什么用 女孩也大方地 给王虚道谢 很大胆地看着王虚 眼神中有些大胆 她不是天生失明 是后天失明 算下来 也就两年的时间 但是跑了很多医院 得到的结果 就是无法恢复 男朋友是一个同学 知根知底 老实 实在 踏实 她知道她喜欢自己 一个瞎子 独立生活太难了 也太危险了 她找不到好的归宿 甚至就算 以前喜欢她的那些男孩子 也会对她敬而远之 因为生活这么艰难 谁会娶一个瞎子 但她身边的这个男孩子会 而且整整照顾了她两年 无微不至 把自己交给她 也是没有选择的时候 可现在看到了 她忽然一下子就感觉很委屈 她怎么说 也是班花级别 一个班里最漂亮的那个级别 王虚客气地点点头 老板 多少钱 男孩惊喜地问道 我来 我来 女孩这个时候 积极地说道 让别人看起来 女孩子很懂事 可是有点阅历的人多 看出了点什么 她出的花三千块钱 你出的话 需要三十万 王虚认真地说道 女孩愣在原地 不能理解地看着王虚 男孩挠挠头 不好意思地说道老板 我是不是占你大便宜了 最终 还是男孩子给了钱 女孩子一阵尴尬 然后和男孩子一起离开 直播间并不能看清楚 来治病人的脸 脸部被模糊处理 声音也被修改过 太假了 真的 太假了 老板这气质太唬人 明明这么假 可是为什么我还是觉得 好像是真的 这世界很多未知 所谓隔行如隔山 有些东西 不信不代表没有 不要表露出来 毫无意义 真的这么神奇吗 怕不是把大家都当傻子吧 你有没有听过一句话 叫坐井观天 一群狗托 没有几两骨 他给你们什么好处 要不告诉我 大家一起赚 王虚也就不再想这件事了 说玄虎点 这就是命 正常说法 就是人生成长的一个历程 至于说 好事还是坏事 没有绝对 福祸与共吧 任何事情都具有两面性 被彻底打击倒了 那就是祸 但如果没有打倒 反而强大了身心 站起来 直接翻身 走上人生巅峰 那或许算是好事 都说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 都知道这句话 可没有人愿意吃苦 人 都是被逼出来的 不逼一逼 你自己都不知道 自己有多大的潜力 人生无常 前途未知 永不言弃 永不言败 百折不挠 奋力向前 只要不死 总会有出头机会 现实中 我们会遇到一些人 就是做生意 不停地创业 一直失败 但一直不停 很多人都避而远之 想不明白 为什么不脚踏实地 不好好找个班上 但有一天 却发现 人家已经财富自由 找到了很漂亮 很时尚的女朋友 开着豪车 好几套房子 妥妥的人生赢家 王许不知道 这个善良的男孩 会被打击倒 还是会站起来 王许继续治病 金龙大熊猫的巨大提升 让王许现在信心大增 之前很多不敢动手的疾病怪 现在可以打了 老板 我不需要打马赛克 我可以露脸 男子笑着说道 直播间 很多人认出了他 王许总觉得哪里见过 这是个27、8岁的青年 瘦弱 一脸病色 身边还有几个人 还有一个5岁左右的小女孩 叔叔 求求你 一定要救救我爸爸 小女孩乖巧懂事 胆怯却又勇敢地站了出来 王许想起来了 这事的艾滋病患者 是媳妇传染给她的 媳妇死了 留下她和女儿 家里还有一个 瘫痪在床的母亲 一个老父亲 实在没法 开直播 希望在网上能赚点收入 补贴家用 王许笑着和小女孩说道 好 我一定治好你爸爸 直播间也都是很激动 因为刘旭 就是这个艾滋病男子 她这个艾滋病 大家都知道是真的 有医院的诊断书 以及她治疗的情况 还有她现在的身体状况 那身体一看 就是病入膏肓 她的这种瘦弱 一看就是有病 还是大病 以及那脸色 头发 肌肤 眼窝 口腔王许 看着刘旭身边的疾病怪 艾滋病大军 百战小猴眼 六十级 BOSS怪 王猴怪 召唤怪 军团怪 复活怪 统帅怪 针灸后可战斗 战胜后恢复六年寿命 六十级BOSS怪 六成号 还是艾滋病这个病种 如果要是之前的王许 这个是不会直接上去就打 他觉得胜算不大 但现在 王许感觉能打 而且问题不大 找个人先去熬气血汤 然后针灸 金针刺血 现在可以压制疾病怪二级 只是感觉效果并不大 或许只有金针刺血等级高了 压制十级八级的 肯定有用 王许感觉要多加练习金针刺血 金针刺血 主动技能六级 经验两千八百 三千二百 功效 止疼 止血 浮正气 化瘀排血 掉命三天 压制疾病怪二级 快七级了 进入战斗 这是 龙头 狮子身子 身长二十米 接近十米高 巨大粗壮的身躯 身上还冒着腾腾火焰 如麒麟兽一般 五只 好威风 踏空而行 浑身火红色 霸气 漂亮 威压 一阵阵滚如闷雷一般的声音 环绕在四周 五只巨大的龙头狮中间 居然还有一个人 很年轻 风神如玉 俊美无双 踏空而立 手中提着一把三尺轻锋长剑 他才是主怪 人形怪 就算在五只这么大的巨兽中间 他反而更加的灿烂夺目 身上带着一圈神圣的光运 而这些巨兽 只是他的护卫一样 而在后面的大地上 还有十万火焰狮子 一眼看去 就是一片火海 艾滋病大军 百战小侯爷 气血 一亿艾滋病大军 百战小侯爷 护卫龙头狮 气血 一亿你触发了五行大阵 受到伤害时 几方所有单位共同分担 几方所有单位恢复效果 提升100% 艾滋病大军 百战小侯爷 触发五行大阵 受到伤害时 小侯爷和龙头狮 共同分担 并且恢复效果 提升100% 艾滋病大军 百战小侯爷 触发王侯 进入战斗后 攻击防御和气血 提升五倍 每回合攻击 防御 气血提升1% 持续到战斗结束 艾滋病大军 百战小侯爷 触发复活 战斗中受到致命伤害时 必定复活三次 每次复活攻击 防御 气血提升一倍 艾滋病大军 百战小侯爷 触发百战 受到伤害时 20%概率躲避 攻击时 提升20%暴击概率 提升10%致命一击概率 20%概率攻击两次 10%概率攻击三次 还好 还好 王许不慌 战斗开始 王许这边召唤玄武石龟 召唤一只小凤凰 玄武石龟 是持续到战斗结束 分担全部伤害的10% 还可以在场上 当作一个承伤单位 小凤凰是纯粹的承伤单位 小侯爷召唤出 十万火焰狮子 反正第一回合也撑不住 肯定要触发无敌三回合 然后死亡 开始复活 所以 王许干脆施展 肾虚拳先虚弱一下 先虚弱的 就是小侯爷 肾虚拳 碰 320万骷髅骑士 使用死亡一剑 没有施展野猪冲撞 他要留着等无敌之后 目标是小侯爷 但是并没有控制住 侯 小侯爷常见回出 一道巨龙一般的剑气 直接斩了过来 那清晰的龙银 斩龙 700万小凤凰消失 骷髅骑士复活 王许和金龙大熊猫 都掉了550万骑血 另外5只龙头狮 也攻击过来 砰砰砰 1550万 550万触发无敌 进入无敌三回合 这个小侯爷的攻击 有点厉害 被削弱之后 还攻击这么高 而且 那攻击看着好狂暴 挥手就是一条龙 一样的东西打出去 太燃了 太爆了 太帅了 这么高的攻击 要是之前 王许肯定慌 但现在却一点也不慌 现在的龙星护佑太强了 这局面很稳 非常稳 这肉盾神宠站得住 王许继续用肾虚拳削弱 三回合无敌 就算无敌结束 王许也不打算硬扛 直接先把三次复活 刷满再说 不得不说 这个小侯爷的攻击 真的狂暴 一剑就是700万 是全部 三回合结束 哪怕触发了一次金刚 还触发了一次浴火重生 但还是触发了 第一次的龙星护佑 王许和金龙大熊猫复活 金龙大熊猫 弃血和防御增加一倍 小侯爷一剑寒光 斩龙 龙鹰之声 嘶吼着斩向金龙大熊猫 700万无敌三回合 存下来的小凤凰消失 五只龙头师触手 砰砰砰 500万骷髅骑士 再次复活 50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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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火焰狮子军团进攻 50万只 1200万 全部都掉1200万 金龙大熊猫第二次复活 王许第二次复活 骷髅骑士 触发了浴火重生复活 这20%概率 有时候很大 主要是优先触发浴火重生 金龙大熊猫 气血和防御 再次翻倍 狮子猴 王许开始使用狮子猴 斩杀小怪 骷髅骑士 选择防御 王许今天就要先触发三次复活 然后再战斗 叠加起来很快 看看金龙大熊猫数百回合之后 会多么的强大 小猴也斩龙一剑 700万 小凤凰消失 小猴也的攻击一直是700万 这是神圣伤害 固定伤害 真伤 三只龙头狮的攻击 接踵而至 有一只被金龙大熊猫的金龙 反击冰冻中 还有一只被狮子吼禁止住 砰砰砰砰 400万 400万 400万50多万只左右火焰狮子 如火龙一般 如一道红光 落在金龙大熊猫身上 1300万狮子吼禁止住至少5万只 王许发现 这想死还有点难了 冰冻加狮子吼 几乎每回合都能控制两只 十回合有七八回合都能控制两只 运气好就是三只 这还不算骷髅骑士 骷髅骑士都是防守 王许就是为了赶快触发三次复活 有时候触发金刚 有时候骷髅骑士的被动血运 毕竟王许这边先手 一旦控制住 就是二回合不能动 终于触发了第三次复活 金龙大熊猫的气血和防御再次翻倍 气血一亿1000万 防御5500万 金龙大熊猫依旧选择防御 王许还是狮子猴 骷髅骑士也防御 王许要看看 对面能打金龙大熊猫多少气血 小猴爷一箭挥洒 白龙出击 斩龙 碰 700万小猴爷的攻击中 有神圣伤害 不会变 如果要变 肯定是一百回合的时候 三只龙头狮攻击到来 碰碰碰 68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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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刺激的吗 这可是六世纪的强大boss 要知道 现在金龙大熊猫每回合回血 都高达2200万 还有10%概率触发金刚 王许也共享金刚效果 王许和金龙大熊猫共享气血 只有王许和金龙大熊猫的气血 都为零食才会死亡 现在还不是随便打 狮子猴 加金龙反击 加骷髅骑士的控制 也就小猴爷每回合的700万伤害 看着很强 但是在超过一亿血的金龙大熊猫 面前显得有点杯水车星 王许还发现一个情况 就是小猴爷从没有被控制住过 不管是冰冻 还是禁止 都没有成功过 甚至还让骷髅骑士 用野猪冲撞把主目标 定在小猴爷身上 但血运的并不是小猴爷 应该是免疫异常状态 每回合稳定输出 其实这个输出 还是很强大的 还好五行大阵很强 王许这一次 也是试试金龙大熊猫现在的强度 所以 一开始都不出手控制 也不限制疾病怪 迅速复活三次 王许很满意 非常满意 现在可以说 就是闭着眼打 很快就到了第一百回合 王许还是狮子红 其实 金龙大熊猫的金龙反击 早就可以反击死召唤怪物 现在金龙大熊猫的气血 已经三亿三千万 金龙反击 受到伤害百分百进行反击 反击有概率触发冰冻和脆毒 金龙炎 造成伤害时 必中命中目标 百分百附赠自身 百分之一气血上线的真伤 召唤物都是一百万的气血 金龙大熊猫 只要三次复活后 就能反击死召唤物 五只龙头师都已经不破防 不过小侯爷的输出很稳定 一回合一剑 一剑全部七百万 除非金龙大熊猫 触发金刚状态 王许这边小凤凰数量没有 王者之盾也没有 小侯爷破盾 杀小凤凰太强了 而且他还不受控制 悬浮在空中 如仙人一般 那气度 那风华 那神韵 那气质 白衣圣雪 贵气逼人 第一百回合的大招来了 五只龙头师身上红光冲天 小侯爷在最中间 神圣的气息 加上火红的红光 相互交错 散发出狂暴的气息 斩龙 雪白的巨龙 如玉一般 吼 震天吼声 嘶吼 如炸雷中带着闷雷 巨龙咆哮 哄 一千四百万王雪这边 全部掉血 一千四百万 而十万只火焰狮子的真伤 也只不过才能造成 二百五十万的伤害 然后还会被 金龙大熊猫金龙反击斩杀 没有危险 打得太安逸了 王雪有打狗棍法 所以几百回合后 轻松打掉小侯爷的 三次复活机会 一直到第四百回合 小侯爷和五只龙头师的气血 高达四十八亿 而金龙大熊猫的气血 更是高达九十亿 王雪的气血 超过二十五亿 小凤凰拉满 王者之盾拉满 一招打狗棍法使出 三亿 九亿 六亿 三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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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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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打出的数值 什么时候看 什么时候舒服 浑身爽 这是包括小侯爷在内的 每个单位掉的气血 一招下去 小侯爷掉四十五亿 每只龙头师掉 四十五亿 全部残血 只剩下血皮 只剩下三亿气血 下一回合 一个断魂三刀 直接带走 战斗结束 你获得战斗胜利 你获得五千万经验 你的宠物金龙大熊猫 获得五千万经验 你的宠物骷髅骑士 获得五千万经验 你的宠物骷髅骑士 升到四十三级 你获得斩龙剑 没了 王雪一时间有点不适应 要才得几个也算啊 这可是六十级的 BOSS怪 算了 经验不少 只是现在升一级 需要的经验太恐怖了 看看这把斩龙剑吧 没什么太大的期待 斩龙剑 等级 六十攻击 加一零零零零零 防御加五零零零 气血 加一零零零零零 附加技能 斩龙 被动技能 增加自身三倍的攻击力 攻击中附加气血上限 百分之十的神圣伤害 并且百分之十概率 眩于目标一回合 附加技能 狂暴 被动技能 增加百分之二十报击概率 增加百分之十的致命一击概率 附加技能 霸体 被动技能 进入战斗后 气血增加一倍 每回合气血上限增加1% 持续到战斗结束 耐久度 600天一看这个耐久度 不管再好 王许就知道 没啥用 也没有五等级限制 一时也用不上 这把武器怎么说呢 王许能用 甚至可以说也很好用 主要是那个狂暴和霸体 至于斩龙也行 毕竟进入战斗 气血增加一倍 每回合多叠加1%的气血 就单单这个提升 也很吸引人 有点可惜 但也没有让王许感觉 可惜的难受 总之 这东西有点东西 对王许也有点吸引力 但和嗜血追晕旅 青龙玄武甲 以及守护王界 甚至魔王腰带 都不能比 这边战斗刚结束 刘旭就感觉到了 身体的不一样 之前扎针之后 就感觉浑身暖洋洋的 不疼不痒 现在则是在这个基础上 感觉浑身有了一些力量 身体中似乎多了很多能量 能量这种东西 看不到摸不到 但却有真实存在 他甚至自己都不知道 他的脸色 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还有那惊奇神 王许没有收针 看向刘旭的身边 艾滋病大军百战王侯 六十级 BOSS怪 召唤怪 王侯怪 军团怪 复活怪 统帅怪 特殊怪针灸后可战斗 战胜后恢复六年寿命 这是不是小侯爷的老爹 老侯爷 什么都一样 只是多了一个称号 七称号 王许虽然现在 感觉自己很强 但不打算再是 第一期的治疗 能让你度过 接下来的六年时间 三年内 我给你再进行第二次治疗 王许说道 刘旭激动地点点头 他不认为王许骗他 自己的身体 他比谁都清楚 感觉是骗不了人的 老板 多少钱 刘旭有点不好意思地问道 他确实没什么钱 粉丝不多 偏偏还有良知 带货只带什么 垃圾袋 因为这个产品就算不好 也不会伤害别人 不过今天过后 王许这边直播 会有很多粉丝过去 王许想了想 120块钱 王许收钱 让很多人不理解 直播间 很多正义之人开骂 看走眼了 真是什么人的钱也挣 桑尽天良 从此转路人 骂到天荒地老 我是真不懂了 老板缺这120块 搞笑 你找个没钱人 去医院看病 看看没钱给不给你治 在这里当圣人 你又做了什么 120块够看病吗 虽然我不知道 老板为什么收这120块 但肯定有他的用意 直播间一时间热闹无比 甚至王许治疗艾滋病 收费120块 被骂上了热搜 刘旭则是激动地拿钱 谢谢老板 谢谢 我知道这个钱远远不够 但我现在除了口头道谢 心里感激之外 也做不了别的 王许笑笑 走的时候 留下姓名和电话号码 如果我三年内没通知你 你记得自己来找我 好 谢谢 谢谢 谢谢叔叔 小女孩也开心地道谢 她感觉她的爸爸已经好了 药汤需要差不多一小时 你们去那边等一会 好好 谢谢老板 谢谢 刘旭再三道谢 鞠躬 王许让她不要客气 直播间喧哗热闹 虽然很多人为王许说话 但总有降重 就是说 这120块不该收 不管如何 我觉得这120块不能收 我要是她 我还会给刘旭一些钱 他们太可怜了 楼上说的对 我也是这么想的 能者多劳 那120块真能接住 也不怕烫手 如果我得了绝症 120块 我是真心十亿愿意出 刘旭也是感激不尽 你们在这里 嘴炮真是搞笑 呵呵 拖又来了 这个世界需要温暖 需要善良 不然为什么要做慈善 以前我还挺喜欢她的 现在我看她逗了些 怪不得你们是穷人 大局官 眼界太低了 大家去看看刘旭的粉丝量 就知道 老板为什么真做了 卧槽 200万粉丝了 而且东西都卖脱了 卧槽 我就知道 老板不走寻常路 老板是懂流量密码的 这是老板送刘旭的造化 那些喷子呢 出来继续啊 咋不说话了 就问你 送200万粉丝 值不值120块 一时间直播间风向大变 但是一些为了混流量 弄穴头 还是会说 王许收120块 但也会写 王许送人200万粉丝等等 穴头搞得很足 王许在这里忙了大半下午 等级升到了45级 金龙大熊猫也到了45级 骷髅骑士则是44级 药材 虎骨 虎鞭 木材等不少 还有两件装备 可惜没有五等级限制 和永不磨损 天时越来越冷 但是耽误不了刘大壮他们的热情 练舞 拍摄三国没有停下来 而且 现在还要学习王许教的五行大阵 演员选的也差不多了 容貌好说 这年头要说美女还真不缺 但是却气质美女 王许可以提升他们的气质 同时也要参加训练 也是为了提升气质 韵味 服装 化妆 还有挂件 比如一只王许训养的猫 主要是动作 另外就是 王村的太极养生大队 如今也是名气很大 每一天都有 而且还是长视频 一天一天 那进步是看得到 而且很大 前后差别令人惊叹 尤其其中一些得了门道的 就如其老爷子 已经练出了一丝说不出的神韵 慈祥 面色红润 大气 还有一点超然的感觉 这其实就是一丝宗室风范 世外高人的感觉 那动作优美 那身姿舒展流畅 人语自然 让人看着都舒服 不管男女老少 练着就是看起来舒服 打起来应该也很舒服 看他们的神态 就能看出来 经过这段时间的发酵 王村太极养生拳 已经是从量变到质变 这种变化太大了 一个农村老头 愣是练出了一丝 先锋倒鼓的模样 虽然说有练功服的效果 也有王村生活条件好了 老头洗得干干净净 头发 胡子打了一下 这种变化 实在是太大了 直接震撼了全王 桃园村 再加上空气指数的东西 什么王村 正线的空气中 含有一些活性因子 神秘因子 灵性因子 这些东西可以激活细胞 增加细胞的强度 又强身健体 延年益寿 增加免疫力 有利于伤势恢复 加上安全酒店 小别墅价位的曝光 大草原 中医馆 健康食品 火锅店 王许的医术 王村的重建 种植 食品 养生 王村老年人的太极养生权 是最后的一道催化剂 这一次成为了大新闻 本来王许和刘旭 治疗艾滋病的新闻 就成为了热点 其中里面的内容太多了 一个是王许人设崩塌 什么人的浅野症 也有说这是宋刘旭的一场造化 更多人关注 王许是不是真的能治疗艾滋病 艾滋病是如今科学 依旧不能攻破的难题 我反正不信 得了癌症 牛皮血 白电风 白血病 艾滋病 尿毒症不用怕 来某某县 某某乡 某某村 找李大夫 中医上没有癌症 人的身体有正气 气血之气 换个说法 就是免疫力 养耗然正气 只要正气足够强 就能抵抗任何疾病 这个确实 我们村一个猛男 媳妇艾滋病 一起生活三年 没有任何安全措施 就是传染不上他 身体素质太强了 以前我不信 但现在 你们看看这些王村的老爷子 年龄那么大 那气色 那身体的柔韧性 流畅性 那种精气神 我看很多20多岁的小伙子 都比不过 锻炼也要会锻炼 对的锻炼 是可以增强身体 以前我不懂 现在我只能告诉你们 一个健康的身体 就算和女朋友在一起快乐的时候 也会感觉更加美好 这个不用你说 谁没年轻过 热血沸腾 感觉要炸一样 但没多久 就再也没有那种感觉了 这就是气血不足 毕竟靠气血养的 人活一口气 为什么说血脉 气血最为重要 而中医更是讲究养气 养血 养生犬也是养气血 气血强摆病不生 头发茂密 乌黑 筋骨强健 肌肉有力 摆病不生 人死 咽下最后一口气 气血养人 面色红润健康漂亮 也是气血强 王许此时收到了自己的快递 从网上买了一把古琴 之前王许获得一首曲子 古琴销魂八音 古琴销魂八音 生活技能 琴音跌宕如潮起潮落 如云起云落 销魂 惊魂 震魂 安魂 这是一种美妙无比的琴音 之前一直忙 没顾上 现在心情不错 有点本事 怎么也得去和奇汤显摆显摆 真的喜欢一个人 喜欢和他分享自己的一些东西 王许找了个相对贵一点 但是那种几十万的没买 不是没钱 就是感觉不值 但太便宜 又感觉太劣质 最后找了价销售量还行 评论还差不多 价格大几百块钱 不到一千块钱的 模样看起来大气 图片看起来还行 收到货拆开后 有点油气味 图片仅供参考 不过也在王许的接受范围 他感觉这大几百的东西 和三千五千的差别 不会太大 很多东西 其实就是各种价格供顾客选择 有人就想要三千块的 有人就想要五千块 还有人就想要八千块的 而你如果只有一千块的股情 人家一问 你说没有 所以商人嘛 自然要满足于各种需求的顾客 他们会在这一千块的股情上 增加一些东西 比如材料稍微改变 闲得不同 这样不同价位揪出来了 想要一千块的股情 有一千块的 想要两千 三千 五千 一万 两万的都有 不管是食品 还是保健品 健身器材 家具等等 都是如此 他们做生意 做的是人心 只要抓住人心 抓住人性 那这生意就成了 那个技能股情销魂八音描述很强大 很销魂 王许都有点期待 他需要自己先试试 或者跟齐堂谈 跟别人谈 他怕太销魂 主要是那销魂两个字 让他不敢轻易尝试 毕竟他知道销魂是什么感觉 在齐堂那里 是真正的感受过 看看天色 也不太早了 王许给齐堂打个电话 嘟嘟 想我了 齐堂清冷 大气温柔 郁姐音 独一无二宠义传来 王许一下子就感觉 人生值得 太值得 堂姨 我想你了 王许轻轻笑道 小混蛋 你在哪里 我开车去接你 齐堂依旧是语气宠密 大气的郁姐音 清冷中带着宠密 接上王许 看到王许的古琴 好奇问道 你会弹琴 就会一首 一会弹给你听 王许说道 其实他谦虚了 脑子里多了很多 关于古琴的东西 目前只会销魂八音 如果有曲谱 他也可以谈别的 但他相信 一首销魂八音足够了 看那销魂八音的描述 情音跌宕 如潮起潮落 如云起云落 销魂 震魂 震魂 安魂 齐堂笑道 好 齐堂还是有点期待的 因为王许一直都在给他惊喜 王许看着齐堂身边的疾病怪 一百级的龙形怪物 不孕不欲证 这个暂时没有办法 三年赦免天道经卷 也没了 小宝宝暂时要不到了 王许看着那只乳腺癌疾病怪 乳腺癌 大军镇国小王爷 六十级 Boss怪 霸主怪 召唤怪 军团怪 军阵怪 多命怪 针灸后可战斗 战胜后恢复八年寿命 六十级 六成号 现在是闭着眼都可以打 不过 齐堂现在开着车 所以王许没有治疗 不急这一会 一会再治疗 坐在副驾驶 王许看着身边的齐堂 这才是女神 真正的女神 更像仙子 不食烟火 超凡脱俗 王许想起那些副驾驶上的美女 丝袜 黑丝 美腿 那些人开着豪车 手可以放在副驾驶的巴黎世家上 都说车越好 副驾驶的巴黎世家越细 越白 齐堂血沿上一丝红韵 他能感受到 余光也能看到王许 这家伙怎么看 都是那种浩然正气 温润如玉的男子 气质 长相 眼神 哪怕现在这般 也依旧是清澈自然 可是这家伙想什么他知道 两个人的时候 这家伙也是混蛋 越想脸越红 让自己不想那些画面 但那些画面 就偏偏往脑子里钻 他自己都不知道 自己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最后忍不住自己也笑了 来到野猪山这里 其他人并没有在 不过 晚上都会回来这里 现在是傍晚时分 王许把古琴背在背上 然后横抱起来齐堂 齐堂已经习惯王许这般 这家伙的身体有多强 他也不是很清楚 抱着他 就这么走上小山顶 差不多三十层楼高 抱着他就这么脸不红气不喘地走上去 何况王许的战斗力 驯兽能力 医术 每一样都是很神奇 靠在他的怀里 特别的心安 不管天崩地裂 还是世界末日 他都感觉一点也不慌 因为有他 齐堂的内心很复杂 他比王许大了五六岁 还有 他也知道自己有不孕不欲症 这个比发现癌症还早 而且是现代科学无法治愈的 王许给他说过几次要小宝宝 还给他描述那美好的画面 他其实心动了 可是他知道情况 所以 他没想过一直陪王许走到最后 在最好的年华陪他走几年 不为别的 他不能剥夺王许做父亲的权利 他看到过 王许和小绵绵在一起的画面 很好看 很和谐 那种幸福他能感受到 而王许每次和他说 堂堂 快夸奖我 我又为你守身如玉 数次之后 他知道 王许或许真的会一直守着他 所以 他觉得数年之后 他对自己的感情变淡一点 那时候 或许自己离开 而他也有更好的选择 这个想法他也是 想了好几次 也是这么决定的 只是做了这个决定 他很失落 那一刻 他一下子就感觉好孤独 甚至想过 父母老了 自己年龄也大了 自己的生活是一种什么样子的 小宝贝 想什么呢 王许轻轻地笑着问道 齐堂笑着一只束手 向上握住王许的一只耳朵 王许感觉就很好 王许 你觉得男女之间的爱是什么 齐堂轻轻问道 王许一愣 没想到他 这么一个清冷家人 也问出了这个问题 男之间的爱 就是爱情 齐堂在问 爱情是什么 这么多年文豪情圣 都没有弄明白的问题 王许也不懂 但他想想齐堂 王许想了想说道 首先是见色起义 这个是跳不开的 另外就是眼神交流 这是心与心的交流 也叫情投意合 这个就是三观差不多 爱是相互的 只有一面热 那是舔狗 齐堂笑着听着 王许说到这里 也小声说道 我也是堂堂你的舔狗 齐堂轻轻地在他额头敲了一下 胡说八道 王许笑着说道 堂堂 玩得脑筋急转弯 齐堂笑笑 好 我说一句话 你要最快速度到这儿说出来 王许说道 齐堂点点头 好 王许喜欢堂堂 王许笑着说道 齐堂 堂堂喜欢许王 王许笑笑 我家堂堂小宝贝反应真快 床前明月光 光月明前床 天生我才必有用 用有必才有升天 齐堂思维很清晰 说得很快 八级大狂风 王许说道 疯狂大吉巴 直接埋首在王许怀里 一只手在他头上使劲地揉了揉 王许看着齐堂 那耳朵都红了 王许整个人都是浑浑噩噩的 紧紧地抱着他 心里有点罪恶 有点亵渎 主要是齐堂 还是太仙了 仙道王许都不舍得 让他说虎狼之词 因为他不需要 来到山顶 齐堂已经恢复 仿佛之前的事情没有一样 山顶有风 毕竟是冬天了 齐堂在站在山顶 有种仪式独立 还有种乘风而起的感觉 王许盘歇而坐 脚下的石面很干净 一丝沉沙也没有 将古琴放在腿上 开始弹奏 销魂八音 一道琴音响起 古琴的琴音 被称为太古之音 天地之音 古琴三种音 散音旷远如远山 泛音清冷如天籁 暗音悠长如人语 三音交错 变幻无穷 琴音起 直接让人心神提起 背脊发紧 头顶直达为骨 这个不是惊怕 而是一种提神 是一种舒服到极致的感觉 销魂 琴音清冷如天籁 如冰雪女神 如最美的 渴望不可及的绝世女神 填满视觉的美 又如那山川大河 青山绿水 美轮美好 美到极致的风景 就在你眼前 如置身于天地之间 那种身体上的满足 那种身体上的美好状态 琴音不断弹出 每一道琴音 都让人头皮发麻 是一种魂魄颤抖 那是一种 来自骨子里的舒服 那种舒服 比你痒痒时 脑痒痒还舒服 至少比你洗脚按摩 要强太多太多了 八种声音 每种声音八道 一共六十四道 让你全身的骨骼 都放松一遍 舒服一遍 让你的心神放松 灵魂放松 这是仙音 王许自己都震惊了 就如那句话 死驱只因天尚游 这几个字用在这曲上 一点也不夸张 祈堂也不能相信地 看着王许 那一瞬间的王许 似乎都在发光 王许之前一边谈 一边感受 这曲应该可以缓解抑郁症 甚至缓解自闭症 因为其中有震魂 安魂 惊魂 定魂作用 自闭症玄乎点 好像是灵魂出问题 抑郁也是精神问题 精神玄乎点也是灵魂 王许如果上传一首这种曲子 直接封神 而且无法模仿 听这曲子是真的享受 太震撼了 不是震撼能形容的 平时我们听到喜欢的音乐 都能泪流满面 心情激动 但那些和这曲子比起来 就如萤火和明月的区别 根本不在一个卫面上 属于降维打击 王许知道肯定会很强 只是没想到会这么强 抬头看着奇唐 微微出神的模样 一瞬间感觉 他有那么点的可爱 站起来 走到奇唐面前 伸手犹豫了一下 摸摸他的脑袋 哥哥去给你做饭 想吃什么 王许轻密地笑着问道 奇唐笑着伸手 轻轻在他额头上敲了一几 轻逆 自然 轻冷孤傲 他就是那么的特别 一个小动作 一个小神情 都能让王许如在云端 飘飘欲仙 我想吃面 我给你打下手 奇唐笑道 王许也没拒绝 穿上围裙 奇唐嘴角一直都有笑意 他的气质 穿着围裙 也看着很和谐 就算揉面 擀面 也看着赏心悦目 他说是打下手 更多的是主打一个陪伴 也许是下定决心 以后要离开王许 有不舍 有无奈 所以不知不觉会出神 看着王许出神 我家堂堂有心事 要不让为夫猜猜 王许看了一下奇唐 继续忙活 奇唐对于王许的称呼 早就细以为常 称呼什么 他也不奇怪 奇唐笑笑说道 好 咱爸咱妈对我也满意 小舅子对我也满意 爷爷也对我很满意 王许轻轻笑道 奇唐也笑着不说话 我觉得你对我也满意 但你有心事 还不想说 肯定是我们之间的问题 王许继续说道 奇唐微笑着聆听 王许想了想 你看我们没有生气 吵架 也没有夫妻生活不和谐 奇唐柔柔头 一喜一称地瞪他眼 那种超凡脱俗 不食烟火 大气清冷的先太 独一无二 真的是美的震撼 无法形容 那只能一个原因 你可能想离开我 我不知道什么原因 王许轻轻说道 奇唐内心一颤 但还是笑道 没有 不要胡思乱想 唐一 你知不知道你不会撒谎 王许笑着看着她 你是我的女人 除非我感觉不到你爱我 不然你别想离开我 王许继续忙活 回头笑道 笑容自然 亲切 清秀的面孔 她的眼睛很好看 特别的清澈自然 正气 还有只对她的那种亲密 宠密 忽然王许想到了什么 自己好几次提要生的小宝宝 奇唐都没有在这个问题上回应 当时没多想 现在她拍拍头 还是自己疏忽了 我知道了 小唐唐 你放心 我们肯定会有小宝宝的 王许也不管自己猜对没有猜对 认真地说道 奇唐一愣 我的医术 你还信不过 王许笑着说道 笑容如沐春风 奇唐笑了 唐唐 你说我们生几个好 王许问道 然后认真地思考 生八个吧 王许想了好一会 开口说道 不行 那样我家唐唐太辛苦了 要生个女儿 王许点着头说道 奇唐微笑着看着王许 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想笑 王许想看她 抱着自己女儿 是一种什么的美丽画面 奇唐其实也好奇 王许抱着他们两个的孩子 应该也很好看吧 她见过王许和小绵绵 在一起的画面 一个女儿太孤单 我们老了没人护她 需要再生的小子 天天打她十八遍 这样磨练起来 就能保护我们女儿了 王许很开心 找到了方法 小混蛋 水开了 奇唐笑着说道 王许赶紧下面 又炒了几个菜 动作形如流水 香味四溢 品相也是很好 青绿翠玉 一看就有食欲 肉质劲道 唇齿流香 王许给汽汤加菜 很自然 没有刻意 王许发现真的爱一个人 爱到骨子里 你就会发现 很多事情根本不需要你想 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 王许感觉 这山顶的木屋 才是自己的家 人生如梦 我做梦也没想到 还能和你走到今天 王许感慨 感慨命运的神奇 太神奇了 一切似乎都是命运的安排 一切都是那么的巧合 差一点不行 人物 地点 时间 还有这看到疾病怪的能力 差一个也不行 奇唐何尝不是如此 他只是想安静地来实事 度过最后的时光 没想到就这妖巧合 奇唐知道能到今天 更多的是 当时内心的变化 不然他这样的女子 不可能那般大胆 他甚至想到曾经 忍不住脸一红 王许笑着抱起来 走向卧室 奇唐小声说道 我去洗澡 那一起去 王许抱着他走进浴室 水气缭绕 如玉的灯光 冰激 雪敷 玉谷 白虎 王许目不转睛 欣赏着世间最为美丽风景 清晨 王许醒来 神清气爽 这人生已经是真的没有什么追求了 王许为什么能这么淡定 无欲无求 可以说 百分九十九都是因为奇唐 奇唐是他心中的那块净土 是他的精神支柱 他是个孤单的人 孤独的人 但有了奇唐之后 他才感觉到自己不孤独 才能感觉这世间的繁华与温暖 金银钱财 对于现在的他 没有任何吸引力 他不需要 而且就算需要 他现在挣钱 真的比喝水还简单 来人的追求 无非是色 全 财 金银钱财 一个是他不追求 就算想要 也很轻松 最喜欢的色 基因里的色 一个奇唐就满足了他所有 至于权 王许是另一种追求 不一定非要当官 比如 现在他救过正线 现在一把手的命 正线的建设等等 还有奇唐的爷爷 还有燕老爷子 以后 他会认识更多的人 他不会做奸犯科 也不会做违法乱纪的事情 不过他不得不防一些想害他的人 他的权 更多的是他的能力 比如治病救人 比如他的训兽 必不得已 他可以用最直接最简单的方式解决问题 他有物品栏 想解决一些事情 真的很简单 所以 别人如果想弄死他 那么那个时候 他自然也不需要顾及那么多了 他不会轻易弄出人命 不想打破现在的平静生活 但并不是说 就一定不会这么做 奇唐轻轻睁开眼睛 清冷大气的凤眼 美得令人窒息 但看到王许 一丝温柔流露 清冷大气 一尘不染 此时却最亲密的在一起 我唐一最美 天下无双 王许由衷赞美 奇唐摸摸王许的脸 带着笑意 起床 王许拿出金针 这是奇唐的专用金针 奇唐笑着伸出手臂 针灸 选择进入战斗 乳腺癌 大军镇国小王爷 六十级 Boss怪 霸主怪 召唤怪 军团怪 军阵怪 多命怪 针灸后可战斗 战胜后恢复八年寿命 五只二十米长的巨大白虎 最中间还有个青年男子 小王爷 王许想到之前打的那个小侯爷 二十岁左右 那长相 那气质和小侯爷 简直就是双胞胎 风度翩翩 肌肤如玉 棱角分明 那身材 那颜值 那气度 脚下是一座一米大小的连台 站在上面 副手而立 只是扶着的双手中 有着一把带翘的长剑 五只二十米长的巨大白虎后面 是十万只小白虎 说是小白虎 但每一只也都在三米长 重量在七百斤之上 要是现实中 这绝对是虎王级别 还是东北虎虎王的级别 但在二十米长的白虎面前 就是小可爱 战斗的异常轻松 没有任何悬念 小王爷和小侯爷一样 一招白虎斩 从头到尾 没受控制 不受肾虚 全降低攻击的影响 战斗的很轻松 最后 王许打狗棍法 狂暴的轰杀 一点波澜也没 一点挑战也没 但这感觉真的好 战斗的轻松 这就是打游戏里的挂机 你获得战斗胜利 你获得五千万经验 你升到四十六级 你的宠物金龙大熊猫 获得五千万经验 你的宠物金龙大熊猫 升到四十六级 你的宠物骷髅骑士 获得五千万经验 你的宠物骷髅骑士 升到四十五级 你获得宝物白虎虎符 你获得虎皮 超品 无你获得虎鞭 超品 无你获得虎骨 超品 五百斤 你获得锻造术 百年级 你获得锻造神锤 这算不算大爆 好像出了好东西 宝物不用说了 主要是还是个熟悉的东西 虎符 之前有个低级虎符 那是低级虎符 赶紧查看 宝物白虎虎符 白虎虎符 宝物 不可悔患 进入战斗后生效 增加自身两倍的气血 受到致命攻击时 进入无敌状态 持续三回合 冷却时间一百回合 是否佩戴 是 检测到已有低级虎符 是否替换 替换后 低级虎符永久消失 是 这个好 王雪很开心 比起低级虎符 强太多了 无敌三回合 冷却也是一百回合 但是进入战斗 直接增加两倍的气血上限 这个就很强 这是低级的强大 这样叠加起来 可是加快好几倍 别看增加了两倍气血上限 但算下来 实战实力增加了至少四倍 甚至八倍 十倍 毕竟之前一百回合王雪气息 可以叠加到六千万 但现在有了白虎虎符 一百回合气血 可以叠加到一亿八千万 这就是王雪为什么说实战增加不可估计 这是直接改变战况的 是关乎到能不能站住 能不能稳住 只要能稳住 王雪就一定可以胜利 至少立于不败之地 虎皮 虎骨 还有虎鞭 都是超品 这些也是好东西 还是人间美味 还是名贵无比的药材 多多益善 反正物品栏足够大 留着 锻造术 百年级 可以锻造武器 刀剑 枪棍 还有菜刀 否则 主要是武器这方面 还是百年级 打铁锻造 还有个锻造神锤 王雪感觉 这个东西 就是锻造术的附赠 只是当王雪看到后 就不能淡定了 锻造神锤 等级 100力量加1000 体质加1000 耐力加1000 附加技能 神锤重击 被动技能 锻造的任何东西 品质增加两倍 用来攻击战斗时 20%概率 眩晕目标 持续一回合 附加技能 锻造之锤 被动技能 锻造打造每一锤的效果翻倍 用来攻击战斗时 必定百分百触发暴击 造成二倍伤害 附加技能 无坚不摧 被动技能 再坚硬的矿石材质 都可以锻造 用来攻击战斗时 每回合减少碰撞武器 一点耐久度 耐久度 永不磨损 不可毁坏 装备要求 锻造师 百年级 王许的内心 有点跳得快 尝试装备 卧槽 装备上了 装备上了 这把锻造神锤好不好 很好 那力量 体质 耐力 加得比起许多武器强太多了 尤其是王许 因为有宝物龙珠 这些力量 体质 耐力 是会翻倍 什么概念 直接给王许 增加200万气血 200万攻击 200万防御 技能更是强大 20%的概率眩晕 这个控制能力太强了 如果用狮子猴 那就是20%眩晕 加10%的静止 另外一个技能 是100%暴击 这个也很强 尤其用狮子猴 召唤怪 早早就可以一下子轰杀 而最恐怖的是 打狗棍法 也是棍棍暴击 久棍下去 最后一个技能 每次攻击 可以打掉碰撞武器的一点耐久 这个没什么用 但是对于王许来说 这也是神器 这个控制能力太强了 增加的气血和防御攻击也可以 增加刀刀暴击 够了 够了 主要是这个锻造神锤 其实算下来 主要是锻造武器的 换上了锻造神锤 这一下属性又是大增 加上高级宝物 白虎虎符 姓名 王许等级 46体质 3466气血 5340万力量 2254攻击 240万耐力 3266防御 1325万自由分配属性 0 血脉 龙血保体 龙脂血脉 体质 力量和耐力成长提升百倍 受到任何伤害减少20% 每回合恢复气血上限的10% 5%概率 恢复气血上限的50% 天赋 金刚不换 永久的降低 受到50%的所有伤害 增加50%最大气血 攻击和防御 免疫控制和毒素等异常状态 每秒恢复气血最大值的千分之二 舒服 王许现在就是感觉舒服 超级舒服 他现在提升基本的属性 才是增长最大的 一个白虎虎符 一个锻造神锤 内心的那种喜悦 如绝地之水 再次看向齐唐身边 乳腺癌大军镇国王侯 六十级 BOSS怪 霸主怪 召唤怪 军团怪 血脉怪 多命怪 王侯怪 针灸后可战斗 战胜后恢复八年寿命 王侯怪 七成号 如果是之前 王许或许还有顾忌 但是现在六十级的BOSS怪 七成号 在王许看来也是不堪一击 就在这个时候 齐唐的手机响了 齐老爷子打来的 爷爷 齐唐接通电话 丫头 你和小许来一趟 我有件事情要和你们说 齐老爷子温和地笑道 好 结束通话 齐唐和王许 前往安全酒店那里 这个期间 王许施展了妙手神偷 一天一次 不能浪费 万一成功弄出一件质宝 现在王许就是感觉 自己的实力不够 还是不够 虽然一直都在提升 每次提升也感觉很强 这种强大的感觉很好 但是齐唐的绝症 还有一百级的不韵不遇正怪 就如两座大山 不可跨越的高山 横在身前 如天倩一般 他恨不得自己的气血 开场战斗就一百亿 自己的气血 每回合直接恢复满 恨不得什么疾病 怪在自己面前 都不堪一击 失败 王许毫无波澜 毕竟失败 属于再正常不过了 毕竟那成功率 确实有点太低了 来到齐老爷子那里 老人已经在等他们 王许也好奇 是什么事情 看到王许和齐唐 老爷子是脸上 带着说不出的开心 老爷子最近彻底 迷上了太极养生权 而且还是真正 练会的少数人之一 这段时间 是越发的得心应手 身体素质也是越来越好 浑身舒坦 吃得好 睡得香 浑身有劲 老人家招呼两人坐下 齐唐笑着看着老爷子 哎 丫头 你出生不久的时候 我一个老伙计家 一个儿子家 也快要生孩子 当时就说 他们要是小子 就结个亲家 齐老爷子 微笑着叹口气说道 齐唐依旧是笑着 也不说话 当时也就如开玩笑一般 也或许就是个玩笑话 之后也没有再提起 昨天 我接到了那老家伙的电话 他那个孙子很喜欢你 要来找你 齐老爷子说着 看着王许 他之所以 要把王许叫来 然后再说这件事 就是让王许 知道这件事的详细 家里人都不知道这件事 也就老爷子 和对方老爷子之间的 一句玩笑话 那个小子做事有点极端 你要小心点 老爷子想了想说道 王许明白了 笑道 放心吧爷爷 没事的 齐老爷子笑着看着王许 放心 有我这个老头子在 你也不用怕他们 齐老爷子没多说 他很了解王许 所以说出这句话 他甚至都觉得 用不到他这个老头子 好 王许笑道 他很开心 有人坐后台 有人给你当套衫 那个感觉是真的很好 有恃无恐 无所畏惧 中午的时候 王许就见到了 齐老爷子口中的 那个年轻人 年轻人不是一个人 而是五六个人 不但如此 还有司机安保等 一二十人 黄胡 皇家三代 出类拔萃的人物 和齐堂同岁 走商业路线 毕业于国外名牌大学 总之 凭借自己的努力 和家里的帮衬 很成功 身高一米八 西装革履 很帅气 更多的是那种 骨子里透出的自信 抬头挺胸 面带微笑 远远地看到老爷子 就加快步伐 齐爷爷 王许一看就知道 这年轻人很会来世 表现出来的一切 都不会让人突兀 小虎来了 长大了 长大了 齐老爷子开心地笑道 黄胡挽着老爷子的胳膊 齐爷爷 您这身子骨 看着真健康 面色也好 我爷爷一直惦记您的身体 黄胡心中很惊奇 爷爷和齐爷爷同岁 但是爷爷那状态 和齐爷爷比 实在是差距太大了 爷爷也算是长寿之人 但现在的生活质量 大大下降 大部分不能吃 大部分不能喝 一身毛病 身体勾搂 精气神更是差很多 就在这个时候 燕老爷子也来了 小虎子 燕老爷子笑着叫道 黄胡一愣 燕爷爷 你也在啊 黄胡越发惊讶了 燕爷爷虽然比他爷爷 和齐爷爷小了三岁 但那也是85岁高龄 可这精气神 这身体状态 这面色 说70岁都有点大 你小子怎么来这里了 黄老头还好吗 燕老爷子问道 三个老人 也算是打了几十年的交道 齐家没落了 黄家和燕家 不相上下 但只说三个老人 是差不多的 只是在二代这里 有了差距 我这不是年龄也不小了 我爷爷说 我有一门婚约 所以我来了 黄胡开心地说道 燕老爷子一愣 齐家就一个女娃 三代就这么一个女娃 婚约 那肯定是齐唐 燕老爷子看向齐唐 黄胡也看向齐唐 其实来的时候 他就看到了 还失神了 那眼底的震惊 贪婪渴望 也被王许看在眼里 王许那一刻就可以知道 这个人是极其的自信 也极其的自负 老爷子笑着说道 那时候 就是你爷爷的一句玩笑话 你都还没出声呢 几十年了 没有再提过 也没有没说之言 算了吧 黄虎之所以这么自信来 是因为现在的齐家 和他们皇家 差了两个等级 其实这么多年 皇家没有再提这件事 其实就是门不当户不对了 但黄虎看到过齐唐后 知道还有一句婚约 最终得到爷爷同意 就来了 他觉得 齐家没有拒绝的理由 齐爷爷 我是很有诚意的 黄虎认真说道 丫头已经有男朋友了 齐老爷子笑着摇摇头 对王许 齐老爷子是120个满意 黄虎想想 我可以 闭嘴巴你 王许这个时候 打断了黄虎 黄虎面对齐老爷子 和艳老爷子 自然是客客气气 现在被王许打断 火气一下子就窜了 他早就看王许不顺眼了 不管这个年轻人 气质多特殊 他更多的是极度心 不知道什么时候 就机悦满满 黄虎一双 灵力如刀的目光 看向王许 你算了什么东西 这里有你说话的资格 黄虎盯着王许 就你这种 听不懂人话的玩意儿 仗着父辈祖辈的鱼鹰 嚣张跋扈 感觉自己很厉害 啥也不是 王许淡淡地说道 好 很好 一个小小的正线 开眼了 我希望你能一直这么嚣张 黄虎阴策策地说道 谁给你的胆子 你父亲在这里 也不敢这般嚣张 滚出去 齐老爷子 向着黄虎大喝一声 黄虎直接愣住了 这是对方先站出来的 我连一个什么背景 都没的人都不如 黄虎现在是脸色一阵青一阵白 如果王许是齐老爷子认可的人 那黄虎就是对齐老爷子 不尽快滚吧 滚吧 不要给你皇家找麻烦 小许在我心中 比我亲孙子还亲 燕老爷子这个时候 也开口了 黄虎看看燕老爷子 再看看齐老爷子 自己才是孤家寡人 咬咬牙 笑着说道 齐爷爷 燕爷爷 那我改日再来拜访 走的时候 还给了王许一个意味深长的眼神 王许只是感觉好笑 想弄一个人 无非就那几种方式 有齐老爷子在 剩下的选择不多了 虽然不多 但是简单有效 黄虎出去后 他的几个朋友自然询问 他们都是一个圈子的 不过 都是以黄虎马首是瞻 我不管你们用什么方法 给我废掉那个小子 不要让他死 让他死了太便宜 让他不能人道 让他成为一个废物 黄虎咬着牙说道 黄虎 放心吧 这个事情我在行 我们抓住这个小子 给他弄点东西吃吃 然后绑起来 让他持续充血 两天就彻底废掉 一个男子黑黑笑道 黄虎一愣 脸上露出笑容 这个不错 但是不够彻底 慢慢来呗 这样才有意思 男子笑道 黄虎想了想点点头 也是 那我们就等一等他 一会我们和他聊聊天 顺便揍一顿 先出口气 黄虎说道 时间不长 王许喝汽汤就出来了 齐汤还有事情 王许就和他分开 齐汤身边 一直有至少两只猫 有时候四只 两只贱鸟 现在很忙 王许走出一段距离 路过一辆车 王许不知道什么车 看着很大 很高档 然后车门打开 一双恐无有力的大手 拽着王许往车里拖 王许就顺势坐进去 实在是一点也不慌 而且不用想 也能知道是谁干的 黄虎坐在副驾驶 后排两个魁梧男子 一个壮汉死死抓着王许的手臂 咔嚓咔嚓 车门已经被锁死 小子 老实点 嘿嘿嘿 壮汉玩味地笑道 碰 王许随意地一拳 打在了壮汉的肚子上 扑 胃里翻江倒海 直接喷了前面黄虎一头一脸 场面一片狼藉 王许直接把这个疼得如大虾米一样的壮汉 塞到前面 伸手抓过还在震惊中的另一个壮汉 碰 也是一拳 然后扑了一下 喷出污秽之物 喷了黄虎一头一脸 质量很大 王许一拳将他们胃里的东西都打了出来 想打黄虎的 看着一头一脸一身的污秽 实在下不了手 直接一脚揣在前面的靠背上 将黄虎给顶出去 撞在前面 哀嚎干呕 碰 王许在一脚踢开车门 差点连车门都踢掉 车里这位实在冲 王许走出来 感觉不错 垂涎其堂 王许不奇怪 他也不生气 哪怕你内心龌龊 王许也可以当你是正常心理 但你别行动 别对自己动手 哎呀 黄虎愤怒地咆哮 他也吐了 那两个壮汉 吃得多 吐得多 那味道 黄虎感觉生不如死 差点昏过去 同时对王许的恨意 已经到了一个临界点 恨意已经变成了杀意 他从没有像现在 这么恨一个人 这边动静这么大 自然吸引很多人 郑仙现在最不缺的 就是主播 所以一些视频 就流传出去 车里面 是人蝶人 还吐得一塌糊涂 很多人都惊呆了 一山不整 狼藉一片 这画面 很难不让人联想 一时间各种版本 居然火了 没法 画面实在是辣眼睛 因为呕吐物 他们光着膀子 这是冬天 两个壮汉吐得太多 顺着脖子都进去了 所以光着上身 适风日下 无法理解 一锤定音 然后黄虎的身份 也被曝光 这下好了 公司的股票开始大跌 王许接到李长山电话 邀请他去家里吃饭 王许知道 李长山有事情 带了几只麻椒鸡 还有玩偶 李家人都在 小绵绵开心的不行 抱着王许的脖子不下来 对于小孩子来说 父母就是天和地 相对来说 有母爱 不会特别的可怜 尤其是母亲 还有钱的时候 李百川今天 非要拉着王许 好好喝一顿 两个人现在关系 是毫无间隙 如兄弟 如朋友 李百川也是性情中人 王许救了他父亲 这就够了 足够了 何况后面 还救了他 甚至又救了他们一家 现在就算王许真的 和他姐有关系 他也不会说什么 只要他姐愿意 李百奇妖娆成熟 妩媚入骨 不是皮像妩媚 是骨子里散发出来的 是那种高级性感 不经意 就能让人失魂落魄 是那种男人 恨不得一口 将他吞下去的悸动 他是一个寡妇 他还是一个母亲 王许还知道 他还是个未经人士的少女 只是此时 他身边多了两只怪物 心结怪 四十级 特殊怪 不可战斗 心事怪 四十级 特殊怪 不可战斗 他开心地和王许打招呼 如果不是看到这两只疾病怪 王许也不会认为他 会有心结 而王许还知道 这个心结和心事 应该是因为自己 爱而不得 难受 王许甚至发现 李百奇瘦了那么一点 有一点的行销鼓励感觉 这只是开始 如果这么下去 很快就会更明显 身体也会出问题 心结 时间长了 就是气语 解语 会读 生气是气不顺 心结 心事 也会气不顺 感谢观众 感谢观众 感谢观众